住剑的最好时间是丑时 在圆九剑的安排之下 严守一等人全力配合 连夜搭建一个住剑台 好在名叫据点本来也有这类的基础设施 只是按照圆九剑的要求 增添了一些特别的东西而已 成为刀魂并不是分别 所以龙飞城心里并没有什么压力 而其他的小伙伴得知 龙飞城有可能不会离开了 高兴还来不及呢 朋友和亲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朋友只希望你一时好 而亲人希望你永远都好 所以严守一并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开心 他更希望龙飞城能够转世投胎 远离这一世的恩怨 但他同时也尊重龙飞城自己的选择 得知龙飞城要成为刀魂 名叫的高层几乎都来了 甚至包括严绸 江庆学等人 大家围在住剑台周围 等待着丑时的到来 龙飞城这个当事人 反而嬉皮笑脸的 还在与罗宁开玩笑呢 圆九剑的确是如今世上 最了不起的住剑师了 严绸对圆九剑的评价极高 江庆学和严绸并肩站着 他欣慰到 手艺能够走到今天 靠的不光是他自己的努力 还有他这些伙伴们的帮助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严绸骄傲地说道 还是我爹教育得好 江庆学白了严绸一眼 你这是在点我 怪我丢下你们爷俩 去长白山闭关 嗨嗨 我不也丢下手艺去蹲了十年大牢吗 严绸心虚地说道 众人在旁议论纷纷 圆九剑受到影响 便黑着脸 把所有人都赶出去了 大家不赶出这位大师的眉头 全都乖乖离开 整个助剑台 只剩下圆九剑 严首一和龙飞城 以及躺在助剑台上的斩破刀 时辰已到 你们准备好了吗 圆九剑严肃地问道 助剑对他而言 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 更何况这次的逐剑对象 还是斩破刀这种绝世神兵 代价是一个人的魂魄 所以圆九剑十分看重 也拿出了百分之三百的认真 见圆九剑如此上心 严首一和龙飞城 也就不担心会出什么意外了 二人点头 准备好了 有劳前辈了 嗯 龙飞城 你先把你的生辰八字抱一下 这和生辰八字有什么关系 老夫要算算你的五行 看看与斩破刀是否匹配 龙飞城呕了一声 但他犹豫了一下 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生辰八字 他是个孤儿 连父母都不知道是谁 怎么可能知道生辰八字呢 好在有严首一在一旁 他使用小六人 反推龙飞城的生辰八字 这才得出确切的结果 得到生辰八字以后 圆九剑掐指算了一会儿 随后突然皱起眉头 似乎是遇到难题 嘴里还似得吸了口气 他又算了一遍 不由地说道 完了 完了 严首一和龙飞城 心里都咯噔一声响 龙飞城五行赎火 而斩破刀五行赎水 二者并不匹配 是老夫糊涂了 如此重要的事情 竟然在此时才想起来 圆九剑满脸自责和遗憾 属性不合 就无法成为刀魂吗 龙飞城问道 圆九剑摇头 绝对不行 强行融合 只有魂飞魄散一个下场 龙飞城倍感郁闷 这种感觉 就好像他去孤身走暗象时 裤子都脱了 结果发现 对面小姐姐 说他这几天不能喝冰的一样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他不甘心地问 办法倒是有 只是不太可能 圆九剑见多识广 但他依旧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可能 世界上有某些天才地宝 是能够改变人的五行的 据我所知 传说中 鹅梅派有一株冰川雪莲 接出的莲子 能够点花万物 要是你得到一颗冰川莲子 就可以改变你的五行了 只可惜 这多半是传说 即便是真的有 鹅梅派也不见得会拿出来 更何况 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圆九剑扼腕叹息 他好不容易才决定重出江湖 结果前脚刚踏出去 后脚就被拽回去了 只是 严守医和龙飞城的表情 却是怪怪的 龙飞城知道 严守医手里 还有最后一颗冰川莲子 当时严守医 一共得到三颗冰川莲子 一颗用来点花斩破刀 一颗用来给温玉仙解寒毒 那最后一颗 严守医到现在还没用呢 龙飞城望向严守医 笑道 严哥 你是自己交出来 还是我动手抢啊 事已至此 严守医知道自己拦不住龙飞城了 只能老老实实拿出冰川莲子 冰川雪莲不是传说 而且我恰好手里 还有一颗冰川莲子 严守医说道 斩破刀也是用冰川莲子点花的 如果小龙能够用冰川莲子改变五行 最后 他肯定会与斩破刀更加契合 说出这句话以后 严守医忽然更加明白 命述这两个字的意义了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似乎龙飞城就是为了成为斩破刀的刀魂 而出现在他身边的 而圆九剑见到严守医 竟然有冰川莲子这种神物 一双老眼都快要瞪出来了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天助我眼 天助我眼 龙飞城 你即刻服下冰川莲子 圆九剑急到 不用等莲子要效起作用 只要冰川莲子在你的魂魄之内 便能够直接覆盖你原有的五行 同时 冰川莲子还能够在待会儿融合刀魂的时候 保护你的魂魄 让你免受痛苦 哈哈 圆九剑也觉得一切过于巧合 这根本就是上天注定 不过他思考的角度和严守医不太一样 他认为是老天爷在奖赏他重出江湖 时辰已到 龙飞城不再犹豫 结果冰川莲子 直接塞进嘴里 严哥 以后咱们就能真正的并肩作战了 龙飞城对严守医笑道 严守医走上前 给了龙飞城一个兄弟间的拥抱 今后 我再刀在 刀毁我王 咱们兄弟二人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柱剑池里铺满了道符 圆九剑施法 想象中的大火并没有焚烧起来 而是从池底冒出了冰冷彻骨的寒水 高明的柱剑 绝不是用火焚烧 用锤敲打 而是对症下药 斩破刀被冰川莲子点化 用大火焚烧 是不起作用的 圆九剑解释道 而这些道符里 是老夫年轻时云游天下 偶然间收集到的致寒之水 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利用其铸剑 没想到天意如此 极度的炎热和极度的寒冷 都可以使被锻造的武器发生变化 到了圆九剑这个层次 它所看到的世界和普通人看到的 已经不一样了 铸剑池中的寒水 散发着刺骨的寒意 和严首一在峨眉山所见到的冰川水 有点类似 但两者还是存在根本上的不同 冰川水本身是普通的水 只是受到冰川雪帘的影响 才刺骨冰冷而已 而眼前的寒水却是自身特殊 如果两者比较的话 严首一相信 眼前的寒水更恐怖一些 刀来 圆九剑一招手 斩破刀便飞入他的手中 这一幕让严首一有些吃惊 圆九剑分明不是斩破刀的主人 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斩破刀 可见这老头的造诣有多高了 不过等到龙飞城成为斩破刀的刀魂 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 不管圆九剑对刀剑的掌控力有多强 只要龙飞城不鸟塌 一样没戏 只见圆九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斩刀材料 涂抹在斩破刀的刀身 坚硬无比 削铁如泥的斩破刀 竟然变得有些柔软 圆九剑又在刀柄的位置 挖出了一个小坑 提醒眼手一 取你一滴惊血 好 眼手一根本没问为什么 他十分相信圆九剑 逼出一滴惊血 圆九剑用空白的道符沾上 精血瞬间在道符上化开 自己勾勒出符咒的纹路 让道符变得不再普通 不过眼手一却觉得 这张道符并不完整 似乎还缺少了点什么 紧接着 圆九剑捧着道符 对龙飞城说道 取你一丝魂魄 妥妥的 龙飞城也不墨迹 直接拧断自己的小拇指 交给圆九剑 反正 他现在也是灵体状态 拧下来的小拇指 眨眼的功夫就恢复了 小拇指离开了龙飞城的身体 变化作丝丝光点 圆九剑同样将这些魂魄 送进道符当中 龙飞城的魂魄 在原先血红色的符纹基础上 又勾勒出了一道淡蓝色的符纹 此时此刻 道符才算完整 此乃其心符 圆九剑笑道 他能助你们兄弟二人心有灵犀 将道符规整地叠好 圆九剑又将之放进刀柄当中 在这一瞬间 严守一和龙飞城之间 产生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 二人似乎能够通过这种联系在心中沟通 只是目前这种感觉太微弱 好像信号不太好 如果信号足够强 严守一和龙飞城 甚至不再需要用言语沟通 直接能做到神仙那样临时传音 接下来便是铸刀魂了 圆九剑将斩破刀擦拭干净 然后扔进铸剑池当中 斩破刀入池 顿时激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雾 就像烈火产生的黑烟一样 圆九剑撩起长袍 直接坐在铸剑池前 龙飞城 你做好准备 听老夫口令 便跳入铸剑池当中 说着 他便开始念咒 铸剑池底部的道符也开始生效 池水像试了一般 试到临头 龙飞城也有些忐忑 严守一更是紧张 二人站在铸剑池旁边 觉得此时应该说点什么 但好像时间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多说什么 突然 圆九剑毫无欲照地喊了一声 跳 跳 龙飞城冲了几步 到最后一刻 却突然停下脚步 他转过身 冲着严守一微微一笑 严哥 待会儿见 说吧 他无所畏惧地向后倒去 龙飞城的魂魄 就这么落进铸剑池中 没有惊起半点波澜 瞬间被白雾和寒水淹没 与此同时 铸剑池中泛起了淡淡的蓝光 严守一 尝出了一口气 事已至此 没有回头路了 龙飞城已伸住刀 如果他再不能战胜国师 就算是魂飞魄散 都不足以洗掉他内心的愧疚 他默默地找了个角落坐下 静静地等待圆九剑竹刀 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太过疲惫 严守一在等待的时候 竟然靠着墙角就睡着了 不知不觉间 就过去了两个小时 严守一突然被圆九剑唤醒 严守一 刀成了 严守一猛然睁开眼睛 第一时间看向铸剑池 铸剑池里依旧被寒水白雾遮蔽 并不能直接看到斩破刀 随后他望向圆九剑 只见这位小老头满脸的疲惫 尽需要扶着墙才能站起来 不过圆九剑的眼神里 却全是兴奋之色 斩破刀成了 这柄绝世神兵必将载入史册 以后我圆九剑的名字 也会流芳百世 能令圆九剑如此兴奋 可见斩破刀重铸之势 不仅成功了 而且威力大幅提升 不过严守一直在乎 现在龙飞城的情况 小龙怎么样了 我刚才怎么睡着了 严守一有点自责 他觉得自己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睡着 圆九剑笑道 那是其心服的副作用 不是你的错 如今你和龙飞城 已经可以用意念沟通了 就像我和三元那样 严守一心里思考 不过他和三元的联系 多少还是差点意思 二者只能模糊地沟通 无法直接对话 他尝试着在心里呼唤龙飞城 小龙 你听得见吗 然而 铸剑池里十分安静 并没有传来任何动静 小龙 严守一又喊了几遍 忽然感觉事情不太妙 连忙对圆九剑说道 前辈 小龙没有回应我呀 圆九剑眉头一皱 露出困惑之色 不应该呀 老夫的铸剑手法 没有任何问题 二人连忙趴在铸剑池旁边 冲着铸剑池 大喊着龙飞城的名字 甚至已经开始想办法 打捞斩破刀了 就在二人着急不已之时 龙飞城的声音突然从铸剑池中传出 吓到你们了 龙飞城调皮的声音传来 严守一和圆九剑直接沉没了 二人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严守一怒道 狗日的快点上来 什么时候了还不正经 龙飞城感觉到不妙 躲在铸剑池里不出来 嘿嘿 你们先说好 不准生气昂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圆九剑冷冷地说道 你要是继续待在铸剑池里 寒水会侵蚀斩破刀 到时候 你的魂魄也会被冻成冰块 话音才落 铸剑池中突然飙射出一道黑光 二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柄通体有黑 剑身上有幽蓝色裂痕的长刀 漂浮在半空中 与之前相比 斩破刀的外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不知为何 严守一总觉得 斩破刀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 当然 这个不一样 是过滤掉龙飞城 给斩破刀带来的猥琐气息 严守一仔细思考了一番 发现了区别所在 之前的斩破刀虽强 但毕竟是死物 缺少一点灵气 而现在的斩破刀 正是多了这一分灵气 才显得那么不同 这大概就是绝世神兵 与普通武器的区别吧 斩破刀中 飘出一缕魂魄 正是吊廊当的龙飞城 他在半空中翘着二郎腿 皱眉问 前辈 斩破刀不至于这么拉胯吧 居然还会怕这寒水 袁九剑笑道 那是自然 老夫之所以那么说 不过是骗你出来吧 唯老不尊啊 龙飞城嬉皮笑脸地说道 小龙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严守一 关心起龙飞城的状况 龙飞城闻言 又化作一道黑光 钻进斩破刀体内 然后操控着斩破刀 在屋子里飞来飞去 怎么说呢 这种感觉很奇妙 有点重获新生的感觉 而且感觉自己的力量 也提升了不少 与斩破刀融为一体以后 我想直就直 想弯就弯 可以很硬 也可以很软 光是用这种猥琐的方式 描述还不够 龙飞城还特意表演了一下 原本坚硬无比的斩破刀 在龙飞城的操控下 竟可以做到弯如游蛇 他甚至在半空中跳舞 虽然模样有点滑稽 同时 严守一的脑海里 也响起龙飞城的声音 严哥严哥 呼叫严哥 你搁这打电话呢 严守一无奈笑道 嘿嘿嘿 以后咱们就可以随时沟通了 龙飞城兴奋地飞到严守一面前 还不用交电话费 出现 严守一笑话龙飞城一声 然后伸手抓住了刀柄 这一瞬间 严守一感觉到了 来自斩破刀中的澎湃力量 而这股力量 竟可以任他调用 斩破刀中 存着谢秦苍当年征战杀场时 留下的煞气 这股煞气 同样不可小觑 不仅对我的实力有所提升 甚至可以 让小龙自己控制着对付敌人 严守一心里感慨 有这样一柄飞天遁地的绝世神兵 是真的可以坐到千里之外取人手机 严守一松开手 斩破刀也没有落地 而是飘在严守一的身边 他转过身 对着圆九剑深深意鞠躬 晚辈谢过前辈助刀之恩 前辈将永远是我们名叫的上兵 龙飞城也受了之前的不尊敬 献出魂魄 对有模有样的对圆九剑弯腰 为感谢前辈的出手相助 晚上晚辈带您孤身走 严守一赶紧捂住龙飞城的嘴巴 圆九剑叹气道 人人都想宝刀不老 但刀哪有不生锈的时候 老浮老了 严守一和龙飞城对视一眼 心说这老前辈话里有话 龙飞城投其所好 嘿嘿笑道 前辈 我有个朋友叫老金 他是齐皇派的古一传人 他那里肯定有什么 能够重振雄风的灵丹妙药 那你怎么找他讨药 晚辈就说 我有一个朋友 懂事 圆九剑摸着胡子夸奖龙飞城 严守一一阵无奈 要是再让龙飞城这么发展下去 龙城第一老宝的名号 非他莫属了 彻夜铸刀之后 严守一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放下了 从此以后 龙飞城就是斩破刀的刀魂 他们兄弟二人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一起杀死国师这个祸害 安顿好圆九剑和圆剑星 严守一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去休息 因为第二天一早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等着他处理 接待各大民间教派组织的首领 这次会面影响甚大 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吸引了整个悬门世界的目光 可以说 严守一和首领们的见面结果 直接决定两派关系的未来走向 谈好了 大家相安无事 共同对敌 谈不好 大家刀剑相向 你死我活 因此 王吉王昨晚甚至没时间来等待铸刀结果 他通宵安排人手 收拾名教据点 收掉了林卫和白帆 铺上了红地毯 议事堂里也准备好了桌椅 每张桌子前 还放着各大势力首领的身份牌 作为牌序也十分讲究 除了五大民间教派组织以外 江湖上还有一些成员不多的小组织 这一等的组织 成员在50到500不等 单个组织拎出来不成气候 但要是名教能将他们全部吸收 也会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在休息了两个小时以后 天刚刚亮 严守依便起床了 林英和林宇特意送来一套 为他量身定做的西装 但严守依只是看了一眼 就让他们把西装放起来 民间教派碰面 怎么能穿西装出席呢 这不是脱离群众了吗 为了表达自己不忘初心 严守依翻箱倒柜 找到了最初他来容成时 穿的素色挂子 这套衣服虽然出自凤一轩之手 但因为穿了太久了 而且跟着严守依参加过 大大小小的战斗 所以有些破旧 不过严守依并不在乎 这些破旧的痕迹 恰恰说明了 他为民间教派的付出 他正要让个大首领们 都看到他的付出 林子彤挺着个大肚子 披着毛毯 认认真真的为严守依 整理着装 他扯平衣服褶皱的衣角 然后后退两步 打量着自己的丈夫 和一年多前 在酒吧后 像见到严守依时比起来 这个男人似乎变了很多 他轻轻地摸了摸 严守依缺失的哪只眼睛 有点心疼 你怎么了 严守依抓住林子彤的手 关心地问 林子彤摇摇头 我没事 别紧张 严守依温柔地安慰道 你快要到预产期了 不要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等我解决了今天的事 就联系于陆明 是时候把哥哥的魂魄接回来了 今日的容成很是热闹 百姓时不时会在大街上 看到穿着奇装一服的古怪人士 他们有的穿着不伦不类的道袍 有的拿着算命卖药的旗子 有的干脆在大街上拉二胡讨钱 更古怪的 还有送菜刀不收钱的 他们的出现 也给容成的大街小巷 带来了更多的烟火气 唱戏的 耍杂技的 玩皮引人的 隔几条街就能瞧见一个 十分热闹 而最热闹的 莫过于明教据点了 新火帮首领李仲熙道 据点门口 街机的车队缓缓停下 李仲熙走下车 看到明教坐落在如此风水宝地 据点还是崭新的 不由得满脸羡慕 新火帮现在的据点在长安 借用了小东门秦六爷的地盘 都是些老旧住宅 和容成西湖 显然是没得比的 崔宇他们就更别提了 现在还住在火葬场里 白天烧尸体赚钱 晚上才能稍微休息休息 交流心得 众人才下车 严首一就带着小伙伴们迎了出来 李前辈 严首一远远地便大声打招呼 李仲熙也露出笑容 首一 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明教 严首一与李仲熙握手 随后注意到 站在李仲熙身后的那伙人 火葬场的脸容师崔宇 打跟人许钱 说书人黄英 来的大多都是心生带力量 他们和严首一的关系 也更亲密熟络 可见李仲熙这次是 带着最大的善意 来支持严首一的 严首一和他们一一打招呼 哇 严大哥 你们这儿的风水 也太好了吧 崔宇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叹和羡慕 要不是前堂有他奶奶 留下的基业 恐怕他都恨不得要留在荣城 加入名叫了 许钱和黄英也是赞叹不已 许钱悠悠说道 看样子 我也要找个富婆了 黄英白了许钱一眼 你这是拿话点严首一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哈哈 严首一笑着 拍了拍许钱的肩膀 我平时力棒的富婆 有什么说不得 许钱 要不要我教你几招 许钱眼睛一亮 可以吗 严首一竖起十指 诀窍就一个 长得帅 那我应该吻啊 许钱厚着脸皮说道 黄英在一旁直翻白眼 严首一发现 黄英这妮子 居然好像对许钱有点意思 如果这两人能在一起 那也算是一对神仙眷侣了 大家别在外头站着了 快进来坐 严首一招呼着大家 进入名叫据点 一路上向他们介绍 据点的各处地点和设施 李仲熙还能勉强有表情管理 年轻一代则全程惊叹脸 把羡慕两个字都写在脸上了 名叫据点是由林家出资 严家设计建造 可谓是强强联手 这种规格和豪华程度的据点 恐怕在这个世界上 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将李仲熙迎到义士堂 李仲熙似乎有话想说 于是严首一让王吉网 带着其他人继续参观 自己和李仲熙单独对话 平退左右后 李仲熙先是叹了口气 严首一知道李仲熙在叹什么 他从长白山回来以后 就将李跟苗 被国师夺事的消息 告诉给李仲熙了 作为李跟苗的父亲 李仲熙的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不管李跟苗是好是坏 那都是他李仲熙的亲骨肉 但得知李跟苗 已经死在长白山天池 李仲熙又感觉到一丝解脱 同时有了一个复仇目标 国师 所以 李仲熙这次 才会无比支持严首一 不论从民间教派传人角度 还是从父亲的角度而言 李仲熙的目标 和严首一的目标 都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 你已经得到了新火帮的支持 乌神山也被你收入囊中 就剩下红牙洞和长陵军了 李仲熙缓缓问道 不知你对周衍和厚敬臣了解多少 严首一摇了摇头 我所掌握的信息有限 李前辈有什么高见 我与他们二人都相处过一段时间 也算是有些了解 所以今日才特意提早一些过来 想跟你说说他们二人的情况 也好让你有点心理准备 严首一顿时摆正姿态 前辈请说 先说说厚敬臣吧 厚敬臣是一名打羹人 祖上出过三位统帅将军 此人性格刚正不阿 一身正气 但有点死脑筋 有时候不认活理 要想和他公平对话 最好的方法是以礼服人 以礼服人 前辈不是说厚敬臣不认活理吗 严首一疑惑道 我说的理是物理的理 李仲熙笑了笑 先把他打服 然后这家伙才会认真听你说话 严首一干咳两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倒没什么压力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担心对付不了厚敬臣 厚敬臣不贪恋权力 初心尚在 我觉得 想要得到他的支持 不是难事 麻烦的 反而是周衍 周衍是一名唢娜将 真正出生底层的小人物 后来他靠着一个又一个 民间教派组织 踩着别人的脑袋 一步步爬上来 当初物都赤花会覆灭 他的功劳最大 所以才一飞冲天 成立了红牙洞 以我对周衍的了解 这人就是一只笑面虎 等你们见面 他必然会口口声声支持归顺 但总会找借口推诿 和他说话就像再打太极 不戳中要害 是不会有效果的 严守一心领神会 不过他也早做好心理准备了 毕竟统一民间教派这种事 动到了无数人的蛋糕 会遇到阻力 是很正常的事 他虚心求教 李前辈 关于周衍 你有什么建议 李仲熙成因片刻 说道 周衍为人圆滑 他的强项 其实也是他的弱点 倘若你搞定了后进城 就相当于掌握了 民间教派的滚滚大势 周衍肯定也不会无脑和你作对 到时候 只要你开出让他心动的条件 他肯定也会一口答应 也就是说 周衍是个见风使多的货色 要是严守一没得到后进城的支持 周衍恐怕也不会屈服 反之则好解决得多 说到底 还是要搞定后进城 你想好 怎么应对后进城了吗 李仲熙问 严守一想了想 试探地达到 友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邻家的私人飞机落地 红崖洞的索纳将周衍 带着几名手下走下飞机 阿公 何西平二人 乘坐着百度车前来接机 双方友好的打招呼 周衍坐上车之后 好奇问了一嘴 后进城到了吗 阿公礼貌地回答 后前辈的飞机 马上就降落了 哦 也是你们派去的私人飞机 呃 不是 后前辈比较有个性 他打算自己坐飞机来 就连飞机票 都不打算让我们报销 听到这个回答 周衍忍不住摸了摸下巴 他和后进城素未蒙面 但大概了解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家伙过于正派 以至于不会轻易享受 别人给的任何好处 乘坐名叫的私人飞机 在后进城的眼中 就属于无功不受禄 就连这点人情 都不想欠人家的 后进城不坐名叫的私人飞机 我却心安理得地坐了 是不是显得我太好说话了 周衍心想 这趟到荣城来 对周衍意义重大 如果没谈拢 周衍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 就全都白费了 但是周衍都抵挡不住滚滚大势 更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严守一的对手 所以 想要反抗 就必须利用一下后进城 乘坐百度车到机场的休息室 阿公和何希平 又去接后进城了 趁着这个机会 红牙洞的几名成员 开始小声议论 哎 你们说 那严守一会是什么样的人啊 咱们洞主今天和那小子碰面 万一没谈拢 可怎么办 江湖上有关严守一的传言很多 他本人实力也不弱 不过相比于他 目前所占的地位 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你的意思是 严守一虽然强 但他还没有资格担任 民间教派的灵魂人物 嗯 他和吃花会的战斗我看了 的确很强 但和洞主与后进城 这些老一辈的强者比起来 还差一点 另外 虽说他公布的 名教道典造福大众 但我听说 名教道典 大部分内容 都是他母亲编的 严守一 只是写了最后四句话罢了 不过最后四句话 确实是点睛之笔啊 对了 名教之前叫民俗研究会 你们知道严守一 为什么能年纪轻轻 就成为会长吗 切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们早就知道了 严守一的老爸是严仇 当年也是赫赫有名的 鲁班传人 组建了玄山十三太保 现在名教的老一辈强者 都是玄山十三太保的成员 听你们这么说 严守一就是一个 啃完老爸 又啃老妈的货色啊 那也不怎么样吗 哼哼 要我说 咱们民间教派 就得从民间选人 洞主就是赤手空拳 从底层一路打拼上来的 让洞主做这个名教首领才好呢 一直站在靠近大门 位置沉默着的周延 突然回头 一个凌厉的眼神 就让手下们全部闭嘴 旋即 周延又恢复了 他原来那副温和又普通的模样 淡淡地说道 我不喜欢出风头 你们也别挑严手艺的词 现在大局还不稳定 谁冒头 谁就要承担风险 你们可千万别把我 往火坑里推 成员们尴尬地对视 兴兴地笑着 在周延的心路历程里 他一直都是不起眼的那个二把手 可他每次又能稳坐二把手的位置 直到最后时刻 这个万年老二才突然发力 成为现在的红牙洞一把手 周延熟练中庸之道 但不代表 他是 就是个中庸之辈 成员们闭上嘴没多久 后竞成就来了 与周延不同的是 后竞成孤身一人就来了 不过他并没有带行李 只是穿着一条鼓鼓囊囊的长袍 后竞成身高恐怕有两米 看起来恐无有力 标准的国字脸 落腮胡一身正气 放在古代妥妥是个将军的形象 老侯 周延主动上前打招呼 与后竞成握手 后竞成也猜出周延的身份 便与周延握手 不太习惯地挤出笑容 久仰大名 周延笑道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像老侯你这样正直的人不多了 不过咱们肯定是同道中人 一定有许多共同话题 周延知道后竞成性格正派 所以他也给自己立了个正派人设 来拉近他与后竞成的关系 果不其然 后竞成顿时对周延亲近许多 他谦虚道 周到有过奖了 唉 不过奖不过奖 周延凑上前 小声在后竞成耳边说道 咱们这次聚在荣城 目的不也是一样的吗 如果严守一真的能获得咱们的认可 就算让我交出手里的红牙洞 又如何 不过我还是担心啊 严守一太年轻 万一他是个外强中干之徒 或者被名门大派的有心人利用 咱们手下的人可就惨了 闻言 后竞成顿时拉下脸来 在一旁候着的阿公和何希平 直接摆着臭脸说道 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荣城 正是来试探试探严守一的深浅 倘若他不能获得我的认可 我那常陵君是绝对不可能交给他的 阿公和何希平听到这话 有点尴尬 不过他们也没在意 这次碰面目的本来就很直白 后竞成等人有情绪也很正常 而且 他们对严守一有信心 真惊不怕火炼 严守一也不会损后竞成 周延见后竞成脾气如此暴躁 便笑眯眯地不说话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车队载着两方势力的代表 前往鸣教据点 此时鸣教据点已经来了不少客人 十分热闹 严守一得到消息 提前带人去门口迎接 而坐在车上的后竞成 因为是第一次见严守一 脑子里不自觉地冒出诸多念头 这严守一被靠立成邻家 又花不完的钱 又建造了如此奢华的据点 想必其本人也是一个灰金如土的家伙吧 后竞成年轻的时候 吃过不少苦 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他最受不了有人铺张浪费 如果严守一是个纵欲之人 后竞成对他的感官就会大打折扣了 然而 当后竞成透过车窗 瞥见站在鸣教据点大门口的严守一时 不由得愣了愣 想象中西装革履 一副有钱人做派模样的严守一 并没有出现 站在那里的是一位穿着素色长袍 背着一个简单胯包 留着干净的板寸头的年轻人 把这个小伙丢到农村里去 除了长得稍微帅了点以外 几乎看不出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更无法想象 这小子会是堂堂明教的会长 这严守一 合我胃口 后竞成心头一喜 晚辈严守一 代表明教 欢迎二位 周衍和后竞成下了车 严守一热情地上前与他们握手 后竞成不善言辞 审氏的目光就没从严守一身上离开过 而周衍则应对自如同样热情地回应严守一 嘴上又挂着久仰大名 同道中人之类的词 乍一看来 好像周衍对严守一的态度更好 更希望并入名教 而后竞成心高气傲 看不上严守一和名教 好在严守一提前在李仲西那边做了功课 了解二人的性格和脾气 否则肯定会被二人的外在所误导了 将二位贵客迎进名教据典 沿途还是老规矩 一通介绍 展示实力 最后抵达一时堂 这一路上周衍对名教赞不绝口 后竞成也再次对严守一和名教 有了新的认识 别看名教据典十分奢华 但认真看去 却是一分钱都没乱花 据典内的每一个建筑 都建造得十分考究 不仅和西湖风水融为一体 每一座建筑 还是为民间教派传人专门设计的 可谓是物尽其用 没有一点铺张浪费 生活在名教里的成员们 也不用再为那些生活琐事而忙碌 只需要专心研究本事就够了 和其他的民间教派组织对比 名教简直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天堂啊 一想到这儿 后竞成就有点脸红 因为他的长陵军 现在还发扬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时不时就要拉去沙漠戈壁操练一番 因为后竞成的理念 似乎让自己的这群手下们 吃了很多不必要吃的苦 几人抵达议事堂的时候 发现议事堂里居然已经高棚满座 周衍一眼扫过去 发现议事堂里 没有摆出传统的高低大小座位 而是一张拥有几十个座位的大圆桌 圆桌 严手一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打算领导民间教派 周衍心里疑惑 圆桌不分主次 座位也没有任何的区别 不过大家却自觉地把东方的位置空出来了 那个位置肯定是属于严手一的 见到严手一走进议事堂 堂内所有人都安静了 严手一目光扫过 和同样坐在圆桌旁的严筹 江庆雪 王吉王 李仲熙 崔宇 赵正豪等人一一示意 圆桌旁坐着的 都是大大小小的民间教派组织的首领 严手一清了清嗓子 朗声说道 诸位 这次邀请大家到民教来 是想与大家共同商议民间教派的未来出路 在这里 没有主次之分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大家都想有同等的话语权 我们共同讨论 不是为了顺从某个人的想法 而是一起决定民间教派传人们的未来 好 李仲熙带头鼓掌 其他人也立刻跟上 对于大部分民间教派组织的首领而言 加入民教 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们求之不得呢 本来大家都做好对严手一 俯首称臣的打算了 结果到这一看 哟 全是大元座 严手一给足了每一个人尊重 也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现在大家都对严手一心服口服 这场见面的目的已经成功大半 江庆学美目喜滋滋的望着严手一 脸上写满了骄傲 作为一名母亲而言 没什么比看到儿子有出息 更值得让他高兴了 严手一对周颜和厚敬臣 比划出有请的姿势 二位前辈 请入座吧 好 厚敬臣对严手一目前的表现也很满意 对着他笑了笑 便入座了 周颜也跟着入座 不过他眼珠子直转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严手一坐在那最后空下的位置 他微笑着说道 经过我们鲁班传人列位前辈的不懈努力 名教道典 总算编写完成 大家应该都已经开始研读 感受到其中的奥妙了吧 一名舌道人哈哈大笑 我不过研读三天 就已经感受到舞弊三缺影响变小了 要是再研读个十年 恐怕就再也不用受舞弊三缺影响了 严会长 这次你 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 感谢严手一的无私 他本可以利用名教道典 强行争夺其他势力的成员 而在场的首领 根本拿不出任何的应对办法 可严手一没那么做 他选择了公布内容 让所有民间教派传人 都可以自由阅读修炼 光是这一点 就足够让大家敬佩的了 严手一谦虚的白手 我只是补齐了最后四句话罢了 功劳依旧是鲁班传人前辈们 严会长就别谦虚了 最后那四句话 可是点睛之笔 换做其他人 肯定写不出来 奢刀人夸奖道 课套几句之后 严手一开始步入正题 他正经微作 把双手放在桌上 食指交叉 表情严肃 既然如今 民教到点 问世 民间教派传人 已经不受舞弊三缺影响 本质上 咱们和名门大派 已经没什么区别 所以 诸位觉得 两派之争 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这个问题提出以后 大家立刻沉默了 有人摇头 有人摆手 有人低头 默不作声 实话说 谁也不想和名门大派撕破脸皮 但之前两派 关系紧张到极点 一些摩擦 导致双方结下了 无法解开的梁子 现在说和解 之前死的人 岂不都白死了 即便大家心里 也希望和平共处 可又觉得 无言面对那些死去的朋友 只是 谁都不想做 第一个开口的人 毕竟大家都知道 严守一是希望两派和解的 现在站出来 提起那些牺牲的同伴 岂不是主动 做严守一的绊脚石 主动成为阻碍 两派和平的罪魁祸首 那搞不好 可是会被定在耻辱柱上的 就在大家以为 这个话题 会因为大家的沉默 而过去的时候 周演突然开口了 只见周演满脸的愧疚 男为情地说道 严会长 其实我也不想 就这么落了大家的兴致 只不过 有些话 周某人不说不快 严守一眯起眼睛 他知道 周演是个笑面虎 现在的男为情都是装的 重点是 这家伙接下来所说的话 不出所料的话 周演要提起那些牺牲的同伴了 只见周演长叹一口气 指着身边的 一名台官将说道 关向林 他有个亲弟弟 去年才结婚 上个月陪老婆娘家探亲 结果被一群埋伏的 名门大派弟子暗杀 那名台官将的伤口被揭开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同时 内心对名门大派的恨意 也被唤醒了 他紧紧地握住拳头 咬牙切齿 周演又指着对面 一位光头说道 老张 你是敢施人吧 听说有个门派 把你儿子的尸体挖出来 炼成僵尸 还派他来咬你 最后你没办法 亲手把儿子的尸体 烧了 老张目光闪躲 虽然没有回答周演 但眼里尽是仇恨 周演最后拍了拍 自己的胸口 脸色悲痛地说道 我手下也有几位后辈 年纪轻轻 未来无限 却也死在名门大派的手中 话说到这里 圆桌上那些 痛失亲人朋友的首领们 全都露出悲伤之色 气氛变得有些不对劲 周演低声说道 颜会长 不是我们不渴望和平 只不过 如果我们 就这么与名门大派和解 以后又有什么颜面 去面对那些牺牲的亲人朋友 其他人听了 也有点坐不住 纷纷低声赞同周演的看法 李仲熙沉默不语 颜仇和江庆雪 也没有开口的打算 所有目光 都落在颜首一的身上 其中 后进城的目光最为毒辣 好像要把颜首一 接下来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全都雕刻在脑子里似的 颜首一心里叹气 按道这个周演 果然难对付 他先拿别人的伤疤说事 最后才提到自己 这样就显得他再为别人考虑 而不是自己想要给我添毒 但颜首一又不能说周演是错的 毕竟他这个名教会长 如果连这点考验都无法通过 大家未来还怎么信任他 怎么放心把大梁交到他手中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在大家的目光之下 颜首一徐徐开口 我知道 大家在两派之争中 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在座的各位仔细想想 那些亲人朋友的牺牲 为的难道是更大的斗争吗 不 他们想要的是和平 倘若牺牲的意识 换来更多牺牲 那么前者的牺牲 就成了罪过 只有我们不计前嫌 为后辈们创造一个和平安稳的时代 那些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想象一下 有朝一日 民间教派传人与民门大派传人 共同去参拜那些 为了和平而牺牲的先辈们的画面 难道你们更愿意看到 后辈们在先辈的墓前 煞血发毒誓 要将仇恨延续到千千万万倍之后的画面吗 正因为我们 不想再让后代们 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 所以我们 才需要有所取舍 不让他们的牺牲白费 严守一说完 默默地看着圆桌旁的人们 李重夕松了口气 严筹和江庆雪对视一眼 后镜沉眼中有光 台关将关向林 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靠在椅背上仰着头 轻声说道 严会长说得对 我弟媳还活着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如果两派之争 不能在我们这一代终结的话 未来我们的后代 还会继续经历这些痛苦 赶世人老张 老泪纵横 我儿子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亲眼去龙虎山 看一看道教圣地的风采 他常常问我们 民间教派 何时才能有 名门大派的荣光 我想 他也不希望两派厮杀 他也希望我们能和平共处吧 原本已经偏向复仇的气氛 渐渐被严守一拉了回来 周延见自己失势 立刻见风使舵 为严守一鼓掌 严会长说得好 我也愿意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 换未来子孙后代 一个和平时代 后镜沉微微汗手 我也是 严守一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看样子 大家已经走出阴霾 两派离和平的方向 又迈进一步 却在此时 周延画风一转 低声说道 严会长 虽然我们愿意牺牲 但那些名门大派 他们愿意善罢甘休吗 此话一出 众人都愣了愣 是啊 我们愿意忍让 名门大派愿意吗 毕竟我们也杀了不少他们的弟子 万一他们不肯善罢甘休 继续报复怎么办 沉默寡言的后镜沉 在周延有意无意的引导之下 对严守一 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 严会长 目前名门大派 只对你名教有好感 可他们对我们其他民间教派组织 可一点都不手软 你怎么能保证 名门大派 不是在利用你来削弱我们民间教派 这个问题十分尖锐 也是众人十分在乎的点 说的难听点 如果严守一是名门大派的走狗 以后我们跟着他 岂不是要遭殃了 面对后进城的犀利提问 严守一不慌不忙 他淡淡地说道 你们可知道 为什么我能与名门大派交好 众人摇头 龙虎山天师傅 在罗天大教之时 新玄山派前来进犯 我带着我的朋友们 死守龙虎山 为此多人负伤 俄眉派 惨遭面门之时 是我带着兄弟们杀上山 保护冠云师太 以一只眼睛为代价 换来俄眉派的延续 寒山四 严送方丈将恶念封印在妙华禅僧体内 导致妙华叛变 偷袭严送方丈 是我不顾一切进入妙华的意识当中 斩杀恶念 茅山派 他们的掌门清传弟子韩三 被巫神山父堕主胡柴绑架 折磨得不成人形 是我和我的兄弟们拼命将他救回 安然无恙地送回茅山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大声喝道 名门大派对我的友好 对我的尊重 是我拿命换来的 众人一阵沉默 严守一的语气变得温和下来 大家不要担心名门大派的看法 只要我们拿出我们的真心诚意 名门大派也会不计前嫌 我向大家保证 不会再让大家受到半点伤害 周远望着严守一 他忽然不想再为难这个年轻人了 外人只看到严守一身上的光环 看到名门大派对他的友好 而直到现在 大家才知道 名门大派对严守一的友好 全都是这小子拿命换来的 这位年轻人 已经为两派关系付出了太多 若是再为难他 似乎就太不是人了 于是 周远缓缓举起手 我 周远 代表红牙洞支持严会长 支持两派关系 和平安定 承诺红牙洞成员 不再对名门大派出手 严守一用自己的精力 证明了两派关系 并非是同水火 可以亲密无间 相互信任 只要有人能够拿出诚心识意 另一方一定能够理解接受的 严守一获得了周远的尊重 他决定不再为难严守一 尝试着与名门大派和解 看到周远带头表明态度 李仲熙稍稍松了口气 在他看来 周远是今天最难搞定的角色 搞定了周远 后进城就没什么问题了 至于其他的首领们 不管他们低不低头 影响都不是很大 等他们看到名叫的强大 自然而然也会归顺 江庆雪满脸骄傲之色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儿子在外人面前发光发亮 严守的表情就丰富多彩的多了 他表面淡定 内心偷袭 脸上写着我儿子就是这么牛逼 但心里却想着卧槽 我儿子真他妈牛逼 我这个当爹的脸上被有面子 关于两派关系 换做二十年前的严守带领 恐怕情况会比 现在还要糟糕 而严守一用不同的解决方式 做到了严守未能做到的事 这足以让严守 彻底对严守一放心 天高任鸟飞 他这个当爹的已经老了 未来会渐渐 跟不上孩子的步伐 不过他也十分看得开 如果哪天跟不上严守一了 他就选择回到陈家村 过上田园木哥的养老生活 随着周远的表态 其他的首领们也纷纷跟上 他们被严守一说服 更为严守一所折服 愿意将自己的势力 并入民教体系 并且与民门大派达成和解 眼看事情妥了 严守一也稍稍放松 可就在这时 后竞城突然说道 严会长 恕我直言 还有一件事 让我耿耿于怀 所以当下还做不了决定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连周远都低头了 后竞城怎么突然发难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后竞城 想知道他对严守一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严守一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 耐心地问道 前辈请说 严会长年纪轻轻 却名震江湖 你的故事 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 的确是英雄初少年 后竞城稳重地说道 只是 至今为止 我还没有真正领教过 严会长的本事 所有人恍然大悟 后竞城 这是想要亲自领教一下 严守一的厉害 如果严守一打赢了后竞城 那后竞城也就没有后顾之忧 心服口服地对严守一低头了 对于后竞城提出的请求 周延等一众吃瓜群众 都表现出浓浓的兴趣 在机场的休息室时 周延的手下就曾经讨论过 认为严守一有可能只是 蹭了鲁班传人前辈 严筹 江庆雪 和林子彤的光 靠着这些长辈们的扶持 才能有今天的地位的 所以 大部分人还不是特别认可 严守一的实力 当然 如果他们亲眼见识到 严守一在长白山 与国师的那一场战斗 恐怕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了 严守一露出笑容 他早料到后竞城 会想要和自己打一场了 而且他也早就做好准备 如果只是打一场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那他倒求之不得 后前辈想试一试晚辈的实力 严守一笑着问道 后竞城直接起身 对严守一抱拳 表达自己的敬意 不知严会长可否商量 众人发出嗷嗷的起哄声 都迫不及待 想看一看严守一 和后竞城交手的场面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 严守一要是不答应 那得多丢人 只见严守一转过身 招来一名名叫成员 传我命令 清空演武场 严守一大声说道 听到这话 所有人顿时兴奋了 真要打了 严守一又道 请诸位一步 走 大家直接起身 毫不留恋地离开一试堂 在名叫成员的带领之下 前往演武场 反倒是严守一和后竞城 这两位主角走在最后头 走出议事堂 严守一的身边围着许多民间教派首领 七嘴八舌地问着他一些问题 而后竞城身边则空无一人 不过后竞城也不在意 他本来也不是擅长交际的人 这时 严筹 江庆雪和李仲熙 来到后竞城的身边 江庆雪笑应地说道 后先生 待会儿比试的时候 还请您 后竞城抬手打断 放心 我会点到为止 不伤到严会长的 就算他不敌我 我也会故意输给他 提出比试 只是后竞城想试一下 严守一的实力高低 他心里早就做好决定 要将长陵君并入名教 所以也准备要给严守一台阶下了 江庆雪愣了愣 随后尴尬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希望后先生到时候多注意保护自己 千万别受伤了 啊 后竞城直接傻眼了 我以为你们 是来提醒我 手下留情的 结果居然是来放狠话的 这严守一人还不错 怎么有如此不给面子的父母 后竞城一时有点生气 冷哼一声 加快脚步走了 严筹夫妻俩有点尴尬 李仲熙则哈哈大笑 不急不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等他们俩动手了 后竞城自然就明白 你们是为他好了 严守一和后竞城 要较量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整个名教 年轻的名教成员 不吃饭 也要过来一睹会长风采 在名教成员的眼里 严守一就是一个神话 一个传奇人物 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偶像出手 怎么能错过呢 所以当严守一 抵达演舞场的时候 这里早就已经人山人海 甚至有些民间教派首领 都被挤到外围去了 最后还是王吉网亲自去 把人领进来的 如此宣传机会 王吉网自然也不会错过 他直接让林宇和林英 在论坛上开启直播 论坛的用户 近来又增加了不少 所以直播刚开始 观众人数就直线飙升 不到十分钟 就突破了五万人 这几乎是整个 民间教派总人数的 百分之七十了 演舞场被清空 严守一大步走上去 一路上还不忘 对着大家抱拳打招呼 而后竞城 则一言不发地走上台 全程摆臭脸 严守一发现这个细节 不由得纳闷 嗯 我哪里有他不高兴了吗 演舞场上 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上一次演舞场这么热闹 还是在严守一直播 狂扁吃花会的时候 说起来 那也是名教论坛的 首次直播 严守一正是在那时候 名气才一飞冲天的 这第二次直播 第二次在演舞场打擂台 效果还能和第一次一样吗 比试还没开始 直播间里的弹幕 已经刷到 几乎要看不清直播画面了 Stranger 呜 严会长又开直播打擂台了 也轻回 晓仔 严会长加油 奥利给 小城想干犯 这次只是和后竞城交手 不知道严会长能和后竞城过几招 后竞城的战斗力可不弱呀 撇王大侠 呵呵 你应该问的 是后竞城能在严会长手下 坚持几个回合 严会长是无敌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反正是信了 清之 对对对 我也支持严会长 怎么没看到林子同女神啊 上次在罗天大叫见到他本人 真是没报了 秦皇汉武 领掌门快升了吧 不知道是男是女 我已经准备好去提娃娃亲了 岁月神偷 我呸 你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居然打起盐会长孩子的主意 招招的蝉使官 话说 管理员浪里 小白龙怎么没出现了 有没有知道他上哪儿了去了 过滤掉那些水弹幕的 针对盐首一和后进城之间的鄙视 大部分人还是无脑支持盐首一 少部分人稍微谨慎一点 还是持保留意见 毕竟后进城是老一辈的强者 级别也比当初的吃花会高尚不止一点 如今距离吃花会一战 也才过去几个月罢了 盐首一就算再添财 实力也不可能增长得那么快吧 盐首一不知道直播间里的情况 他正视着站在对面的后进城 抱拳朗声道 后前辈 咱们交手点到为止 希望您手下留情 后进城冷哼一声 道 盐会长 我对你的能力和人品都很认可 但觉得你多少有些心高气傲了 啊 盐首一满脸疑惑 自己这不是一直都彬彬有礼 谦虚有加吗 何来心高气傲一说啊 了解盐首一的小伙伴们也纳闷 盐首一身上虽然也有小毛病 但心高气傲这点 绝对和他搭不上关系 台下的李仲熙无奈地笑了 盐首一没想出原有 只打算和后进城手底下见真章 打过以后再说 于是他摆好架势 道 前辈 您先请 哼 后进城更生气了 晚辈让前辈先出招 这是看不起前辈吗 于是 后进城直接敞开长袍 肥厚的长袍里 挂着一个个小厚厚的小口袋 口袋上面 闻着奇怪的符文 眼首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小口袋 是凤怡轩的作品 也就是说 这些口袋里 放着许多宝贝 后进城拍了拍 其中一个口袋 小小的口袋里 直接弹出了三样法宝 正是打跟人三件套 斩马刀 马灯 铜锣 一声铜锣震动地 一口嗓子喊破天 后进城穿上了这三件法宝 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犹如再世中馗 神经鬼气 不愧是老后 台下的周延眼睛一亮 他感受到了 来自后进城的压迫感 后进城是世家子弟 祖上出过三位将军 所以后进城自小 就被家族严格训练 一身正气 正适合做打跟人 而跟随着李仲熙 一起到荣城来的打跟人许前 也是惊讶地望着后进城 以他的目光来看 后进城恐怕要比他的师父 徐志平 强上好几个档次 要是他对上后进城 不出十个回合 就会败下阵来 不知道严兄能坚持多久 许前心里想到 或许是因为认识严首一的缘故 许前并没有像直播间的网友一样 盲目支持严首一 以他的理性分析 严首一只要能在后进城手下 坚持三十个回合 应该就足以服众了 毕竟输给一个老将 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后进城双手握住斩马刀 身体忽然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盲首一的侧后方 这个速度 已经让在场九成的人 甚至看不清他的动作 剩下一成的人 绝大多数都自认 无法应付后进城的速度 而盲首一还站在原地 好像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似的 后进城冷哼一声 心想 这么快就要结束了 然而下一秒 盲首一的身子 突然消失在原地 后进城双眼圆瞪 他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他刚才根本没有 捕捉到盲首一的影子 这小子会顺移不成 后进城立刻收刀落地 以防御姿态后退 寻找着盲首一的踪影 他关注着四周 却唯独忽略了脚下 当他一脚踩进泥潭里 才意识到事情不对 盐武场的地面 缓缓浮现出108层螺盘 后进城正好踩在更土位置 脚下的水泥地面 直接变成泥潭 盲首一突然出现在 后进城的面前 赤手空拳垂向后进城 后进城脸色大变 急忙举起铜锣抵挡 只听枪的一声 后进城直接向后倒飞十几米 坚硬无比的铜锣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拳头印 好可怕的速度和力量 后进城心里大害 一瞬间把之前所有的轻视 都改正过来 他现在才意识到 盐首一父母 刚才对他说的话 可能不是在放狠话 而是真心劝告 不过后进城反而因此感到高兴 好小子 你越强 我就越放心 把长林军交给你 他在半空中调整身形 平稳落地 盐首一并没有沉胜追击 而是远远地看着后进城 后前辈 盐首一喊道 咱们的比试 应该能使用法宝吧 后进城眉头一皱 自然是可以 但你为何要这么稳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只是我的武器 昨天刚刚升级了一番 正愁没人试试威力 如今想借后前辈的手 测试一下 后进城哈哈笑道 你尽管放手来 后进城心里发笑 什么武器那么了不起 动用之前 还要先征求对手的意见 得到了后进城肯定的答复 盐首一也就没顾虑了 他转身冲着名叫句点大喊一声 天不生你龙飞城 名叫万古如长叶 刀来 天不生你龙飞城 名叫万古如长叶 是何等装逼的家伙 何等装逼的武器 才喊得出如此不要脸的口号 所有人疑惑地看向身后 突然间 天空乌云蔽日 电闪雷鸣 惊飞了鸟群 吓坏了蛇虫鼠蚁 就连西湖里的鱼儿 都快速地逃离这片区域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道黑光冲天起 直接顿入乌云当中 紧接着 一道紫色的闪电 从天而降 劈在演武场的中央 地面崩裂 飞沙走时 紫色电弧闪烁之间 一柄黑色的长刀 立在演武场中心位置 刀 所有人都愣了愣 刚才那阵毁天灭地的气势 竟然是一把刀引发的 天不声我龙飞城 名叫万古如长夜 一道极为装逼的声音响起 斩破刀上 缓缓飘出一名年轻人 他斜矣在斩破刀上 脚下是一片黑云 看起来十分狂闲 刀魂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柄刀 竟然有刀魂 难道这柄刀 是绝世神兵 就连厚敬臣也忍不住眯起眼睛 打亮着斩破刀和龙飞城 这个架势 看着可真不好对付 在万众瞩目之下 龙飞城用嘲弄的目光 看了厚敬臣一眼 呵 他轻贺一声 嘴角露出邪魅的笑容 男人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厚敬臣 刀是好刀 但这个刀魂 好像有点不正经 台下的罗宁 无奈地捂着脸 他开始深度反思 自己为何会对这样一个装逼犯感兴趣 严守一上前拍了一下龙飞城的脑袋 哎哎哎 严哥 别闹 我这正装着呢 龙飞城一秒破功 严守一严肃道 后前辈是咱们的前辈 你态度放尊重一点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强者 来试试你的水平 待会儿你 给我好好打 知道了知道了 龙飞城扮了个鬼脸 然后直接钻进斩破刀里 还没等后敬臣反应过来 斩破刀突然拔地而起 冲向后敬臣 后前辈小心 严守一不由地出声提醒 我兄弟不讲武德 你千万不要大意了 后敬臣回过神来 斩破刀已经杀到他跟前 此时在抵挡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向一旁狼狈地翻滚 本以他的反应速度 翻滚足以躲开斩破刀 可就在他与斩破刀 即将擦肩而过之时 那斩破刀居然猥琐地弯曲了刀刃 糟了 后敬臣按道不好 急忙丢出一张道符 道符形成一道金光 这才将斩破刀推开 避免后敬臣中刀受伤 还真是个不讲武德的道啊 后敬臣回过神来 举起修长的斩马刀 劈向斩破刀 斩破刀直接翻转刀身 用刀刃直面斩马刀 只听枪的一声 斩马刀劈在斩破刀身上 竟然当场锻炼 什么 后敬臣脸色大变 他的斩马刀 可是用了足足四十年 斩了不知多少恶鬼妖孽 早就不是凡兵了 可对上这柄斩破刀 却是脆弱得好像豆腐 直接被折断了 严守一倒吸一口凉气 心想 过了过了 待会儿恐怕要赔钱了 后敬臣拿着半截斩马刀后退 而龙飞城 似乎并没有放过后敬臣的意思 他连连进攻 逼得后敬臣直接退到墙角 真是一柄好刀 就是刀魂有点猥琐 所有人的脑子里 冒出了同样的念头 严守一甚至都没有出手 只是让刀魂自主迎战 就把后敬臣逼到了这个份上 如许前之类 之前并没有对严守一抱有太大期望的观众 此时下巴都要砸到脚趾头上了 同样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 你为何如此优秀 直播间里 也是满屏的999-6翻了 后敬臣眼看被逼到角落 实在是退无可退 只能再次发力 他一个后空翻 落地是瞬间打开马灯 一瞬间 无数恶鬼从马灯中冲出 飞上前缠着斩破刀 不让斩破刀继续放肆 卧槽 好多鬼 斩破刀里传出龙飞城的声音 他嗷嗷叫唤着 你们摸可以 别乱咬啊 有些地方不能咬的 啊 雅灭蝶 那里是我的剑柄 这是何等的虎狼之词啊 在场的女观众 全都羞涩地低下头 而男观众则露出了 懂得都懂的表情 恶鬼牵制住了龙飞城 后敬臣总算空出手来 要对付严守一了 却还没等他出手 龙飞城突然哼了一声 斩破刀的刀身内 突然喷涌出大量的黑色煞气 这些煞气太过浓郁 以至于那些 纠缠着龙飞城的恶鬼 当场下的抱头鼠窜 根本不敢再缠着龙飞城 老虎不发威 你们当我是hello kitty啊 龙飞城大笑道 今天小爷我就给你们表演一手 小刀拉屁股 给你们开开眼 你小子 后敬臣一阵无语 这刀魂 怎么还是个碎嘴子呢 不过 斩破刀内部 藏着如此恐怖的煞气 是后敬臣始料未及的 有这些煞气的加持 斩破刀的威力再上一层 后敬臣赫然发现 如果光凭他自己的实力 恐怕对付斩破刀都够强 也就是说 他连严守一的 一柄刀都打不过 后敬臣一时间感到无比气馁 但他并没有放弃 眼下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并不是他的全部 否则只是如此的话 他也坐不到长陵军首领的位置 趁着龙飞城还没有发难 后敬臣再次打开长袍 打开了里头的几个口袋 口袋里竟然陆续 飞出好几件法宝 有强大的道符 布阵的小琪 甚至还有练妖师的练妖狐 后敬臣的法宝怎么这么多 严守一露出惊讶之色 台下的李仲熙自言自语道 后敬臣出身名将世家 家底浑厚 他手里宝贝多也是正常的 不过他竟然还有练妖狐 这就离谱 后敬臣先后扔出道符 和小琪来牵制龙飞城 最后直接打开练妖狐 召唤出了四只奇形怪状的妖怪 联手对付龙飞城 龙飞城双拳难敌四手 加上这次只是比试 他甚至不能把后敬臣 释放出来的恶鬼 打得魂飞魄散 所以一时之间陷入苦战 无法再帮助严守一 严会长 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后敬臣大笑道 你的刀是好刀 但你本人的实力 至今还没有展现出来 不知我后敬臣有没有资格 让你本人出手一战 后敬臣之所以提出 要和严守一比试 就是想试试他本人的实力水平 尽管斩破刀很惊艳 但并不代表严守一本人实力强大 后敬臣提出要求的时候 眼中燃着战役 颇有一种战场上将军 铁马金戈的气势 这种气势很奇妙 或许是因为严守一前世 也是一名将军 如今他的心里也被激起战役 他也想和后敬臣兵刃相向 一决雌雄 那就来吧 严守一笑着回答 后敬臣摸了摸手里 断了的斩马刀 随后那斩马刀的断口处 突然间喷吐出熊熊烈焰 化作一柄完整的长刀 哦 严守一眉头一挑 后敬臣这一手本领他 倒是没见过 不过从斩马刀上的烈焰外表看来 如今的斩马刀威力 应该更上一层了 严会长 你还有武器吗 后敬臣道 我可不想欺负一个 赤手空拳的人 嗯 有刀是有 严守一犹豫了一下 还是取出了祖龙剑 青铜铸造的祖龙剑 虽然没有剑灵 但却有真龙子气围绕 气势丝毫不弱于斩破刀 而且 当严守一取出祖龙剑的时候 所有人都忍不住想起了一件往事 当初严守一在明教门口 右手斩破 左手祖龙 一口气杀了上百名名门大派的弟子 现在谁还敢说 严守一是名门大派走狗 大家第一个和他急 又是一柄绝世神兵 后敬臣喃喃一声 眼中甚至流露出一丝羡慕 似乎想要在气势上压制住严守一 后敬臣突然敲响铜锣 铜锣忽然瓦解 化作流光分布在后敬臣的体表 最后变成了一套金色的铠甲 黑色的披风迎风飘扬 手持斩马刀 身披金甲的后敬臣 气势再上一层楼 仿佛古代的将军 穿越到了现代 后敬臣不愧是出身将军世家啊 李仲熙也忍不住感慨 如果明教里没出一个严守一的话 或许后敬臣是个不错的领导者 既生鱼 何生亮 铠甲 不太巧 我也有 严守一嘴角一翘 直接召唤出细琳凯 过去细琳凯是半透明的 完美的覆盖在严守一的体表 而这次严守一 故意让细琳凯显出真身 银色的细琳凯 无比精致帅气 一片片银甲 如同银龙身上的龙铃 在阳光之下泛着光 红色的披风挂在严守一的两间 更显鹰气十足 后敬臣是一名在沙场上征战多年 历经无数的老将军 那么严守一就是一名大胜归来 雄自应发的小将军 二人的气质截然不同 却也不分高低 在气势上 谁也不让着谁 后敬臣盯着严守一 他也从严守一的身上 找到了二人的相同点 心底里那一丝胜负欲 直接被击起 迁持 他一拍马灯 马灯中便钻出一匹 浑身被烈焰包裹的猎马 猎马身披战甲 撞得好像一头犀牛 后敬臣翻身上马 猎马扬起前蹄 发出一阵丝鸣声 如何 后敬臣挑衅地看着严守一 严守一微微一笑 回头看向场外 他自己是没有马灵 如果非要召唤的话 把珠山灶召唤出来 也不是不行 但人家骑马 他骑猪算什么事 关键场合 姿势必须要帅 踏雪 人群之外 林子彤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便有一批通体雪白的骏马 踏空而来 骏马线条优美 高贵却又不失气势 宛如从神话中走出的天马 身上银白色的战甲 闪闪发亮 踏雪来到严守一的身边 轻密地用脑袋 蹭了蹭严守一的脸 严守一拍了拍马头 翻身上马 四 这小子 后敬臣有点气急败坏 你小事学人精嘛 怎么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 二人手持兵刃 身披战甲 坐下更有梁居战马 在演武场上争锋相对 大有一种古事后列阵在前 将军打头阵的架势 后前辈 我这一身行头 您看如何 严守一笑着问道 后敬臣笑答 花架子没用 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架 他一加马度 列马立刻向严守一 和踏雪发起冲刺 严守一没有坐以待毙 同样甩了一下缰绳 踏雪发出一声嘶鸣 向着后敬臣对冲 双方越来越近 所有人的注意力 也拉到了极点 枪 兵器相撞 谁也不让着谁 两匹马擦肩而过 却把严守一 和后敬臣留在原地 二人你来我往 眨眼的功夫 已经交手十几个回合 后敬臣杀招进出 严守一也把金光皱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都用了个遍 哈哈 好 很好 后敬臣边打边叫好 因为他发现 严守一的真实实力水平 竟然和他不相上下 虽然他也藏着底牌没出 但严守一 显然也没有出全力 在后敬臣的眼里 严守一再年轻一辈 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第一 就算是余露明 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在老一辈当中 后敬臣自认 能和严守一打成平手 这意味着老一辈中 能胜过严守一的人 也寥寥无几了 见后敬臣如此开心 观众们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看样子 严会长不会轻易 败给后敬臣 只是有小部分 对严守一十分崇拜的粉丝们 心里有点小小的遗憾 只是和后敬臣打平手吗 按照严会长过去的战绩 不应该是碾压才对吗 不过这些粉丝也有 一定的自知之明 毕竟严守一这次的对手 是后敬臣 那可是出身世家 统领长林军的老一辈强者 就在所有人以为 这场比试的结果 已经出来的时候 严守一突然问后敬臣 后前辈 咱们要不互换一波底牌 后敬臣一愣 你确定 这般试探交手 前辈您打得也不尽性吗 严守一微微一笑 后敬臣却是哈哈大笑 连连点头 好好好 难得你有如此想法 咱们不谋而合 那我就一老卖老 先出底牌 你小子可得注意这点 要是接不住了 就赶紧叫停 我会及时收手的 先前严守一让后敬臣先出手 后敬臣觉得 受到了奇耻大辱 结果一番交手过后 后敬臣反而着急先出手了 可见在后敬臣的心里 严守一的地位 已经有了变化 听说 两人要互换底牌 观众们的情绪 瞬间被调动起来 原以为已经快到尾声 没想到 竟然只是开始 后敬臣心里畅快 而严守一 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今日是他一统民间教派的日子 对战后敬臣 就是建立威望树立形象的一战 他不仅要打赢 还要赢得漂亮 虽然这样对后敬臣 可能有些冒犯 但严守一想要站稳脚跟 就不得不这么做 大不了事后 任后敬臣做个干爹 来 后敬臣哈哈大笑 一口气打开了身上所有的口袋 那些口袋里装着的 不是什么法宝 而是一缕缕魂魄 这些魂魄密密麻麻 遮天蔽日 几乎在天空上 形成一团巨大的乌云 嚎叫声响彻天地 严守一大约估计了一下 这恐怕有上万道魂魄了 而且 这些魂魄 还不是普通的恶鬼 而是 阴魂 他们全都是战死沙场的战士 既没有去地府投胎 也没有魂归故里 为何后敬臣能召唤出这么多英魂 难道是他强行奴役英魂 严守一心里一沉 以为后敬臣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但旋即他就明白 自己想错了 那些英魂凑在一块 却并不痛苦 反而像是重新上战场的老兵 十分兴奋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所有英魂凑在一块 居然一口同声地大喊着参见后将军 他们 是因为佩服后敬臣的为人 心甘情愿留在他的身边 继续为他马隔裹尸的 严守一明白了 后敬臣前世是将军 这些英魂就是随他征战杀场的士兵 即便后敬臣已经轮回转世 英魂却不离不弃 一直跟随着后敬臣 这也是后敬臣最大的底牌 只见后敬臣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壶酒 自己先闷了一口 然后将剩下的酒抛洒向空中 他霸气地喊道 诸位弟兄 今日再借一次你们的力量 来试探一位小辈的实力 记住 一切点到为止 英魂们哈哈大笑 哦 是何等出色的小辈 能让后将军把我们都请出来 有意思 说吧 天上的英魂快速下降 在后敬臣的身后 形成一道将军虚影 正是后敬臣前世的形象 上完英魂之力 这恐怕已经超出凡人范畴了吧 观众们目瞪口呆 后敬臣的强大 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 如果说 非要拿一个人与后敬臣对比的话 大家能想到的 只有死去的老天是张艺 不过少部分人知道 如果严仇出手 打败后敬臣并不在话下 至于严守一 严守一望着巨大的将军虚影 眼中没有丝毫退意 反而充满了斗志 后敬臣和他很像 只是一个年纪大了点 一个年纪小了点 如果他们前世也认识 恰好是同一阵营 肯定会是忘年交 既然后敬臣已经亮出自己的底牌 严守一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他轻轻一甩斗篷 体内恐怖的煞气喷涌而出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扑面而来的煞气 直接在他的身后 形成一道沁江将军的虚影 同样霸气无双 卧槽 严会长怎么也有啊 太强了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我原本以为严会长会输给后敬臣 现在看来 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你脑子让驴给踢了吗 肯定是严会长上啊 观众们瞬间沸腾 弹幕更是刷到直播间都卡顿了 严守一和后敬臣 都表现出了超出凡人范畴的强大 这场比斗 已经是神仙打架了 此时此刻 后敬臣的脸色格外精彩 他用上万阴魂凝聚影 自以为可以碾压严守一 却没想到 严守一也有类似的底牌 而更恐怖的是 严守一并不像他一样 借用阴魂之力 那些煞气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力量 如此恐怖的煞气凝聚在一起 产生的杀意 就算是上万阴魂加在一起 都无法抵挡 这才是真正的杀神 就算是阎王爷从地府爬出来 也不过如此了吧 在那一瞬间 后敬臣的心里 竟然产生了一丝退意 但这一丝退意 很快就被后敬臣强行消灭 作为统帅之将 他怎么能打退堂鼓 硬着头皮都要上 于是后敬臣咬咬牙 驾着牵持猎马 嘶吼着咆哮着 朝严守一冲去 身后的阴魂将军虚影 同样在靠近 但这一次 严守一却站在原地 他默默地看着 朝他冲来的后敬臣 他在酝酿 酝酿杀业 严会长怎么还不动啊 观众们已经坐不住了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点起脚尖 拉长脖子观看 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一眨眼 就错过了重要画面 严守一 接招了 后敬臣终于冲到 严守一的面前 在这一刻 严守一眼中的杀意 总算酝酿完成 他举起祖龙剑 一剑指天 诛天荡荡 正无剑心 祖龙剑被煞气吞没 化作一柄数十米长的巨剑 刺破云霄 从天而降 而严守一身后的虚影 顺势接住巨剑 狠狠地劈向后敬臣 后敬臣瞳孔皱缩 在这一剑当中 他看到了千年前的古战场 看到比他前世 要惨烈上千倍的 尸山血海 严守一的前世 要比他的前世 凶残得多 这一刻 信念崩塌 阴魂没了主心骨 后敬臣身后的虚影 忽然消散 一道道阴魂 直接钻进马灯当中 后敬臣也双腿一软 从牵持猎马背上跌落 在地上一脸滚了好几圈 而天上的巨剑虚影 还没有停 糟了 在观战的魏长青 猛地站起来 脸色大变 才不会控制不住煞气的力量 收不住剑吧 要是在这个时候 尸首杀了后敬臣 那必定是弄巧成拙 大好形势毁于一大 但狗道士和妙记武僧 却很是淡定 他们笑了笑 道 抗金龙 你以为这就是手艺的极限了 哼 这小子连一半的实力 都没有发挥出来 阿弥陀佛 妙记双手合十 倘若你见识了手艺和国师 在长白山的那一站 就不会如此不淡定了 魏长青摸了摸鼻子 自己被这两个老杂种给嘲笑了 不过 按照他们所说 手艺的实力 已经进步到了一个 十分恐怖的阶段了 魏长青不仅没生气 反而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他回头看向 天空中斩下的巨剑虚影 只见巨剑虚影 在即将落在后敬臣身上的前一秒 突然化作云烟消散 后敬臣坐在地上 毫发无损 但他却双目无神 无法从震惊中走出来 呆呆地看着眼手衣 半天说不出话 巨剑消失了 黑色的煞气 化作云烟消散 仿佛从未来过 但刚才那一刻 毁天灭地的场景 却永远刻在观众们的脑海里 当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纷纷后悔 刚才怎么没有拿手机拍下那一幕 这种级别的战斗 要是能够录下来 回去看 他个千八百遍的 肯定能有所领悟 不过幸运的是 直播的画面被保存下来了 甚至还有一些爱好辟图的 民间教派传人 从直播画面中截了一张图 经过一些调色之后 发布在论坛上 这张图片里 巨大的阴魂虚影破碎 无数阴魂疯狂逃窜 后镜尘瘫软在地 依靠着手臂才支撑着身体 他的脸上满是震惊 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恐惧 斜向上仰望着天空 而图片的另一边 眼手一身披影甲 骑着踏雪 单手高举祖龙剑 周身紫气缠绕 身后巨大的将具虚影 双手握着黑色巨剑 刺向地面的后镜尘 有高兴 有激动 有震惊 有疯狂 远处 是平静的荣城西湖 这张图片包含了太多的信息 光是看一眼 所有人就仿佛立刻 回到这场惊世比斗当中 重新见到雄姿应发的眼手一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张图片 在民间教派传人的圈子里 广为流传 甚至有不少年轻人 直接把图片当作手机 或者电脑的背景图 每天起床和睡觉的时候 都要认真看一眼 然后在梦里 也把自己想象成 和严守一样顶天立地的绝世高手 后来这张图片更是传到圈外 网友们震惊于这张图片的真实 纷纷寻找 是哪个大处辟出 如此具有神话色彩的图片 可他们却并不知道 这张图 是实际发生在 荣城西湖的一个故事 说回荣城 缠着龙飞城的所有对手都消失了 斩破刀 直接飞回严守一的身边 后镜城看着化作云烟的黑色巨剑 许久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回过神的他一阵后怕 才意识到自己刚才 竟然直接坐在地上了 他赶紧爬起来 用大笑掩饰自己的尴尬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严会长的实力尽在我之上 我后镜城佩服 输得心服口服 严守一翻身下马 然后才走进后镜城 抱拳说道 后前辈 不好意思 后镜城当然知道严守一的意思 这场抵斗 严守一直接以碾压的姿态战胜他 说难听点 甚至让后镜城颜面尽失 不过后镜城并不是斤斤计较之人 他也知道严守一需要在这个关键时刻 树立威信 所以后镜城摇头笑道 成王败寇 你无需道歉 输给强者不是什么见得不仁的事情 我后镜城还不至于斤斤计较 多谢前辈理解 严守一也露出笑容 后镜城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他喜欢以礼服人却又不惧胜败 而且后镜城属于心有猛虎细袖强威的性格 所以严守一才会如此放心地对后镜城出手 若是换作周衍那种性格 恐怕还真不好搞定 不过 这回严守一对症下药 算是把两人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后镜城感慨道 我原本对你还不够信任 甚至以为你父母过于狂傲 如今看来 是我格局太小了 真是惭愧啊 前辈这说的是什么话 严守一谦虚道 我也只是走运了一些 有一些奇遇 实话说 要不是龙飞城牺牲自己 为严守一夺来一半国师的煞气 今天他很有可能和后镜城打成平手 就算胜也是险胜 远不如如今碾压带来的效果强烈 你就别谦虚了 后镜城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 你越强大 对我而言 对所有民间教派 传人而言 都是好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小子倒还谦虚上了 严守一善笑 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他们心目中的不败神话 再一次创造了传说 所有人都意识到 自己跟对了人 有严守一坐镇鸣教 带领着大家 民间教派 何愁没有未来 未来可切 诸位 后镜城抓着严守一的手 高举 大声喊道 严守一获得了我的认可 他的实力当之无愧 我后镜城代表西北长陵军 加入鸣教势力 从此任严守一为首 绝不背叛 严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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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呼喊着严守一的名字 甚至不惜喊到面红耳赤 喊到声嘶力竭 几千年了 民间教派发展几千年 从未像现在一样团结过 而这一切 都是这位叫做严守一的年轻人 努力的结果 大家看到了严守一的强大 看到了他心中的理想 更看到了他为了民间教派 所做出的牺牲 所以 大家认同严守一的为人 相信他的品质 遵他为首 看着台下观众们热情的模样 严守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一直把民间教派传人都当作家人 中途也因此遭到几次被刺 后来他几度不再相信其他人 可如今 看到大家手舞足蹈的模样 严守一忽然发觉 自己并没有做错 他成功了 天下民间教派 团结成了一家人 各位同门 严守一望向观众们 所有人在他开口的瞬间 全都安静下来 如今他的威望 已经达到了巅峰 就算是曾经的严仇 说话都没有这么好使过 只听严守一轻声说道 我希望大家加入民教 并不是为了权力 也不是想要控制大家 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帮助 有个安身之所 不论身在何方 永远记得 有个强大的民教 和无数同门 站在你们的身后 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后前辈 周前辈 李仲熙前辈 还有所有今日赏脸 到民教来的首领们 你们依旧 对你们的组织 有绝对的话语权 我也在此承诺 绝对不会干涉 你们的任何决定 听到这话 原本还有最后一丝 顾虑的首领们 已经彻底放下了 所有的戒备 他们组建势力也不容易 甚至有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严守一 要是直接吞并他们的势力 大家虽然嘴上不说什么 但心里多多少少 让首领们没有二心 全心全意效忠严守一 紧接着 严守一摆出严肃之色 对众人说道 只是 距离我们民间教派完全统一 目前还差最后一步 还差最后一步吗 众人满脸困惑 严守一连后进城都搞定了 五大民间教派势力 尽在手中 还有什么困难 是民门大派吗 有人大声问道 严守一摇摇头 答道 不是 今日过后 我会做好准备 亲自前往龙虎山一趟 彻底解决两派之争 但我们真正的对手 不是民门大派 那是何人 一名修炼千年的魔头 严守一缓缓说道 他是我前世的宿敌 苟延残喘千年 处心积虑设计了一切 甚至在 名教道典 问世之时 他还想要站为己有 以此来控制 全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他就是星玄山派的头目 只不过 他并不是李根苗 李根苗只是被他夺赦的 一个可怜人 他真正的身份 是千年前西川小国庆江国的国师 同时也是一名鲁班传人 一周之前 在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 国师被我重创而逃 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再不久的将来 肯定会卷土重来 国师一日不死 民间教派就一日不得安宁 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李根苗的大名 也知道 是他一手推动了两派之争 只是后来 大家逐渐上头 便渐渐忘了这个始作俑者 而将恨意 全部集中在民门大派身上了 如今民间教派统一 大家才意识到 国师的恐怖之处 如果不是严守一等人 拼死守护 民教道典 那么如今的天下 绝对不会是眼前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 周延走出来 周梅问道 你说的国师很强吗 严守一叹了口气 即便是我 也没有十足地把握杀死他 而且我重创他 还是在他实力折损的前提之下 倘若让国师完全恢复实力 那么 他没能说下去 只有他才真正了解国师的强大 也恰恰是他的沉默 让所有人意识到 这个国师有多么棘手 后镜沉问 如果集结所有民间教派的力量 能否与他一战 我要的不只是一战之力 严守一脸色凝重地说道 国师谋划千年 我有理由相信 他不只有星玄山派这一股力量 所以 当他卷土重来之时 势必是以毁天灭地之时 我的计划是 不仅要集结民间教派所有力量 还要让名门大派 也全都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 简而言之 严守一要举整个悬门之力 来对付区区一人 众人感觉呼吸困难 隐隐约约被国师的强大 压得喘不过气 严守一今日的表现 已经刷新了大家 对实力认知的天花板 但即便是这样 强大的严守一 还是对国师讳莫如深 可见国师的强大 我们都支持你 后镜辰认真地说道 谢谢 严守一再次抱拳 而后说道 名教早已经设立好情报组织 我们的人手遍布天下 今日之后 大家可各自返回 通过情报网加强联系 另外 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国师的动向 一旦得到什么风吹草动 便第一时间通知其他人 长白山一战已经过去七天 按照严守一的推测 国师的伤势 至少还要一个月才能恢复 但国师肯定不会安心养伤 而是会趁着这个功夫 壮大自身势力 那他肯定会露出马脚 被其他人察觉到 国师有什么特征 我们该如何入手调查 周延代表 大家问道 国师手下 依旧有新玄山派成员 所以大家多多注意 陌生的民间教派传人的动向 他是鲁班传人 所以我怀疑 他也有可能利用鲁班叔的本领 大量制造木魁法身 木魁法身的威力可不容小觑 严守一顿了顿 陈生说道 还有一种最坏的可能 国师会为了快速恢复实力 大肆屠杀百姓 吸收他们的精血和煞气 众人咬牙切齿 这国师果然是一个大魔头 我们会多加留意的 后进城安慰道 你也要多加小心 国师的第一目标是你才对 严守一微微汗手 然后默默点头 比斗结束 严守一成为了民间教派的精神领袖 引来更多江湖散人 加入荣城名教 宾客们陆续散去 后进城 周延 李仲熙也回到各自的领地据点 开始着手调查国师的下落 最坏的结果 所有人都心里都已经有个底了 但凡事也不能总往坏处想 若是运气好的话 有人发现了正在养伤的国师 直接通知严守一 过去把国师给灭了 那可就普天同庆 皆大欢喜了 一一送走宾客 严守一又留在荣城 一联和王极网一起处理了三天的民教事务 民教已经成为民间教派之首 严守一更是成为类似天师一样的人物 现在他在想当甩手掌柜 可没那么容易了 他总算是体会到王极网的辛苦了 每天看文件 看到眼花缭乱 签字签得手都软了 灵与灵鹰还时不时进来通知新的事务 整得严守一这天煞失魁之身 都差点病倒了 不过 忙归忙 严守一也没有忘记陪伴家人 早上 他会起个大早 陪严筹练练太极拳 陪将沁雪喝喝早茶 中午和下午处理了事务后 尽量抽空陪兄弟们 吹吹牛打打屁 晚上则是屏蔽掉一切外界干扰 一心一意地守在林子彤的身边 用热毛巾给他擦肚皮 捧着胎教书 温声细语地给没出声的孩子们 讲童话故事 从此以后 公主和王子 就一起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严守一啪的一声 合上了故事书 然后伸了个懒腰 林子彤躺在床上 侧着身说道 你也累了 快去洗洗睡吧 为人民服务 不累 严守一打了个哈哈 林子彤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这两年 你别的没学好 倒是油腔滑掉了不少 想当初你到荣城来的时候 还是个愣头青 什么都不懂 这都赖小龙 严守一赶紧甩锅 林子彤好奇道 你现在和小龙 可以用意念沟通 那我说什么 他是不是也能听到 那倒不至于 严守一摇头道 其实意念沟通和打电话 没什么区别 只是省略了 动嘴皮子的功夫罢了 我们俩不沟通的时候 都是各国各的 那现在小龙在哪 他呀 去平安大厦了 为什么去平安大厦 你忘了平安大厦是鬼窝 严守一无奈道 他现在胆子可大了 已经不仅陷孤身走暗象 而是敢孤身闯鬼楼了 今天他走的时候 一本正经地说 自己是去降妖除魔 只是降的是花妖 除的是魅魔 林子彤扶俄吐槽 真是死性不改啊 洗漱过后 严守一钻进被窝 他把手搓热了以后 轻轻地给林子彤按摩腰部 林子彤怀胎九月 挺着个双胞胎大肚子 所以常常会感到腰痛 这也是其他孕妇 经常会出现的状况 严守一在按摩之时 灌注了一点真龙子气 一方面缓解林子彤的酸痛感 一方面也是在增强腹中 龙凤胎的体质 虽然这对兄妹还没有出生 但他们注定不会平凡 不过严守一和林子彤 对孩子们并没有太高的期待 吃过苦头的夫妻俩 只想保护好孩子们 让他们无忧无虑地成长 好了 你也累了 早些休息吧 林子彤抓住严守一的手 不让他再按摩了 他翻过身来 近距离地打亮着严守一的脸 随后想起 早上为严守一整理着装饰的事 便露出心疼之色 你的眼睛 老金看过吗 他有没有办法恢复 林子彤问道 严守一摇头 老金看过了 这是梧桐木所伤 而且 这只眼睛完全被挖掉了 不可能有愈合的可能 难道就一直瞎着吗 你妈妈看了 该有多心疼啊 江庆雪的确因为这件事 难过了好久 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接受 说起这事 严守一伸手出被窝 从胯包里拿出黑摄粒 这是黑摄粒 当初在峨眉山的时候 妙会失态死后所结 据说能够代替我的眼睛 但它也会吸收我的恶念 成为心魔 林子彤想了想 疑惑道 可你现在已经没有心魔了 恶念也消散了 黑摄粒岂不是对你不起作用 呃 严守一愣了愣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啊 心魔是一颗种子 吸收了恶念就会成长 如今严守一体内 压根就没有心魔 恶念也被一并带走了 即便使用黑摄粒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试试看 严守一也不想一直瞎着 所以他迫不及待地 把黑摄粒塞进空荡荡的眼眶里 黑摄粒被塞进眼眶后 严守一闭上双眼 感受了一番 他能感觉到 黑摄粒在自己的眼眶里 生根发芽 连接了他的神经 他尝试转动眼球 黑摄粒竟然也跟着转了起来 睁开眼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视力完全恢复了 而从林子彤的角度看去 严守一睁开眼的时候 一只眼是正常的 另一只眼却是黑漆漆的 有点吓人 好在黑摄粒似乎有适应的能力 黑色很快退去 变成了和正常眼睛一样的形象 即便仔细观察 也看不出二者的区别 根本分不出真眼假眼 你感觉怎么样 林子彤有些紧张地问 黑摄粒不仅从我体内 找不到一点恶念 还被煞气和真龙子气死死压制 严守一笑道 早知道应该早点使用黑摄粒的 害我白白当了那么久的独眼龙 林子彤美好气地打了严守一一下 独眼龙这外号太难听了 视力已经完全恢复了 嗯 等等 黑摄粒好像还有别的能力 严守一凝视着林子彤 林子彤也感觉到了 严守一的目光特殊 他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人的身体 看见人的本质 屏息十秒 林子彤才忍不住问 有什么特殊能力吗 似乎 黑摄粒能够洞悉人心中的七情六语 严守一不确定地说 那你从我身上看出什么了 严守一摇摇头 只有爱 哼 那是当然了 林子彤撅了撅嘴 还有呢 美丽算吗 你讨厌 严守一黑黑一笑 解释道 你本性纯洁 我在你身上 还看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 回头再找别人试探试探 不过我觉得 小龙身上肯定都是好色 可能九成好色 一成讲义气吧 林子彤嬉笑道 严守一摸了摸自己的假眼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 臭丫头 国师也是天煞诗魁 你说 他是用什么办法 可不拒无同目的 严守一皱眉道 我问过罗宁 还有其他的感识人 但是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他们甚至觉得 那是不可能的事 林子彤沉思了一阵 回答道 照理说 这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完美无缺的身体 如果国师真的毫无破绽 他就不需要害怕任何人了 所以我觉得 他在撒谎 撒谎 嗯 他肯定不是不怕无同目 而是骗了大家 用某种手段 把自己的弱点隐藏起来 可无同目真真切切的 就是伤害不了国师 林子彤抿着嘴又思考了一阵 随后难受地抓了抓脑袋 气急败坏道 哎呀 都说一孕傻三年 我现在感觉脑子好疼 不想再想问题了 严守一 他赶紧哄道 好好好 不讨论这个 林子彤可比严守一要聪明不少 所以 严守一时常会和林子彤讨论问题 可能是受到怀孕影响 林子彤还是第一次懒得思考 哼 话说回来 你明天就要出发了吗 林子彤脸上又露出不舍 直接钻进严守一的怀里 严守一叹了口气 抱紧林子彤 抚摸着他的秀发 民间教派已经团结一心了 我还需要得到于露铭肯定的支持 并且说服他们 与我们一起对付国师 最重要的是 你快要生娃了 我怎么着 也得把哥哥接回来吧 你准备带谁一起去 罗宁和袁建兴吧 严守一解释道 我下午和阿公商量好了 他带着诸葛兄妹 田娟 还有叶天元 替我去一趟仙罗国 取降魔储回来 国师是强敌 被镇压在魔盒塔下的心魔 就是隐患 严守一在对付国师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解决隐患 我感觉 我好久没有离开荣城了 林子彤有点气馁地说道 他的梦想 就是形影不离地 待在严守一身边 结果怀孕之后 就不能陪着严守一 闯荡江湖了 严守一轻轻地刮了一下林子彤的小鼻子 臭丫头 你可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战斗啊 母亲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保护好孩子们 让他们顺利降生 你就是我心里最大的英雄 第二天 整装待发的众人 在鸣叫门口集合 严守一带着罗宁和袁建兴 靠谱的阿公 则带着另一群人 龙虎山之行 众人并不担心严守一 因为现在两派关系 已经开始往和解的方向走 于露鸣又和严守一关系那么好 不会出什么问题 反倒是阿公等人 令人担心 仙罗国不比华夏 在自家地盘 不管闹出什么事 都有人兜着 在外头人生地不熟 那可就不一定了 你们放心去吧 仙罗国佛门盛行 与一群和尚打交道虽然无聊 但不会特别危险 严守难得献身 安慰阿公等人 我有个朋友在湘江 但他的势力很大 仙罗国也有他的人手 等你们到了仙罗国 他的人会照顾着你们 严守的这个朋友 其实就是对严守有意思的 郑昭弟阿姨 不过现在 郑主将进雪回归了 严守可就没胆子 再提郑昭弟了 找回降魔楚以后 心魔便不再是问题 我们就能全身心地 投入到对付国师的事上了 严守一说道 大家放心吧 降魔楚的事情 包在我们身上 阿公拍了拍胸口 回头看向自己带的人手 田绝正吃着薯片 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 叶天元拄着拐杖 看诸葛家姐弟俩吵架 嗯 阿公突然对自己的队伍 没那么自信了 叶城福已经安排好车辆 阿公他们将搭乘 四人飞机飞往仙罗国 而龙虎山距离戎城不算远 严守一他们 直接坐高铁过去就行了 送走了阿公等人 严守一也和大家告别 带着罗宁和袁建新上车 到了高铁站 夏之正带着一小队人马 在那疏通关系 让三人得以带着武器上高铁 最后上了高铁的时候 夏之也带着三名实习警员上车了 和严守一他们 正好在同一个车厢 他们四人还带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 严守一只是看了一眼 就察觉到 这名男子不是什么好人 以往他需要靠面相来分辨 而这一次 他直接通过黑色力的眼睛 看到这个中年男子体内的恶 从早上开始 严守一就一直尝试着 使用黑色力看穿人心 在名叫大部分成员的体内 严守一只看到了少量的恶 基本都被其他的情绪压制得死死的 反倒是这个中年男子 身上的恶事最多的 夏之警官 严守一主动走到夏之的座位旁边 小声问道 这人是怎么回事 夏之叮嘱了实习警员一嘴 然后带着严守一到车厢连接处 见周围没人才 小声说道 这家伙是个杀人犯 因为赌博倾家荡产 又欠了一屁股债还不起 妻子丢下他跑了 恰好又遇到债主催债 于是他一怒之下 杀了债主一家七口人 足足十二年 前几个月终于在荣城落网 我们这次是接到任务 特意押运他回祖基地的 哦 严守一再看一眼 发现中年男子的双手 被手铐束缚着 上面盖着一件外套 应该是不想引起车上旅客的注意 放在过去 严守一对这种人 是没什么兴趣的 因为黑社利的缘故 严守一才多嘴问了一句 然后时不时观察 中年男子身上的恶 也就是说 以后我可以直接用黑社利 分辨人的好坏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 能遮蔽黑社利的本事 严守一心里想到 高铁一路运行 畅通无阻 严守一把斩破刀 交给罗宁照顾 让龙飞成这个碎嘴子画牢 去烦罗宁 自己则是和袁建新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一个小时后 高铁停靠在严守一的老家建州站 下支手下的两名实习警员 烟饮饭了 赶紧下车猛吸几口烟 正在此时 车厢里走进一群新来的旅客 奇怪的是 这一节车厢本就没空着的座位了 哪来的一群新旅客 他们的位置应该不在这节车厢才对 职业的本能 让下支注意到这个细节 他拿出墨镜袋上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群家伙 与此同时 严守一也发现了端倪 新来的这群旅客 清一色全都是男的 而且人高马大 身上纹龙画虎的 看着不像什么好人 更令他在意的是 通过黑社利 他看到所有人的身上 都带着极强的恶 毫无疑问 这群人是坏人 搞不好还是杀人犯 他们上车来做什么 严守一脑子飞速运转 随后只想到一个结果 劫车 又或者说是抢人 他们是冲着那个死刑犯来的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大汉 在经过下支身边的时候 故意东张西望 好像在寻找自己的座位 下一秒 他便从背包里 掏出一柄塑料匕首 刺向下支 小心 严守一几乎同时开口 好在下支早就防备着这些人了 第一时间闪开匕首 反手给了那人一拳 训练有素的下支 可不是江湖混混 能比的 这一拳打得大汉疼的竞篮 几乎失去行动能力 不过 解决了一名大汉 他的身后 还有更多的大汉 下支站起身来 冲着车上的实习警员喊道 他们要抢人 你把人看紧了 千万别让他跑了 实习警员哪见过这个场面 一时间都被吓呆了 他不仅没有看守住死刑犯 反而被死刑犯抓住机会 抢过保温杯 狠狠地砸了一下脑袋 更可怕的是 另一伙人 已经从车厢的另一个出口 冲进车内 从后方偷袭下支 当下支回过神来之时 身后的混混也拿出塑料匕首 狠狠地刺向下支的后背 那一瞬间 下支脑子里 闪过诸多记忆 他想起严守一曾经说过 他生命里 会有三次生死大劫 第一次生死大劫 是他还是个孩子时 溺水被警察叔叔所救 第二次生死大劫 下支靠着严守一 暂时借给他的三元 侥幸活下来 眼下 似乎就是第三次生死大劫了 纵然下支身手好 但双拳难敌四手 面对诸多壮汉的围攻 下支根本不可能有还手之力 而这帮家伙 显然是穷凶极恶之徒 连死刑犯都敢劫 想必也做好了 杀几个条子的准备 捅死这臭娘妈 大汉等人 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今日就算杀几个条子 都要强行把人带走 下支被前方的大汉牵制 根本无暇顾及身后的偷袭 感受到来自身后的杀意 下支心里暗道不好 要是被身后的人偷袭 他必定中伤 但下支的内心深处 却似乎有一种自信 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死在这里 因为严守一就在车厢里 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而这些大汉看着凶神恶煞 却根本不可能是严守一的对手 果不其然 就在偷袭的大汉手里的匕首 即将刺中下支的后背之时 一只有力的手 替下支抓住偷袭者的手腕 大汉脸色一变 抬头一看 见是严守一这名年轻人 不由得愣了愣 虽然一米八几的身高 也算高大了 但和他们这群 满身横肉的大汉比起来 似乎又没有多少的威慑力 所以大汉冷声说道 臭小子 这里不关你的事 实相的就滚远点 少给自己找麻烦 说着 大汉就要挣脱严守一的束缚 可怜着使了几次劲 却根本无法挣脱 严守一抓着大汉的手腕 凝视着大汉心中的恶 随后他说道 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混账东西 你算个鸡吧 大汉怒了 抬起另一只手 习惯性地扇眼守一的耳光 这只是混混打架的招数 如果他们真的够狠 那么动手便是挖眼或是戳猴 再不计 也会攻击下三路 这种是连龙飞城都烂熟于心了 没等大汉的耳光落下 严守一已经抬手赏了他一耳光 巨大的力道拍在大汉的脸上 大汉感觉自己 像是被陨石撞到脑袋似的 直接懵了 他眼貌惊心 头晕目眩 连站都站不稳 后退几步便狼狈地摔倒在地 这还是严守一极力收住的结果 要是他再稍微用点力 大汉的脑袋 直接会被拍成一片血水 忽在车厢的玻璃上 这 其他大汉见严守一居然这么猛 一时间都不敢上前了 就在这时 死刑犯突然挣脱 踩着座位就想逃 下肢惊喊 拦住他 车厢狭窄 死刑犯伸手再好 都绕不过严守一这一关 他冲向严守一的同时 严守一直接出手拦住 不等对方反抗 便在他的胸前两点两下 点穴的功夫 直接封死死刑犯的经脉 让他当场失去行动能力 巴唧一声摔倒在地 大哥 大汉们咬咬牙 打算和严守一拼了 他们甚至丢下下肢 将严守一包围 罗宁和袁建兴坐在椅子上 淡定地看着 丝毫没有出手帮忙的意思 严守一如今的实力 说是半仙都不成问题 收拾几个普通人 本来就已经是大财小用了 他们还出手帮忙 岂不是侮辱了严守一 严守一叹了口气 太强也不是好事啊 收拾普通人的时候 必须收住力道 但凡有一点控制不好 就会直接闹出人命 而且高铁车可不便宜 万一砸坏了 可是要赔不少钱的 所以他没打算动手 而是双手合十 默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放下屠刀 戒律的力量 对高手影响甚微 但对普通人而言 却是无法抵抗的力量 所有大汉愣了愣 随后齐刷刷地放下武器 呆呆地看着严守一 饶氏自认 对严守一了解颇深的下肢 看到这一幕 也是惊掉了下巴 你 你控制了他们 下肢回过神来 震惊地问道 算不上控制吧 只是唤醒了他们心中的真善美 严守一笑着回答 真善美 下肢打量着这些坏人 感觉他们并没有 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于是严守一又开口 跪下唱 征服 碰 所有大汉全部下跪 扯着嗓子大声唱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你看 多么真善美啊 严守一道 不行我再让他们改唱 爱的公养 那倒不便 下肢惊叹不已 以往严守一收拾坏人 好歹还需要动动手 现在好了 光凭一张嘴就足够了 此时 乘警 战警 以及下肢带的另外两名实习警员 姗姗来迟 在这个时代 竟然还出现亡命之徒劫持车辆的事情 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 要是让他们得手了 恐怕社会上要掀起一大波舆论风暴 好在有严守一这个见义勇为的热心市民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闹出这么大的事 高铁也只能延误几个小时 下肢的同僚过来处理现场 把所有大汉全都逮捕了 死刑犯更是重点关押 车上乘客被一一拉去做笔录 而严守一因为下肢的关系 才没有被带走 等下肢处理了现场 交接了部分工作 才想起来 自己刚才又被严守一救了一命 他赶紧找到严守一 向他道谢 下肢不提 严守一几乎要忘了这茬了 他干脆又用小六刃神术 帮下支算了一挂 果不其然 下肢的三次生死之劫 已经全部平安度过了 往后他必然平平安安 平不清云 一辈子不会再遇到什么大风大浪 太谢谢你了 下肢感激不已 觉得亏欠严守一太多 他又想起 这位大神最早和自己见面 竟然是因为一次偶然间的扫黄 斩破刀里的龙飞成 小声地说道 下肢警官 严格救了你两次 你也不想着报答报答 下肢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虽然升职了 可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有限 林家和明教在荣城扎根之身 已经超出下肢的想象 他们在荣城几乎畅通无阻 下肢的确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话不能那么说 龙飞成的声音传来 就当行善积德了 以后多查点赌毒 少查点黄 罗宁七不打一出来 狠狠地拍了几下怀里的斩破刀 骂道 你现在还能去逍遥 不能了不能了 龙飞成立刻认怂 严守医摆了摆手 下肢警官 过去你也帮了我们不少忙 咱们之间就不要计较那些了 如今 你的生死大劫平安度过 作为朋友 我们也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 他想了想 又送出一张护身符给下肢 下肢知道 严守医随手给的东西 必定都是宝贝 所以收下的同时 又对严守医连声 说了好几次谢谢 对了 那个死刑犯 严守医询问下肢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死事 来抢人 下肢回答道 他杀人潜逃的这些年里 摇身变成了一个 洗钱团伙的老大 那些人和他有很深的利益牵扯 所以才会拼了命 要把他抢走 我想这背后 肯定还牵扯到 更多背景深厚的人 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调查 严守医点头 叮嘱下肢要注意安全 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向鸣叫求助 洗钱团伙可不简单 和他们打交道的非富极贵 而且都是有能量的人 不过 严守医之所以关心死刑犯的情况 和这些都没关系 他主要是想搞清楚 自己通过黑社里瞧见的恶 到底是因何而来 不同的人身体里有不同的恶 从严守医的角度看去 颜色 浓淡 乃至是位置 都有区别 了解他们的情况 有利于严守医对看到的恶分类归纳 以后见到其他恶人 才能更好地分辨出他们的情况 例如 严守医在死刑犯的身上 看到的恶 主要分布在心脏和大脑的位置 这说明死刑犯不仅人坏 心也是黑的 这家伙被判死刑 一点都不圆 至于那些大汉 主要分布在大脑里 而且在身体中占据的比例 并不算特别多 说不定 他们一边干坏事 一边还会在公交车上让座 在路口扶老奶奶过马路呢 又和夏至聊了几句 下一辆前往龙虎山的高铁来了 为了不耽误行程 严守医等人便与夏至告别 继续上路 方才突发的事情 并没有影响到严守医他们的心情 大家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所以根本不把刚才的事情放在眼里 高铁上来来去去的旅客很多 严守医闲来无事 便仔细观察着这些旅客 每个人身上都充满了七情六欲的颜色 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颜色居多 但还是有小部分人心中恶念占多数 他们大多看着无精打采 贼没鼠眼 要么就是摆着臭脸 一副怨天尤人的模样 似乎随时都在心里打着算盘 盘算着如何干坏事 通过黑社利 严守医对老百姓们有了更深的理解 终于车子到站了 第二次来江西阴潭 严守医心里也颇为感慨 也不至于路名那个书呆子 把龙虎山整成啥样了 还有一件事 让严守医很是好奇 当初他去龙虎山圣地观灵台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位持棍老者 看守观灵台 最后严守医离开之时 那老者突然用棍子抽了一下他的屁股 还说什么故人相见 忍不住之类的话 当时严守医没放在心上 但如今经历了这么多 故地重游 他不知为何 就特别想搞清楚那个老者的身份 等见到了于路名 一定要找机会问一问 出了车站 严守医三人就看到 早早等候在外头的龙虎山接待人员 严守医的老情人柳一人 天师斧接绿堂堂主张山丽 一老一小站在商务车旁 见到严守医等人 很是开心 好久不见 严守医走上前 与二人握手 他和柳一人对视一眼 而后目光就闪开了 小叔公老当一壮 时隔大半年 居然看起来又年轻了几岁 他故意转移话题 夸奖张山丽 张山丽乐呵呵地白手 你小子竟放屁 我头上的白头发多了几根 真当我不知道啊 哎 还不是李跟苗搞的鬼 两派之争可把我折腾得够呛 不过现在好了 两派之争即将落下帷幕 我也准备退休了 因为张三通是严守一干爷爷的缘故 张山通的师弟张山丽 就被严守一喊做小叔公 有这一层关系在 二人交流起来 就显得很是亲切了 紧接着张山丽又说道 上周如果不是你发来消息 我都不敢相信 龙虎山里 竟然还有李跟苗派来的卧底 不过现在你大可放心 那些杂碎 已经全部被我给清理了 在长白山的时候 国师曾经用柳一人的安全 来威胁严守一 好在后来国师计划落空 龙虎山也行动迅速 把奸细都找出来了 事关柳一人 他也没有沉默 而是惋惜道 他们当中有不少 都是龙虎山精锐 奈何国师人老成精 擅长蛊惑人心 柳一人的前世是文言公主 和国师牵扯也很深 所以他直接称呼为国师 而不是李跟苗 我们上车再细说吧 张山丽招呼道 天师还在龙虎山上等着呢 行 辛苦小叔公了 大家坐上车 张山丽亲自开车 载着所有人前往龙虎山 路上 严守一频频看向罗宁和袁建兴 想和他们找点话题聊聊 结果这两人好像是约好了似的 故意不搭理严守一 丢着严守一坐在车上 和柳一人尴尬 看到严守一尴尬的样子 二人都极力憋着控制自己 不笑出声 严守一郁闷地拍了拍 斩破刀 就连话牢笼飞成 现在都故意不吭声 果然是个吭兄弟的玩意儿 车里的氛围实在是太尴尬了 严守一只能问柳一人 一人 那个 我的孩子还好吧 其实严守一知道 一直都是柳一人寸步不离地保护他的儿子 于露明身为天师 虽然也经常过去看网 但不可能一直守着 让柳一人守着严守一和林子彤的孩子 这对柳一人而言似乎有点残忍 但放眼整个龙虎山 又找不到比柳一人更合适的人选了 在这件事上 于露明只信任柳一人 柳一人露出一丝笑容 说道 孩子好得很 他甚至会喊人了 喊人 啊 不是 我乱说的 柳一人神色有点慌张 赶紧摆手搪塞过去 不过他的脑子里 却想起了昨天晚上 自己守在严守一的儿子身边时 那个小家伙突然冲着他 喊了一声妈妈的事情 虽然有可能只是孩子无意识地发声 也有可能是柳一人自己出现幻听 但从那一刻起 柳一人的心 已经完全被这个小家伙给吸引了 依然好奇怪啊 严守一在心里纳闷 结果下一秒 柳一人猝不及防地问严守一 你儿子出生以后 任我做干妈怎么样 啊 听说柳一人要做孩子的干妈 严守一直接绷不住了 车上的其他人 也没办法继续装聋作哑 正在喝水的袁建兴 直接枪住了 不乐意就算了 柳一人有点脸红 把头偏向车窗外 当然乐意了 严守一赶紧说道 子彤要是知道了 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孩子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嗯啊 等孩子们出生以后 你可一定要来喝满月酒 到时候 让他们再好好认认干妈 柳一人犹豫了一下 微微撅嘴 我只想当你儿子的干妈 嗯 严守一又无法理解了 柳一人这一系列的迷惑行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凭什么只当哥哥的干妈 却不认妹妹呢 罗宁看不下去了 压低了声音 对着斩破刀说了几句话 而后严守一的心里 就响起龙飞城的声音 颜哥 罗宁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 嗯 我是没听太懂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严守一听后 若有所思 之后一路上就没再提让女儿 也认柳一人当干妈的事情了 一直到天师府外头 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抵达目的地 于露明亲自出来迎接 跟着他一起出来的 还有不少龙虎山的道长 精锐弟子 其中大部分严守一都认识 毕竟在里根苗宫山的时候 大家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不过张山通并没有来 因为他正守着 严守一二子的魂魄呢 于露明身穿紫色道袍 几个月不见 他看起来又成熟不少 眉宇间都能看出 老天师张英的影子 如果这家伙 在当个几十年天师 等到满头白发的时候 说不定就和张英一模一样了 见面寒暄几句以后 严守一先去看了孩子的魂魄 顺带和张山通打招呼 在之后 于露明安排了宴席 算是给严守一接风洗尘 酒足饭饱之后 严守一去了于露明平日里 打坐静修的地方 柳一人给他们泡了一壶茶就离开了 二人总算要开始聊点正事 这次多亏了茅山派的茅掌门 替我出头 顶级门派才有阶梯发声 支持你的名教 有了顶级门派牵头 小门派也逐渐意识到 大势已去 慢慢地也开始接纳民间教派了 这是个好苗头 但完全消灭两派矛盾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于露明拿起炭火上的茶壶 给严守一倒了一杯 笔划出请的首饰 严守一端起茶杯 轻轻吹掉杯子里的茶末 浅尝一口 想让两派完全和解 只有三种办法 第一是时间 第二则是靠人脉关系 于露明疑惑 打断一下 我能猜出你想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但这第二条 我不理解 这次 我来天师府 想私下 与你商量一件事 严守一笑着说道 我儿子顺利出生之后 我希望他能拜你为师 进入龙虎山门下 于露明愣了愣 旋即轻笑一声 贼 贼是于露明 对严守一这个计划的评价 但从他的反应来看 他肯定不会拒绝 想要让两派关系维持和平 就需要有一个长久的纽带 现在这个纽带是严守一 但严守一发迹时间 毕竟还不够长 在名门大派当中 威望不足 严守一认为 自己这辈子 恐怕很难完全让名门大派幸福 所以他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他让儿子 拜入于露明门下 未来再不济 也会成为龙虎山中的核心人物 而女儿则接手名叫 有他们兄妹二人这层关系在 未来不管严守一 还再不在这个人世间 两派关系都能长久稳定 于露明笑道 以后两派的核心人物 都是你的后代 你有考虑过我吗 等你生娃了再说 现在你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严守一取笑道 反正我是龙飞城 不管你生男生女都有机会 说的也是 于露明点点头 心想道 如果我未来有儿子 就让他娶了严守一的女儿 要是生的是女儿 嫁给严守一的儿子也不错 反正严守一的儿子 已经注定是他于露明的徒弟 也算是亲上加亲了 而严守一心里则想到 最好是男女搭配 万一于露明生了男孩搞鸡 生了女儿是百合 那就玩犊子了 说正经的 于露明喝了口茶 正色道 第三个办法 应该是给两派树立一个 共同的敌人吧 只我者于露明也 严守一点头 那个敌人 你知道是谁 李根苗 也就是国师 在严守一来之前 他就和于露明 通过好几次电话 将国师的事情通通告知 于露明作为到手 自然有责任 铲除国师这个祸害 而且他也充分意识到 国师的强大 和他潜在的破坏力 不过 就在严守一准备 细说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他却看着于露明愣住了 通过黑社利 严守一突然发现 于露明原本纯净无比的内心 居然出现了一丝恶意 这是怎么回事 于露明寒窗苦读十余仔 说他的内心是个圣人也不为过 我从未在他身上 发现什么负面情绪 但黑社利不会骗我 他能够反映人心里 最深处最真实的情绪 这一点 我一路上已经无数次验证过了 于露明内心有恶意 而且 是在我提起国师的时候才出现的 他的恶意和国师有关 严守一感到不妙 但却很好地掩饰住自己的震惊 他假装没事 继续和于露明聊起 有关于国师的事 我打算公布 国师所做的所有坏事 然后集结两派所有人马 找到国师的下落 然后将之铲除 严守一简单说出自己的计划以后 果然发现于露明心里的恶意 又增强了几分 只不过 如今于露明心里的恶意 还是十分渺小 和他一路上见识到的那些坏人 根本不值得一提 甚至都不如罗宁身上的恶意多 这意味着 于露明还是个彻彻底底的好人 他依旧支持杀死国师 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小块情绪 抵触着不想杀死国师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之后的谈话 严守一也总是围绕着国师进行 经过他有意无意地反复测试 确认当自己提起国师的时候 于露明的内心深处 就会冒出一丝丝恶意 严守一观察得很细致 他看到 于露明的恶意刚刚冒出萌芽 就遭到他的疯狂压制 可恶意就好像一颗种子 只能抑制却杀不死 并且不断地试探着于露明的底线 经历了这么多次生死之后 严守一变得格外成熟稳重 他没有第一时间询问于露明情况 而是留了个心眼 打算之后再旁敲侧击 从龙虎山的其他人那儿 了解于露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聊到后头 于露明提出要把其他几个顶级门派的掌门 请到龙虎山来 大家共同商议对策 对此 严守一也没意见 当面聊总比远程打电话要有效率的多 况且也只有于露明有这等号召力了 错过这个机会 也许要等到下一次罗天大叫 才能一口气见到那么多顶级门派的高层 等二人聊完细节 已是深夜 严守一告别于露明 先是回了一趟住处 然后叫上袁建兴 又要出门 罗宁疑惑道 你这不是刚回来 又要上哪儿去 我告诉娘 别想去找你的小情人 我就是子童的眼睛 我盯着你呢 斩破刀从屋子里飞出来 钻出一道龙飞城的影子 龙飞城训斥道 我们男人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女人指指点点 一边待着去 有喝 罗宁气得直接招来两只僵尸 一左一右架住龙飞城 你再说一遍 我错了姐姐 龙飞城立刻认怂 严守一无奈地解释道 我是要去柳一人那儿没错 但我的真正目的是去看孩子 为了避嫌 所以才带上袁建兴啊 袁建兴 嗯 原来我只是备用灯泡吗 啊 听严守一这么说 罗宁这才放心放人 不过 他要求把龙飞城留在身边说话 不然这龙虎山人生地不熟的 他只能和僵尸说话 那就太无聊了 试想一下 在这荒山道关当中 一个年轻的女人 对着两具腐烂的尸体 自言自语 鸡皮疙瘩起来了 严守一和袁建兴 果断丢下龙飞城 龙飞城也有点发毛 但仔细一想 妈的 老子就是鬼 怕毛僵尸啊 严守一和袁建兴走出住处 直奔柳一人所在的后山 中途遇到天师府上巡夜的弟子 他们认得严守一 不仅没有拦路 还热情地带了一段 不过柳一人的住处 不是什么弟子都能进的 所以 带路的弟子 远远地就停下脚步 指着小路尽头的小院就离开了 严守一过去 敲响房门 没一会儿 柳一人就来开门了 来看孩子吗 进来吧 柳一人直接把院门打开 袁建兴想了想说道 要不我在外头帮你们望风 严守一和柳一人干咳两声 你呀不会说话 就别说话 一起进来 哦 本来两人光明正大 被袁建兴这么一说 反而显得有点见不得光了 三人进到屋里 严守一发现 柳一人在院子里 特意挖了一小片莲花池 他儿子的魂魄 就被放在莲花池中央 被一朵洁白的莲花包裹着 孩子的肉体 在林子彤肚子里慢慢发育 魂魄相应地也跟着成长 如今林子彤怀胎九月 孩子的魂魄也有鼻子有眼的 时不时还会在莲花里 不安分地翻身 有时候 孩子甚至会睁开眼睛 打亮着外面的世界 柳一人经常斗严守一的儿子 斗得这小家伙咯咯直笑 只不过 孩子的魂魄太过脆弱 等他们出生以后 这些记忆恐怕很难被保存下来 也就是说 柳一人未来还要重新认识 一下这个薄情寡义的小家伙 儿子啊 我是爸爸呀 严守一凑到莲花边 立刻从沙神严守一 化身成慈祥奶爸 眉开眼笑 温声细语地逗着孩子 没想到 孩子被严守一给吓了一跳 眼里水汪汪地看向柳一人 柳一人立刻推开严守一 没好气地说道 你把他给吓到了 那你 严守一无语 我可是他爸爸呀 孩子现在才多大 哪能记得你是谁 还有你小声点讲话 柳一人轻轻地摇动莲花 很快安抚住孩子 见到这一幕 严守一心里颇为郁闷 但又能够理解 孩子这段时间 都是柳一人在照顾 搞不好他们俩的关系 还更亲密一些 看样子 儿子非要认柳一人 当干妈不可了 袁建新抱着淘心剑 靠在门旁 忍不住摇头 嘴里嘖嘖嘖 严守一美好气地说道 你在嘲笑我 袁建新正色道 我受过严格的训练 不管多 好笑我都不会笑 闪一边去 严守一又把注意力 放在孩子身上 小心翼翼地哄着 没一会儿 就把孩子的魂魄 哄睡着了 看着孩子安详熟睡的模样 柳一人也露出明媚的笑容 他随口问道 子童和妹妹还好吗 嗯 他们都很好 这次我回去打算 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等孩子们出生了 你可要记得来喝满月酒 严守一笑道 好 到时候 我给他们准备大红包 大金锁 最近天冷 我再给哥哥制一件小毛衣 嗨嗨 受了把妹妹的毛衣 也制一件吧 到时候哥哥有的 穿妹妹没有 妹妹多可怜啊 哼 他又不是我干女儿 柳一人嘴硬 但到时候 肯定兄妹俩都少不了 二人闲聊几句 主要还是围绕着孩子 不过后来 严守一突然询问 一人 最近你一直都和于露明在一起吗 柳一人一愣 深深地看了严守一一眼 和你有关系吗 啊 怎么好端端地突然生气了 严守一仔细一想 该不会是柳一人 以为自己吃他俩醋了吧 他赶紧解释道 不是 我那个 哎 我今天发现 于露明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你什么意思 柳一人的脸色并没有缓和下来 因为他似乎听到了一个 比严守一吃醋 还要令他在意的消息 具体的 我暂时还没能确定 所以只能询问询问你 严守一问道 你一直和于露明待在一起 有没有发现 他最近有什么奇怪举动 嗯 我说的最近 指的是最近七天 国师最近的动态 就是在七天之前 虽然严守一是最近 才拥有查看人心七情六欲的能力 但冥冥之中 严守一认为 于露明的改变 应该就在最近 国师是逼死老天师张印的凶手 于露明恨他入骨 不可能不想杀他 所以 严守一担心于露明 还有别的秘密 而在诛杀国师之事上 严守一绝对不允许出岔子 天师每天的行程十分单调 早晨起床打坐练功 中午下午开谈授课 晚上闭门读书 也就只有在我和张山通诗书没时间的时候 他才会打乱行程 过来招呼孩子的魂魄 七天来没有任何异常 我想想 柳一人思考了一阵 回忆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七天前天是下山过一趟 不过他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他要去哪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具体的时间呢 严守一追问 二人对了一下时间 竟就是严守一重创国师后的第二天晚上 这让严守一立刻警觉起来 虽然他很不愿意怀疑于露明 但种种巧合 让他不得不认真思考 于露明和国师存在联系的可能性 照理说 于露明和国师有着血海深仇 同时立场也是绝对的对立 两人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可于露明心底里的恶意 又该怎么解释 不到一小时就回来了 说明他没有去太远的地方 有可能就在龙虎山中 严守一思考片刻 又问道 那他回来以后 有什么变化吗 柳一人再次摇头 依旧是打坐讲法看书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 应该是他 每天看书的时间更迟了一些 于露明有着良好的作息习惯 几乎不会熬大夜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 就会离开书房回到住所 可最近柳一人发现 于露明经常读书到夜里十一二点 偶尔还会吩咐道童 给他弄点吃的 之前柳一人没放在心上 可现在一想 于露明确实是从七天前 开始改变作息的 而且他过去从没有吃夜宵的习惯 柳一人也不是傻子 严守一问了这么多 肯定不只是为了八卦 于是柳一人正色道 严守一 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我觉得 你不应该瞒着我 一直靠在门边 却竖着耳朵听的袁建新 也忍不住说道 严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该不会怀疑天师吧 现在情况越发扑朔迷离 光靠严守一一个人偷偷调查 的确有些难度 于是他便将自己的发现 分享给二人 二人听后 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他们的反应 和严守一是一样的 可他是天师 还和国师有着血海深仇 他有什么理由 袁建新南南道 柳一人低头说道 我也算对天师十分了解了 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们不应该怀疑他 可正因为我们相信他 才更应该把事情弄清楚 不是吗 严守一叹气道 于露明同样是我的朋友 我的知己 万一他误入歧途 我们难道没有责任 把他拉回正道吗 这番话顿时说服二人 袁建新正色道 严兄说得对 不管事情真相如何 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好吧 你们想怎么调查 柳一人同意道 我在龙虎山 还是有一定的特权的 一些你们去不了的地方 我可以带你们去 严守一微微汗手 说道 从你刚才说的线索来看 于露明的生活 基本是三点一线的状态 唯一出问题的地方在书房 是什么原因 打乱了天师的作息时间 他又为什么经常要点夜消吃 袁建新皱眉 突然柳一人吃惊的张大嘴巴 倒吸一口凉气 该不会 天师在书房里养了个人 那个人是国师吗 此言一出 三人同时沉默 他们越想越觉得 有这个可能 看样子 我们有必要去书房一探究竟 严守一提议 柳一人脸色严肃 事不宜迟 我们今晚就行动 等到夜深一点 我带你们去天师的书房 但演戏要演全套 严守一担心 于露明会派人盯着自己 如果他在柳一人这儿待到半夜 肯定会引起怀疑 所以 三人合计了一番 决定让袁建新 带着严守一的指人 分身回去 以转移注意力 严守一拿出阿公给他的指人 变成了他的模样 看着和真人没什么区别 只是脸色稍微苍白了一点 用手指捅一捅就会破 不过指人的气息 和严守一真身一模一样 除非是于露明站在指人面前 否则绝对分不出真假 袁建新就带着严守一的指人替身 有模有样地返回住处 路上甚至还跟指人 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但是走出了几百米以后 袁建新突然回过神来 我走了 严守一和柳一人 岂不就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吗 我该不会被他们俩骗了吧 袁建新已经够单纯的了 但他现在一时也分不清楚 严守一是真的要调查于露明 还是只是找机会把他支开 趁机约会老情人 等到袁建新带着指人替身回到住处 罗宁第一个跑出来 用审视的眼光 打亮着严守一的指人替身 哼 算你这家伙实相 没有做对不起子彤的事情 罗宁说道 龙飞城飘了出来 诧异地看了一眼替身 严格怎么没回来 罗宁拍了龙飞城一下 你是死了 又不是瞎了 严守一不就在这儿吗 这不是严格啊 龙飞城老实巴交地说道 袁建新没瞒着他们 小声地将严守一今晚的计划说出 二人听后都是惊讶无比 随后 他们产生了和袁建新一样的疑惑 他们该不会只是编个借口 把你支开吧 袁建新挠了挠后脑勺 我相信严凶的为人 我也相信 龙飞城立刻站队 拍着胸口说道 我相信 严格和我一样 洁身自好 罗宁眯着眼说道 我本来挺相信严守一的 但你这么一说 我就很难相信了 夜深以后 严守一和柳一人 在孩子身边布下强大的阵法 又留下珠山灶 严鬼他们看守 这才放心离开后山住处 前往于陆明的书房 龙虎山上地形复杂 小路交错 并且每隔一段路 就会有龙虎山弟子巡夜 如果只是 严守一一人的话 躲过这些弟子不是难事 但想要找到书房的路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在有柳一人带路 他们没有打草惊蛇 一路绕过了所有巡查的弟子 顺利地来到书房外 于陆明成为天师以后 并没有大兴土木 为自己建造新的书房 而是把原来的住处 稍微改造了一下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在这里读了十几年的书 对周围熟悉无比 哪怕院子里少了一棵草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他读书的心境 略显破旧的小屋 便是于陆明的书房 因为书房里 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所以门口甚至没有人把守 还是挺顺利的 咱们进去看看 柳一人说着 便要走进院子 严守一却一把拉住他 低声说道 没那么简单 柳一人被严守一拉回身边 诧异地看着他 自打柳一人 使用致命五月之后 实力已经极强 他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 只见严守一从地上 抓了一把黄土 朝着院子的方向 猛吹一口气 黄土漫天飞扬 覆盖了整个院子 渐渐地 柳一人看到院子里 不起眼的地方 蹲着几只身上 画满符咒的小鬼 这些小鬼 手里牵着丝线 丝线布满整个院子 丝线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普通人路过 也只会觉得自己碰到 看不见的蜘蛛网 用手撩一撩就没了 但实际上 这些丝线与红外线警报器一样 只要有人进入院子 这些小鬼的主人 立刻就会知晓 柳一人捂着嘴 这些小鬼很特殊 竟然连我都察觉不到 他们的存在 看到他们身上的符咒了吗 显然是有人故意安排 他们在这儿的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说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于露民在书房门口 设置这些小鬼 你还觉得他没有问题吗 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入书房 一探究竟 事到如今 就算余露民没问题 柳一人也有义务还他清白 所以更需要潜入书房 寻找证据了 严守一从胯包中 拿出一小根木头 用刻刀削出几段细细的木针 然后轻轻一弹 这些木针 瞬间打进小鬼的身体里 封印住他们的魂魄 此时 即便严守一他们 大摇大摆地进入院子 这些小鬼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走吧 严守一起身 带着柳一人走进书房 保险起见 他派出三元飞到屋顶 抓起一片瓦片 往里头查看情况 确认书房里 没有在布置什么奇怪的东西以后 严守一推门而入 吃啊 尽管他很小心翼翼 但开门的声音还是有些刺耳 这书房年久失修 不过余露民 似乎喜欢这种沧桑的感觉 书房里的陈设很简单 但也比较杂乱 入眼之处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书籍 中间位置摆了一张古朴的书桌 墙上挂了许多余露民自己的书画作品 关上房门 严守一从胯包里拿出两个手电筒 分给柳一人一个 我们分头查看 好 手电筒发出的微光 外头不易察觉 严守一小心翼翼避开地上的书卷 没有什么目的性地查看书架上的书籍 余露民喜欢看古代制式之文 对诗歌经义也很感兴趣 书房里的书大部分是这些内容 至于一些龙虎山的道藏典籍 反而不会放在这间私人书房里 就算是余露民也需要专门去藏书阁查看 即便有外带也会随身携带 严守一来到余露民的书桌旁 坐在他平日里会坐的位置 想感受一下余露民坐在这书房时的感觉 说不定就会有什么线索 果不其然 他感觉到自己屁股底下的蒲团 有点硬邦邦的 伸手一掏 掏出了两本内容十分别致的书 嗯 哦 原来余露民喜欢遇解呀 正在低头查线索的柳一人 诧异地回过头 你说什么 嗯 没什么 严守一担心余露民的天师人设崩塌 于是赶紧把两本杂志又塞到屁股底下 就当作是没看到这两本书 不过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嘀咕 想不到余露民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没办法做到清心寡欲 古人成不起我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正在他准备继续寻找线索的时候 忽然瞥见了墙上挂着的四幅画 四幅画是一套的 分别画的是梅 蓝 竹 橘 应该都是余露民自己画的 大俗即大雅 余露民的绘画功底很不错 尤其是其中一个细节 让严守一赞不绝口 每一幅画里 都有一位撑着散的女子背影 她们身材不同 体态不同 穿着红 蓝 绿 黄不同颜色的衣服 虽然只是一道朦胧的背影 但还是难掩她们的气质 如果她们能从画里走出来 肯定是一等一的古风大美女 严守一仔细端向着画 忽然觉得眼前一花 嗯 是我的错觉吗 严守一揉了揉眼睛 发现眼前的画 似乎有了点变化 那些原本背对着她的女子 动作好像有了一丝丝的改变 似乎想要转过身来 正对画外的人似的 但严守一之前观察的 并没有那么细致 因此不太能确定 她揉了揉眼睛 当她再次看向画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画里的女人 竟然真的在转身 梅兰竹菊四个美人 已经从之前的背对着画外 变成了侧身 隐约还能看到她们的侧脸 只可惜画里的美人都是长发 头发盖住了她们大部分的脸 一人 你过来一下 严守一连忙招呼柳一人过来 你看这四幅画 怎么了 柳一人轻手轻脚地走过来 端向这四幅画 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这应该是天师画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然而严守一却是脸色一沉 低声说道 问题可大了 我刚发现这四幅画的时候 画里的美人是背对着我的 后来全都变成侧身 等你过来看的时候 她们不仅全都转过身了 似乎还向着我们走进了几步 严守一并没有因为自己实力增强 而盲目自信 她也没有忘记 自己正在当代天师的书房里 于露铭继承了老天师张印的衣钵 而且她心思缜密 饱读诗书 这书房里闹出什么幺蛾子 严守一都不觉得奇怪 四幅画里的美人显然有问题 严守一不敢掉以轻心 她和柳一人一起盯着画 甚至用手触摸 但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端倪 难道只是画里的美女会动 像是夜晶显示器 没有其他玄机吗 严守一看着看着 突然联想到 蒲团底下藏着的两本杂志 嗯 这四幅画里的美人 身材都很不错 看着就有欲解风范 果然是出自于路铭之手啊 只是一愣神的功夫 画里的美人 又齐齐向画外靠近几步 每当严守一和柳一人的视线 同时离开画的时候 画里的美人就会移动 而且目标很明确 就是向画外走 可严守一和柳一人 最多也只能盯着两幅画看 剩下两幅画的美人 他们根本控制不了 有点不太妙 柳一人有些担心 他靠近画作 想要仔细寻找玄机 然而下一秒 他猛然发现 画里的美人 竟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他顿时赶到后背发凉 手里也忍不住捏出了法印 随时准备出手防御 严守一也在寻找美人的下落 这四个美人肯定不会无故消失 他们应该还藏在画中 这时 严守一发现 画里上出现了许多黑线 直接破坏了所有画的美感 这时 严守一猛然惊觉 立刻拉着柳一人后退 这些黑线 是那四个美人的头发 他喝道 四个美人还没有离开画作 但他们距离画外的世界 只有咫尺之遥 果不其然 当严守一和柳一人退开的时候 四幅画的上方 缓缓探出了四个披头散发 皮肤苍白的脑袋 饶视柳一人看到这个场景 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严守一见惯了恐怖的场面 倒没被吓到 只是忍不住吐槽 他妈的 鱼露名是变态吗 为什么要在书房里 藏着四个恐怖的玩意儿 四个美人从画中爬出 他们的四肢诡异的扭曲 像是蜘蛛似的趴在墙上 散乱的头发之下 漆黑的眼睛 正盯着严守一和柳一人 柳一人咬牙道 天师越是防备 说明书房越是有问题 我来拦着他们 你赶紧找线索 说着 柳一人周身就浮现出了五张道符 每一张道符都有他胳膊长 所有道符围绕在他的身边 像是一件铠甲 四个美人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张牙舞爪地扑向柳一人 柳一人的右手穿过面前的道符 皮肤上覆盖了一层金光 只是一掌便将扑来的四个美人击退 同时 他的左手穿过另一张道符 掌心击射出四道流光 化作大网 将四个美人困在墙上 严守一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柳一人最近的进步也算神速 现在的他已经站在年轻一辈实力的最顶层了 发现柳一人有足够的实力 对付这四个美人 严守一也就没了顾忌 而且反正都已经打起来了 他们俩潜入书房的事情 估计也瞒不住了 不如放开手来调查 于是他直接翻箱倒柜寻找线索 就差绝地三尺了 柳一人与四个美人激斗 但四个美人加在一起 却都不是柳一人的对手 被他打得节节败退 只是两分钟的功夫 严守一就将书房翻了个遍 可依旧没有找到线索 此时 柳一人已经将四个美人 打得遍体鳞伤 甚至其中一位美人 因为害怕被消灭 直接钻回到画里去了 画 对了 画 严守一醒悟过来 整个屋子也就只有这四幅画作 他还没有调查清楚 如果书房里有什么玄机 必定藏在这四幅画里 于是他直接跑向墙上的梅画 掀开背面一看 背面竟然真的 黏着一节干枯的梅画 书房里有阵法 这梅兰竹菊 就是阵眼 严守一想通了一切 再掀开别的画作 却不见有兰花 竹子和菊花 他立刻回头对柳一人说道 一人 把其他的美人都赶回画中 我才能取到阵眼 好 柳一人应了一声 将武章道夫的力量 全部收拢 然后一掌击出 剩下的三位美人 齐齐惨叫后退 被打回画中 严守一再次掀开画作 果然找到了兰花 竹子和菊花 取下这四种植物 四幅画作立刻恢复正常 画里的美人也就不动弹了 于露明的本事可不简单啊 严守一忍不住感慨 随手画的四幅画 都有这种本事 而且 我们俩之前 竟然都没发现 这四幅画的端倪 柳一人收拾了四位美人 也是脸不红气不喘 看样子并没有到极限 不过 他对于露明的本事 也十分认同 这四幅画里的美人 不是鬼物 而是于露明力量的化身 所以他们感受不到 殷气或者死气 差点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拿到四个植物以后 严守一环顾四周 在书房的四个角落 发现了空的花瓶 将梅兰竹菊 依次放入花瓶当中 书房轻轻颤抖 随后严守一 刚才坐过的蒲团位置 竟然坍塌成 通向下方的台阶 见状 严守一和柳一仁对视一眼 看样子 他们即将要发现 天师的秘密了 老鱼啊老鱼 你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 严守一轻叹一声 他很不愿意和于露明做敌人 但如果于露明站在了 他的对立面 他也只能出手了 真相就在这向下的阶梯的尽头 关乎到严守一和于露明的友情 还能否继续 走吧 下去一探究竟 柳一仁似乎比严守一 更急切知道真相 这时 严守一似乎察觉到什么 忍不住回头看 只见书房紧闭的大门 门缝里忽然飘出一缕魂魄 很快就在二人的眼前 凝聚成人形 龙虎山的老前辈 严守一的干爷爷 张山通现身 一脸严肃地质问二人 你们二人大半夜的不睡觉 偷偷溜进天师的书房做什么 张山通在附近夜巡 恰好听到书房有动静 于是赶紧过来查看 本以为是李跟苗的奸细 又混进龙虎山了 没想到过来一瞧 又喝 还有意外收获 虽然张山通把严守一当干孙子 但有些话 他还是不得不提醒 他咳嗽道 守一 你也是快要当父亲的人了 大晚上的不在住处 待着来这做什么 还有一人 既然入了我龙虎山 就应该好好修炼 一心求道 虽然我们龙虎山不禁止 倒是婚嫁生子 也不经七情六欲 但你们好歹 选个正常点的地方 这里是天师的书房 要是让别人发现了 有伤风化 听张山通这意思 显然是误会严守一 和柳一人的关系了 二人连忙摆手 严守一解释道 甘爷爷 您误会了 我们之所以出现在这儿 是怀疑于陆明 打住 张山通严肃道 被我发现就发现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丈夫敢作敢当 怎么还找天师来当借口 不是借口 是真的 柳一人指着出现的密道说道 不信您看 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密道 张山通此时才注意到 那一堆古迹当中 不算太显眼的狭窄密道 他眉头一皱 摸了摸胡子 这是什么情况 张山通算是 严守一信任敬佩的长辈 既然被发现了 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于是便将事情的经过 如实告知 最重要的是 严守一担心张山通 误会他和柳一人 这林子铜临产在即 现在可千万不能 闹出什么妖蛾子 听了严守一的叙述 张山通的眉毛 都快要拧成麻花了 活了这么多年 张山通心里可是门青 今天这事 就算于陆明和国师没有关系 但他肯定也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并不是说 天师就不能有秘密了 只是天师作为道统之手 他的立场必须坚定 如果他有什么背弃苍生的秘密 那么他就不配做天师 犹豫了一下 张山通直接选择加入严守一的队伍 走 我们一起下去一探究竟 有张山通的加入 严守一和柳一人 就更没什么顾虑了 严守一将三元留在书房里 自己打着手电筒打头阵 带头走下密道 柳一人 张山通紧随其后 密道新修不久 土还是新的 入口是于陆明使用阵法隐蔽起来的 并非是机关树 三人穿过狭长的密道 大致感受了一下 密道并非通向地下 而是书房附近别的建筑 大约在地下走了几十米远 严守一发现走到尽头了 前方是一扇石门 他没多用劲 便将石门推开 石门后头竟是一处枯井 井底距离石门位置 还有机密的落差 但这点落差 对严守一他们而言 根本不叫事 纵身跳下枯井 井底竟又有一扇石门 从石门的门缝里 透出微微光亮 严守一能感觉得到 这石门后头有人 这里多半就是他们 此行调查的尽头了 真相就在这扇门后面 于陆明心里最深处的秘密 也在这里 等柳一人和张山通跟上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推开石门 这是一间不大的密室 密室顶部挂着一个泛黄的灯泡 下方是简易的木床 上面铺着被褥 被褥下还躺着一个人 桌子上有一些残羹剩饭 旁边的衣架挂着几件白色的道袍 床上躺着的人是谁 难道是国师 严守一警惕万分 随时准备对床上的人出手 也随时准备呼唤龙飞城过来 这时 柳一人注意到 床前摆着的一双鞋 他拽了拽严守一的衣角 然后指了指床边 严守一看到那双小鞋 不由地愣了愣 这双鞋子顶多只有36码 是女人的尺寸 不是男人的 如果床上躺着的人是国师的话 他必定不可能穿这么小的鞋 也就是说 床上的人并非是国师 而且是一个女人 床上的女人听到动静 缓缓翻身 对着严守一他们的方向呼唤道 而啊 是你来了吗 而 严守一他们全都正在原地 能来此处的 只有于露铭一人 所以床上的女人口中喊道 只有可能是于露铭 此人是于露铭的母亲 床上的女人正是中年 长得十分普通 皮肤辣黄 身材走样 是很普通的农村妇女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 她双眼浑浊 似乎是个瞎子 否则早就认出 来的人不是于露铭了 一时间 严守一有点不知所措 也不敢吭声 生怕吓到眼前的女人 听不到动静 但女人明显感觉到 有人进入密室了 她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恐惧 你们是谁 我儿子在哪里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正当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三人身后传来 妈 我没事 这几位是我的朋友 我带他们来看望您 三人立刻回头 只见穿着素衣的于露铭 轻飘飘地从井口落下 严守一望着于露铭 张了张嘴 却不知该说什么 于露铭叹了口气 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 我本不想瞒着你 但奈何我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我也着实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发现了 听于露铭这口气 他认为 整件事情 似乎是有愧于我 严守一不理解 明明怀疑他的人是我 他怎么反而愧疚起来 但玄机 严守一又想到了很多问题 于露铭是孤儿 从小被老天师收养 在龙虎山上长大 好端端的 他怎么突然又有母亲了 就算是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 他为何又要把母亲藏在这里 原以为石门后头就是真相 可推开石门以后 营绕在严守一脑海里的问题 反而变得更多了 于露铭从三人中间穿过 来到中年妇女的身边 给他喂了一杯水 妈 您先在这休息 我去招待朋友们 很快的 去去就回 好 啊 你别太辛苦了 妈在这里等你 中年妇女慈祥地答道 于露铭拍拍母亲的背 起身示意严守一他们先离开枯井 众人陆续从枯井里跳出来 但却是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知该说什么 我并不是故意想要对你们隐瞒 只是我还没想好 该如何开口解释 于露铭跳出枯井之后 神色竟然比严守一他们 还要紧张几分 仿佛做错事的不是严守一他们 而是于露铭自己 严守一皱着眉头问道 井底下的那个女人 真的是你母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 于露铭长叹一口气 在心里组织语言 最后缓缓说道 七天前 我偷偷下山见了国师一面 果然 严守一和柳一人对视眼 严守一猜得不错 于露铭果然和国师有联系 但他想不明白 国师逼死了老天师 于露铭应该对他恨之入骨才是 你们应该也知道 我是个锅 被师父捡上山养大 但就在七天前 我下山见到国师 他却告诉我 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此言一出 在场的三人都呆住了 国师是于露铭的父亲 这 严守一第一时间想否认 却发现自己没有证据 而且 即便是最大恶极的国师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是于露铭的父亲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张山通揉了揉太阳穴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 一时间都有点无法接受于露铭所说的话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 其实我也不相信 但是国师拿出了许多证据 于露铭递头道 他说出了我的生辰八字 说出我身上的胎基位置 但最重要的是 他把我的生母带来了 众人不约而同看向枯井 原来井底下的那个女人 是怎么来的 于露铭继续说道 我母亲当年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国师我母亲的村子之时 两人相处过一段时间 于是便有了我 之后国师离开 母亲未婚先孕 被村子里的人取笑 于是他就离开村子 四处流浪 生下我之后 又流浪了几年 最后把我丢在龙虎山下 独自离开了 于露铭是六岁的时候 来到龙虎山下的 他对自己的母亲 依稀有些记忆 似乎就是井底下的那个女人 国师带着我母亲来与我相认 我心里万分纠结 一面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一面是对我恩仲如山的师父 我不知该如何选择 后来 国师要求我给他提供一处安身之地 我实在没能答应 便从他手里抢回母亲 把他赶走了 我向你们发誓 我从未对国师屈服 而且从那天以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即便是当了大半年天师的于露铭 也有犯错的时候 他深知自己在这个时候 与国师扯上关系 对严守一和整个悬门 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可从小没有亲人 孤苦伶仃的于露铭 又十分渴望亲人的出现 虽然他没收留国师 但二人的身份 在于露铭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这也是为什么严守一 一直发现 于露铭心中有恶意的原因 柳一人微微叹气 你若是早点将这件事坦白 我们也不至于会偷偷调查 如果井底下的女人 真的是你的生母 她应该正大光明地生活在龙虎山 而不是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井底 于露铭默默摇头 正如他所说的 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坦白一切 尤其是他与国师之间的父子关系 柳一人安慰着于露铭 眼睛不由自主地看向严守一 似乎在询问他的意思 只见严守一眉头紧皱 似乎也在做一些抉择 最终他走上前 对于露铭说道 你还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 于露铭咬咬牙 我记得 我记得我的母亲这样的 你确定 那我问你 你六岁的时候 生活在龙虎山下 能否记得每一个村民的长相 如果让你现在再去见他们 你还能认出来吗 严守一一针见血 直接问的于露铭 哑口无言 事实很残忍 于露铭对自己六岁之前的记忆 已经十分模糊 他根本记不住自己母亲的模样 更别提 这十几年里 女人的样貌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就算于露铭记得六岁时母亲的模样 十几年后 也未必能认得出来 我能确定 于露铭低声说道 我是天师 我有很多手段 我可以确认他 没有说谎 你看 严守一指着自己的黑社里假眼 说道 我这只眼睛 是峨眉派前掌门庙会师 太留给我的黑社里 通过他能看到 每个人心里的七情六欲 自打你见到国师以后 你的心里 就被种下了一颗恶意种子 这七天来 这颗种子再被不断催化 你知道是谁在催化恶意种子吗 是井底下的那个女人 刚才我在井底下 清晰地看到 那个女人心里同样存在恶意 不管她是真是假 她都在暗中培养你的恶意 即便你是天师 也有被蒙蔽的时候 但我的黑社里不会出错 否则今日也不可能找到 井底下的那个女人 严守一对国师十分了解 国师在找于露铭之前 肯定知道会被于露铭拒绝 所以 他来找于露铭的目的 本身就不是让于露铭收留他 而是借机将井底下的那个女人 送到于露铭的手里 国师看中的名教领袖严守一 已经不受控制 他选择的另一个目标 便是道统之手于露铭 他在于露铭的心里 种下恶意的种子 在让井底下的女人催化 如果不是严守一看出端倪 只怕于露铭会 一点一点被恶意吞噬 说不定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候 于露铭已经被国师控制 反过来被刺严守一 如此一想 严守一已经是后背发凉 是真是假 一问便知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张山通决定 直接把井底下的女人 拉出来对峙 然而 正在张山通准备下井之时 严守一注意到 于露铭心里的恶意 正在急速生长 他脸色一变 第一时间冲向张山通 口中大喊 干爷爷小心 哄 一道五雷正法 披在张山通的面前 如果不是严守一 喊住张山通 恐怕他已经遭到偷袭 张山通缓缓回过头 看向出手的于露铭 他冷声问道 天师 你这是何意 作为长辈 我奉劝你一句 莫要自悟 大家都低估了于露铭 对井底女人的信任 甚至在张山通 想要一问究竟的时候 于露铭就已经出手阻拦了 地面被劈得焦黑 但却不如张山通 此时的脸色黑 如果不让于露铭认清真相 等到决战之际 他将会是拦在 严守一面前最大的对手 严守一低声说道 老于 是真是假 把井底下的女人拉出来 再问个清楚便是 没必要动手 我已经问得足够清楚了 为何你们还是不肯相信我 于露铭怒道 我母亲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甚至眼睛还瞎了 如今我 只想让他安享晚年 不要被卷入纷争当中 这样也不行吗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这可能是国师的计谋 柳一人质问道 于露铭眼神闪躲 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咬牙道 你们到底是怀疑国师多一点 还是信任我多一点 又或者说 你们已经把我和国师 当作是同一类人了 老于 严守一伸手 按住于露铭的肩膀 安慰道 我知道你很渴望拥有家人 可你的弱点 也很容易成为 国师利用的漏洞 我们一起搞清楚真相 难道不好吗 于露铭沉默不语 见状 严守一当于露铭 已经默认了 于是看向张山通 张山通继续靠近枯井 打算将井底的女人 带出来问个明白 可突然间 严守一的黑色力 一阵刺痛 他猛然转过头 只见于露铭心里的恶意猛地放大 干爷爷小心 严守一立刻出声提醒 只见于露铭飞快地扔出三面小旗 旗子瞬间落在张山通的身边 金光勾勒出一道牢笼 竟将张山通困在其中 张山通脸色一沉 尝试着破阵无果 不由地怒道 于露铭 你可是天师 你师父当初对你的教诲 难道你全都忘了吗 师父教我礼义廉耻 忠孝人性 所以我才不允许你们 像对待妖人一样 盘问我的母亲 于露铭说完 周身瞬间被金光覆盖 天师使用金光皱 那光芒好似耀日 甚至将夜空都照亮了 如此刺眼的金光 严守一也不由自主地 眯起眼睛躲避 柳一人似乎察觉到什么 赶紧使用致命五月 五张浮露 漂浮在他的周身 却不等他出手 于露铭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掌拍碎柳一人面前的俘虏 破 柳一人没料到 于露铭的动作这么快 他当场遭到反噬 身体倒飞出去 嘴里也喷出鲜血 对不起 于露铭心里满是歉意 但他绝对不允许 任何人碰他的母亲 天师出手 实力非凡 竟然瞬间就解决了 张山通和柳一人 金光退去 于露铭镇守在枯井旁 望着唯一还有战斗之力的严守一 二人摇摇对峙 老鱼 严守一长叹一口气 他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国师利用了于露铭心里 最脆弱的地方 引起他们二人之间的争斗 好在于露铭也不是完全失去理智了 张山通和柳一人 都没有受很严重的伤 只是他们暂时参与 不到这场战斗中来了 于露铭低着头 沉声说道 为什么要逼我 师父死后 我在这天底下 已经没有亲人了 好不容易找到亲生母亲 你们却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严守一 要是我也怀疑 你父亲 你确定也能冷静吗 严守一默然摇头 既然如此 凭什么你们要求我冷静 天师也有七情六欲 天师难道就不配有亲人吗 于露铭越说越激动 心里压抑着的情感 忍不住爆发 哄 一道惊雷从天而降 劈在于露铭的身上 但却没有伤他分毫 恐怖的气 从于露铭体内喷发 将他宽大的道袍 吹得鼓鼓当当当 当于露铭抬起头来之时 他的双眼已经被金色的雷电填满 周身更是有惊雷环绕 如此恐怖的气势 已经让张山通和柳一人心惊胆战 老天师张应死后 于露铭继位天师 起初他的实力 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可现在于露铭已经今非昔比 他在老天师张应的传度之上 又有所精进 可以说 就算是张应起死回生 都未必能压得住现在的于露铭 感受到于露铭霸道的气势 严首一也神色一正 于露铭可不是什么小鱼小虾 必须要认真对待才行 他心里还是希望 能与于露铭和平谈判的 所以严首一抬起手 老鱼 你别想动他 哪知道于露铭镜直接失控 举起拳头 挥向严首一 明明二人相隔十几米 于露铭也没有奔跑的动作 可二人之间的距离 仿佛缩短了一般 于露铭一步 就来到严首一的面前 拳头狠击严首一胸口 这一拳打得严首一猝不及防 只来得及召唤细琳凯防御 可天师的拳力一拳 又怎么可能是细琳凯防得住的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于露铭的拳头上 炸出无数雷光电射 严首一像是炮弹般般飞出去 哼 严首一撞在山体当中 身体深深嵌入 引发一阵地动山摇 他感觉到胸口一阵钻心的疼痛 明白是肋骨断了几根 尖锐的骨刺插进他的内脏 他倒吸一口凉气 老鱼 你他妈出手真狠 于露铭低头道 你是天煞失魁 轻易死不了 我现在只想暂时废了你 再与你好好说话 该冷静下来 好好说话的人是你吧 严首一心里也冒出一股无名之火 他只觉得于露铭这个书呆子 读书读傻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窝里斗 分不清楚形式 既然于露铭已经下此狠手 严首一觉得自己 也没必要克制了 至少也应该以牙还牙 暂时废了于露铭 让他冷静下来再说 小龙 出来接活了 严首一在心里喊道 龙飞城的声音响起 咋了咋了 你发现国师了 刚才我听到后山有动静 还有金光冲月 咋回事啊 严首一沉声回答 你调整一下状态 飞过来找我 今晚咱们要揍天师了 身在住处的龙飞城 一脸猛逼 这什么情况啊 我们才刚来龙虎山 第一个晚上 就要开始揍天师了吗 严哥你现在这么狂 咱把咱妈知道吗 是不是恶面 还没有清除干净啊 如果龙飞城 现在在严首一身边 搞不好会竖起大拇指 办事一下严首一 别问那么多了 揍天师的机会可不常有 你赶紧过来 严首一到 好 好嘞 龙飞城是典型的 看热闹不嫌事大 而且跟着严哥混走 没错 所以他二话不说 直接从罗宁身边飞走 化作一道黑光冲天起 飞向严首一的方位 严首一呼唤完龙飞城 身上的伤势也恢复大半 他把自己 从嵌入的山体中拔出来 然后拍了拍身上的泥巴 冲着于露鸣说道 上次在罗天大叫 咱们没真正动手 没想到今天反而要刀剑相向 看来咱们俩注定要有一战 于露鸣微微汗手 可我已经是天师了 即便你胜过我 也拿不走这天师之位 说得好像谁稀罕似的 严首一吃笑一声 我现在也是名教首领 再说了 我现在有老婆有孩子 不像某人 只能靠杂志解馋 于露鸣一愣 他的脸直接僵硬 随后羞愧万分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藏了那么多年的秘密 居然被严首一 这个天杀的发现了 而且于露鸣知道 严首一擅长杀人诛心 此时提起这茬 于露鸣当场自杀的心都有了 什么杂志 为什么天师如此紧张 柳一人躺在角落 小小的脑袋里 全都是问号 于露鸣羞愤绝 出手便更不讲情面了 天地玄宗 万弃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围到独尊 金光素线 富户无神 天师使用金光咒 那自然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 只见金光汇聚到于露鸣的头顶 形成了一顶 拥有着三朵莲花的头关 这三朵莲花缓缓旋转 其中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这是于露鸣模仿三花巨顶 而研究出的招数 在罗天大教对战柳一人的时候 就使用过了 当时柳一人使用五雷正法 召唤出恐怖的天雷 足足轰了于露鸣三分钟 可于露鸣头顶金光三花 愣是毫发无损 如今 在看于露鸣使用出这个招数 严首一不敢小看 吃 只见于露鸣单手一指 其中一朵金花 突然化作无数片花瓣 犹如利刃狂风似的 标射向严首一 严首一眉头一皱 同样使用金光皱 在面前形成一道金色的阵法抵挡 叮叮叮叮叮 金花花瓣设在阵法之上 发出叮叮的声响 每一片花瓣 在接触阵法的时候 都会不堪重负 直接碎裂 但恐怖的力道却没有消退 竟推着严首一后退 严首一退了几步 面前的金光皱阵法崩溃 剩余的金花花瓣 如同子弹般射向严首一的身体 然而这些花瓣 却未能伤到严首一半分 因为严首一瞬间 使用佛门金身与西林凯一起抵挡 只是一朵金花 便有如此威力 老鱼的实力 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不愧是天师 严首一心中感慨 龙虎山天师府 再怎么说 也是道统门派 千年的积累 不是开玩笑的 鱼露明成为天师以后 天师府清净资源栽培 他的成长速度是可怕的 如果不是严首一有许多奇遇 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过严首一也不甘示弱 在接下鱼露明的一波攻击以后 便使用纵地金光 出现在鱼露明的身后 老鱼 我帮你冷静冷静 他直接用双手 锁住鱼露明的脖子 限制住鱼露明的行动 鱼露明感觉一阵窒息 他的身体强度远不如严首一 光靠蛮力 不可能挣脱 于是 他的周身开始爆发出恐怖的雷电 竟直接沟通天地 引来天雷 哼 一道粗壮的金雷 从天而降 将鱼露明和严首一 完全吞没 但鱼露明本身 却不受金雷影响 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鱼露明感受到 身后严首一的力量有所减弱 便趁机挣脱 然后一掌 拍向严首一胸口 碰 这一掌打在严首一的身上 却是软绵绵的 下一秒 严首一的身体突然爆开 化作漫天的指人 金蝉脱鞘 鱼露明脸色一沉 鱼露明再进步 严首一也没有闲着 一次次的生死考验 让严首一将自己所会的 所有名教招数 融会贯通 鲁班传人及百家之所长 这种人是最难对付的 因为就连鱼露明也搞不清楚 严首一下一秒 会用哪一门派 哪一教派的本事来应对 果不其然 在鱼露明发掘 严首一使用替身以后 真正的严首一 已经冷不防地 抓住鱼露明的手臂 四两拨千斤 一股柔软 却十分可怕的力道传来 鱼露明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 被严首一抓起 然后狠狠地砸向地面 这道力量有太极之意 鱼露明越是反抗 遭受到的力量就越大 可他要是不反抗 一样被严首一当主宰 无奈之下 鱼露明只能硬抗这一招 在落地之时 牺牲一道金花 保自己平安 落地之后 鱼露明咬咬牙 他从地上捡了一根柳条 当作武器 严首一眯着眼睛问道 你好歹也是天师 就不知道给自己 找把衬手的武器吗 只是用柳条的话 未免太看不起我严首一了 少废话 鱼露明冷哼一声 我寒窗苦读十几年 剑意在我心中 手中无剑剩有剑 说着 鱼露明横甩柳条 果然甩出一道 长达十几米的剑气 剑气威力可怕 催枯拉朽 沿途遇到的所有障碍 无不被拦腰斩断 可严首一 却是无比淡定 哦 是吗 我觉得 你还是拿一柄 真正的武器为好 话音落下 鱼露明的剑气 已经杀到严首一面前 可就在这一瞬间 天空上突然降下一道黑光 瞬间将剑气击溃 天空一声霹雳响 龙飞城小爷 我闪亮登场 斩破刀悬在严首一的面前 龙飞城的声音 响彻全场 绝世神兵斩破刀 悬浮在半空中 周围包裹着一层淡淡的光芒 那是来自刀魂龙飞城的力量 鱼露明仰头看着斩破刀 眼中闪过一丝羡慕 绝世神兵在这个时代 可谓是至宝 就连龙虎山也仅有几个而已 而且还不是全都受鱼露明控制 而严首一 不仅拥有绝世神兵 这绝世神兵 还是因他而生 完完全全受严首一控制 要是鱼露明 也能得到一柄真正的绝世神兵 战斗力肯定要再提升几个档次 这么一想 鱼露明忽然觉得 自己手里的柳条 索然无味 严格严格 咱们真的要做天师吗 龙飞城绕着严首一飞 一边问道 真奏还是假奏 万一闹出人命算谁的 严首一无奈道 放心 就算咱们动真格的 也不可能轻易杀死野老鱼 但是给他点教训 还是可以的 那我来真的咯 去吧 得到严首一允许 龙飞城直接将刀尖对准鱼露明 他的魂魄在斩破刀后方成形 远远地对着鱼露明喊 天师对不住咯 回头 你要真出了什么事 记得找颜哥 别赖我啊 鱼露明冷哼一声 用柳条指着龙飞城 放马过来 本天师还犯不着怕你一柄刀 龙飞城见鱼露明 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便钻回斩破刀当中 他并没有操控斩破刀 飞向鱼露明 而是直接冲进天上的乌云当中 鱼露明似乎察觉到什么 一脸严肃地盯着天空 严首一也有意让龙飞城 试探一下鱼露明 所以此时也只是站在旁边看戏 并没有出手 哄 突然 天空中闪过一道惊雷 紧接着 便下起了雨 但这雨并不普通 是刀雨 斩破刀刀身笔直 只有在末端才有刀口 所以用来刺事 完全没有问题的 此时 数以万计的斩破刀分身 像是一场暴雨 齐刷刷地飞向地面上的鱼露明 真不愧是绝世神兵 被困的张山通一阵唏嘘 光是龙飞城的这一手 龙虎山上九成九的人都戒不下来 鱼露明脸色凝重 但却不畏惧 他单手捏印 向上一指 脑袋上最后一朵金花 便飞向天空 然后迅速放大 最后变成一朵直径二十几米的巨大金莲 暴雨般的斩破刀 全部落在金莲之上 叮叮当当响得不停 巨大的力道 压着鱼露明 甚至让他忍不住弯了腰 但鱼露明不会轻易服输 竟有强行直起腰杆 只是金莲却承受不起如此力量 身上开始出现裂痕 眼看金莲即将破碎 鱼露明怒喝一声 破 金莲瞬间崩溃 却没有直接消失 而是化作无数金光碎片 反冲上天 乌云瞬间被金莲打散 斩破刀的真身也因此出现 鱼露明不给机会 直接扔出柳条 柳条像是一只利剑 划破天空 呼啸着飞向斩破刀 可怕的是 柳条周身泛起轻光 显然是有鱼露明的力量加持 要是被其击中 肯定不好受 所以 龙飞城也只能暂避锋芒 撤回了所有的斩破刀分身 又躲开了柳条 飞回眼手衣身边 颜哥 还是你出手吧 光我一个人打不过天师啊 龙飞城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差距 颜首衣伸手接住斩破刀 鱼露明也控制着柳条飞回来 二人目光触碰 下一秒便冲向对方 短兵相接 鱼露明手持柳条 竟也不惧斩破刀 二人打得有来有回 精彩万分 受伤的柳一人 贪婪地观看着二者间的战斗 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颜首衣和鱼露明 应该是如今年轻一代最强的两个人了 他们代表着玄门的如今和未来 甚至撇开一些老妖怪不谈 有可能颜首衣和鱼露明 已经是当时最强 致强者的战斗 每一个细节都暗藏玄机 二人交手有一阵 鱼露明竟然隐隐压了颜首衣一头 这让鱼露明开始兴奋 在动手之前 他甚至已经做好平局 甚至落败的准备 看来 颜首衣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鱼露明心中喜悦 决定陈胜追击 先将颜首衣祭拜 再和他们好好讲道理 于是 趁着交手的空隙 鱼露明从盗袍中取出了一个小葫芦 他扔出小葫芦 这小葫芦 竟也像斩破刀一样 悬在半空中 甚至从葫芦里 飘出了一道魂魄 是个留着瘦桃头的婴儿 体型和小葫芦差不多大 抱着葫芦的模样 十分可爱 这是 龙虎山的绝世神兵 颜宝葫芦 颜首衣一眼就认出 这宝贝的来历 颜宝葫芦 是上上上代天师 亲自养出来的绝世神兵 颜首衣虽然听过其大名 但却并不知道 它有什么作用 为了保险起见 颜首衣战略性后退 警惕地等待于露明出招 于露明召唤出领宝葫芦以后 便伸手摸了摸那婴儿的脑袋 温生温气地说道 小宝乖 见你的宝贝一用 领宝葫芦的气铃 绝了绝嘴 好处呢 我再送你三饼好剑 七饼 气铃居然和于露明讲起价来 于露明摇头 不 只能五饼 那六饼 不行 四饼 五饼也可以 只能两饼 那我要三饼 不能再少了 成交 二人快速地对话 连颜首一都听得有点发懵 这领宝葫芦的气铃 看着不简单 不过好像算术不太好 不 应该是脑子不太好 眼看着于露明和领宝葫芦 谈好了条件 于露明立刻拔掉领宝葫芦的木塞 而气铃则扛起领宝葫芦 像是倒酒似的往外抖 紧接着 无数兵器从领宝葫芦里往外飞 什么刀枪滚棒浮跃勾叉 众多兵器让颜首一眼花缭乱 其中有些兵器别说使了 他连剑都没见过 而这些兵器也不简单 最差的也是法宝 非凡兵铁器可以比拟 所有兵器汇聚在一起 宛如瀑布般向颜首一倾倒而来 这 这该不会是天师府的家当库存吧 颜首一吃惊道 好家伙 这么多宝贝 天师府的家敌可真雄厚 颜哥 有句话叫做穷泽独善其身 咱们及时认清自己 早点转身跑路吧 龙飞城感觉这一回胜负结果悬了 所以赶紧劝颜首一撤退 不过 气氛都轰托到这儿了 颜首一要是后退 以后恐怕就要落于陆明一等了 尤其是 颜首一需要把误入歧途的于陆明拉回来 若是不打赢他 到时候怎么讲道理 退不了 颜首一反上前一步 挑衅式的用斩破刀指着于陆明 你过来啊 于陆明冷哼一声 对领宝葫芦发号施令 小宝 看到 好 小宝欢快地操控着兵器 飞向颜首一 面对着如海浪般涌来的并且 颜首一浑然不惧 直接杀入其中 斩破刀在他手中捂得密不透风 所有靠近的兵器 全都被他一刀斩断 就算是巨大的流星锤 也扛不住斩破刀一刀的攻击 看到自己的宝贝 被颜首一这般糟蹋 小宝有点急了 哎呀 哎呀 那都是我的宝贝啊 小宝哭丧着脸说道 那都是天师府的宝贝 于陆明出生纠正 不过宝贝归谁 现在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对付颜首一 哼 敢这样对待我的宝贝 我要你好看 小宝咬了咬牙 黑的一声 双手掌心合十 所有的兵器冲上天空 叮令光浪地相互碰撞 最后居然像是变形金刚似的 组装成了一头巨大的金属猛虎 这头金属猛虎 扬起厚重的虎爪 狠狠地拍向颜首一 颜首一见状 直接一脚塌地 布局奇门遁甲 跟山 吐河车 108层罗盘 瞬间锁定那只金属猛虎 一面面厚重的土壁拔地而起 足足在二者之间立了十几道 可金属猛虎并不管那些 一爪子拍下来 厚重的土壁层层崩溃 碰 十几道土壁被移为平地 金属猛虎一找 将颜首一拍在脚下 小宝以为自己制服了颜首一 高兴地拍手大笑 好爷 但于陆明却觉得 颜首一不会如此轻易中招 他正要提醒小宝 不要掉以轻心 就见到不远处 有一道金光激射而来 这道金光速度极快 没等于陆明反应过来 便已经来到面前 然后伸出了金色的爪子 抓住领宝葫芦和小宝 就飞走了 三元 于陆明脸色大变 这才看清楚 那金光的真身 正是不知什么时候飞来的三元 三元抢走了领宝葫芦 气凌小宝吓得嗷嗷大哭 金属猛虎感觉到主人有难 直接丢下颜首一不管 准备去抓三元 而颜首一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不仅毫发无损 还直接跳到金属猛虎的背上 这玩意儿可真凶啊 颜首一研究了几秒钟 发现组成金属猛虎的兵器们 似乎共享着一道残魂 换言之 只要颜首一控制了这道残魂 就可以直接控制金属猛虎 说时迟那时快 颜首一反手握住斩破刀 一刀刺向金属猛虎的后背 刀柄完全没入其中 很快就被颜首一 找到那道残魂所在 阿弥陀佛 如是无我 颜首一单手做佛理 佛门戒律的力量 通过斩破刀 直接传进金属猛虎的身体里 残魂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就被颜首一所控制 猛虎仰天长笑 直接调转方向 扑向鱼露鸣 鱼露鸣脸色大变 也顾不上就回小宝了 转身后退 退到茂密的树林里 想要以此来干预金属猛虎的行动 但他却低估了金属猛虎的本事 颜首一控制金属猛虎的尾巴横扫 当场便将面前的一片小树林 移为屏蔽 鱼露鸣趴在地上 这才逃过一劫 其人太甚 愤怒的鱼露鸣 挥舞着柳条 鞭打在金属猛虎的前腿上 竟直接将之打散 猛虎现在变成了软脚虾 连走路都费劲 更别提追逐鱼露鸣了 鱼露鸣后退几步 突然仰头长笑 刹那间 天空中飞来无数鸟 竟铺成了一座桥 让鱼露鸣踩了上去 原来牛郎之女和雀桥的故事 不是骗人的 鸟儿搭成的桥是真的能踩人 颜首一调侃道 在鱼露鸣的操控之下 这些鸟儿驮着它飞行 让它与 站在金属猛虎背上的颜首一弃平 这是习召万灵的本事 你没使过吧 鱼露鸣笑话道 颜首一耸耸肩 获得龙虎密文的时候 附赠的习召万灵与致命五月 颜首一将习召万灵给了林子彤 让他得以和动物们沟通 但颜首一自己却没有学习这一本领 而鱼露鸣同时学会习召万灵与致命五月 这时正拿出来炫耀呢 金光咒 五雷正法 纵地金光 这些招数你都会 咱们是分不出高下的 鱼露鸣说道 所以 这回我要让你见识一下 你永远学不会的手段 只属于天师的本领 哦 欲解手冲吗 颜首一露出害怕之色 一本正经的余露鸣 差点就破功了 他深吸一口气 眼中的情绪收敛 变得像是一丝感情都没有的泥塑像 这一招 名为天师符 只有天师才能使用 余露鸣说完 以纸作笔 凌空画符 金色的符文飘在他的面前 一鸣一暗 像是呼吸般有节奏的鼓动着 天师录 这时 张山通和柳一仁同时惊叫出声 天师 你想清楚 天师录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从他们惊慌失措的语气中 可以感受得到 天师录的威力非同小可 但已经动手的余露鸣 没有罢手的可能 尤其是 他已经主动收敛了所有的情感 此时此刻 颜首一就是余露鸣的敌人 不能让老鱼成功施展天师录 颜首一也感觉到了威胁 急忙出手阻拦 可正在绘制天师录的余露鸣 实力突然暴涨 颜首一想要近身 竟被余露鸣轻轻一挥手 给弹飞了出去 被弹飞的颜首一不幸邪 诱视了几次 却都是一样的结果 他恼羞成怒地喊道 这天师录到底有什么作用 传说中天师录 乃是当年太上老君清零人间 认张道林祖师爷为天师时 传下的三天正法 因为只传天师 所以也被称之为天师录 张山通担心 颜首一不敌于露鸣 连忙大声解释 天师录没使用一次 天师功德便会折损一半 若是使用太多次 甚至有可能会失去龙虎密文 失去天师资格 颜首一心里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还不知道 天师录有多强 但听张山通这描述 代价如此巨大的招数 威力一定不弱 这一招 可是连当初老天师 都没拿出来 对付李根苗的 颜哥 我怎么觉得老鱼有点上头了 龙飞成弱弱地问 颜首一叹了口气 是上头了 所以咱们得阻止他 正如张山通所说 天师录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于露明现在用天师录 对付颜首一 不说颜首一能不能承受 等以后遇到真正 不共戴天的仇敌时 天师录威力下降怎么办 可以看出 于露明是真的上头了 不过颜首一又觉得庆幸 现在上头 总比大决战的时候上头好 于露明疯狂地画着俘虏 他的气势也越来越恐怖 周围甚至凝聚出了一层 肉眼可见的金色屏障 任何想要进入屏障的人 都会被屏障挡在外头 站在金属猛虎背上的颜首一 咬咬牙 低声说道 小龙 煞气全开 好 龙飞城毫不犹豫地释放 斩破刀中的煞气 黑色的煞气喷涌而出 刹那间将颜首一吞噬 但下一秒 颜首一就拿着斩破刀 从煞气中冲出 煞气没有阻挡颜首一的脚步 反而成为了他的助燃剂 推着颜首一向前 颜首一张开嘴 口中飘出一缕缕黑气 那是他体内的恐怖煞气 能不能阻止老鱼 就看这一刀了 颜首一瞬间 出现在鱼露鸣的面前 高举手里的斩破刀 口中大喊 一箭问天 煞气瞬间将斩破刀覆盖 在颜首一身后 化作一道巨大的刀影 一刀劈下 巨大的刀影却卡在了半空中 是鱼露鸣周身的金色屏障 挡住了斩破刀 斩破刀没能前进半分 巨大的刀影也就卡在半空中 这天势路的施法保护 也太逆天了 龙飞城吐槽道 不过颜哥 你别慌 看我的 龙飞城冷哼一声 之前被他收了的斩破刀分身 齐刷刷地出现 360度无死角的披向屏障 但他还是低估了屏障的本事 竟全都挡下了 这下龙飞城没辙了 他恼怒地喊道 堂堂天师 却用这种缩头乌龟的本领丢脸 物理攻击不行 那咱们来点魔法攻击 颜首一轻笑一声 手上的劲儿没减轻 嘴上却说道 你杂志的封面 上面的女模特丛良了 他现在在我们鸣教上班 主要负责迎兵接待 屏障内的鱼露鸣 眉头一皱 保护着他的金色屏障 也微微颤抖 别人没注意到 但颜首一 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有效啊 硬得不行我就来软的 破不了你的屏障 就破你的道心 我就不信 单身二十年的你扛得住 颜首一嘴角 勾起一抹坏笑 继续发动魔法攻击 飞夜上的短发妹子 好像是我媳妇的大学同班同学 上回我和子彤 还去过他家做客 嗯 他确实很喜欢穿黑丝 当 原本完全不惧斩破刀的金色屏障 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痕 哼 拿捏住了 颜首一黑黑一笑 直接放出大招 你翻烂的那一夜 有一对三胞胎 上次小龙孤身走暗象的时候见过 你别看他们长相清纯 私底下可是烟酒都来呢 最重要的是价还不高 小龙嗨皮之后就说了两个字 很润 碰 金色屏障突然崩裂 于露明画了半天的符路 也随之消散 他喷出一口老血 颤颤巍巍的指着颜首一 怒道 颜首一 你 你毁我 哎 修道之人的事 怎么能叫毁呢 颜首一笑着斩下斩破刀 巨大的刀影 直接将于露明拍在地上 张山通和柳一人 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离得比较远 没有听到颜首一对于露明说了什么 只目睹了颜首一 破了天师路屏障的画面 张山通深知天师路的可怕 而颜首一在刚才那一刹那 借用煞气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 就连张山通不感觉到心惊胆战 他丝毫不怀疑 颜首一刚才能直接破了天师路 然后斩杀于露明 不过颜首一手下留情 并没有下重手 之所以于露明会吐血 主要还是因为受到了天师路的反噬 此时 于露明躺在地上 虚弱不堪 就连张嘴骂颜首一的力气都没有了 困着张山通的阵法 也随之消散 重获自由的张山通 怒气冲冲地来到于露明的面前 他抬手想要打于露明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放下手 怒道 你已经是天师 就算我是长辈 也不好教训你 只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对得起你师父的教导之恩吗 别躺着 自己爬起来 天师就该有天师的模样 于露明原本干净地到袍上 现在满是灰尘和鲜血 看着十分狼狈 听到张山通的一席话 于露明心中愧疚万分 他也有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即便虚弱无比 却还是咬牙切齿地爬起来 柳一人此时也恢复了一些状态 慢慢地走过来 严守一缓缓落地 站在于露明的面前 淡淡地说道 你的天师路 还是留给真正的敌人吧 于露明目光闪躲 不想和严守一对视 看得出来 他说的不服气 也不认可今天的结果 你要是不服 等到我们解决真正的麻烦以后 大不了再打一场 严守一抓住于露明的衣领 冷声说道 但是你今天对我用天师路的事情 老子记住了 你于露明就是这么对朋友的 于露明一愣 脸上露出一丝愧疚之色 他咬牙道 我只是想保护我母亲而已 他是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还不一定呢 严守一回头说道 干爷爷 麻烦您把井底下的女人带上来 张山通现在可是站在严守一这边的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跳下枯井 没多久就把井底下的女人带出来 只是手段并不粗鲁 那女人甚至不知发生了什么 于露明也怀疑过这个女人的身份 他用过无数种手段 调查女人的真假 可种种证据表明 他们就是母子 当然 于露明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不过以于露明的本事 他自认为自己的判断 会比亲子鉴定要准确得多 张山通将女人带出枯井 带到严守一和于露明的面前 准备对质 严守一用黑色力打量着女人 在这个女人的心里 存在着诸多颜色 那代表着七情六欲 而其中恶意并不多 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但偏偏也因为这个女人太普通了 才引起严守一的怀疑 国师是一个极端邪恶的存在 如果不是美若天仙 又或者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普通女人是绝对吸引不了国师的 所以严守一断定 国师不会对眼前这个女人感兴趣 她只是国师特意送上龙虎山的棋子罢了 而我的啊 我们现在是在哪 身边的人是你的朋友吗 女人瞎了眼 不知道周围的情况 但她感觉到于露明就在身边 女人紧张害怕的模样 就连柳依人都有点不忍心 不过严守一却是铁石心肠 对那女人冷声问道 你真的是于露明的母亲 当然是真的 我在肚子里养了十个月的孩子 我能不知道吗 女人立刻给出肯定的答复 严守一又问了几个 有关于于露明身世的问题 例如 于露明在哪出生 最后被丢在哪 身上有什么胎记 以及女人和国师是怎么认识的等等 女人全部对答如流 而且回答得很是诚恳 不像是在撒谎 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 问到后头 张山通都有些不自信了 她从女人身上找不出什么问题 于露明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严守一 那表情仿佛在说 你问的这些 我都已经问过了 她没有问题 她就是我的母亲 严守一沉默了一阵 她突然问 你是怎么瞎的 女人叹了口气 难过地说到 半年前生了怪病 医生也治不好 慢慢就看不见了 女人的双眼白蒙蒙的一片 像是被什么东西蒙住了 于露明于心不忍 打断严守一道 我母亲已经够悲惨的了 你不要再问了 严守一冷哼一声 她直接伸手 抓向女人的眼睛 严守一 于露明大惊失色 不过严守一动作 没有丝毫停顿 她的手指触碰到女人的眼睛 顿时感受到 来自另一个人的情绪 没错了 真正有问题的家伙 原来就躲在女人的眼睛里 严守一强行一拽 居然从女人的眼睛里 拽出一道魂魄 她狠狠地将这道魂魄 扔在地上 然后一脚踩住 对方的胸口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怎么还有东西 能够躲在人的眼睛里 与此同时 女人竟然瞬间恢复视力 她惊讶地看着四周 有点不知所措 我怎么能看见了 于露明愣了几秒钟 连忙搀扶着女人 母亲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 哪里不舒服 女人望着于露明 忽然露出陌生的眼神 你是谁 我儿子在哪 我就是您的儿子啊 不 你不是我的儿子 我记得我儿子的模样 你肯定不是他 女人摇头否认 我自己的儿子 我肯定认的 一时间 于露明镇住了 没有什么比母亲亲口的否认 更有说服力了 之前母亲看不见 现在她看见了 哼 要知道真相如何 直接问这家伙就好了 严守一踩着脚下的魂魄 蹲下身子质问道 你是谁 那道魂魄很不稳定 似乎只有寄居在别人身上 才能生存下去似的 不过此时 她也感受到魂飞魄散的威胁 瑟瑟发抖的同时 断断续续地回答了严守一的问题 我是 新玄山派 命鬼 原来是四肢五鬼里的成员 严守一 眯着眼睛 抬头对于露明使了个眼色 于露明如智冰窖 不管眼前这个女人 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一切 必定是国师的圈套 柳一人 将茫然的女人带到一旁 严守一 继续审问命鬼 你为何要藏在 这个女人的眼睛里 这命鬼有点不想开口 不过严守一不担心 她的戒律本事 能够让石头说话 何况是区区一道魂魄 阿弥陀佛 不得狂语 戒律力量马上生效 命鬼一口气全都交代了 里根苗让我 蒙住女人的眼睛 让她教唆天师 拖延两派合作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 你又有什么本事 你们凭什么能影响到天师 严守一一口气 问出三个问题 命鬼答道 她只是一名丢了孩子 思念成疾的母亲 能够影响人 这记忆 让她说出最真实的假话 众人恍然大悟 女人弄丢孩子是真 她的经历 也和余陆明真正的母亲对得上 因此被国师选中 送到余陆明的面前 而在命鬼制造记忆的影响下 女人自认为 自己就是余陆明的母亲 所以不管余陆明 用什么手段测试 她都能给出真情实义的回答 因为在女人的眼中 自己说的就是真话 她也真的把余陆明 当做自己的儿子 但当女人恢复视力的时候 她一眼就发现 余陆明不是她的儿子 这命鬼的能力十分特殊 甚至能够潜移默化地 影响余陆明 但有得必有失 命鬼的本体十分脆弱 在严守医的面前 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得知真相的余陆明 默默地看了不远处的女人一眼 她的落寞和失望 全写在脸上了 她也希望能有一个 活着的亲人 这次虽然受到欺骗 可她心里的开心 却是真的 只可惜这场美梦过于短暂 我错了 她不是我的母亲 国师也不是我的父亲 余陆明低头道 严守医 对不起 你先别急着道歉 严守医突然拍了拍 于陆明的肩膀 陈生说道 那个女人肯定不是你的母亲 但你的父亲 却有可能是 又或者说 国师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知道你身世的那个人 于陆明猛地抬头 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严守医 严守医叹了口气 道 女人和命鬼说的话 都和你的童年对应得上 那你想过没有 他们为何知道这些信息 只有一种可能 国师告诉他们的 换句话来说 国师知道 你的一切过往 他甚至比你 还要了解你自己 原本于陆明 已经心灰意冷 甚至不再奢望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活着的亲人 但严守医的一句话 却让于陆明如遭雷击 沉默许久 其实严守医的话里话外 也在帮助于陆明分析可能 或许国师真的是于陆明的亲生父亲 你 本可以不说这些的 于陆明低声说道 张山通摸了摸胡子 说了这些 反而让他徒增烦恼 以你的聪明才智 即便我不说 你早晚也会想到这些 严守医摇头道 我之所以直说 也是希望你能够尽早直面这些问题 不要等到决战之时 再临时掉链子 想到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 于陆明感到愧疚万分 的确 还好今天严守医主动引战 两人的矛盾得以化解 误会也及时解开 倘若这个误会 一直持续到大决战之时 恐怕会直接影响到决战结果 被严守医和整个悬门都更加不利 于陆明也不是喜欢钻牛脚尖的人 他反省了自己的过错 也向严守医表达歉意和感谢 这些问题 我需要一点时间 好好思考 于陆明严肃地说道 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 张山通点拨一嘴 提醒于陆明想明白自己的立场 即便国师真的是于陆明的亲生父亲 如今国师的所作所为 已经让他站在了整个悬门的对立面 倘若于陆明能够大义灭清 今后悬门没人会不服他这个新天师 相反 倘若于陆明选择背叛悬门 投入国师门下 他就会被唾弃万年 关于这点 解开心结的于陆明 心里也十分清楚 他低着头 有些惆怅地说道 即便他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 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不闻不问 不管不顾 甚至把我当作一枚棋子 我也不会承认他的身份 于陆明真正该承认的 是老天师张映的身份 亲情并非是简单的血缘关系 还有滋滋不倦的教会 无微不至的关心 和日久天长的陪伴 如果于陆明连这点都想不通 他是不配成为老天师最看重的弟子的 你能想通最好 眼手一拍了拍于陆明的肩膀 安慰道 记住 你并不孤独 我们应该向前看 大家皆是如此 于陆明点点头 又抿着嘴 看向远处那个慌张的中年妇女 那个短暂的 只当了他七天母亲的女人 好在 于陆明并不留恋 他喊来柳一人 对他说道 明天天亮以后 安排弟子护送他下山 让他从哪来回哪去吧 那你 我既然不是他的儿子 就没有再和他见面的理由了 于陆明铁实心肠 转过身犹豫了一下 又说道 送他回去以后 问问他丢掉的儿子的情况 试试能不能用我们龙虎山的情报网 找到那个孩子的下落 柳一人脸色一暖 点头 然后带着女人去安置住处了 这个女人也是可怜人 他同样丢失了孩子 之后思念成疾 被国师利用 解决了于陆明的问题 严守一将目光投向命鬼 如果解决这个家伙 成了眼下的问题 张山通冷哼一声 直接杀了他 别 万一他知道一些国师的消息呢 严守一连忙阻止 于陆明昼眉道 即便我们问 他也未必会老实交代 让我试试吧 严守一单手抓起命鬼 扼住他的喉咙 冷声质问道 你是国师送上龙虎山的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之前还十分老实的命鬼 此时却支支吾吾的不肯回答 龙飞城的魂魄飘出来 嘿嘿笑道 严哥 这小子不回答 而不是说不知道 说明有戏啊 不如让我捅他一百遍 看看能不能撬开他的嘴 你要不要听一听 你自己在说什么 严守一翻了个白眼 你什么时候对男人也感兴趣了 我靠 龙飞城连忙解释道 我说的捅不是你理解的捅啊 唉 严哥你变了 你的内心越来越肮脏了 滚犊子 严守一双眼盯着命鬼 随后单手做佛礼 朗声道 阿弥陀佛 净狂语 戒律的力量立刻起作用 严守一再次问了相同的问题 这回命鬼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满脸痛苦之色 似乎在很努力地抵抗戒律的力量 严守一剑撞 直接伸手掰开命鬼的手指头 快说 他呵斥道 命鬼咬咬牙 魂魄突然一抖 随后竟然直接溃散 张山通脸色一沉 好家伙 宁愿魂飞魄散 也不愿意说实话 不急 于露明忽然出手 只见他拿出一张道符 默念咒语 竟将已经消散一半的命鬼的魂魄 重新凝聚回来 你这 严守一目瞪口呆 惊讶道 你这手段了得 是折磨人一等一的本领啊 要是把人魂魄打散 再聚起来 再打散 恐怕十八层地狱 也不过如此了 于露明摇头道 没那么简单 重聚的魂魄 会有一定的记忆缺失 再使用机会 这家伙 恐怕就要变成白痴了 这么说来 更应该赶紧拷问才是 严守一眉头一皱 命鬼魂魄重聚 他茫然地看着四周 满眼不敢相信 自己不是已经魂飞魄散了吗 怎么又没死了 重点是 魂飞魄散的痛苦 他刚才已经体验过一次了 痛苦尝到了 却没死成 这比死了还难受 命鬼支支吾吾道 怎么还 活着 落到我们手里 你认为你能轻易死掉 严守一威胁道 我劝你老实交代 否则我让你死去活来 活来死去 循环往复 求死不能 听闻严守一的手段 如此残忍 对比之下 命鬼觉得国师的手段 反而温和许多了 所以他立刻反水 老实巴交道 我说 我实话说 国师现在在哪 命鬼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的家乡 家乡 严守一的眉头 深深皱起 根据他对国师的了解 国师自称 家乡在东北长白山下 不过他的据点已经被捣毁 雾神山也没了 国师应该没有继续留在长白山的理由 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 国师回到了曾经的沁江国国境内 命鬼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任凭严守一在 怎么拷问 都没有更多的收获 于是 严守一将命鬼收入马灯当中 暂时保存起来 今晚发生了很多事 但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严守一解决了余露鸣的隐患 这会让整个悬门更加团结一心 我累了 余露鸣叹了口气 说道 大家各自回去休息吧 严守一有些担心地看着余露鸣 你确定你没事吗 多亏了你帮我认清现实 余露鸣答道 放心吧 我不会忘了 我是天师 又安慰了几句余露鸣 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 余露鸣一挥手 撤掉了一层他事先布置的阵法 外头那些纹声赶来的龙虎山弟子们 才对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之前严守一和余露鸣的战斗 太过惊天动地 整个龙虎山都听到了 大家以为又有敌人入侵 所以大批弟子赶来支援 结果却被余露鸣施下的阵法挡住 此时虽然四周一片狼藉 但看到余露鸣安然无视 大家松了口气 余露鸣随口解释道 方才又有新玄山派的妖人 妄图潜入龙虎山 已经被我与严会长解决了 众人听后都松了口气 不管是天师余露鸣 还是名叫的严守一 都是让人放心的角色 众人散去 余露鸣也揣着心事回去休息 严守一带着斩破刀回到住处 将今日发生的事情 大致说给罗宁和袁建兴听 二人听后都唏嘘不已 没想到堂堂天师余露鸣 居然也有饭船的时候 但仔细一想都能够理解 毕竟谁不希望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多一个亲人呢 好在严守一有黑社里帮忙 才能够看破命鬼的伪装 提早解决了隐患 同时 严守一也得到了一个 更加重要的情报 国师在沁江国老巢 严守一之前就查阅过 沁江国和羽蜀国的资料 大致知道 沁江国和羽蜀国 在如今的西川地界里 但因为年代久远 也只能判断出一个大概 例如国独所在 或者是国师原本的住处 这些便无从考究了 好在这事儿 并不是完全没有突破口 严守一手里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当初在秦始皇陵墓里 那个被国师残忍 抛弃在同关旁的弟子维吾欣 维吾欣后来被严守 一收进阴墓当中 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如今正好拿出来拷问拷问 于是 严守一取出阴墓 掉出维吾欣的魂魄 维吾欣在阴墓中沉睡太久 突然被召唤出来 还有些迷迷糊糊的 但严守一可不管那么多 他直接用手机 掉出西川的地图 问维吾欣 维吾欣 你可知道 沁江国国都在何处 维吾欣先是看了一眼地图 然后才注意到严守一 他脸色一变 道 我凭什么告诉你 哼 严守一冷哼一声 释放出体内的煞气 在身后形成一只恐怖的厉鬼 张牙舞爪的 仿佛随时要将维吾欣吞下 维吾欣下的原本苍白的脸 更苍白几分 有话好好说 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严守一威胁道 老实下来的维吾欣 甚至没有废话半句 赶紧观察地图 虽然五代十国时期 和现在的地图 有很大的区别 但维吾欣 好歹也是国师的弟子 通晓风水 看得出名山大川 所以他很快就看懂地图走势 通过山川河流的分布 判断出沁江国的遗址 在这里 严守一定睛一看 维吾欣所指的位置 大概在如今西川乐山市以南 峨眉山以东的位置 根据他所了解的一些细节 当初的沁江国土地平级 而沁江国以北的羽蜀国 土地丰饶 因此沁江国国主 才生出攻打羽蜀国的打算 后来羽蜀国想用羽蜀公主 向北方大国求援 这个北方大国 大概是处在西川盆地 原来的沁江国 被高耸凶险的山脉占据 而羽蜀国 恰好在西川盆地的边缘地带 即便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沁江国的国土位置 也依旧是一片荒凉 未能得到完全的开发 如同大梁山一样 他确定为无心没有说谎 便皱着眉头分析 沁江国遗址 在那样凶险的大山当中 意味着可能现在那儿 还保留着沁江国的一些遗迹 甚至说不定有国师 早就设置好的陷阱 若是我贸然带人去找国师 必定危险万分 正所谓角途三窟 国师打得一手好算盘 在东北失利以后 便直接横跨华夏 跑到了西南的沁江国 遗址养伤 不对 国师如果有足够的底气的话 他完全可以躲在山里 韬光养晦 等到伤势恢复 直接来找我复仇就够了 何必再拍命鬼过来 干扰于路鸣 这说明 说明国师需要制造混乱 继续拖延时间 我绝对不能顺了国师的意 所以眼下 必须尽快集结人手 直接杀去沁江国遗址 破坏国师的计划 在他伤势没能痊愈之前击败他 严守医紧锁的眉头 缓缓松开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老鱼已经开始召集 各大门派掌门 前来龙虎山议事 但目前看来 等不到大家反复讨论了 他直接起身 刚刚坐热的椅子又凉了 罗宁无奈道 你又上哪儿去 能不能消停点啊 他可是肩负着 监督严守医的重担的 结果这一晚上严守医 闹出了多少幺蛾子 罗宁身心俱疲 我要去找于陆明 又找他 罗宁道 你还不如找柳一人呢 你找柳一人只是出轨 找于陆明的话 事儿肯定比出轨大得多 严守医 他找于陆明 是想让他直接召集 各大门派顶级强者 立刻前往西川追杀国师 这么说来 罗宁说的也没毛病 这事儿的确比出轨要大得多 袁建兴起身说道 这回还是让我陪你去吧 万一你们打起来 我还能劝劝架 打不起来的 严守医心里吐槽道 而且以现在我和老于的本事 真打起来 你可能也劝不住 不过严守医最终 还是决定缓一缓 第二天再去找于陆明说事儿 毕竟于陆明刚刚经历了 心情的巨大起伏 还是应该给他一个 晚上的时间缓一缓 第二天一早 天才微微亮 严守医便起床 去找于陆明 一路上 他遇到不少早起练功的 龙虎山弟子 这些弟子都听说过 严守医的事迹 且完全不知道 严守医昨晚 还和他们的天师打了一架 所以对严守医 依旧是敬佩有加 甚至有几个懂事的小道童 主动要给严守医带路 作为回报 严守医也送了他们 一两件鲁斑胶的法宝 到了于陆明的住处 严守医发现 张山丽守在这儿 他好奇道 小叔公 您怎么在这儿 张山丽苦笑道 昨天晚上 天师不知怎么了 大半夜的喊我起床 让我守在他的屋外 老于要闭关 严守医第一个念头 是于陆明 要请张山丽护法 张山丽摇头 他是不是要闭关我不知道 不过他的呼噜声 是挺响的 严守医靠近一听 屋子里果然有 于陆明轻微打憨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于陆明是个儒雅的 读书人的缘故 他的呼噜声 都显得那么的儒雅 不像龙飞城他们一样 震天动地 见于陆明睡得这么香 严守医犹豫了一下 没打算打扰他 他在门口 和张山丽小生攀谈了几句 瞥见院子里的落叶 和放在角落的扫把 忽然来了兴致 高手都喜欢当扫地僧 严守医今天心情比较平静 也打算体验一回 他拿起扫把 将院子里的落叶 轻轻地扫在一起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没想到 不知从哪里出来一阵清风 严守医好不容易扫好的落叶 瞬间又吹得满院子都是 我靠 严守医的心情 稍稍有些起伏 但却也没有生气 他开始重复之前所做的事 他忽然有些明白 那些强大的前辈 为什么都喜欢扫落叶了 真他妈的锻炼人的心境啊 一阵清风吹来 严守医直接将扫把扔回角落 怒道 我真是脑袋让驴给踢了 才会一大早给自己找不痛快 张山丽被逗得哈哈大笑 他安慰道 扫地僧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等你以后闲下来了 也会喜欢做这种重复 又没有意义的事 做这种事 能锻炼人的心境 严守医疑惑地问 张山丽摇摇头 主要是扫地不需要动脑子 还能销磨时间 大师 我误了 原来高手们扫地 不是为了锻炼星星 而是因为 他们足够强了 无欲无求 只想找点事 来销磨时间而已 严守医无奈地 坐在院子的台阶上 安静地等待鱼露鸣起床 张山丽见太阳都晒屁股了 也对严守医放心 便叮嘱严守医几句 让他接自己的班 然后自己溜回去睡大觉了 严守医孤独地坐在门外 心想 我堂堂名叫首领 给你鱼露鸣看大门 你多大的脸啊 殊不知鱼露鸣 也在某个深夜 看着严守医孩子的魂魄 陷入沉思 我堂堂道筒之手 给你严守医带孩子 你多大的脸啊 这一坐 便是日上三干 就在严守医无聊到 准备拿出手机 和林子彤视频聊天的时候 身后的房门终于推开了 鱼露鸣打着哈欠 缓步走到严守医身边坐下 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素袍 头发散乱 显然是刚刚睡醒 连脸都没洗 不休蝙蝠的就出来了 你他妈总算起床了 严守一吐槽道 要不是我感应到你的气息 真害怕你连夜投靠国师去了 别说话 晒会儿太阳 行 二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门口 正如当初罗天大叫之时 严守一孩 不知于露鸣的身份 两人坐在天师殿外的阶梯上 看夕阳的情景一样 冬日的阳光正好 晒得人暖乎乎的 衣服里飘出一股 令人心安的味道 于露鸣深吸一口气 开口道 昨天和你们分别以后 我去看望了师傅 想了很多问题 后半夜心中有愧 翻来覆去睡不着 就请张山丽堂主过来 帮我守着 这才能安然入睡 严守一转头看向于露鸣 一脸正经地说道 你需要找个女朋友了 再厉害 也需要人暖被窝不是 再说了 总是手冲对身体不好 小龙是过来人 嘿嘿 于露鸣有点窘迫 赶紧插开话题 我有事要与你商量 正好我也有事 我先说吧 严守一道 昨晚我审问了国师的弟子 大概确定了国师的藏身之处 就在西川一带 事不宜迟 我希望你尽快召集 名门大派的掌门 我们尽早联合出手 郑国师的伤势 还没有痊愈 将他铲除 于露鸣严肃地点点头 你说的是 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昨晚我已经连夜通知 各大派掌门 要求他们在今天黄昏之前 抵达龙虎山 也想尽快除掉国师 严守一拍手叫好 如此甚好 于露鸣这次召集的 是整个名门大派当中 一二三流的门派掌门 上至武当派 茅山派 劳山派等顶级门派 下至鹤山派 随山派 齐山派等地方门派 算起来 今天龙虎山 一共要接待超过 一百名强者掌门 这还不算他们带来的长老 弟子和随从 可想而知 今天的龙虎山 会有多么热闹 因为是出突然 龙虎山弟子 毫无征兆地 开始忙活起来 一辆辆汽车 驶下龙虎山 不多时 又满载着客人们回来 就连七八岁的小道童 都被派到门口迎接客人 好在所有客人 抵达龙虎山以后 也不需要往别的地方送 直接送到天师店就足够了 黄昏时刻 天师店内 穿着紫色道袍 输着道官 手持天师令的余露鸣 端坐在天师椅上 他的身边 是张山通 柳一仁 张山丽等一众龙虎山长老 与精锐 下方 则是一众宾客 其中包括 武当派掌门张太生 茅山派掌门毛小三 劳山派掌门莫世林 峨眉派掌门关云师太 韩山寺主持方丈 本恒禅师 以及名教代表 严守一 罗宁 除了他们之外 更有上百位小门派掌门 只不过天师店位置有限 没办法给所有人安排座位 因此 他们都站在两侧的后方 那就是严守一吧 虽然在直播里见过他两回 也听过他不少的事迹 但这见到真人 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 更成熟稳重 难怪能坐到如今的位置上 他和天师 真是难分伯仲 听说几天前 严守一 已经将民间教派整顿完毕 现在天师忽然召集我们过来 大概是想要彻底解决两派矛盾吧 天师店内 不太了解内幕的三流掌门们 低声议论 他们对悬门的认识 还停留在两派之争上 浑然不知更大的危机已经到来 和民间教派当初的情况一样 民门大派的掌门 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 即便民间教派拥有了民教道典 也依旧是不入流的门派 不能称之为民门大派 但也有人认为 应该尽早解决矛盾和纷争 让两派弟子回归正途 两者的理由 和当初民间教派传人们的理由 也是一样的 不过 他们所想的话题 都是过去式了 肃静 张山丽丽声呵斥 众掌门立刻安静下来 站在武当派掌门张太生身后的赵丞相 偷偷地和严守一使了个眼色 算是打招呼 此时 于露铭缓缓开口 想必诸位掌门已经知道 严守一已经得到民间教派 所有势力的认可 成为民教首领之事 众人没有回答 等待着于露铭接下来的话 去年罗天大叫之时 严守一与我争夺天师之位 最终我与他并没有真正一战 但这天师之位 他还是主动放弃了 他将天师之位让给了我 自己去整顿民间教派 不管是龙虎密文的认可 还是我师父生前所说的话 我都可以向大家保证 严守一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盟友 由他领导的民间教派 必定会欣欣向荣 与我们名门大派和平共处 因此 我以天师之名 承认民间教派在悬门当中的地位 诸位要是有什么意义 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众掌门大眼邓小眼 都没有当出头鸟 他们当中 有一部分人 是反对承认民间教派地位的 但他们人微言轻 即便说了也没有用 况且 诸如武当派 茅山派这些顶级门派 早就已经声援过严守一了 他们的态度不言而喻 现在站出来 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见众人没有吭声 于露鸣微微一笑 如此 大家是都认可民间教派与严守一了 严守一长出一口气 稍微有些忐忑的心 这才放下了 虽然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但他还是有些紧张 如今两派和解 已经是大势所趋 没人愿意 挡在历史的车轮前 那样只会被压成一滩烂泥 一臭万年 他露出笑容 起身对着诸位掌门抱拳 完全以一副晚辈的模样示人 这让那些对严守一不满的掌门们 心里稍稍得到一些安慰 有掌门提出疑问 天师 您如此着急喊我们过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大家心里都有种古怪的感觉 如果要宣布民教的地位 应该更隆重一些才是 而且看 目前的形势 也没必要如此着急 把大家喊过来 于露铭收敛笑容 陈生说道 自然不是 本天师有要事宣布 但前提是 必须先解决两派矛盾 解决了两派矛盾 大家才能齐心协力对付国师 于露铭看向严守一 道 老严 你来说吧 好 严守一起身 从自己的座位走了出来 一直走到天师殿中央 环顾四周的掌门们 他声音洪亮 语气却有些沉重 诸位掌门 应该听说过新玄山派 这个民间教派组织无恶不作 他们逼死老天师 图鲁俄媒派 更是一手推动了两派之争 使得天下大乱 玄门不得安宁 有掌门插嘴 新玄山派的头目 我们都知道 戏子李根苗 他是新火帮首领李仲西的儿子 众人议论纷纷 火力隐隐 又转向民间教派了 严守一立刻反驳 李根苗只是一句傀儡罢了 真正的元凶 是千年前庆江国的国师 他是一名鲁班传人 众人突然安静下来 什么庆江国 什么国师 这个解释 让大家一时半会儿很难理解 哎 严守一叹了口气 徐徐说道 五代十国时期 在西川地界上 有一个叫做庆江国的小国 这个小国后来被灭国了 但他们的国师 却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并且一直在寻找 破解民间教派传人命节之法 为了获得长生 他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 一直到前不久 我在长白山完善了名教道典 国师突然现身 打算抢走名教道典 以此来控制 全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国师是个极端自私 渴望权力 城府极深的存在 他韬光养晦千年 等的就是现在 在长白山时 他舍弃了 李根苗这具傀儡之身 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他恢复实力以后 就算是老天师在世 都不是他的对手 众人大惊 这国师是何等的妖人 竟然连老天师 都不是他的对手 要知道 老天师可是公认的地表最强啊 但大家转念一想 这国师已经活了上千年了 而老天师才活多少年 国师强大 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武当派掌门张太生皱眉道 国师如此强大 那他现在又在何方 怎么还没有对我们出手 在长白山天池时 我的兄弟牺牲自己 助我掠夺了国师一半的修为 我凭着重伤的代价 才将国师重伤 但还是让他顿走 严守医解释道 国师等待千年 他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迟早会卷土重来 因此 我才需要团结两派的力量 一起消灭国师 否则后患无穷 众掌门又是一阵议论 事情其实很好理解 悬门当中出了一位千年大魔头 这家伙邪恶至极 如果不将他除掉 大家早晚都要死 只不过 大家对国师的实力认知 并没有那么深 其中一些掌门甚至认为 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 更是由掌门发出质疑 颜会长 你说连天师都不是国师的对手 又说国师被你重伤赶走 岂不是说 你现在比天师还要强大 说话的是金光派的掌门 属于三流门派小掌门 他站在人群的后方 本应该人微言轻 但此时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世界并非玄幻修真世界 并没有什么金丹镜 圆阴镜之类 特别明显的境界划分 就算是地表最强的老天师 也有可能 因为被人在背后捅刀子 下毒药而死 所以用境界来衡量实力 在这个世界是行不通的 因此 大家对实力的认知 只能通过对比 例如 严守一战胜过袁建新 那么毫无疑问 严守一比袁建新要强 如果国师战胜过严守一 理论上袁建新 就绝对不可能是国师的对手 因此 袁建新也不会傻乎乎地 去找国师单挑 大家通过对比 发现在严守一所介绍的 力量体系当中 严守一竟似乎已经超过 当年的老天师了 这是一个bug 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 大家就要重新审视 国师的实力了 兴许这件事 根本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随便派出几个 顶级门派的掌门 就能将它给收拾了 面对金光派掌门的疑问 严守一并没有不耐烦 他坦然点头 说道 倘若老天师还在 我有信心与他一战 且立于不败之地 此言一出 众掌门都忍不住议论起来 在他们的眼中 严守一这话 未免太过狂妄了些 就连对严守一 不太了解的几个 顶级门派掌门 都沉默不语 显然也不信 严守一有那么厉害 于露明没吭声 他不会告诉大家 昨天晚上 他和严守一 已经打过一场了 虽然双方都没有出权力 但严守一能够 打断他的天师路 已经证明了 他的恐怖之处 于露明也相信 严守一还有很多底牌 这些底牌加在一起 绝对不会比他的师傅 弱多少 口说无凭 严会长还是证明一下吧 金光派掌门说道 严会长也别责怪 我们只是对这件事 还没有足够清晰的认知 无妨 严守一摆了摆手 他思考了一阵 指着站在天师殿 左半边的掌门们说道 如果我全力出手 即便这边所有的掌门联手 都不是我的对手 左边的掌门当中 包括了武当派掌门张太生 劳山派掌门莫士林 两位强者先是一愣 随后脸色有点尴尬 他们支持严守一 是看中这小子的天赋和人品 至于实力 二人混迹悬门多年 也是不服输的拙 怎么可能轻易 承认自己不如一个小辈 而且差距还如此巨大呢 一时间 这两位掌门 脸上有点挂不住 严守一微微欠身 二位掌门多有得罪 晚辈只是就事论事 你小子以为这样安慰 我们就会开心吗 紧接着 严守一又指着右半边的掌门说道 再加上右半边的所有掌门 我虽然可能不敌 但百分之百能够全身而退 你小子 毛山派的毛掌门 指着严守一 无语地摇头 让你小子过来 不是开群朝拉仇恨来的 这波的嘲讽的确拉满 当场就有暴脾气的掌门站出来 指责严守一太过狂妄 严守一 虽然你现在是名叫首领 但你也该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如此嘲讽我等 你是何用意 两派之争刚刚化解 难道你想再挑起来不成 狂妄的小子 就连赵丞相都小声劝严守一 严兄 咱们还是低调一点吧 低调 严守一心里叹气 如果不给这些掌门们 施加足够的压迫感 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 国师的存在有多么的危险 所以他也只能出此下策 群朝这些名门大派的掌门 最好再和他们打一场 让他们明白 国师的强大 于是 严守一直接拿赵丞相开刀 他指着赵丞相说道 赵兄 当初在罗天大叫的时候 你我实力相差 还不算特别大 但现在的你 我能打一千个 嗯 赵丞相目瞪口呆 严守一不仅公然嘲讽他 还直接把他当做了技术单位 过分了 真的过分了 赵丞相怒道 严兄 你太过分了 不幸就来揍我 我让你三拳 严守一继续挑衅 既然严守一都提出如此要求了 赵丞相岂能放过这个机会 不说这次严守一嘲讽他 顺带报上次罗天大叫的仇也行啊 这可是你说的 于是 赵丞相直接走出人群 来到严守一的面前 武当派的人都没有阻止赵丞相 虽然现在赵丞相沦为了出头鸟 但大家都知道 赵丞相和严守一关系不错 就算是出头鸟又如何 反正不会真的受伤 就用他来试探试探严守一的身前 赵丞相气鼓鼓地走到严守一面前 严肃道 严兄 虽然咱俩交情好 但你也不能如此羞辱我 这三拳 可是你喊我打你的 打坏了我可不负责 话真机罢多 赶紧动手 严守一继续激怒赵丞相 这下赵丞相真的绷不住了 抬手便是一记重拳 轰在严守一的胸口 所有掌门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想通过这一拳 判断出严守一大概的实力水准 但是遗憾的是 赵丞相看着能够崩天裂地的拳头 落在严守一的胸口上 竟然像是石沉大海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严守一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甚至连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变 仿佛胸口落的不是赵丞相的拳头 只是一只小蚊子似的 啊 这 赵丞相愣在原地 他虽然没有权力以赴 但也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众掌门都没吭声 因为他们都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吃饭了没啊 你这权力还打什么人啊 活面去吧 严守一咧嘴笑道 赵丞相张红了脸 我刚才没使劲 逗你玩呢 那这回使劲了打 打准一点 你 赵丞相咬牙切齿 随后收敛神色 严肃道 好 那接下来我要认真了 说着 他后退半步 直接扎起马步 气沉丹田 双手在面前 画出太极形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赵丞相这是要用上太极之意了 这可是武当派的绝学 就算严守一再 怎么强大 也不至于完全无事吧 太极拳讲究 以静置洞 以柔克纲 避石就须 借力发力 别看赵丞相 击出的拳头软绵绵的 可实际上 以他的实力 一拳足够崩碎 一块巨石 此时 赵丞相的脚下 有气旋转动 卷起地上细微的灰尘 缓缓形成一道太极图案 赵丞相站在太极图案中间 双目紧闭 眉宇间 已经有了一丝强者风范 他好歹也是武当派的继承人 虽然说 不如严守一 于露铭这样的妖孽 但放眼整个悬门 也算是排得上号的了 武当派墨掌门 静静地看着赵丞相 眼中有着一丝欣慰 赵丞相不是武当派中 天赋最拔尖的 当他却是最稳扎稳打的 别看他眼下 不是同一辈中的顶尖强者 但假以时日 他必定也能站在悬门的巅峰 接手武当派 呼 只见赵丞相吐出一口浊气 双手运弓 将所有力量集中在右拳 然后慢慢地 软绵绵地出拳 现在只是在较量 因此赵丞相动作缓慢 却是使出了最大的力气 碰 这一拳落在眼手艺的胸口上 竟然发出如同撞钟般的声响 这声响震得天师殿颤抖 一些实力不强的掌门 脸色大变 捂着耳朵 痛苦地弯下腰 如此恐怖的力量 落在人的身上 不得直接把人打得暴体而亡 连一片碎肉都不剩 众人惊讶过后 却是迎来了 更加令人震撼的场面 只见严守一 依旧站在原地 但不同的是 他的面前出现了三层防御 金光咒 佛门金身 系灵凯 三者加在一起 挡住了赵丞相的权力一击 我滴个乖乖 众掌门倒吸一口凉气 赵丞相已经足够让人惊讶了 他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三流门派的掌门 都为之汗颜 自愧不如 可严守一更恐怖 尽管他这回也使出了一点招数 但能够毫发无损 闻丝不动地接下赵丞相的权力一击 说明他的实力 已经碾压赵丞相 试想 你的权力一击 可以被对方轻松防御 对方的权力一击 你拿什么来挡 到此时此刻 稍微带点脑子的掌门 已经对严守一的实力 心服口服 他即便不如老天师 也绝对能比肩如今的 一流门派掌门 不过 这样的结果 赵丞相却不服气 他眉头紧锁 紧咬牙关 死死地盯着严守一 他倒不是恨严守一 只是他无法接受 两人的实力差距有这么大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没有落后太多 赵丞相低声说道 严兄 我还有一拳的机会是吧 让我调整片刻 咱们再较量一次 说了三拳就三拳 我等你 严守一自信道 赵丞相点点头 席地盘膝而坐 调整气息 此时 众掌门已经忍不住开始议论 柳一人也无奈地自言自语 严守一 这是要打所有掌门的脸啊 坐在天师椅上的于露明淡淡道 名门大派昌盛已久 都快忘了 什么叫居安思危 正好让严守一敲打敲打他们 让他们悬崖勒马 名门大派强横惯了 便不把其他的势力放在眼里 之前他们 在民间教派那儿 吃了不少亏 却还没有学聪明 如今依旧轻视国师 身为道统之手 于露明有责任警醒大家 一盏茶的功夫 赵丞相已经调整好状态 他起身说道 我准备好了 来吧 严守一勾勾手指头 他随时都能迎接赵丞相的拳头 赵丞相缓缓抬起双掌 然后突然落下 天师殿的地板突然塌陷 竟被赵丞相硬生生地压出一道太极图案 地上的太极图一光流转 似乎在吸收四周的阴阳之力 而这些力量 全部汇聚向中心的赵丞相 他的气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层层跋升 我的天师殿地板 于露明两眼一瞪 差点破防 你们较量就较量 为什么要破坏我天师殿的地板啊 不行不行 这笔损失一定要找武当派赔偿 他们要是赔不起 就找严守医药 不过此时于露明更多的心思 是放在赵丞相即将打出的拳头上 赵丞相利用太极图 吸收阴阳之力 这古力量不容小觑 就连他于露明都要认真对待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 等待着赵丞相出手 只见赵丞相缓缓抬起右手 地上黑白两股气仿佛被吸进他的拳头里 他的拳头甚至已经变成了黑白的水墨色 阴阳太极拳 乃是丞相自己研究出来的招数 武当派墨掌门低声说道 如果没有严守医和鱼露明 相信丞相在多年之后 能够靠着这一招问鼎天师 但现在 哎 寄生鱼和声量 墨掌门难掩自己心里的遗憾 严守医 接拳 就在下一秒 赵丞相突然出拳 恐怖的力道轰出 阴阳黑白两股气凝在一起 仿佛一个黑洞要吞噬周围的一切 严守医总算是露出严肃之色 他动了 只见他缓缓抬起手 慢得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清他的动作 可他的手却在赵丞相出拳的同时 就直接抓住了赵丞相的拳头 一瞬间 恐怖的煞气从严守医体内喷涌而出 直接将赵丞相的阴阳之力淹没 什么 赵丞相脸色大变 他蓄了这么长时间的力 竟在严守医的面前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恐怖的煞气吞噬了所有的阴阳之力 赵丞相的拳头再次变得绵软无力 被严守医轻松拿捏 两个呼吸的功夫 严守医就收回了所有的煞气 众掌门呆呆地看着两个人 赵丞相的这一拳 仿佛是雷声大于点小 最后造成的影响甚至还不如第一拳 但大家都知道 赵丞相的这一拳原本应该惊天动地的 可严守医体内的煞气更加恐怖 并且直接吞噬了赵丞相所有的力量 因此才让赵丞相这一拳看起来如此 无力 第三拳 我同样接住了 严守医松开赵丞相的拳头 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笛声说道 兄弟 对不住了 拿你刷了一波声望 不过 我相信你也已经向大家证明了你的实力 赵丞相苦笑一声 放下拳头 更重要的是 大家明白你有多强 明白国师有多恐怖 因此才能团结一心 这才是你的目的吧 虽然赵丞相惨败 但他也没有因此怨恨严守医 这次交手 他认识到自己与严守医的差距 除此之外 还发挥了两个作用 第一 让众人见识到严守医的强大 同时认识到国师的强大 从而团结一心 一致对外 第二 赵丞相虽然败了 但他的阴阳太极拳也展露锋芒 从此以后 名门大派的掌门都会知道 他赵丞相也不是什么小人物 赵丞相对自己有信心 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自己一定能问顶悬门之巅 回头 请你撸串哈啤酒 严守医笑着说道 赵丞相冷哼一声 至少要两顿 才能弥补我受伤的心灵 行 我再让小龙找几个小妹妹陪你 怎么样 啊 这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赵丞相立刻红了脸 他推开严守医的手 义正言辞道 我赵丞相岂是那种好色之徒 我读春秋的 还请严凶自重 我这样啊 是我唐突了 严守医黑黑一笑 赵丞相紧接着侧耳低声 我开玩笑的 你说话要算话 我过几天就去荣城找你 好的好的 一定一定 严守医连连点头 心里暗道 赵丞相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最终还是堕落了 难道这世界上 只剩下我一个好男人了吗 借用赵丞相来促进两派团结 严守医心里觉得愧疚 所以赵丞相要是真去荣城找他的话 他一定会好好安排 弥补自己的亏欠 这时 武当派的掌门张太生 轻轻鼓掌 嘴上夸奖道 严会长果然是天动奇才 不愧是能够统一民间教派的人物 方才我们都见识了你的实力 我等心服口服 有张太生带头 其他的掌门也放下身段 为严守医鼓掌 承认他的强大 严守医微笑着白手回应 并没有因为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而感到自傲 好了 大家进一进 于露铭抬手 大家很快安静下来 便听他严肃道 大家既然见识到严守医的强大 就应该明白 国师的恐怖 所以 眼下两派应该放下所有矛盾 不计前嫌 联手铲除国师 除魔未到 国师现在人在何处 有确切消息了吗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冠云师太皱眉问道 这话题 总算能够顺利展开了 于露铭答道 我们已经获得确切消息 国师现在藏身于西川 距离峨眉山很近 冠云师太脸色一沉 他在峨眉山 唉 上次峨眉派惨遭灭门 至今没能恢复元气 对周围的掌控力直线下降 连国师这个魔头躲在附近 我们竟都没有一丝察觉 峨眉派被灭门之后 幸存下来的弟子不过数百 其中大部分 还都是外派出去的外门弟子 实力根本拿不上台面 现在峨眉派的实力 已经下降到二流门派 要不是还有关云师太作证 恐怕三流门派 都敢找峨眉派的麻烦了 也正因如此 峨眉派的人手严重不足 只能撤回之前 安排在峨眉山周围的弟子 因此对国师 躲在西川的事情浑然不知 师太无需惊慌 于露铭安慰道 现在的他更害怕暴露 所以不会主动对峨眉派出手 趁他并要贪命 我们应该立刻组织人手 杀去西川 毛山派掌门毛小三 义正言辞 众掌门也议论起来 这国师已经被大家当作头号魔头 谁要是杀了他 必定流芳百世 名传千古 说不定死后 大家对他的评价 甚至会超过当时的天师于露铭 那些三流门派掌门 可是对此眼馋不已 毛掌门说得对 事不宜迟 严守一大声道 但组织人手还需要时间 我建议 大家七天之后在西川会合 届时 我会带上名教精锐 也请各位掌门派出强者 千万不能轻敌大意 于露铭帮衬道 就按严守一所说的办 众掌门心领神会 显然在这场会议开始之前 严守一和于露铭 已经达成了共识 他们一人是名教首领 一人是玄门天师 可以说得上是两派的领军人物 如今 他们达成共识 这场合作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没有人拒绝 恰恰相反 所有掌门都对此次 围剿国师的计划 跃跃欲试 只不过 他们并非期待与名教合作 而是期待斩杀国师 共识达成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简单许多了 严守一和于露铭 又与大家商量了一番 如何围剿的细节 大概敲定出计划以后 所有掌门也没客气 直接乘车下山 回各自的门派驻地去做准备 七天之后 便是围剿决战之时 到时候 必定是一场血雨腥风 但同时也是 一个充满机遇的挑战 严守一和于露铭 一一将掌门们送下山 袁建兴 也跟着牢山派掌门走了 等到掌门们都离开以后 严守一长出一口气 说实话 在长白山面对国师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国师的强大是摧枯拉朽的 我曾一度绝望 严守一拍了拍 飘在身边的斩破刀 唏嘘道 后来多亏了小龙牺牲自己 帮助我吸走了国师一半的杀气 我拼了命 才得以重创国师 因此 我心里十分清楚 如果不让整个悬门竭尽全力出手 想杀国师 肯定是在做梦 现在总算让大家达成共识 我心里的石头 可算放下了 于露铭安慰道 自古邪不胜正 七天之后 便是国师的死期 但愿如此 严守一微微一笑 道 送走掌门们 我也该回去了 去吧 把孩子的魂魄带回去 七天之后 咱们再西川碰面 于露铭点头道 严守一不再废话 回到住处收拾一番行李 又去柳一人那儿 带上孩子的魂魄 便告别龙虎山 与罗宁一块返回荣城 回荣的路上 一路顺风 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 二人顺利地回到荣城 而严守一回到荣城的第一件事 便是对新伙帮 长陵军 红崖洞 乌神山 发出红头通知 请各势力派出精锐队伍 于七日后在西川集结 届时 明教将与明门大派联手 共同围剿魔头国师 大决战之日 即将到来 多亏了上回在西湖旁的那次会面 如今严守一的威望 已经达到了顶点 在明教可以称得上是一呼百应 产出明教拜类国师 是明教传人共同的愿望 所以严守一的号召 当即得到了所有人的回应 各大势力都在组织精锐 准备前往西川集结 而在其他势力 如火如荼的做准备之时 明教首领严守一 却在西湖边 与父亲严筹对弈 或许是知道 大决战即将到来 父子俩都格外珍惜相处的时光 二人罕见的 能如此安静地坐在一起 做一些父子本该锁的事 远处的凉亭里 龙飞城飘在半空中 远远地看着 不耐烦道 都啥时候了 严哥怎么还有心思 跟干爹下棋啊 哎呀 你别吵吵 正在织毛衣的罗宁 瞪了龙飞城一眼 你懂什么 他们父子对弈 其实也是在谈心 我估摸着严筹叔叔 应该再叫严守一这场仗 该怎么打 哼 我怎么不懂了 我告诉你罗宁 他们这场对弈 就应该让我也参与参与 我对作战指挥这种事情 可特有心得 龙飞城不服地说道 罗宁却不信 他笑道 别的不说 我就问你 严守一下一步棋 该怎么走 龙飞城冷笑 跳马 你没看出来 他们下的是围棋吗 嗯 围棋没有军马炮对吗 合着龙飞城 不仅没看出 严守一和严筹下的是围棋 甚至都不知道 围棋和象棋的区别 罗宁翻了个白眼 无奈道 要不是子童在养胎 一摇去东北了 我真不想 陪你这个白痴说话 西湖旁 严守一和严筹对弈 他们的棋盘和棋子 是现场雕刻的 精美无比 严守洛奇 吃掉了严守一几个白子 随口问道 名门大派那边 你都已经游说好了 已经没问题了 况且还有老鱼带头 严守一不急不躁 继续落子布局 嗯 六日之后便是大决战之时 但阿公他们还在先罗国 恐怕赶不上大决战了 严守道 国师是隐患 我的恶念同样是隐患 这两件事 必须双管齐下 严守一达道 以我对国师的了解 集结两派人马之后 有九成概率能杀他 阿公他们是否到场 对结果影响已经不大了 剩下的一成是为何 剩下一成 是因为我担心 国师还藏有杀招 毕竟他做了千年的准备 说不定就在西川 布下天罗帝王 等着我们送上门 嗯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要去攻打西川 国师伤势没有痊愈 即便冒险也要一事 否则等他痊愈了 我们的伤亡只会更惨重 严守一早就做好 出现伤亡的准备了 他只能尽力将伤亡降到最低 严守拿着棋子 酝酿了一阵 缓缓落下 口中说道 其实对于你与国师的大决战 我和你的老丈人 也做了一手准备 严守一一愣 什么准备 林子彤的父亲林若甫 只是普通人而已 他在这件事上 能提供什么帮助 你仔细看棋盘 严守指了指棋盘 严守一低头仔细观察 猛然间发现 这棋盘的布局 竟然和西湖名教 据点相同 他忍不住感慨 严守的棋异精湛 竟然能让自己 不知不觉地跟着下棋 最后下成 名教据点的样子 您的意思是 名教据点 是您二位给我准备的后手 严守一好奇地问 严守缓缓点头 当初我在设计 名教据点的时候 就考虑了一切因素 尤其担心 你未来会遇到 无法对付的强者 所以 名教据点 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法阵 一旦你遇到 无法战胜的敌人 或许可以将敌人 引到西湖来 利用名教据点的 巨型阵法 将之消灭 这阵法如此强大 严守一眉头一皱 埋在名教据点 这个阵法你听说过 它出自驴山派 名为九龙化煞阵 严守一瞳孔咒缩 当初同今成为了 复活魂飞魄散的妻子 在戎城的三个风水阵处 布下了九龙化煞阵 给最后的炼煞 转生大阵提供能量 没想到名教据点之下 也藏着这样一个大阵 严守继续说道 其内部还藏着999座沙阵 999座迷阵 以及999座患阵 如果这次西川大决战 你没能杀死国师 那就想办法 把他引来戎城 利用九龙化煞阵杀死他 严守一忍不住 揉了揉鼻梁鼓 道 老爸 论布局 还是您强大 你现在也是父亲了 多少能明白我的心情 严守淡淡地说道 父亲为了孩子 能够付出一切 更何况 严守一所背负的一切 本应该都是严守的责任 只是当年爷爷严百祥 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孩子 死在命节之下 所以才将这些责任 全部转移到严守一的身上 对严仇而言 他为严守一所做的一切 一半是出于父亲的责任 另一半则是出于愧疚 由九龙化煞阵做底牌 严守一心里的压力 稍微减轻了一些 正当他准备推掉棋子 重新下棋的时候 王几网神色凝重地 闯入父子居当中 有个不好的消息 严守一没有慌张 冷静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名门大派的那些家伙 不老实 王几网气愤地说道 两派要联手围剿 国师的消息传出去以后 有不少不知天高地厚的 三四流名门大派 妄图杀死国师 来让自己一战成名 所以眼下已经有不少人 在往西川赶 他们根本不会等大部队集结 而是要私自进山 寻找国师的藏身之处 抢在大家前头 对国师出手 这帮猪队友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饶势严守一 也被气得够呛 名门大派的人 这些年养尊处优惯了 都忘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满脑子都是追名逐利 现在更是做出这种 打草惊蛇 还送死的骚操作 联系于陆明 问他能不能叫停 那些二愣子 严守一起身说道 王侯将相你有种户 我等虽然只是 三流门派的人 但同样也有 除魔味道的心 大家团结在一起 朱砂魔头国师 名垂青史 西川 大庆山外 数十人的队伍 集结在一起 士气高涨 他们有的身穿道袍 有的披着袈裟 有的手持桃木剑 有的拄着西杖 这帮人 便是最靠近西川的 名门大派 三流门派精锐 他们得到了国师的消息 便急匆匆地赶到西川来 想着先顶级门派 和名叫一步 联手杀死国师 在最近几十年的 和平盛世当中 可好久好久 没有出过什么大魔头了 这些正道人士 心急如焚 巴不得做出一些 惊天地气鬼神的举动来 好让自己流芳百世 对他们而言 死甚至都不是最可怕的 为了追名逐利 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这支数十人的队伍 只是前来斩杀国师的 先头部队当中的 其中一小部分 根据西川本地门派 调查的结果 大家得知 沁江国的国都 就在现在的大庆山内 只是因为上千年的 岁月争容 导致如今几乎没人知道 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国家 如今 大庆山周围 分布着至少500号人手 他们各自组成队伍 从四面八方 进入大庆山 目的自然是包围国师 不让他有逃走的机会 谁能遇到国师 便是天大的机遇 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只是这群热血沸腾的 正道人士们却忘了 国师的强大 并不是他们能够觊觎的 万一没能打过 可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数十人的队伍 浩浩荡荡地进入大庆山 他们三人一组 互相间隔几十米 像是地毯式的搜索 快速在大庆山中穿行 只要有所发现 他们就能第一时间通知周围的道友 然后大家形成合围之势 一举将国师消灭 师父 我们不等顶级门派 和名教的人一起 贸然闯入大庆山 会不会有危险啊 在一棵火红的攀枝花树之下 三名身穿道袍的道士 正在休息 其中一名看着颇为年轻的小道士 神色有些担心 另外两名道士年纪稍大 他们乃是梁山派的掌门 与大长老 年轻道士 则是掌门的关门弟子 梁山派掌门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水 冷笑道 等他们坐身 等他们到了 那国师早就跑没眼了 还有我们的好处老找 一旁的大长老感慨道 多少年了 悬门多少年没出过魔头了 想当年悬门祖师们 一个个斩妖除魔 名垂轻视 错过了这次 这种机会可再难有了 万一 万一我们打不过国师呢 小道士担心道 两名长辈沉下脸来 说什么胡话呢 乌鸦嘴 呸呸呸 梁山派掌门从怀里 拿出一柄金剑 自豪道 为了斩杀国师 我连祖师传下来的 镇牌之宝都拿出来了 倘若真遇到了国师 为师便祭出法宝 即便杀不死他 应该也能重伤其一二 如果实在不是对手 咱们再向四周 其他的道友求援 总之不会有事的 他们口口声声说 国师有多厉害 我瞧着不见得 若是国师真的那么厉害 早就杀光龙虎山的人了 还至于躲在大庆山里吗 长老冷哼一声 道 不过这国师 好歹也是活了上千年的老妖怪 又是鲁班传人 咱们要是杀了他 再抢了他的功法秘籍 以后我梁山派何仇不薪 看到两位长辈如此憧憬 小道士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他不仅对国师的实力没有认知 甚至对老天师 严守一等人的实力 都没有什么概念 在他的眼中 人再强大 也不过肉体繁胎 难不成还能搬山填海 所以 小道士重然对两位长辈的信心 不过却还是觉得 周围凉凑的 好像有无数双眼睛 正盯着他们看似的 吃饱喝足了 继续赶落 梁山派掌门起身说道 我们本就生活在大梁山 大庆山的地形地貌 和大梁山相似 咱们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 再往前走不久 应该就接近青江国遗址了 三人收拾了一番 准备继续上路 不过大长老此时 却抖了抖肩膀 甘大刀 你们先走 我去放放水 救你是多 你自己小心吧 记得快点跟上 这山里别的不说 蛇虫猛兽还是有一些的 掌门提醒道 我堂堂梁山派大长老 还派那些玩意儿 掌老不屑一笑 提着裤子到角落放水去了 掌门则带着小道士继续前进 不过他们也刻意放慢了脚步 等大长老追上来 大约五分钟之后 山中突然生出了一团白雾 这的人看不清路 五米之外 甚至连个人形都看不到了 掌门沉声说道 徒儿跟紧为师 我们可能已经靠近青江国遗址了 这大物应该是阵法 师父 有人在后头跟着我们 小道士突然说道 掌门回头一看 却见一道人影朝他们跑来 速度极快 他连忙拿出祖传金色小剑 准备防身 却不想冲出来的 却是大长老 我认你仙人板板 跑这么快做爪子 掌门一急之下 连方言都爆出来了 大长老嘿嘿一笑 这不是山里起雾了 我怕和你们走散了吗 这周围有古怪 你也跟紧点 掌门好心提醒 小道士打量着 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大长老 他忽然发现 大长老的脖子位置 居然有一道血线 好像 大长老的脑袋 被人整个砍下 又重新接回去似的 师父 小道士脸色苍白 拽了拽师父的手 想要提醒师父 可他的小动作 却被大长老注意到了 大长老冲着小道士笑了笑 然后当着小道士的面 突然把脑袋整个摘下来 抱在怀里 师侄莫慌 师叔只是脑袋被人砍了而已 又不是死了 大长老伸手分离的模样 还有他嘴里 说出无比圣人的话 当场就将小道士 吓得魂飞魄散 惨叫不已 掌门也被吓得一身冷汗 抓着徒弟就往后撤 口中大喊道 何方妖孽 不长眼睛 敢挡本掌门的路 大长老抱着自己的脑袋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姿 追逐二人 口中更是念念有词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国师正需要寄品来恢复伤势 你们来得可正是时候啊 大长老的嘴里开始吐血 他的脖子断口处 更是爬出无数怪虫 看着可怕至极 小道士看到这个场面 已经吓得腿软走不动到了 那梁山派掌门稍微好一点 但也是脸色惨白 妖念 梁山派掌门鼓起勇气 扔出金色小剑 同时口中默念法绝 双手作剑指状来操控小剑 金色小剑迅速飞出 当场刺穿大长老的胸口 大长老闷哼一声 跪倒在地 他怀里的脑袋表情痛苦 小道士脸色一写 师父 您真厉害 然而下一秒 原本已经倒地的大长老 突然用力扔出自己的脑袋 那脑袋像一颗皮球似的 正中梁山派掌门的脖子 金色小剑来不及回防 而大长老的脑袋 已经一口咬在掌门的脖子上 扑呲一声 鲜血飞溅 掌门惨叫挣扎 师父 小道士赶紧上前帮忙 两只手死死地 抱住大长老的脑袋 用力向后撤 只听嘶拉一声 小道士摔了好几个跟头 缓过神来 看到怀里面目猙獰的 大长老脑袋 他赶紧扔到一旁 又捡起地上大石头 狠狠砸了几下 很快 大长老的脑袋就血肉模糊 彻底没了动静 小道士满脸鲜血 呼吸急促 还没从刚才的恐怖经历中 缓过神来 是 师父 他猛地回过头 想要告诉师父 自己已经把大长老弄死了 但回头一看 他的师父也已经倒在血泊当中 大半个脖子都空了 再无回天之力 原来刚才小道士 在扯大长老脑袋的时候 过于用力 反而帮助大长老 从掌门脖子上 连皮带肉地扯下一大块 害死了掌门 师父 小道士瑟瑟发抖 看着师父 已经开始发凉的尸体 不知所措 正在他惊恐万分之时 一只苍白的手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道士如同受惊的小鸟 直接吓得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手脚不停地乱摆 好像要赶走 缠着他的苍蝇似的 嘴上不停地喊 别杀我 别杀我 师父 你醒一醒 是我呀 大长老的声音传来 小道士睁眼一看 顿时愣住了 眼前的人正是他的大长老师叔 看着是活人一个 脖子上也没有血腺 我只是去撒泡尿 你们就不见了 山里还起了大雾 这里是什么情况 掌门师兄怎么死了 大长老惊恐地问道 小道士茫然地爬起来 四周看去 却找不到之前那个大长老的尸体 但他师父的尸体 却真真切切地倒在一旁 如果眼前这个人是真的大长老 那刚才的那个又是什么动线 小道士心里砰砰直跳 感觉心脏要跳出嗓子眼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刚才有个假的尸叔 他脖子上有一条血腺 结果脑袋就掉下来 咬死了师父 因为过于惊恐 小道士连基本的叙述能力都丧失了 只能挑着吐出几个关键字来 大长老听后 脸上却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捡起地上的金色小剑 猛地插进自己的脖子里 扑呲一声 把脖子划开大半 小道士瞪大了双眼 已经忘记了尖叫 刚才那个大长老脖子上 是这样的歇歇吗 大长老咧着嘴 用病态的眼神盯着小道士 小道士疯了 眼前的大长老缓缓摘下脑袋 奇怪的是 断口处并没有流血 他的关节连接处 是一种奇怪的木质结构 周围脚步声传来 白雾当中 越来越多木头人走出 将小道士包围 这些木头人没穿衣服 也没有五官 看着制作十分粗糙 其中一个木头人 走到梁山派掌门的身边 脱下了他的道袍 穿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体型开始变化 与梁山派掌门十分接近 更恐怖的是 这个木头人 直接切掉了梁山派掌门的脸 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很快 这张脸皮 就与木头人完美融合 表情没有半点僵硬 掌门师傅 适应了一下新的身体 然后走到小道士的面前 他伸出手 露出和蔼的笑容 徒儿 随为师一起去见国师吧 国师在沁江国大摆宴席 那里有吃不完的肉 喝不完的酒 还有倾国倾城的美女陪你 小道士已经疯了 他嘴角留着哈喇子 黑黑地傻笑着 伸出手 抓住掌门师傅的手 一群木头人带着小道士 缓缓往大庆山深处走去 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大庆山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自命不凡 梦想着斩妖除魔流芳百世的正道人士 原本根本不把国师放在眼里 甚至期待着一个人的时候 遇到国师 这样就没人与他们抢功了 然而 他们甚至连国师的面都没有见到 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他们面对着那些恐怖的木头人时 才突然醒悟 明白自己有多么的愚蠢 只是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要么被杀死 被木头人抢走脸皮 要么就被木头人带去大庆山深处 带进沁江国遗址 碰 天师殿内 于陆明大发雷霆 他忍不住把面前的燕台砸在地上 怒骂这些正道人士愚蠢 严守依那日在天师殿展现实力 就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国师的强大 怎么这帮家伙还能那般自信 私自进大庆山寻找国师 于陆明虽然知道 如今名门大派弟子有些顽固 却没想到 他们已经自傲到这个地步 严守依打来电话 于陆明赶紧处理 发现已经太迟了 那些人全都进入大庆山了 又等了几个小时 于陆明陆续开始 接到那些人在大庆山中失联的消息 愚蠢的家伙们 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向天师府求助 希望于陆明能赶紧派人去大庆山支援 把失联的人们找回来 可于陆明现在也是爱莫能助 进了大庆山 就如同羊入虎口 于陆明现在对付国师 这只老虎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更何况从虎口里抢人呢 柳一人悠悠地叹气 或许名门大派中有此结 总有人要为自傲而付出代价 他们这是自食恶果 不值得同情 于陆明摇头道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们打草惊蛇 还给国师送去恢复伤势的养料 万一国师恢复实力 即便严守一集结所有人的力量 也未必能杀得了他 在于陆明头疼愤怒的同时 严守一也收到了消息 他没有像于陆明那样发怒骂人 只是恶手叹息 人心是复杂的 但同时也是简单的 国师甚至不需要做什么 就有大批大批的人受不了诱惑 主动去大庆山送死 可以想象得到 国师是绝对不会浪费送上门的口粮的 他要么将这些人的魂魄 炼成厉鬼 身体炼成僵尸 要么就吸收他们的生命力 来恢复自身的实力 但严守一还无法确定 国师究竟会疯狂到什么地步 因此 在收到消息以后 严守一第一时间回到住处 去找怀胎九月的林子童 孩子即将出生 林子童经常感觉身体不舒服 但他也没有懈怠管理驴山派 在桃花营的伺候之下 林子童状态好时经常处理事务 他同样也得知 有人在大庆山失踪的事情 但却不知道严守一来找他做什么 臭丫头 你今天身体感觉如何 严守一没急着说事 先是关心了一句 大战在即 严守一也不想忽略林子童所吃的苦 尤其是在林子童内心最脆弱的时候 林子童暖暖一笑 就是孩子调皮了点 其他没什么 嗯 大庆山的事情你听说了吧 没等林子童回答 一旁的桃花营就忍不住说道 那些自诩正道人事的家伙 一个个贪功得很 当年我在外头的时候 就经常被道士追杀 我这种没什么背景的鬼王 在他们眼里 就是功德一见 哼 现在好了 夜宫浩龙 全都死在大庆山了 严守一忍不住择舌 桃花营对道士的怨念可真重啊 不过道士的本职工作 就是降妖除魔 桃花营以前也干过坏事 也怪不得道士追杀他 道士们虽然贪功了点 但好歹是在做善事 还不至于死了 都要被笑话 林子童叹气道 他们死了 学们的力量又削弱了 反而增强了国师的力量 我找你正是为了此事 严守一说道 联合在吗 有几个问题 我想问问他 林子童文言 轻轻摇动古链招魂灵 联合的魂魄 立刻被释放出来 联合第一时间 向林子童失礼 然后才是严守一 嘴上喊道 奴婢给公主 将军请安 以后见我们 就不用再行礼了 严守一拦着联合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你知道些什么 都事无巨细地说出来吧 联合也意识到 事情似乎有些严重 他点点头 奴婢肯定知无不达 不要再自称奴婢了 你应该自称我 严守一问道 当年在沁江国 国师有没有一些 特别的本事 又或者说 他在沁江国 有没有特别的帮手 几百号人 乌乌泱泱地涌入大庆山 不可能全都失联 就算国师强大 也没有分身术 总有几个能逃出来的吧 可事实却是 几百号人 全都凭空消失了 一个回来的都没有 所以 严守一怀疑 国师在大庆山有帮手 联合想了想 突然拍手 奴婢 我想到了 国师当年 不仅神通广大 能够呼风唤雨 占卜吉凶 他的手下 还有一只特殊的死士 死士 对 国师的死士 大概有五十人 名为不死人 他们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不知道害怕 杀人如麻 联合露出恐惧之色 似乎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死人 依旧给他留下了 很重的阴影 林子彤皱眉道 听着像僵尸 千年前的世界 和现在不太一样 民间教派中许多本师 还没有自成一派 当年的僵尸 也未必能有僵尸这种 特定的称呼 联合摇头道 不死人和僵尸不同 僵尸没有自愈能力 可不死人 每次缺胳膊少腿的 第二天又会恢复了 而且 他们根本不流血 不死人不是僵尸 严守一轻轻叹气 陈生说道 国师是鲁班传人 他所谓的不死人 应该是木魁法身 啊 很有这个可能 联合立即认同 严守一的观点 木魁法身 同样能做到水火不清 刀枪不入 而且不会流血 没有恐惧感 毕竟 木魁法身 本身只是一堆木头 就算缺胳膊少腿的 回头替换一下零件就行了 根本不涉及到生死 如果不死人 就是木魁法身 那么国师在千年前 就已经打造出 五十个强大的木魁法身了 联合回忆到 国师除了那些 得意门生以外 最大的爪牙就是不死人 当年的沁江国朝堂 谁敢忤逆国师 国师就派不死人去杀谁 到亡国之前 国主的威望 都没有国师高 朝野上下 没人敢和国师作对 不死人这么厉害 国师为什么不多打造一点 替军出征 打赢羽蜀国和北方大国呢 林子彤提出疑问 联合摇摇头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材料 又或者是因为国师的修为 还无法控制更多的木魁法身 当年的国师办不到 不代表现代的他办不到 严守一怀疑 国师为了今日大计 很可能在大庆山里 藏了非常多木魁法身 那些消失在大庆山里的 正派人士 应该都是被木魁法身所杀 第二个问题 严守一问道 国师还有什么特殊能力 与杀人有关 联合摇头道 国师杀了好多好多人 但他和将军不同 将军是在沙场上斩敌 国师是在狱中虐人 落到国师手里的犯人 大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地牢里的惨叫声 从早到晚从不停歇 地牢周围甚至都没人敢居住 而且 国师还在国都里种了一棵神树 神树短短几年 就长得有四十丈高 树冠有二十余丈宽 遮天蔽日 每逢初一十五 就会将犯人押送到神树 去斩首 用他们的鲜血灌溉神树 国师称这种仪式为祈福 目的是增强沁江国的国运 这血腥的仪式 听着就无比残忍 国师居然还冠冕堂皇地称之为祈福 严守一感到一阵恶心 很显然 所谓的神树和祈福 并不能增强沁江国的国运 更大的可能 是国师在为自己谋求好处 沁江国有神树之后 有什么变化吗 桃花银好奇地问 联合叹气道 神树种在沁江国亡国的前十年 自打沁树种下以后 沁江国国力日渐衰竭 国主整日跟着国师修仙 不问朝政 百姓名不聊生 后来沁江国与于蜀国爆发战争 国主更是稀里糊涂 如果不是有将军在 沁江国早就被于蜀国打败了 如此说来 神树种下后 沁江国的国力反衰弱了 是国师偷走了沁江国的国运吗 国主难道一点都不怀疑 林子彤不解地问 国主起初也怀疑过 将军更是谏言无数次 但国师巧言善辩 他说沁江国的国运 本就走到尽头 如果不是神树帮忙 沁江国早就亡国了 而且他还怂恿国主 让他杀更多的人 每日都进行祈福 用鲜血灌溉神树 说到这里 联合就气得牙痒痒 起初 国师只是杀一些犯人 得到国主的允许以后 国师就更加肆无忌惮 杀老弱病残 杀妇女孩子 最后连从沙场上退下来的老兵 都被他杀光了 贼子误国呀 那段恐怖混乱的历史 被封存在大庆山之中 如果不是联合这位亲历者开口 历史学家们 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 发生了什么 也正因如此 严守医更加不允许 国师的计划得逞 天下绝对不能落入国师手中 不知道神树现在 还在不在 联合 神树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联合达到 在我逃离庆江国的时候 神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 没有真的见过 据说神树已经成仙了 它长出了一张巨大的人脸 不仅能说话 甚至可以直接张嘴吃人 这不是成仙 这是修炼成妖了 树妖严守医见过 他的炼妖狐里 还有一只树妖方杖呢 大庆山果然是国师的老巢 我们没有贸然进山市队的 那里危机四伏 严守医眉头都快拧成麻花了 他虽然还没到西川 却已经感受到 事情有多么棘手 想要找到国师 必然要从他的木魁法身 大军当中杀过 就算找到国师 他说不定还能借助神树的力量 又藏了什么杀招 林子彤见严守医如此头疼 也只能轻声安慰 你不要着急 悬门不止有你和俞陆明 还有其他门派的掌门前辈们呢 他们见多识广 未必没有办法对付国师 但不管怎么说 七天的七县市等不到了 严守医叹气道 即刻通知所有精锐 今晚就出发去西川 大庆山深处 茂密的树林 遮住了幽深的山谷 这里是一片废墟 断壁残垣上 长满了藤蔓和苔藓 有一些建筑 甚至直接泡在水中 鱼儿在倒扣的瓷碗碎片中 躲避捕食者 毒蛇盘在茂密的树叶当中 三角眼森冷恐怖 时不时吐着蛇性子 在这片废墟当中 有一棵无比粗壮的大树 大树高达百米 树冠如同巨大的雨伞 血红色的树叶遮住阳光 那些勉强透进来的光亮 经过树叶的渲染 也变得无比星红 这棵大树像是榕树 树上垂下许多气生根 有的深渣土地 有的垂进水中 有的干脆挂在半空中 像是水母的触手 随风摆动 突然 山谷中传来一阵动静 吓得毒蛇躲进树洞 水中的鱼儿瑟瑟发抖 是不死人军团 他们出去的时候 还是没有五官 粗质烂造的木头人 回来的时候 却都衣冠楚楚 长着人脸 只不过 他们似乎还没有适应人类的身体 所以即便拥有了五官 也显得十分别扭 有的笑着哭 有的哭着笑 有的走路一瘸一拐 有的干 最像是蜘蛛似的 在地上爬 他们抓来了不少活人 全都是进山 抢着沙国式的正派人士 不过此时 他们全然没了之前的气势 一个个吓破了胆 哭爹喊娘地挣扎着 但大部分人已经没了动静 要么是晕过去了 要么像小道士一样疯了 如今看到什么都不会有反应 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傀儡 不死人带着人质来到神树面前 将他们扔在神树下 然后齐刷刷地下跪 表情虔诚 似在祈祷 我心赤城 化为神力 祈求上仓 降下福泽 国师天安 又我庆将 从此往后 永世不朽 不死人低声念叨着 神树似乎也受到召唤 大地缓缓地颤抖 那棵巨大的神树 竟然长出一张巨大的人脸 人脸的眉心处 无数气声跟盘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张天然的宝座 国师就盘坐在那宝座之上 不过此时 他却双目紧闭 似乎正在疗伤 巨大的人脸缓缓开口 发出沉闷的声响 抓来了多少人 其中一名不死人 大声回答道 回禀国师 整好一百只树 其余人全都杀了 嗯 虽然只有区区一百 但他们都有修为和功德在身 吃掉他们 多多少少 能让我恢复一些修为 人脸既是国师 又或者说 国师已经和神树融为一体 紧接着 人脸露出愤怒之色 该死的谢秦苍 竟然藏身在 严守医身边的 那个废物体内 害得我修为大跌 那一百个活人当中 有少许还能保持冷静的 如今总算见到国师的真面目 却是吓得 新号新号新号 都不受控制 尿了裤子 这就是国师 这国师根本就不是人啊 怎么杀他 怎么杀呀 就算是老天师复活 也不是这国师的对手吧 他们满脸的绝望 连逃跑的念头都生不出来 巨大的人脸 嗅了嗅鼻子 像是在品尝美味之前 先闻一闻 食物是否新鲜 随后 人脸张开嘴巴 却不是直接吃人 而是从嘴里吐出了 无数根气生根 缓缓地探向面前的活人 气生根直接撬开 这些人的嘴巴 钻了进去 然后飞速地吸收其生命力 被气生根盯上的人 瞬间就会被吸成干湿 不光是精气血 就连魂魄都被吸得一干二净 他们死的时候 脸上竟是恐惧和痛苦 还能有点自我意识的人们 忍不住开始哭嚎哀求起来 别杀我们 别杀我们 我们不想死啊 求求你了 放过我们一马 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神术一点都不具备神性 反而像是杀人如麻的恶鬼 疯狂地吸食着这些俘虏们的精 气 血 魂魄 可以说将他们炸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一团烂肉 连成为僵尸的资格都没有 目睹了道友们的死状 其他俘虏早已经吓破胆 纷纷跪地求饶 哭爹喊娘的模样 全然没了刚进大庆山时的气势 国师连杀十几人 脸色才稍微有一点点好转 可见他被眼手一中创伤的急身 想要恢复 至少也要再杀几千上万人 不过 他并没有急于恢复实力 而是抬起了那些气生根 悬在剩余的俘虏的脑袋上 这些人还是太弱了 他们能给我提供的养分 也就比普通人多一些罢了 可惜我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对付眼手一 否则我早就大开杀戒 若是能吸引到更多的强者 进入大庆山 再将他们带到我的面前 我恢复的速度肯定大增 自言自语了一阵 国师低下头 俯瞰着跪地求饶的正派人士 而等想要活命 他冷冷地问 早已经吓破胆的人们 疯狂点头 恨不得爬过去舔国师的脚丫子 什么流芳百事 什么功德无量 都他妈是假的 命才是真的 只有当生命受到真正威胁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恐惧 而恐惧瞬间又打败了理性 让他们成为了自己之前最厌恶的懦夫 看到这些正派人士这副模样 国师笑了 如果是严守一在这儿 即便知道自己不可能赢 也绝对不会跪地求饶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严守一 从这个角度而言 国师还是挺佩服严守一的 我能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又或者说 重生的机会 国师淡淡道 但我要你们抛弃过去的所有信仰 败入我的门下 以我为尊 能办到吗 正派人士忽然间沉默了 曾经的信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们熟读千万遍的道典佛经 在心中呐喊 提醒他们不要堕落 可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信仰又成了笑话 有人抬头看了看那恐怖的弃生根 看到身边惨死的道友们的尸体 便在一瞬间信仰崩塌 内心生出一些荒诞的想法 天下如此久矣 为何不尝试着改朝换代 如果国师真的能颠覆世界 我等现在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未来起不成了大功臣 谁规定的这世界必须属于名门大派和民间教派 让严守一和于露铭打败国师 我们就有出头之日了吗 这种极端的想法在他们心中蔓延 很快就令他们失去理智 我 我愿意效忠国师 只要能活命 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愿意信奉神术 愿意以国师为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屈服 诚心实意地跪在神术面前 国师眯着眼睛 对大家的反应很是满意 他活了上千年 最得意的本领不是实力 而是知晓人心有多脆弱 中文网 只需要稍稍引导 人心就能变成一股十分可怕的力量 几十名正派人士 全部归顺国师 国师微微汗手 似乎想到了什么 淡淡地说道 从此以后 不要再喊我国师了 喊我 国主 众人茫然 此地是沁江国遗址 我便是沁江国的国主 我将会带领着你们开疆阔土 未来整个天下都是属于沁江的 国师露出癫狂的笑容 天下就是他所想要的 权力是他的欲望来源 曾经他在沁江国 是一个渺小到蝼蚁都不如的废物 因为他的弱小 导致至亲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去 从那一刻开始 他便下定决心 要夺得沁江国国主之位 不 他要的是更多 是天下 这股执念 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让他千年来都在为此奋斗 不惜一切代价 我 江无牙 将会成为这天地之间 唯一的王 直到此时此刻 他才终于说出自己真正的名字 江无牙一眼 扫过下方众人 冷声说道 给你们的朋友们发求救信息 让他们来大庆山救人 众人茫然 国主 把他们引过来之后呢 无需多问 自然会有人 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 江无牙冷笑道 众人看着身边那些不死人 心里发寒 但他们还是按照江无牙所说的 开始联系各自的朋友 求他们到大庆山来救人 如此一来 第二波进入大庆山的队伍 很快就要成行了 失踪的人有消息了 严守一接到鱼入鸣的电话 得知进入大庆山的人有了消息 他也大吃一惊 按照他们的推测 这些人早就应该死了才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联系我们的时间太一致了 而且都表示自己被阵法困在大庆山内 死了很多同伴 现在急需救援 于露鸣也感觉 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但他作为道统之手 不可能对道友们的球员 置之不理 即便是到今日 也比严守一原定的七日之期 提早了两天 但好在 悬门大部分力量 已经在西川集结 按理来说 现在开始进攻大庆山 也差不多了 严守一成因片刻 对电话里的于露鸣说道 我明日一早飞去大庆山 带领大家 开始围剿国师 于露鸣眉头一皱 那我呢 你是道统之手 不能去大庆山冒险 严守一答道 这第一次较量 还是交给我来吧 对严守一的回答和解释 于露鸣并不满意 正因为他是道统之手 所以他更想要去大庆山 带领着名门大派的弟子 斩妖除魔 但于露鸣同时也是冷静的 他知道 现在他和严守一 都是悬门的主心骨 任何一人倒下了 另一人都要扛起大梁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所以 二人恐怕注定不能并肩战斗 一定要留有一人坐镇 深思熟虑之后 于露鸣沉声说道 你说得对 我们二人绝不能同时出事 所以 打头阵的事情 交给我 严守一一愣 什么 你才是真正的底牌 国师怕的人也是你 所以 你不能去打头阵 于露鸣不容置疑地说道 让我去 如果我没能走出大庆山 你同时也是龙虎密文的拥有者 你是唯一可以继承天师之位的人 于露鸣死了 名门大派大多也会扶严守一 而严守一若是死了 民间教派可未必会任于露鸣 因此 于露鸣认为 他们二人 如果非要有一人要以身犯险的话 那个人必须得是他 对待大是大非之事 严守一不想因为自己和于露鸣的友情 而影响到大局 理智告诉他 让于露鸣去打头阵 是最明智的选择 也是最保险的办法 所以他还是答应了 与国是一战 不仅是你的宿命 也是我的宿命 于露鸣深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我师父的愁 我也想亲手去报 严守一沉默了一阵 道 你放心去吧 你的身后有我 嗯 如果我能平安归来 你欠我一顿酒 十顿都行 还找漂亮姐姐陪你喝 该死 气氛全被你给破坏了 于露鸣愤怒地挂断电话 这种射死的感觉 让他恨不得立刻出现在 大庆山 然后把国师给掐死 堵住严守一的嘴 电话里传来嘟嘟声 严守一默默放下手机 思考良久 于露鸣明明天一早进大庆山 醉迟两天也会出结果 而他要做的 就是早点去到大庆山外 随时准备下一步的围剿 于露鸣出发以后 他也该动身了 只是严守一心里 还有一些是放心不下 他特意去询问了王吉网 想知道阿公他们到仙罗国 去找降魔楚的情况 得到的回答是 阿公等人已经发现降魔楚的下落了 但他们和当地的四面佛信徒 发生冲突 正在努力解决麻烦 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无法参与到 和国师的大决战了 于露鸣在第二天一早 由专机送到大庆山 此时此刻 大庆山外的营地处 已经集结了上千号人马 出动的不仅是龙虎山天师府 还有武当派 俄眉派 劳山派 茅山派 寒山寺 整个名门大派精锐 都已经抵达大庆山 而且是所有掌门都到场 这代表着当今名门大派当中 最强的一股力量 天亮的时候 上千人身穿道袍或者僧衣 手持各自的法宝兵器 在营地前整齐列队 大有武侠小说里 武林大会的感觉 俞露鸣身穿紫色道袍 摇挂天师令 缓缓从营地中走出 目光如炬 审视着这些强者们 攻营天师 上千人的队伍里 爆发出整齐嘹亮的声音 就连茅山派 茅小三这类老一辈的强者 都对俞露鸣低头 现在不是摆架子的时候 大家需要一个精神支柱 需要俞露鸣 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俞露鸣高声说道 国师的强大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道友闯入大庆山 死的死伤的伤 一个活着回来的都没有 希望大家不要再轻敌了 众人沉默 神色凝重 他们已然知道国师的强大 还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去杀死国师 而是去大庆山里一探究竟 各门各派都收到了道友的求助 他们被困在大庆山中 等待着救援 俞露鸣率领着队伍 只需要救回那些道友 就可以直接撤出大庆山 如果可以的话 再尽可能调查出 国师现在的情况 然后才是大军集结 对国师发起总攻 俞露鸣注意到 各门各派都拿出了全部力量 掌门长老和精锐弟子 其上阵不留余地 他皱了皱眉头 念道 毛山派韩三 武当派赵丞相 劳山剑派袁剑星 峨眉派林小小 韩山寺常山 你们全部回到营地里 不准进大庆山 为什么啊 韩三等人 一个个满脸愤慨 不愿意服从命令 而他们的长辈 则在一旁教训着他们 让他们听从天使安排 俞露鸣淡淡的 说道 你们是名门大派的 新生带力量 遇到危险 老一辈可以慷慨赴死 但你们代表着希望 现在还没到你们冒险的时候 他这是要给各大门派 留一条后路 假如 假如国师在大庆山里 设下天罗帝王 俞露鸣拼尽全力 也没能把大家带回来 至少韩三他们 能够传承这份新活 这也是俞露鸣和 心里很不情愿 最后还是被撵回营地 留下了一部分人以后 俞露鸣又望向营地的 另一个方向 在那个方向 松松垮垮地站着几百号人 与名门大派不同 这群人毫无纪律可言 歪七扭八地站着不说 还一直焦头接耳 丝毫没有把天使放在眼里 名门大派的弟子 对着他们直皱眉 他们是名教当中 雾都红崖洞的势力 由周衍领导 名教的成员潇洒惯了 没有什么纪律观念 因此全部吊锒铛的周衍也管不了 周衍来到俞露鸣的面前 抱拳说道 天使 我们受首领之令 前来陪你们一同进山 俞露鸣微微汗手 你们的人做好准备了吗 周衍微微一笑 我和他们说过了 谁要是死在 名门大派弟子的身后 谁就要被刻在耻辱柱上 他们都很愤怒 死都不愿意死在你们后头 对名教成员而言 这次进大青山 不仅仅是为了斩妖除魔 更重要的是 他们要在名门大派面前 只冷起来 证明他们不会敌人一等 俞露鸣望向那群 吊锒铛的名教成员 发现他们嬉皮笑脸的面具之下 藏着是一颗 比任何人都要坚定的心 出发吧 进大青山 俞露鸣吩咐道 周衍再次抱拳 然后转身对红牙洞的成员喝道 兄弟们 进山 给咱们的道友们开路 原本吊锒铛的名教成员们 突然起身 骑刷刷地往大青山挺进 脚步没有丝毫迟疑 似乎拦在他们面前的是刀山火海 他们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名门大派弟子见状 心里微微有些羞愧 随后也拿出自己的气势 不愿意落在名教的下风 有的弟子 甚至想要走在名教前头 但发现名教的人 把前面的路堵得密不透风 他根本穿插不过去 此时大家才意识到 这帮乌合之众 恐怕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进入大青山的 在俞露鸣的带领之下 所有人进入大青山 在大青山的面前 他们渺小得如同一群蚂蚁 可偏偏就是这群蚂蚁 却有着撬动大山的决心 傍晚时分 严守一带着名教的精锐 抵达大青山营地 名门大派的顶级势力 已经进入大青山 如今还在营地的 是名门大派的年轻一代 以及名教其他成员 严守一抵达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起身 或围观 或迎接 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 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严守一在名教的地位 好比天师在名门大派的地位 也就是相当于于露明 如今 于露明已经进入大青山 严守一就是所有人的主心骨 严兄 严守一才下车 袁建兴等人就围了上来 赵丞相气愤的质问 是不是你让天师 不让我们跟进大青山的 他们可不想做缩头乌龟 也想跟着师门长辈打头阵 和国师好好斗一斗 魏长青在一旁 没有出手 他知道 这些人是严守一的好朋友 换做是其他人 此时魏长青必须出手 捍卫严守一名教首领的尊严 严守一压了压手 示意大家冷静一点 这是我和老虞共同的决定 他解释道 国师的强大和狡猾程度 远超你们的想象 大青山里情况复杂 我们不能让所有人进去冒险 袁建兴低声念叨 可我们的师父 长辈 他们都进去了 放心 严守一叹了口气 决战之日 即便是牺牲 你们都要排着对地上 会有这个机会的 众人文言 心里一灵 有人提出异议 严会长 您是否过于高估国师的实力了 您的态度也太悲观了 事关天下存亡 我只是习惯 做最坏的打算 我当然希望老虞 他们这次进山 就能抓住国师的弱点 一举将之击败 但严守一又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如果国师真有那么容易对付就好了 严守一走进营地中最大的帐篷 发现柳一人正在帐篷里打坐 只是他眉头紧皱 显然心里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样淡然 有什么消息吗 严守一问 柳一人摇了摇头 国师应该在大庆山里做了准备 他们进山没多久 就与外界失去联系了 紧接着 柳一人反问严守一 明教的人都来齐了吗 明门大派的掌门长老 可全都进大庆山了 而明教这次 只是派了最靠近西川的 红崖洞组织进入 严守一点头 除了我父母坐镇荣城 其他人都来了 你父亲道横很深 他为什么不到大庆山来 柳一人不解 严守一叹了口气 他是最后一道防线 等到需要他出手的时候 说明就连我都败了 为了不被国师打听到消息 严守一和严仇 十分默契地 把九龙化煞大阵的事情隐瞒了 就连柳一人都不知道 这张底牌是什么 很快 天黑了 山里又是寒冬腊月 营地里燃起了不少篝火 却好像都驱散不掉寒意 也驱散不了大家心里的阴霾 严守一等人彻夜未眠 一直在等待着鱼入鸣的消息 然而 大庆山就好像深海中的漩涡 吞噬掉周围的一切 一点消息都传不出来 严守一心神不宁 觉得帐篷太闷了 偷偷地走出去 打算找人要之烟缓解一下焦虑 结果揭开帐篷一看 外头王吉网 老金 何锡平 翁千象 以及一众名门大派精锐弟子 全都凑在一块抽烟 严守一的到来 让大家安静了一阵 随后老金拿出一包香烟 扔给严守一 严守一拿着香烟 叹了口气 还是压了回去 大家都心神不宁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王吉网低声说道 狗日的国师 龙飞城飘了出来 一句话总结了所有人心里所想 也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 韩三面露愁容 韩天狗此时 甚至都没心思 想小姐姐了 正在众人郁闷之时 营地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怎么回事 有人回来了吗 希望是好消息 快过去看看 所有人如同惊弓之鸟 先是吓了一跳 然后不约而同地 往营地出口的方向跑去 严守一跑在最前头 远远地看到 长陵军的后进城 带人守在那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怎么回事 严守一喊道 后进城见是严守一来了 回头吩咐手下 不能后退半步 然后才跑向严守一 道 进大庆山的人 回来了 回来了 严守一眼睛一亮 旋即迅速暗淡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早上可是有上千号人 进大庆山的 如果他们凯旋归来 至少也应该回来几百人吧 于露明要是回来了 后进城不会是现在这副表情 带我去看看 后进城在前头开路 严守一心情沉重地跟在后头 他拨开人群 看到营地入口处 长陵军的成员把守在那儿 周围围的全都是人 可人群中心却只有一个人 那人身穿袈裟 却已经破破烂烂 浑身是血 还断了一条胳膊 模样很是凄惨 严守一一眼便认出此人 他是寒山寺的本恒方丈 本恒是否 直信子的长山当场没忍住 撞开人群 跑到本恒的身边 老金 快来 严守一回头大喊 老金挤出人群 连忙来到本恒身边 稍微诊断了一番 便开始着手救治 名叫当中 还有其他的古一传人 老金忙不过来 便点名将他们喊出猎 一共五名古一帮忙救治 却还是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可见 本恒伤得有多重 那些原本嚷嚷着 要跟着师门长辈 一起进大庆山的弟子们 看到本恒如今的模样 纷纷沉默 甚至有人双腿发软 不敢再往大庆山的方向 再看一眼 回来的人 只有本恒方丈吗 我们的师父 长老 掌门 他们怎么都没有回来 就连天师 也没有动静 国师 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严守医来到本恒的身边 蹲下身子 声音低沉地问道 本恒方丈 其他人呢 稍微回了几口气的本恒 默默地低下头 好一阵子才回答 都死在大庆山里了 所有人都死了 人们一阵沉默 然后开始不断地 重复这几个字 那么多强大的掌门 那么多厉害的长老 还有继承了老天师 一波的余露名 一千多号人 代表着名门大派 最顶尖实力的那些人 全都死在大庆山里了 恐惧开始蔓延 席卷整个营地 吞噬着大家的信心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赵承向后退几步 差点就没站稳 若不是袁建兴扶了他一把 他恐怕要跌坐在地上了 韩三咬牙道 本恒方丈 我师父他和国师过招了吗 过了几招 袁建兴也忍不住问 劳山派的弟子都是怎么死的 您亲眼看到了吗 大家关心则乱 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地围着本恒方丈问话 但现在本恒方丈 哪有力气一一回答 被大家这么一吵 他甚至又吐出一口老血 脸色再度苍白几分 别吵 本恒方丈魂魄不稳 你们要是再吵吵 可能连他都会死 老金怒斥道 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吵杂声中 尽管内围的几人已经安静下来 但外围的弟子们依旧没消停 眼守一脸色一沉 先是给本恒方丈上了一道金光皱 护住他的刷 然后转过身用佛门狮子吼怒吼一声 安静 他这一吼 众人被震得头晕眼花 立刻安静下来 老金趁机帮本恒方丈运气 稳固他的魂魄 本恒方丈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 但回想起在大庆山里所经历的事情 他的心里依旧有挥之不去的阴霾 本恒方丈 不着急 您慢慢说 眼守一轻声安慰道 曾经强大的扫地僧 现在已经落魄到这副模样 眼守一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 本恒的眼里眉光 仿佛失去了信念 他咳嗽了几声 声音沙哑地说道 大庆山地形复杂 而且国师应该在山中布下了不少阵法 我们一路前进 沿途摸排掉不少陷阱 但依旧陆续续 有人与队伍走散 一直到大庆山深处 一千多人的队伍 仅剩五百人不到 天师感应到 大庆山深处有强烈的煞气 因此他断定国师就藏在哪 所以我们也顾不得那些走丢的同伴 打算去一探究竟 然而却在山谷里 遭到了之前走失的道友们的袭击 那些人很奇怪 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们了 攻击的手段也完全不一样 而且像是僵尸似的 汗不未死 即便手脚断了 也不知疼痛 我们毫无防备 加上担心伤了道友束手束脚 所以又折损了不少人 好不容易打赢了这场遭遇战 前方又有人发现了 最早一批在大庆山中失联的道友 天师令毛掌门带人前去查看 没想到 那群本应该等着我们营救的道友 居然对毛掌门 他们出手 毛掌门愤怒至极 带着弟子奋力反抗 原本对方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可山中突然飘出血雾 敌人被血雾覆盖以后 战力大增 而我们的人接触到血雾 便会呼吸困难 皮肤溃烂 溃不成军 最后毛掌门一怒之下 引来天雷洗礼 与所有敌人同归于尽 听到这里 韩三咬紧牙关 双拳紧握 他知道师父用的那一招的代价 明白自己的师父必死无疑 虽然心里已经充斥着悲伤 但韩三依旧有一点小小的庆幸 他的师父到死都没有放弃 毛山弟子 即便走投无路 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毛掌门的牺牲 给我们争取了时间 大家疯狂撤离 想要逃离血雾 没想到血雾当中又冒出了许多影子追兵 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 牢山派的墨掌门一怒之下 待人在后方布阵 替我们挡住了血雾和影子追兵 最终却全军覆没 袁剑心低着头 盯着手里的桃星剑 心情沉重又复杂 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大庆山里 和师父他们并肩战斗 可如今他发现 师父是对的 严守一和余露明也是对的 如果大家都死在大庆山里 牢山派剩下的人该怎么办 这剩下的仗要怎么打 我们剩下的人此时才意识到 第一批进入大庆山的幸存者 多半已经向国师投降的 大庆山就是一个陷阱 引诱着我们进入 所以继续深入已经没有意义 早点离开大庆山 保存实力才是正确的选择 于是大家开始撤退 却不想山里又飘起了白雾 所有人都晕头转向 找不到离开的办法 好在昆仑山雁家精通风水 发现这些都是国师部下的风水困局 他一番破解 总算带着大家离开白雾 但我们虽然逃出了白雾 却没有逃出大庆山 当我们从白雾中逃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棵苍天大树 如同白米大厦一样高 它的树冠遮天蔽日 树干上还长着一张人脸 国师就在那张人脸的眉心处 众人的呼吸忍不住变得急促 历经了千辛万苦 折损了毛山派和劳山派的力量以后 队伍才只是见到国师真身而已嘛 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战斗会有多么的惨烈 神术 严守一滴声嘻喃 这棵神术的存在 他已经通过联合得知了 并且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告诉于露明 如今于露明他们 真的在大庆山里见到了神术 还发现国师就在神术里 这多半代表着 国师能够依靠神术恢复实力 接下来 发生了什么 严守一滴声问 本横方丈眼神空洞 仿佛在回忆着 十分恐怖的事情 他咬着牙说道 那棵大树垂下无数气生根 缠绕着之前死去同伴的尸体 其中甚至有毛掌门 墨掌门他们的身影 我认真观察过 他们似乎还没死 但也奄奄一息了 大树的前方 则是尸山血海 里面全都是死去的道友们 国师亲手打造的木魁法身 也在一旁虎视眈眈 国师一声令下 那些死去的道友的尸体 全都变成提线木偶 前赴后继地朝我们扑来 我们的人数已经不占优势 而且一路上的围锥堵截 已经让大家筋疲力尽 面对这般汹涌的攻击 一开始还能面前抵挡 后来却随着检员节节败退 本横方杖 静静地描述着大战的场面 俄眉派冠云师太之身杀敌 浮沉帆腹之间 千万银针从天而降 将敌人死死地定在地上 昆仑山燕家启动联合阵法 大火焚烧天地 挡住了无数僵尸 红崖洞的周眼吹动索纳 招来无数恶鬼助阵 可国师那边的人手 却源源不断 而且不畏生死 反而越杀越多 五百人的队伍再次锐减 只剩下两百人左右 在大家筋疲力尽之时 天师终于出手 他一出手便是最强的杀招 天师鹿 岩首依神色肃穆 这天师鹿可是 于露鸣的最强招数 上次他们俩过招的时候 于露鸣差一点就使出来了 只是后来被岩首依打断 因此 他现在还不知道 天师鹿的威力到底如何 天师鹿一出现 便化作狂雷席卷全场 所有的僵尸 影子和木魁法身 全都被摧毁 整个庆江国遗址里 只剩下那棵奇怪的大树 只是天师 也因为使用了天师鹿 直接进入了虚弱状态 甚至连修为都有所折损 本横方丈陈生说道 我们本以为战斗就此结束 没想到 这只是刚刚开始 正要松一口气的众人 顿时感到一阵窒息感 折损了那么多人 天师甚至拿出了最强杀招 战斗却只是刚刚开始 无法想象 当时在大庆山里的那些人 面对着怎样的压力 那棵大树树干上的人脸睁开了眼睛 国师也醒了 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帮手 却一点都不着急 反而开始妖言获众 他说 自己已经自立为王 从此不叫国师 要我们喊他国主 并且说出他的真正名字 江无牙 江无牙还自称是天师的生父 众人震惊 大骂江无牙乱说胡话 他们都认为 江无牙是为了动摇天师决心 才这么说的 只有严守一保持着沉默 他知道真相 江无牙有很大概率 就是于露明的生父 天师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父亲 本横方丈也忍不住嘲笑了一声 但他却注意到严守一的身色 身为禅师的本横方丈 瞬间想明白了什么 他微微沉默 直接跳过了这个话题 继续说道 江无牙一直想到的 就是天下 是无可匹敌的权利 是绝对的至尊宝座 因此 他折服千年 在大庆山里 做好十足的把握 等待有朝一日 破解明教死结 然后再以真身一统天下 可以说 明教道点的出现 便是促使江无牙 拉开最后决战序幕的导火索 我们双方在对峙 关于师太兴许 是想到了峨眉派被灭门之仇 没忍住直接对江无牙出手 没想到江无牙体内 爆发出恐怖的煞气 直接重伤关于师太 并且也用气生根 将他困住 严守一心里一紧 关于师太是他的小姨婆 二人的关系 不仅是前辈与晚辈 更像是亲人 我们与江无牙苦战 却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江无牙 不仅会民间教派的所有本事 更对我们名门大派的能力 一清二楚 所以 即便我们所有人联手 他也总能找到我们的破绽 将我们逐个击破 从始至终 他甚至都没有离开过那棵大树 我们的人接连倒下 但江无牙并没有着急杀人 而是用气生根 将重伤之人困住 掉在半空中 后来我才知道 江无牙为了恢复伤势 打算将所有人当作他的养料 他要慢慢地将大家吸收 天师发觉 我们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 便打算破釜沉舟 由他带人殿后 红牙洞的周衍 带着一对人 与我一起离开大庆山 给大家通风报信 我们起初都要求天师离开 可江无牙一出手 我们便知道 除了天师以外 没人能拦得住江无牙 江无牙再次召唤出一群木魁法身 天师也从地府 借来因兵与之抗衡 江无牙动用气生根 天师便手持六条 一路披荆斩棘 二人打得惊天动地 最后天师全身伤痕累累地 杀到江无牙的面前 一箭刺穿了江无牙的胸口 可江无牙是天煞师魁 他根本不惧这点伤势 天师又连着出了好几招 甚至全力使用五雷正法 召唤出来的天雷把整棵百米大树吞没 却依旧没能杀死江无牙 最后 江无牙直接吸干了墨掌门的生命力 稍微恢复了一点实力 便把天师打得节节败退 天师宁死不愿输给江无牙 打算再使用天师鹿与江无牙同归于尽 没想到江无牙直接打断天师施展的天师鹿 用气声跟刺穿他的身体 夺走了他的心脏 把他的身体掉在空中 多半 江无牙是舍不得天师直接死去 想要把他的生命力也吸得一干二净 我们眼看天师落败自知大势已去 便要回来将真相告诉大家 可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又冒出了无数木魁法身 我们的人接连倒下 就连周延也在逃离的过程当中 为了保护我们而牺牲 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 本横方丈终于杀出重围 回到营地 据实浩浩荡荡上千人马 回来的时候只剩下本横方丈一人 或许对本横方丈而言 死在大庆山里才是最轻松的结果 然而却要背负着这些沉重的枷锁 将大庆山里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众人 连天师都不是江无牙的对手 掌门他们都死了 我们还有进攻大庆山的意义吗 这场战斗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赢吧 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江无牙 营地的士气降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国师的强大 大家经过衡量以后 绝望地发现 几方根本不可能战胜江无牙 韩三 袁建兴等人沉默不语 眼神时不时望向大庆山 却又缺乏直视大庆山的勇气 因为大庆山里 有江无牙这个神魔一样的存在 就在众人低头沉默的时候 严守一却缓缓走出人群 人们不由自主地看向严守一 不知他要做什么 是要屈服了吗 屈服也能够理解 毕竟他要面对的是一个 筹划千年的老妖怪 反观严守一 尽管他已经很出色了 但他只有二十岁出头而已 终究是比不了的 只见严守一走出人群 来到营地之外 面朝着大庆山的方向 他深吸一口气 直接动用佛门狮子吼 歇斯底里地发出一阵怒吼 江无牙 我曹你老母 所有人愕然地望着严守一 他不应该屈服吗 严兄 天师已经死了 见严守一还在对着大庆山破口大骂 赵丞相不忍地提醒他 但严守一对赵丞相的话 置若未闻 天师死了 朱掌门被抓 悬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众人士气低迷 心也快散了 不知自己留在大庆山的意义何在 倒不如早点回去 带着妻儿老小远走高飞 尽可能地远离大庆山这个是非之地 不管如何分析 这一场仗 他们似乎都已经毫无胜算 有人见严守一在痛骂江无牙 以为严守一已经开始自暴自弃 便忍不住说道 严会长 您作为如今玄门仅剩的主心骨 应该早点认清事实 做最坏打算才是 我们已经尽力了 现如今应该赶紧做打算 等江无牙恢复实力 肯定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的 唉 我玄门传承几千年 可现在看来 玄门要变天了 听着众人的低声劝说 女汉指照一摇气不打一处来 他扯着嗓子喊道 这才哪跟哪啊 你们这么快就放弃了 还没有我一个女孩子家的有种 你们的掌门若是知道 你们都是这种闹祸 死了也会气活过来 你怎么说话的呢 我们这是理性考虑 从长记忆 罗宁咬咬牙 从背后推了推严守一 询问道 你快表态吧 大家已经不知该怎么办了 人心就快要散了 此时严守一若是再不站出来 玄门众人心里的这口气 将永远拒不起来了 严守一缓缓转过身 在众人的瞩目之下 他低声说道 天师没死 诸位掌门也没死 常山犹豫了一下 可师父说 天师的心脏被挖走了 只是挖掉心脏罢了 严守一问常山 你的心脏被挖走 会立刻死吗 常山摇头 其实不仅是他 在场修为稍微强一点的 都有保命的手段 不会被轻易杀死 你都如此 何况天师 严守一大声说道 江无牙想杀人 根本不会再留守 如今他是想留着 所有人的性命 慢慢吸收消化 恢复伤势 众人一阵沉默 也就是说 天师和诸位掌门并没有死 他们还有获救的希望 严守一鹤道 他们还在苦苦坚持 而你们却想要放弃了吗 我看易瑶说得不错 你们都是没中的货色 之前发牢骚的 全都是明门大派的精锐弟子 反而是明教这边 无人退缩 这倒不是因为 明教的成员 比明门大派弟子厉害 而是因为 这次折损的 都是明门大派的强者 弟子们得知师父落败 心里一时间 变得更加脆弱了 但不代表 他们都是废物 明门大派的精锐弟子们 咬咬牙 站出来说道 我们不怕死 但大家也看到了 就连掌门他们 都不是江无牙的对手 我们进大庆山 还不是送死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严守一沉着脸 看向大庆山 低声说道 你们做好准备 我会想办法牵制住江无牙 你们无论如何 都要把天师他们带出来 众人望着严守一 表情惊讶 严守一想要一个人 牵制江无牙 这会不会太勉强了 罗宁担心道 还有第二人学吗 严守一苦笑一声 回头喊道 老王 一人 元凶 韩三 后前辈 你们敬我迎仗一下 被严守一挑中的人 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是在悬门当中 一呼百应的人物 其他人也许会放弃 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 老金和其他古医 负责照顾重伤的本横方丈 而严守一 则带着大家 走进营帐内 营帐内 严守一副手而立 面前站着的 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此时都以严守一为首 王吉网咒媒道 老严 你有计划了吗 计划一直有 在老鱼进山之前 我们就已经设想了 无数种情况 严守一沉生说道 老鱼他们被俘 是极坏的情况 但并不是完全没有 破局的可能 怎么破局 柳一人问 我会出手 但重点不在于我 而在于你们 严守一目光如炬 盯着在场的人们 我们 怎么会是我们呢 如今能击败 江无牙的人只有你 韩三疑惑道 江无牙做的准备 超出我和老鱼的预料 按照现在的情况 我们战胜 他的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我们需要时间 严守一沉生道 我的计划是 让我去封印江无牙 给你们创造时间 在有限的时间里 你们不光要救出天师 和掌门们 还要努力提升自身修为 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众人心中一灵 他们都是年轻一辈的天才 前途无量 如今悬门有难 如果他们不计后果的提升修为 短时间内 未必不能超越各自的门派掌门 只是 那样做的话 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 有可能会一辈子道行 无法再前进一步 也有可能会透支阳寿 早早归西 放在过去 拥有无限可能的他们 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可现在情况危在旦夕 如果没能打赢江无牙 就没有未来可谈 孰亲孰众 众人心里已经清楚明了 后进城苦笑道 我们不仅堵上悬门的所有力量 还堵上了悬门的未来 无所谓 百姓会记住我们的 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王吉网淡然一笑 多少人拼尽全力 只为亲史留名 而现在正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怎么可能退缩呢 圆剑心道 柳一人皱着眉头 只是 封印之事 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严首一道 我曾在秦始皇陵墓当中 使用佛门的六道地藏 伏魔神印 封印伙伴 那位可是连江无牙 见了都害怕的人物 所以我打算顾忌重施 你们放心好了 封印会让我和江无牙 一起被封印 等到你们做好准备了 再解开封印 那时 便是最后决战之时了 尽管严首一 已经做好了计划 但当众人完全了解 计划的全部以后 依旧感觉被压力压得 喘不过气来 这一战 不成功 便成人 黎明破晓之时 悬门最后的力量 也开始进入大庆山 所有人神色肃母 誓死如归 天空中 严首一坐在三元的背上 手边放着斩破刀 三元正驮着他 深入大庆山 从天空俯瞰下去 正在进入大庆山的人们 渺小如蝼蚁 斩破刀里 传来龙飞城的声音 严哥 我还不知道三元的来历呢 严首一微微一笑 伸手摸了摸三元的脑袋 道 等大战过后 我再告诉你 我靠 严哥你也太不道德了 哥我还卖关子呢 龙飞城郁闷无比 我可是你两肋插刀的兄弟啊 何止是两肋插刀 你现在就是一把刀了 严首一笑道 跟着我进大庆山 你后悔不 哼 有什么可后悔的 江乌牙是 我们兄弟俩共同的敌人 我有预感 我的使命 就是一刀霸江乌劈成两半 送他归西 龙飞城一如既往的狂妄 根本没把江乌牙放在眼里 严首一摸了摸鼻子 实不相瞒 待会儿还真要靠你出手 嗯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你能用祖龙剑 就别用斩破刀 祖龙剑比我好使 龙飞城描怂 你 祖龙剑要是有剑灵 此时多半恨不得 砍龙飞城几剑 严首一一正无奈 解释道 不是让你去杀江乌牙 而是让你去骂他 骂人 这个我在行 但是 大庆山是江乌牙的主场 我们找到他的位置以后 不能深入敌营 所以要靠你把他骂出来 这样啊 龙飞城还是有点疑惑 道 可江乌牙可是活了千年的老妖怪 他的心性肯定特别坚韧 光骂几句 他应该不会上套吧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加油 我看好你 因为本恒方丈提前告知 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完全锁定 庆江国的遗址所在 以三元的飞行速度 不到半个小时 就能抵达山谷上方 只可惜的是 现在山谷里还有余陆明等人 否则严首一完全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获得军方的同意 干脆对这片山谷进行无差别轰炸 就算江无牙再强 也挡不住核弹吧 奈何江无牙有人质在手 严首一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 对付了 半个小时后 三元带着严首一抵达庆江国遗址 远远的 严首一并没有看到神术的踪影 可当三元穿过一片结界之后 巨大无比的神术 突然拦在严首一的面前 因为其过于巨大 甚至会给严首一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 尽管他其实距离神术 还有百米之遥 到了 严首一深吸一口气 他已经嗅到浓浓的血腥味了 也不知这血腥味是鱼露鸣他们的 还是邪恶的神术散发出来的 一向画牢的龙飞城也微微沉默 成为刀魂以后 我的感官变强了许多 这神术散发出来的气味 很难闻 血腥味是神术散发出来的吗 严首一惊讶地问龙飞城 龙飞城点点头 没错 严首一微微汗手 看样子难对付的不只是江无牙 这神术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不过这一次进山 严首一真正的目的是 封印江无牙 营救于陆明等人 所以他不是特别想招惹这怪异的神术 严首一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而后他从胯包中 掏出了一把用木头雕刻的小飞虫 这些木头小飞虫中 由田卷放入了特殊的蛊虫 可以加强他们与严首一之间的联系 撒出小飞虫以后 他们向着不同方向飞去 像是一个个小型无人机 替严首一侦查庆江国遗址里的情况 严首一的意识 连接到这些小飞虫身上 轻松获取山谷里的信息 他看到了神术的真面目 也看到于陆明等人 像虫勇似的被气声跟包裹着 挂在半空中 也看到了本横方丈所说的 尸山血海 但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看到神术的人脸 以及坐在神术人脸没心处的江无牙 江无牙去哪了 严首一眉头一皱 龙非诚小声说道 江无牙不在 那咱们为何不趁这个机会 赶紧去把其他人救出来 没那么简单 江无牙虽然不知去哪了 但神术周围 还有不少木魁法身 以及僵尸守着 严首一思考片刻 还是决定保守起见 先找到江无牙的下落再说 就算由本横方丈提供了不少信息 但现在的大庆山依旧危机四伏 悬门已经损兵折降过一次了 再也经不起第二次折损 让三元小心翼翼地降落在附近 严首一收敛所有气息 带着龙非诚步行搜索 三元则在附近的树梢上 帮他们放哨 山谷里还存在着不少战斗过的痕迹 可想而知 驴露明他们昨天 有多么歇斯底里 只可惜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谋划了千年的老妖怪 山谷里静悄悄地 沁江国的遗址上长满了青苔 严首一来到这里 竟有一种古怪的熟悉感 这里也曾是沁江将军的家乡 所以我的魂魄 才会有这种故地重游的感觉吧 严首一心想 沁江国遗址的中心位置 便是神术的位置 就连皇宫都要往旁边挪一挪 此时严首一抬头 就能看到神术 却依旧找不到江无牙的踪迹 龙飞城的声音 在严首一脑海里响起 严哥 现在是特殊时期 我想不通江无牙有什么理由离开神术 你竟然开始思考了 牛逼 严首一忍不住夸奖龙飞城 龙飞城 谢向 不过你问的问题 确实也让我觉得奇怪 江无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难道不是守在神术旁 抓紧时间吸收老于他们的生命力吗 严首一叹气 如果沁江将军还在的话 应该会知道原因 不过 他又想起了一个好帮手 找了个偏僻安全的地方 严首一打算将江无牙的弟子 维吾欣 再召唤出来 好好拷问拷问 却在此时 严首一恍惚之间 似乎听到有人在呼唤他 那声音十分飘渺遥远 但严首一却能清晰地确定 声音来源的方向 在西边 是江无牙吗 严首一眉头一皱 决定暂时不搭理那声音 而是先将维吾欣弄出来 维吾欣早已经习惯被拷问了 他刚刚被严首一从马灯里放出来 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吧 我肯定知无不达 你倒是挺配合的 反正命现在在你们的手里 维吾欣叹了口气 他其实更害怕他的师父 但现在身不由己 他也就不想挣扎了 你看看这周围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严首一问 维吾欣本是没心思看周围的 他先是随意瞥了一眼 发现四周都是断壁残骸 便打算问严首一 他们现在在哪 可他无意间注意到远方的神术 整个人顿时打了个机灵 他从地上弹起来 不敢相信地望着神术 随后喃喃道 这里是沁江国 是我的故乡 千年时光 也不过弹指一挥间 恭喜你回家 严首一道 原本无比兴奋的维吾欣 很快就安静下来 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落寞 可惜我的国 我的家 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维吾欣知道 沁江国被灭 现在他虽然站在故土上 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朋友 这种落寞感 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维吾欣忽然间想到什么 紧张地问 我师父呢 他应该也在附近 那你放我出来做什么 维吾欣怒道 快带我离开这里啊 龙飞城嘲笑维吾欣 你怕什么 有什么可怕的 这里不就是江湖雅的老巢吗 小爷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可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的 要不是维吾欣知道自己地位低微 恐怕现在就要冲过去 捂住斩破刀的嘴了 他弯着腰 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里到处都是我师父的耳目 眼手一脸色一沉 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维吾欣四下张望着 心神不宁地说道 我师父的耳目通天 过去在沁江国国都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嗨 那是过去了 今时不同往日 龙飞城强颜欢笑 同时一直注意着 严守一的微表情 严守一冷静地环顾四周 并没有在意 维吾欣的担心 如果江湖雅真的知道他在这里 现在小心也没有用了 倒不如坦坦荡荡 继续做该做的事 严守一问维吾欣 你师父被我中创 逃回此地 躲进神树中疗伤 可我发现 今日他并不在神树当中 你可知道 他会去哪 维吾欣眉头一皱 似乎好一阵子 才消化掉严守一所说的话 同时 他对严守一的态度 又谦卑了几分 因为他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可能比他所恐惧的师父 还要恐怖 庆江国还在之时 我师父每天的生活 都是两点一线 要么在神树附近举办祭祀 或者开谈讲法 要么去皇宫里 带着国主修仙 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之下 才会改变形成 龙飞城插嘴道 怎么样才算特殊情况 他拉肚子算吗 维吾欣吓得左顾右盼 生怕江无牙会突然 从什么角落里钻出来 把他们全都杀光 发现并没有发生 什么可怕的事情以后 维吾欣低着头说道 除非是国主 有吩咐 又或者是 今日是什么日子 维吾欣突然发问 严守一掐指一算 按照千年前的日历计法 将日期告知 得知日子的维吾欣 似乎已经想到了答案 他轻叹一声 说道 今日是师父妻女的忌日 他总是会在今日风雨无阻地 祭拜妻女 这个回答 令严守一和龙飞城感到惊讶 龙飞城脱口而出 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 也有妻女 维吾欣的表情 不如之前害怕 他似乎知道些其他什么 但他并不打算说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江无牙妻女的墓 应该早就不在了吧 你还记得他在哪吗 严守一问 维吾欣犹豫了一下 答道 将军服 将军服 沁江将军的府邸吗 严守一询问维吾欣 得到了维吾欣肯定的回答 维吾欣说道 将军府内有一座镇国神社 神社里供奉的是镇国剑 镇国剑 乃是我们沁江国的镇国之宝 是国主为沁江将军量身打造 当时国主派师父走遍天南地北 收集所有生长在天下龙脉上的特殊材料 回国后用烈火焚烧9981天 最后铸成了镇国剑 严守一露出惊讶之色 他虽然没能从沁江将军那儿 获得镇国剑 但在几次幻境的战斗当中 他的意念总是拿着镇国剑 如今他才知道 这一柄绝世神兵 竟然出自江无牙之手 镇国神社和江无牙的妻女 有什么关系 龙非诚不解地问 因为镇国剑的剑灵 是师父的妻女 什么 原本已经感到惊讶的严守一 此时已经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了 堂堂一国之宝镇国剑 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的神兵利器 竟然是用江无牙妻女铸造的 更荒唐的是 镇国剑本身就出自江无牙之手 最后却成为葬送他妻女的坟墓 这 当年师父铸成镇国剑后 需要找寻世界上最纯洁的灵魂 成为剑灵 国主为了击败于蜀国 下令在全国寻找这样的灵魂 最后却发现 符合条件的人只有师父的女儿 于是国主说服师父 让他献出自己的女儿 师父当年还没有成为国师 身份地位远远无法改变国主的决定 他只能忍痛将女儿献出 国主为了安抚师父 才让他直接成为国师的 结果在最后住剑的日子 师父的妻子突然闯入住剑现场 抱着女儿一起跳入住剑池中 并且发出了罪恶毒的诅咒 师父的妻子 要用自己的灵魂玷污镇国剑 要让镇国剑成为唯一 可以杀死师父的绝世兄兵 听到这儿 严守一的脑海里 浮现出沁江将军 拿着镇国剑在战场上杀敌的画面 他终于意识到 镇国剑并非是镇国之剑 而是一柄仇恨之剑 难怪他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原来他的背后藏着 这样的血与恨 江无牙在沁江国国督众神术 是在镇国剑剑成之后吧 严守一低声问道 唯无心默然点头 严守一终于明了 一切仇恨的根源了 江无牙或许曾经深爱着沁江国 为了给沁江将军驻剑 开疆阔土 他不惜走遍天南地北 收集材料打造镇国剑 然而 正是他深爱的国家 却背叛了他 昏庸的国主 夺走了江无牙的妻女 而他别无选择 只能顺从 用女儿助见 从那以后 江无牙虽然位置国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他的内心 却永远缺失了一块 所以他不再把沁江国放在心上 而是以自己为中心 他众神术夺取国运 诱导国主修仙怠慢朝政 也对镇国剑的使用者 沁江将军恨之入骨 才有了后来的恩怨情仇 每年今日 不论师父有什么事 他都会放在一边 前去将军府的镇国神社 祭拜妻女 唯无心说道 即便过去千年 想必这个习惯 师父也不会改 龙飞城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很好奇 江无牙在镇国神社的时候 究竟是懊悔多一点 还是仇恨多一点 在江无牙的心目中 妻女的性命 与自己手里握着的权力 孰倾孰众 我知道了 眼手一挥挥手 打算收回唯无心 唯无心紧张地问 你们该不会要去找他吧 这就无需你来多问了 眼手一强行收回唯无心 他既然已经来到大秦山中 肯定是要去见江无牙一面的 而且现在江无牙在将军府 没有神术的帮助 他的实力有限 正是最脆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去找他 说不定还有击杀他的机会 收了唯无心 眼手一辨认了一下方向 便依靠着沁江将军 留下的模糊记忆 朝着将军府的方向走去 斩破刀飘在眼手一身边 龙飞城说道 颜哥 听着好像江无牙 也是个可怜人啊 冤有头债有主 江无牙虽然可怜 但他应该去报复 沁江国的国主 而不是拿沁江国的百姓 献给神术 也不是在千年之后 还想着一统天下 眼手一不会与坏人同情 他冷冷地说道 小龙 如果你是千年前的江无牙 沁江国主让你献出你的妻女 你会怎么做 龙飞城立刻嚷嚷道 小爷我肯定一刀 劈了那杀笔国主 这不就对了 眼手一道 当年的江无牙 也可以选择带着妻女 远走高飞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交出女儿 说到底也是他自己贪恋权力 不惜用女儿的性命交换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觉得 江无牙一点都不可怜 而且可恨至极 龙飞城又恨得牙痒痒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 但我向来 是以最大的恶意 来揣测江无牙的 眼手一叹了口气 他当然希望 全天下的人都能拥有真善美 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每当他想要同情江无牙的时候 脑海里就会浮现出 那一张张死在江无牙手中的伙伴们的脸 江无牙不值得同情 地狱是他唯一的归宿 二人在庆江国遗址里行走 偶然间还能看到一些破碎的雕像 其中甚至有庆江将军 骑着踏雪的形象 可见当年庆江将军在庆江国 有多么受百姓爱戴 只是时过境迁 这里的人和事早就被掩埋了 孤身来到将军府外 严守一发现这里并没有被水浸泡 想来将军府地势本来就高 肯定是一块风水宝地 原本豪华的木门早就腐朽成灰 门头上残留着曾经挂牌匾的痕迹 却不见牌匾 从外头往里看去 里面一片破败 却依旧能让人想象出 将军府曾经的辉煌 只可惜 庆江将军已经魂飞魄散 否则故地重游 他肯定会有许多感慨 严守一站在门外感叹一声 便将这些杂念抛在脑后 江无牙开启一场宿命决战 走进将军府 按照记忆中的路线 严守一很轻易地来到镇国神社 镇国神社外是青石铺就的地面 即便过去千年依旧十分平整 只是缝隙中杂草丛生 都快咽到严守一的腰了 微风吹拂 杂草起起倒下 严守一这才看到 跪在镇国神社里的江无牙 三元落在围墙上 警惕地盯着江无牙 龙飞城默默地落在严守一的手里 随时打算对江无牙出手 他早就察觉到严守一来了 他缓缓转过身 冷冷地盯着严守一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江无牙问 严守一点头 将军府镇国神社 另外 关于镇国剑的事情 我也都知道了 江无牙点点头 没有纠结严守一 为何会知道这些事情 他抬眼看向镇国神社 里面有一尊残破的雕像 脑袋和半个身子 都已经被人砸坏了 只剩下下半身与半只胳膊 那只胳膊抓着一柄长剑 长剑剑剑朝下 抵在台面上 雕像便是沁江将军的雕像 纳柄剑正是镇国剑 严守一感到诧异 不说千年过去 当年沁江国灭国之时 难道没人记得取走镇国剑吗 江无牙沉生说道 镇国剑只有你能拿得起 严守一微微汗手 看样子镇国剑和祖龙剑一样 并不是谁都认的 没能获得镇国剑认可的人 想要强行使用镇国剑 只会被剑灵所伤 我曾无数次想把镇国剑带走 但他们不愿意 江无牙又说 严守一上前一步 问既然你每年都到这里来忏悔 那是否想过如何赎罪 江无牙咧嘴一笑 掌握天下 万人之上 你是懂赎罪的 龙飞城吐槽道 我要是你 早就跳河自杀了 下辈子给妻女当牛做马 这才叫赎罪 江无牙对龙飞城的言论不屑一顾 他自顾自地说道 一统天下 举世无敌 便再也不用担心在乎的人受伤害 这是我想要的 嗯 现在你快要达成你的目标了 可你还有在乎的人吗 严守一朝道 于露鸣可是你亲儿子 还不是一样成为你的垫脚石 所以 少用别人的悲惨 来掩饰你的绝情 江无牙 你能有今天 怪不得别人 全是你就由自取 严守一毫不客气地 揭穿了江无牙的虚伪面具 连自己的妻女都能献出去的人 有什么同情可言 退一步说 千年前江无牙没有选择 可千年后 他还不是一样对于露鸣下手 所谓亲人 在江无牙的眼里 不过是他通往至高无上王座的垫脚石罢了 随时可以牺牲 江无牙之所以年复一年的 来到镇国神社忏悔 绝不是因为后悔 等等 严守一似乎注意到了什么细节 既然江无牙到镇国神社 来并不是想要忏悔 那他还到这儿来做什么 除非 除非镇国神社里有什么 让江无牙在乎的东西 不亲自过来看一眼 他不放心 难道是 严守一目光上移 看向了镇国神社里的镇国剑 江无牙的妻子死前 曾对江无牙发出诅咒 说要让镇国剑成为唯一 可以杀死江无牙的绝世兄兵 难不成江无牙是来看镇国剑的 他害怕镇国剑被我取走 所以才不放心 过来查看 想到这一点 严守一瞳孔不由的一缩 江无牙也注意到了严守一的微表情 他的眼角微微抽搐 二人对视沉默 下一秒 严守一便朝着镇国神社跑去 同时在心里对龙飞城大喊 小龙 镇国剑是唯一能杀死江无牙的武器 快和我一起把他抢过来 嗯 啊 那你 龙飞城还没有反应过来 严守一已经带着斩破刀 冲进镇国神社 与此同时 江无牙也露出了惊慌之色 他一脚踏地 直接动用奇门遁甲之术 将地上铺就整齐的青石板 全部召唤起来 一块块地拼接在镇国神社周围 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碉堡 严守一被挡在外头 虽然皱着眉头 眼神却透露着希望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江无牙想要的根本不是长生 长生之法对他而言轻而易举 他真正害怕的是镇国剑 他想要逃避 自己会被镇国剑杀死的诅咒 所以 他把自己炼成天煞尸魁 想尽一切办法把我除掉 因为他担心自己有朝一日 会被我杀死 龙非诚此时 才终于领悟到严守一的意思 他激动地说道 这么说 只要我们得到镇国剑 就能杀死江无牙 一定可以的 严守一目光灼热地盯着镇国神社 尽管现在镇国神社 被江无牙严防死守 但镇国剑已经是问中之鳖 想要得到他并不难 镇国剑指认沁将将军 严守一是庆江将军的转世 所以必然可以拿起他 而江无牙却不行 所以他只能死守镇国神社 不给严守一得到镇国剑的机会 江无牙 你的死期到了 严守一大笑几声 直接用斩破刀劈砍在青石板上 他直接将体内的煞气全部放开 斩破刀的封印也被解除 恐怖的煞气 几乎要将整个将军府吞噬 此时已经是生死关头 严守一没必要再限制自己的实力 该死的庆江将军 镇国神社内 江无牙看着微微颤抖的镇国剑 心中恐惧到极点 他低估了严守一的智商 没想到严守一这么快 就会发现端倪 找到他的弱点 镇国剑似乎感应到严守一的存在 也想要挣脱束缚 不过江无牙不会放任不管 他一招手 镇国神社内的地板突然破碎 无数气声跟从地底钻出 如同蟒蛇一般 缠绕在破碎的雕塑上 将镇国剑死死地压制住 镇国剑已经被封印多年 力量遭到削弱 根本不是神术的对手 江无牙又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脸色森然地说道 严守一 你胆胆到大庆山来 就别想活着离开了 镇国神社外 严守一正在疯狂地 攻击着青石堡垒 突然 地面崩裂 十几条笔水缸 还要粗的气声根钻出 狠狠地拍向严守一 严守一冷哼一声 看到迎面来的气声根 他一刀斩出 瞬间将气声根斩断 被斩断的气声根落在地上 压得那些千年遗迹 瞬间崩塌 扬起一阵烟尘 然而 烟尘当中 却传来无数哀嚎声 严守一低头定睛一看 发现被斩断的气声根 竟然变成了一只 只被囚禁的魂魄 这些魂魄 穿着明显不属于 这个时代的衣服 它们大多是千年前 沁江国的子民 江无牙把那些百姓的魂魄 献给神术 被神术转化成了气声根 那些魂魄 就这样随着神术 被囚禁的千年 严守一脸色阴沉 他觉得自己杀神的名号 只是徒有虚名 真正的杀神 是江无牙才对 还没等他多思考 其他的气声根 又朝严守一挥舞而来 诡异的是 那些气声根上 竟然伸出无数张 扭曲痛苦的脸 一双双苍白的手 努力地伸出 想要抓住严守一 祈求得到他的帮助 斩断气声根 也有可能会让这些 无辜的魂魄 魂飞魄散 一时间 严守一陷入纠结当中 他不想牵连无辜 只是气声根 可不会管严守一那么多 其中一根气声根 从严守一意想不到的角度 鞭打而来 严守一正面中招 整个人都嵌入地下 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 气声根攻击他的一瞬间 仿佛也从他的魂魄上 撕走了一块似的 严哥 还手啊 龙飞成咬牙道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肯定有解决的办法 严守一挣扎着爬出深坑 召唤三元过来 载着他飞到半空中 暂时脱离气声根的攻击范围 却在这个时候 气声根忽然齐齐一颤 然后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缓缓缩回土地里 这 已经做好苦战准备的严守一 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得一愣 好端端的 怎么就尾了呢 看来这神术也不咋行啊 龙飞成不放过任何一个 嘲讽的机会 我要是还活着 90岁的时候 坚持的时间都比他久 神术要是能听到龙飞成的话 估计气得怎么着也得再哆嗦几下 镇国神社里的江无牙 对神术的反应也十分茫然 但很快 他就想到问题出现的原因了 神术本体受到伤害了 与此同时 神术旁 由王吉王等人带领的大部队 已经成功抵达神术周围 因为江无牙不在神术身边 加上江无牙的木魁法身 已经被于露明等先头部队 解决得差不多了 所以 王吉王等人 反而能够深入腹底 当他们看到那恐怖的神术 挂在树上的一个个强者 以及神术下的尸山血海之时 所有人感觉到一阵窒息 好在大家都是精锐 不至于吓傻 他们很快回过神来 紧接着开始营救于露明等人 但他们靠近以后 却激活了神术的自我意识 无数气生根 开始攻击众人 幸运的是 神术的意识并不强烈 又或者说很是混乱 似乎神术内有千万道意识 在争夺控制权 使得他的攻击混乱不堪 这给了王吉王等人机会 一边抗击神术的气生根 一边将于露明等人 全部救下来 柳一人带着一对天师府精锐 将于露明从神术上救下来 他一眼就看到 于露明胸口上的大窟窿 那里本该有一颗跳动的心脏 此时却空空如也 老金 柳一人急忙把老金呼唤过来 查看情况 老金赶到以后 立刻看出于露明还活着 但如果不找回心脏的话 老金虽然有办法 让于露明继续活着 但绝对无法保证 他的实力还能回到巅峰 可上哪儿去找天师的心脏啊 柳一人看向四周 江乌牙不在这里 他们更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先别管那么多了 快点把人带出去 才是最重要的 魏长青一边应对着气生根 一边回头喊道 于露明的心脏 以后可以慢慢找 但他这个人 必须得赶紧带回去 所有人加快速度 很快便将所有被俘虏的人 都营救下来 自己的师门长辈 死而复生 所有人的心情都异常激动 这多亏了严守医 没让大家放弃 正当大家忙着撤退的时候 王吉网发现 长山竟然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长山 你愣着干什么 王吉网冲到长山身边 想把他拽走 可长山却死死地 站在原地不动他 长山 我听到了 听到这棵大树在哭泣 在呐喊 长山双手合十 双目紧闭 侧耳倾听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听一棵破树窟 王吉网表示不能理解 但大为震惊 长山睁开眼 盯着神树说道 阿弥陀佛 我感受到这棵大树内 有许多冤死的魂魄 如果能将它们超度 超度 王吉网眉头一皱 旋即想到什么 盲问道 长山 如果能超度 这棵神树内的冤魂 是不是能削弱神树的力量 神树的力量 来源于那些冤魂 所以理论上 是的 长山给出肯定的答案 王吉网犹豫了一番 最后咬咬牙 道 那就是一事 他当然不希望 眼手一针地和江无牙 封印在一起 所以如果有重创神树 削弱江无牙的机会 王吉网是不会放弃的 他回头喊道 运送伤员的人先走 其他的人会超度冤魂的 全部留下来 众人不知王吉网的意思 但如今悬门上下一心 那些有本事超度冤魂的人 没有任何迟疑 全部留下 并且朝着长山集结而来 长山大声喊道 神树内有无数冤魂 我们将之超度 便可削弱神树力量 众人闻言 士气大增 当下在长山的带领之下 开始准备超度一事 长山席地而坐 双手合十 嘴里念起 般若波罗蜜心经 金色的万字 在天空中缓缓凝聚 佛门超度的力量 开始起作用 那些原本凶神恶煞的气生根 似乎受到超度力量的影响 反应变得迟缓无比 最后干脆尝试着触碰万字 气生根中 伸出一只只苍白的手臂 如同落入泥潭里的人 想要抓住救命的稻草 一道道冤魂 奋力与气生根脱离 再触碰到万字的瞬间 便被超度 神树的力量开始减弱 王极王大喜过望 真的有效果 虽然大家还不知道 神树的真正作用 但目前来看 它是江无牙的底牌之一 如果现在就能毁掉神树 江无牙今后的胜算 便会大大降低 有人趁我不在 偷袭神树 镇国神社内的江无牙 一阵暴怒 神树可是它的底牌 是它恢复实力的唯一机会 它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这个计划 哄 脑袋上 没了气生根的阻拦 严守一再次对青石堡垒 发动攻击 每一次斩破刀落下 都是一阵地动山摇 屋顶仿佛随时会塌下来 江无牙脸色阴沉 看着面前缠绕着 镇国剑的气生根 它将心一横 既然你们这么着急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只见江无牙将右手的手掌割破 然后紧紧握住面前的气生根 气生根接触到江无牙的鲜血 仿佛疯了似的吸收 原本就伤势 未遇的江无牙 脸色又苍白几分 险些连战都站不稳了 而气生根则得到了滋润 反而变得更加有力 江无牙缓缓抬起头 仰视着镇国剑 他的耳边仿佛有女人在嘲笑 这声音仿佛是他千年前的妻子 在嘲笑他这般狼狈 歇斯底里 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一切的 江无牙冲着镇国剑怒吼 神术旁 超度仪式本来进行得很顺利 神术就像是一匹被驯服的野马 变得十分温顺 体内的冤魂都在等待超度 然而 一便突起 一根气生根突然发狂 狠狠地鞭打向人群 当场便有十几人被打成肉泥 紧接着 其他气生根也开始胡乱挥舞 就连天空中的万字 都在寝客间被打散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吓傻了 不知所措 长山沉声道 有一股力量 让神术体内的冤魂发狂 失去理智 变得像恶鬼一样残暴 王吉网意识到 可能是江无牙出手了 他立刻喝道 行了 就这样吧 所有人都离开这里 众人即刻放弃超度 开始向大庆山外逃跑 就连长山也不再留恋 神术体内的冤魂 已经没救了 在王吉网下令 所有人撤退的同时 神术体内突然爆发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 犹如冲击波似的 将所有人掀翻在地 不好 袁建兴等人 也被摔得人羊马翻 旋即意识到 即将有可怕的事情 要发生了 走 所有人都走 不要回头 王吉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所有人转身逃跑 有的原路返回 有的慌不择路 甚至往大庆山的更深处逃跑 不过往哪儿逃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一定要远离神术 忽然 神术 那粗壮的树干上 诡异的人脸睁开眼睛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周围的人 正在逃跑的民间教派传人们 忽然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紧接着 所有人心里 都冒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仿佛有一柄锋利的尖刀 就跟在他们身后 随时会冒出来 贯穿他们的心脏 正在逃跑的 寒三回头一看 顿时直冒冷汗 他看到神术周围的土地在翻滚 地底下 好像有蛇形怪物在遁地 下一秒 那翻滚的土地 已经追到众人的身后 只听扑呲一声 土地裂开 气声跟像是竹笋似的 从地底钻出 瞬间贯穿了数十人的身体 气声跟从他们的脚底贯穿 从嘴里穿出来 最后更是将尸体 送上几十米的高空 再像是丢拉机似的 甩在地上 中招的人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几乎在寝客之间 就失去意识 别说反抗了 连躲避都办不到 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会死 燕南飞咬咬牙 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 停下逃跑的脚步喝道 昆仑山燕家 所有人全部留下来 我们给大家断后 说着他一脚踏地 风后 奇门的力量 瞬间撑起巨大的罗盘 将周围的石头 全部拼接在一起 形成一堵石墙 来阻挡诡异的气声根 昆仑山燕家的 其他弟子见状 虽然心里依旧恐惧 但为了大意 还是毅然决然地停下脚步 学着燕南飞的模样 为众人殿后 气声根遇到石墙 无法继续前进追击 只能先钻出土地 击碎石墙 然后才能继续追击 这让众人 获得了逃跑的机会和时间 可气声根的意识 似乎变得更清晰了 他们毁掉石墙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杀死阻碍 他们脚步的昆仑山燕家弟子 他们有的被贯穿身体 有的被拍成肉泥 现场的血腥程度令人作呕 林小小回头 看到这副场景 眼圈瞬间就红了 燕师兄 他们死定了 小小 不要回头 常山抓着林小小的手逃跑 安慰到 不要让燕兄他们的牺牲白费 事已至此 纵使林小小心里再难过悲伤 也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他擦了擦眼泪 跟上大家的脚步 拼命逃离 混账东西 来啊 来啊 燕南飞怒吼的声音 在山谷中回荡 他身边的亲人们接连倒下 但他并没有后退半步 弃生跟因为昆仑燕家的牺牲 全都被困在山谷当中 很快就追丢了名叫的大部队 愤怒的神术 于是将怒火全部发泄在 还停留在山谷中的人们身上 弃生跟如同妖魔般的挥舞 一名又一名亲人 惨死在燕南飞的身边 直到天赋 甚至还在燕南飞之上的 燕姑潮的倒下 燕南飞转过身才发现 自己的身边已经空无一人 全死了 全都死了 燕南飞却露出一丝笑容 低声说道 我们虽然都死了 但他们全都逃出去了 度过这一劫 燕兄会替我们所有人报仇血恨 神术异常愤怒 恐怖的气声根狠狠拍向燕南飞 燕南飞不屑一笑 张开双臂 毅然赴死 哄 一声巨响过后 青石堡垒崩溃 坍塌下来的石板 直接压垮了郑国神社的屋顶 衡量 碎石 碎瓦 倾泻进郑国神社 但他们却在江无牙的脚步停下了 再难前进半分 一身煞气的燕首衣 依靠着煞气 漂浮在半空中 手中拿着斩破刀 杀气腾腾地盯着江无牙 他听到了神术那边传来的动静 已经预料到 自己的人恐怕死伤惨重 正因如此 他才更要及时阻止江无牙 江无牙 出来受死 燕首衣一刀 劈向江无牙 把江无牙的手 从气声跟上逼开 江无牙调动煞气 徒手格挡斩破刀 他的身后便是镇国剑 所以他绝对不能移动半分 臭小子 你之所以有如今的实力 全靠吸收我的煞气 江无牙愤怒地吼道 燕首衣冷哼一声 他直接松手 让龙飞城控制着斩破刀绕后 自己则瞬间 从胯包里抽出祖龙剑 一剑横扫 如此一来 江无牙腹背受敌 他想要安然脱身 只有闪躲这一种可能 然而斩破刀刚刚飞出去 四周竟然钻出无数恶鬼 这些恶鬼形成锁链 将斩破刀死死锁住 龙飞城大惊失色 什么东西 江无牙冷笑道 你们有帮手 我就没有帮手了 当初在长白山 江无牙的帮手几乎都死了 燕首衣戳穿他的墓地以后 不少新玄山派的成员 也改邪归正 江无牙身边 还能有什么死心塌地的帮手 突然 燕首衣想到了一个人 铜金城 果不其然 模样拉他的乞丐铜金城 从角落杀出 他的周身被恶鬼包围 无数张扭曲的鬼脸 与挣扎的鬼手 拖着他飞向斩破刀 龙飞城感觉到 来自铜金城身上的晦气 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嫌弃 你他妈的离我远点 但铜金城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早早埋伏在将军府 利用阵法 与无数厉鬼将斩破刀困住 就连龙飞城一时半会儿 都无法脱身 燕首衣脸色一沉 看样子 江无牙也有着自己的算盘 他也想在最终决战之前试一试 尝试着在将军府的主场 击杀死对头 江无牙冷笑道 凭你现在的实力 是不可能单独杀死我的 而且 你已经错过唯一可能杀死我的机会 接下来 就让我 送你去黄泉路吧 放心 黄泉路上的你不会孤单的 你派去神术身边的那些人 都会到你身边作伴 说吧 江无牙张开双臂 体内的煞气喷涌而出 整个人的气势拔高了数倍 依靠着神术 和众多强者的生命力 江无牙的实力 竟然已经恢复了六七成 以江无牙现在的实力而言 根本不拒严守一 难怪江无牙 敢在将军府射埋伏 他甚至想用神术周围 那些被俘虏的强者当筹码 使用调虎离山之计 让严守一单独到将军府来 不管是谁 胆敢拦在我的面前 妄图阻挡我的脚步 都得死 江无牙力声喝道 严守一 今日 你必死无疑 严守一漂浮在半空中 望着如同神魔般 强大恐怖的江无牙 心里稍稍有些遗憾 如果可以 他当然希望 在今天就得到镇国剑 然后将江无牙击杀 奈何自己的实力 始终比江无牙差那么一点 单打独斗的话 根本没有打赢江无牙的胜贩 他轻叹一口气 随后竟然冲着江无牙 微微一笑 江无牙脸色一沉 反而有些担心 他担心严守一 还准备了什么对付他的招数 毕竟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严守一手上吃亏了 江无牙 我今天杀不了你了 严守一笑道 江无牙冷哼道 既然你也知道 不如就地投降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想什么呢 严守一淡淡道 我杀不了你 你也杀不了我 笑话 今日我想杀你一如反掌 江无牙不屑 严守一笑着摇摇头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周身忽然被金色佛光笼罩 与此同时 严守一口中吐出梵音 声音庄严肃目 仿佛来自千年之前 那个遥远的国度 带着无尽的威压 不容置疑 见到这一幕 江无牙眉头紧皱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压制 就如同背着一整座大雷音寺 是佛门的招数 江无牙虽然是鲁班传人 但未必严守一会的招数 他全都会 此时江无牙还不知严守一 到底要用什么招数 但他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你以为我会乖乖站在原地 等你的杀招吗 江无牙冷笑 身后的煞气 化作尖锐的触手 刺向严守一 然而严守一却一动不动 他为何如此有恃无恐 江无牙心里一沉 他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严守一 但他太了解人性 现在就是生死存亡之际 严守一不可能如此豪赌 果不其然 江无牙感受到两股杀意 一左一右将他包围 左右两边 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突袭而来 二人强大又凌厉的力量 就连江无牙 也不得不暂避其锋芒 收敛所有触手 江无牙都快把自己 包成一个球了 那攻击随即而至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将江无牙击退 是你们 江无牙重新退到镇国剑旁 表情又惊又木 想杀我严守的儿子 问过我了吗 黑影落在严守一身前 正是不苟言笑的严守 而白影则是江无生的弟子 严守一的母亲江庆雪 二人并不在荣城 而是跟随着严守一 深入大庆山 在最关键的时刻出手 江无牙瞇着眼 打量着二人 冷笑道 林子彤怀胎九月 即将临盆 你们二人难道放心 把他一个人丢在荣城 难道就不担心 我派人去杀你们严家的后代 严守微微汗手 冷笑道 你若是能找到子彤的下落 即便我们二人在荣城 你也一定会动手 可江无牙并没有 因为严守一离开荣城以后 林子彤就被转移到了 驴山派圣地 闽江之底 传说中的驴山派山门 藏在流经荣城的闽江之底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 才能看到山门入口 江无牙显然不具备这个资格 文言 江无牙脸色阴沉 似乎少了一样 可以威胁严守一的把柄 严仇加上江庆雪 二人 虽然也不可能是此时江无牙的对手 但拖延他几分钟时间 却不成问题 既然你们诚心送死 那我就先送你们上路 到时候在黄泉路上 你们就是严守一的领路人 江无牙发了狠 他将长袍一甩 甩出了十几个木魁法身 坐镇在镇国剑身旁 其本人则不顾一切地冲向严守一 对严仇和江庆雪而言 他们的敌人是江无牙 但对江无牙而言 他的眼里只有严守一 不管严守一在动用什么招数 只要打断他 便能破坏掉他们的所有计划 严仇和江庆雪 挡在严守一的面前 他们也没有打算坐以待毙 而是以弓为首 江庆雪一脚踏地 奇门遁甲之术 瞬间起作用 那些被严守一打碎的青石板碎片 再次化作堡垒 只不过其守护的不是镇国神社 而是严守一 随着青石堡垒的出现 严守一周身的佛光被掩盖 而与此同时 严仇的眼中泛起丝丝雷光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凤行 五雷正法 轰 天上雷云集结 瞬间劈下一道粗壮无比的天雷 天雷当中五色齐聚 光怪陆离 正在冲锋的江无牙抬起头 冷哼一声 将所有的煞气汇聚在头顶 化作一把反向大伞 接住所有雷光 就凭你也想拦住我 江无牙冷哼一声 将吸收的雷光 甩向眼手衣 雷光在前进的路上 更是直接化作 一只面目猙獰的骷髅头 我来接 江沁雪上前几步 摆出太极的架势 竟然徒手接住扑面而来的恐怖力量 用双手引导其在自己周身环绕 紧接着又冲着江无牙释放 金色的骷髅头 转化成金色油龙 不像之前那样直来直往 反而以一种 令人捉摸不透的方式 朝着江无牙游去 江无牙感到一丝压力 倒不是他接不住这一招 只是他被严仇夫妻俩 耗费了太多的时间 所以他不打算接下这一招 江无牙不动声色地 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小纸人 打算使用一招 扎纸人的金蝉脱鞘 然而就在这一刻 江无牙惊恶地发现 在场除了严仇和江沁雪以外 还有第三个人的气息 而且这气息 来者不善 这第三道气息是谁的 严首一身边 除了严仇和江沁雪以外 还隐藏着什么高手 短短一瞬间 江无牙的脑海里 冒出了无数个名字 甚至连老天师张印的名字 都出现了 可这些名字 又被江无牙一一否决 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此 气息也与此人完全不一样 身后的杀意逼近 江无牙不得不硬抗 直冲而来的五雷正法 死守原地不退缩 不让任何人靠近镇国剑 哄 有五色雷电组成的游龙 一头撞在江无牙的身上 将原本就支离破碎的镇国神社 撞得更加面目全非 只留下被气声跟保护着的 光秃秃的镇国剑 江无牙刚刚回上一口气 便感觉到身后的杀意到来 它急忙调动煞气抵挡 哄 又是一道惊雷劈下 江无牙心里一沉 这道惊雷的威力 甚至比严仇刚才使用的五雷正法 还要恐怖几分 五雷正法是龙虎山的本事 不过此人批出的惊雷 应该是毛山派的掌心雷 按理说 掌心雷的威力 应该不如五雷正法 来者是毛山派的某位仙辈 扛过了惊雷 江无牙使用奇门遁甲之术 召唤狂风将烟尘吹散 他隐约看到 不远处站着一名老者 等看清了对方的长相 饶视江无牙 也忍不住双眼圆瞪 此人不是活人 只是一具 用木头雕刻的木魁法身 看着像是老者模样 身穿布衣手持长棍 本该是冷冰冰的木头身体 却散发着一股 若有若无的仙气 仿佛这是仙人下凡 暂时寄居的傀儡 江无牙又感到一阵茫然 他真的不认识这家伙 可老者似乎认识江无牙 只听听他冷冷一笑 对江无牙说道 老夫为了对付你 至今魂魄 还在奈何桥上 没有瞑目 今日总算是等到了 等我 这人到底是谁 江无牙以为自己 天下地下无所不知 可如今才发现 自己也有猛逼的时候 看到江无牙这副模样 严愁心里感到一阵暗爽 他带着江庆雪 来到老者身边 微笑着说道 这世界上能打败我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老天师 一个是我爹 江无牙瞪大了眼睛 此人是严百祥 不对 这只是一句木魁法身而已 严百祥的魂魄 已经到阴曹地府了 这句木魁法身 是他亲自制作的大杀器 里面残留着 严百祥的一缕残魂 似乎这句木魁法身 还有法身里的一缕残魂 就是严百祥为了江无牙而准备的 倘若真是如此 那严百祥也太可怕了 他甚至算计了一个 筹划千年的老妖怪 严愁望着身边的老者 心情多有些复杂 在他出狱之前 父亲就去世了 这是阳寿已尽 无病无灾 也算是喜丧 唯一遗憾的是 他没能与父亲告别 后来有一回 张山通联系严愁 邀请他去龙虎山 结果在龙虎山的观灵台里 严愁见到了这句 早就准备好的木魁法身 后来严愁才知道 严百祥一直为这一天做准备 所以特别制作了 这句木魁法身 但因为残魂的力量有限 而观灵台 恰恰可以保存残魂 所以严百祥在临死之前 便将木魁法身 送到龙虎山 请求老天师帮忙 将木魁法身 暂时放在观灵台 作为回报 严百祥答应 让木魁法身为龙虎山 看守观灵台 当初罗天大叫之后 严守宜去了观灵台 在出入之时 看到的持棍老者 实际上正是他的爷爷严百祥 当时严百祥 见到自己的亲孙子 看到了他的成长 也是无比激动 但他担心自己现身 会改变未来 所以强忍住相认的冲动 用木棍打了一下 严守宜的屁股 还云里雾里 说了句故人相见 之前 严守宜根本不知道 自己与爷爷擦肩而过 后来时机成熟 于露明才将此事告诉给严守宜 所以在大战之前 严守宜无论如何 都要去一趟龙虎山 他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接回儿子的魂魄 二是集结名门大派的力量 这第三点 正是亲自去见一见自己的爷爷 只是 严守宜见严百祥之事 除了于露明以外 没人知道 甚至连柳一人都不知道 爷父孙三个人 就这么将这个秘密 一直守口如瓶到现在 等到此时此刻 对付江无崖的时候 才使出来 爹 爸 严守和江庆雪 微笑着与严百祥打招呼 他们心里也清楚 这一战之后 严百祥就真的要去转世投胎了 双方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严百祥对着二人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身后的轻石堡垒 他淡淡地说道 手艺所经历的那些苦难 本应该是仇而你的苦难 但因为我的一己之私 强行将这些苦难 延续到他的身上 而现在 是我们补偿手艺的时候了 严守微微点头 即便拼了命 我也会守着手艺 三人看着轻石堡垒的目光是温柔的 但当他们转过身 看向江无牙的时候 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凌厉 杀意必显 江无牙感受到三人的杀意 也是勃然大怒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计划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个笑话 江无牙怒吼一声 双臂张开 煞气触手冲天而出 化作一饼饼 力剑刺向三人 哼 严白响冷哼一声 手中长棍 猛地锤打向地面 竟然将地面激起一层层海浪 江无牙的触手 被一层层海浪抵挡 力量和速度都下降了不少 与此同时 严绸和江庆雪 绕过正面战场 从左右两侧 夹击江无牙 二人都是鲁班传人 精通武当太极 近身战斗根本不惧江无牙 即便江无牙使用煞气触手 二人也可以使用太极泄力 甚至严绸偶尔还会使用透镜 将原本应该打在触手上的力量 传导到江无牙的本体 一时间 江无牙竟然有些双拳难敌四手 招架之时手忙脚乱 在三人的合力之下 节节败退 不过严百祥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 他知道 即便是现在的江无牙 也没有全力出手 等到江无牙知道 他们三人的真实实力水平 才是他真正还手的时刻 三人与江无牙缠斗的同时 身处青石堡垒内的掩手衣 同样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他知道爷爷出手了 但他同时也知道 爷爷他们撑不了太长的时间 爷爷为我留下最后一缕残魂 甚至没来得及看我孩子们的出生 这一战 我绝不能输 他的双眼有佛光流转 周身更是被金色光芒笼罩 不停地变换着佛印首饰 弹陀地藏 宝珠地藏 宝印地藏 持地地藏 除盖帐地藏 日光地藏 这是六道地藏的起手势 每一个手印 代表着一个地藏 当初他正是用这一招 将自己与货班一同封印 今日 他要顾忌重施 将自己和江无牙一起封印 给其他人创造时间 随着严守依做出的佛印首饰越来越多 四周的泛因便越来越强 青石堡垒 似乎都压制不住这股力量 开始出现裂痕 金色佛光从裂痕中透出 江无牙感受到这股力量 瞬间意识到严守依的目的 他的脸色忽然变得猙獰起来 严守依 我千年绸化 你想与我同归于尽 不可能 说着江无牙突然发力 体内的煞气不再变成触手 而是化作无数弯刀 直接脱离他的身体 在他的身体四周旋转 严守和江庆雪 只能暂避锋芒 但严百祥却赢了上来 二人是肉体繁胎 被弯刀拦腰斩断 那可就真的死了 但严百祥却是木魁法身之躯 毁了便毁了 所以他不用担心什么 冲上前的严百祥 周身突然亮起金色的符咒 那是他早就 刻在木魁法身之上的复杂阵法 去死 江无牙操控着飞刀 朝严百祥飞去 严百祥一跃而起 然后四周的重力 仿佛突然之间加大了数万倍 压着他整个人坠向地面 与之一起坠落的 还有江无牙发出的弯刀 哄 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严百祥周围的弯刀突然炸裂 转变成万千丝线 死死地困住严百祥的身体 严百祥拖住严百祥的脚步 一边控制着煞气丝线 对他进行绞杀 一边控制着其他的弯刀 朝严手一飞去 严百祥冷哼一声 身上的金色符咒 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竟直接将一根根煞气丝线熔断 重获自由的严百祥 趁机来到江无牙面前 一拳轰向江无牙的身体 碰 江无牙没料到 严百祥的动作竟这么快 一时不慎遭到重击 竟然在这一拳之下 被打穿了胸口 但他是天煞失魁之身 即便身体遭到重创 也很快能够恢复 所以江无牙并不把严百祥放在眼里 甚至直接将他忽略 继续控制弯刀攻击严手一 雪儿 我们一起结阵 严筹和江庆雪 及时赶到轻视堡垒外 二人快速结成阵法 挡住了所有的弯刀 与此同时 严百祥再次发力 不用江无牙动手 他的身体突然炸裂 这具木魁法身的体内 暗藏各种机关 严百祥发动机关以后 他整个人像是刺猬似的 从体内刺出无数根梧桐木 而本就被贯穿胸口的江无牙 当场被梧桐木刺成了筛子 若是换作严手衣 恐怕此时真的要殒命在严百祥的手上 但江无牙不惧梧桐木 江无牙只是动作停顿了一下 下一秒便抬起残破的手 一拳打在严百祥的脑袋上 木魁法身的脑袋不堪重负 直接与身体分离 但严百祥的残魂依旧控制着木魁法身的身体 失去脑袋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他一把抱住江无牙 而江无牙似乎意识到什么 愤怒地想要抽身离开 只是一刹那 严百祥的身体爆发出强烈的金光 直接将江无牙吞噬 见到这一幕 严稠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哀伤 这是严百祥的最后杀招 牺牲最后一缕残魂 为严手衣拖延最后的时间 那被打飞出去的脑袋里 传来严百祥慈祥的声音 手衣 爷爷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剩下的路要靠你们自己走了 爷爷 身在青石堡垒内的严手衣 忍不住潸然泪下 他知道爷爷真的要走了 哄 外头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爆炸的威力 直接摧毁严手衣周身的青石堡垒 严百祥的木魁法身 本身就是一个人体炸弹 只不过里头填装的不是火药 而是各种带有巨大杀伤力的道符 爆炸的威力 直接将整个将军府移为平地 郑国神社也被炸出了一个深坑 而被气声跟缠绕着的郑国剑 却完好无损 被高高地举在天空 江无牙呢 严筹护着江庆雪 等到烟尘散去 他第一时间想找到江无牙 江庆雪冷着脸说道 他的身体应该被炸得支离破碎了 但他不会这么轻易地死去 话音才落 爆炸的深坑里 突然飘出一道黑色的煞气 那一团煞气犹如黑洞 无尽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该死的老东西 江无牙的声音从煞气中传来 紧接着煞气一阵翻滚 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江无牙 缓缓被推了出来 他果然没死 尽管如今他的模样十分狼狈 但可想而知 他很快就能恢复身体上的伤势 严百祥只是用一句木魁法身 就把江无牙逼到了这个份上 已经算是无比强大了 我们底派出镜了 炎愁轻叹一声 转身看向炎手医 如果炎手医还没有准备好出手 那么他们做父母的 恐怕就要准备拼命了 好在 炎手医已经准备好了 弹陀地藏 宝珠地藏 宝印地藏 池地地藏 除盖障地藏 日光地藏 炎手医突然爆喝 紧跟着身后 出现六尊巨大的地藏佛像 江无牙见到这一幕 瞳孔皱缩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 打算离去 可是已至此 炎手医又怎么会放过江无牙 他伸出手 朝面前凌空一抓 身后那六道巨大的地藏佛像 也同时伸出手 抓向江无牙 江无牙眼看逃不过 居然把心一横 转而朝正在拖延斩破刀的 铜金城飞去 毫无防备的铜金城 被江无牙 直接扔进六道地藏的手掌心 他冷笑道 你既以我为尊 就应该随时做好准备 为我牺牲 铜金城 证明你价值地收到了 正在与斩破刀 缠斗的铜金城 根本没想到 忠心耿耿的自己 会被江无牙被刺 他瞪大了双眼 望着逃跑的江无牙 此时才意识到 一切都是谎言 江无牙丢下铜金城 头也不回地往大庆山里跑 他可不想 和严守一一同被封印 眼看铜金城 即将为江无牙挡刀 严仇急忙扔出几只木鸟 那些木鸟犹如离弦之剑 瞬间刺穿铜金城的身体 同时拽着它 直接远离严守一 杀不杀铜金城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江无牙今天一定要留下来 六尊地藏佛像 一起伸出手 完全封死了江无牙的所有退路 如同五指山般 将江无牙镇压 佛告地是天 功德应诛天 病者 除欲空者安隐 邪鬼恶神无不必除 消灾解恶将真详 大悲大愿大圣大慈 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 严守一的口中 发出一阵嘶吼 六尊地藏佛像的巨手开始收拢 一步步压缩着江无牙的空间 江无牙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她操控着煞气 疯狂攻击着六只巨手 只是几次冲击 便将那巨手出现裂痕 见状 严守一眼眉闲着 她鼓动体内煞气 她的煞气竟像病毒似的 侵染着地藏佛像 将金色佛光吞噬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黑色煞气 原本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佛像 竟然变得面目猙獰 犹如阿修罗 巨手上的裂痕 瞬间被煞气修补 封死了江无牙所有退路 江无牙发现自己似乎逃不出去了 便在里头无能狂怒 严守一 六道地藏 需要把你与我一起封印 到时候进了封印当中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 我一定会用这世界上 最凶残的办法折磨你 我保证不出一天 你就会后悔 今天做出的决定 只要你与我封印在一起 我便有一万种办法把你弄死 你们悬门必败无疑 面对江无牙的威胁 严守一浑然不惧 安 波罗莫林陀宁 苏伯赫 随着他继续念咒 巨手也在疯狂收拢 江无牙被逼急了 恶狠狠地道 使用六道地藏 需要封印物 以我的实力 任何封印物都不可能把我困住 你是在做无用功 文言 严守一却是轻笑一声 倘若真的没东西能困住你 你便不会说出来了 把底牌留着 一会儿杀大家一个措手 不急不好吗 江无牙已经活了上千年 不可能连这点心机都没有 他会说这种话 只能说明一点 能封印他的东西是存在的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 严守一的手里 江无牙 你就等着吧 我陪你慢慢地熬 熬到悬门发展壮大 能够对付你的那一天 严守一带着嘲笑的语气 宣判江无牙 悬门一日不壮大 严守一就一日 不会让江无牙出来 巨手还在收拢 江无牙已经完全没有活动空间 他终于意识到 眼下的局势 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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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严百祥 该死的严仇 该死的严守一 为什么要拦着我 为什么要拦着我 江无牙目自欲裂 恨得几乎要把牙给咬碎了 但他并没有放弃 只是似乎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 既然你们如此不择手段 就别怪我冷血无情了 反正这个世界 若是不能落到我的手中 还不如跟着我一起陪葬 江无牙在有限的空间里挣扎着 拿出了一块木牌 他微微用力便将木牌捏碎 与此同时 山谷里的神树突然停住了所有的动作 几秒钟之后 神树上掉下了一颗颗巨大的果子 从这些果子当中 爬出了一个个犹如异形般的丑陋怪物 这些生物刚出生时十分脆弱 但十几秒之后便能站立行走 他们适应身体后的第一件事便朝败神树 随着越来越多的怪物出现 神树的力量似乎也达到了巅峰 突然 神树剧烈颤抖 朝着天空喷涌出巨大的黑雾 黑雾朝着四周散去 所到之处 草木枯萎 动物在瞬间就被吸干了所有生命力 甚至连一步都没来得及逃出去 尸体便已经腐烂 那是 严仇发现了情况 也感受到了来自神树的死亡之气 更可怕的是黑气还在不断扩散 根本看不出它的镜头在哪 不好 江庆雪脸色大变 着急到 神树散发出来的死亡之气 会瞬间夺走其覆盖范围内的所有生命 如果让死亡之气继续扩散 这里将会变成生命的禁区 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这里 到时候 即便严首一封印了江无牙 他们也有可能永远被困在这个生命的禁区 就算严仇和江庆雪 将封印物带走 严首一拿不到这里的镇国剑 依旧没有办法斩杀江无牙 即将被封印的江无牙放肆嘲笑 一千年我都等过来了 即便再等一千年又何妨 我不妨告诉你们 死亡之气能够直接覆盖整个戏船 如果放任不管 他还能继续扩张 疯了 这家伙彻底疯了 严首一在心里暗骂 正在他思考对策之时 山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严首一 封印江无牙之事交给老夫 你带着镇国剑先离开 来者何人 严首一回头一看 忍不住瞪大双眼 那是一个穿着长袍的小老头 看着有些憔悴 但眼神却无比坚毅 驴山派前前掌门 驴靖生 驴掌门 您怎么 严首亦无比惊讶 不知失踪已久的驴靖生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驴靖生瞪了一眼严仇 随后冷声说道 多的不要问 老夫失踪的这段日子 便是为了今天做准备 豁出性命 也要替你将江无牙封印 说吧 驴靖生竟然腾空而起 头也不回地飞向江无牙的方向 他的身体 直接融入举手 代替严首一 完成了六道地藏的最后一步 严首一 快快去取正国剑 然后带着所有人离开此地 驴靖生的声音 回荡在严首一的耳边 随着驴靖生 钻进地藏佛像的聚首当中 六道地藏的仪式已经全部完成 即便严首一此时想后悔 也没有办法了 纵然心里不想让驴靖生复出 但严首一此时也别无选择 他只能以一具阿弥陀佛做结束 六只巨手瞬间紧握 然后疯狂聚拢 变成一个篮球大小的光团 严愁健壮 直接掏出一枚墨绿色的珠子扔了出去 首一 用随侯珠风印江无牙 能够承受江无牙力量的 正是严首一 从秦始皇陵墓里带出来的随侯珠 严首一立刻操控光团 也飞向随侯珠 二者相遇 当即融合在一起 随侯珠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顷刻间将光团吞没 紧接着随侯珠上便显现出八个金色大字 犹如锁链似的将随侯珠死死捆绑 六道地藏 扶魔神印 成了 严首一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严愁和江沁雪也松了口气 严哥 我回来了 龙飞城控制着斩破刀飞回 二话不说 直接架在铜金城的脖子上 这家伙刚才搞偷袭 害得龙飞城和他缠斗半天 根本都没有参与到严首一与江沐牙的战斗当中去 这可让龙飞城怨恨不已 不过铜金城此时已经放弃挣扎 他遭到江沐牙的背叛 同时又目睹江沐牙被封印 已经心如死灰 严丑走上前 一个手刀劈在铜金城的后颈上 直接将其放倒 然后取出特制的绳索 将铜金城捆牢 眼下大家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铜金城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只要他不添麻烦 完全可以带着他离开大庆山 再慢慢审问 地上的随猴珠还在轻轻地颤抖 似乎是江无牙与驴镜生在里头斗得天翻地覆 严首一赶紧上前捡起随猴珠 仔细观察了一番 确认封印没有问题 这才松了口气 随猴珠果然派上大用场了 严首一回头说道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 严筹和江沐学走过来 严首一会合 三人都有些惊魂未定 即便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 依旧差点被江无牙抓住机会 江沐学松了口气 江无牙被封印了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只是不知道旅掌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代替我封印了江无牙 严首一皱眉 他一肚子的疑惑 没人能解答 不过结果总归是好的 严首一获得自由自身 能做的事情更多 严筹望着郑国神社周围的大坑 表情有些惆怅 严首一和江沐学立即意识到 严筹在思念他的父亲 严百祥了 严首一的眼神也有些哀伤 小时候 母亲去长白山闭关 父亲入狱 十几年来 严首一都是跟着爷爷走南闯北 可以说 严首一对爷爷的感情 甚至超过了对父母的感情 上一次去龙虎山 张山通带着严首一去见严百祥 再次见到爷爷的他 情难自控 但见面一时告别 严百祥活得很通透 魂魄早就去阴曹地府了 之所以留下这一缕残魂 完全是为了弥补当年对严首一的亏欠 严首一心里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来得及与爷爷再说说话 刚才若不是爷爷出手 姜无牙说不定就能打断六道地藏之法了 严筹拍了拍严首一的肩膀 重新恢复了原来的神色 姜无牙已经被封印 但神术的威胁依然存在 你快快去取回郑国剑 我们先离开大庆山 死亡之气还在蔓延 按照姜无耀所说 神术将会直接吞噬整个西川省 然后继续扩张 如果严首一他们继续留在大庆山 也会被死亡之气吞噬 严首一点点头 收起随猴珠 而后来到一片废墟当中 气生根紧紧地包裹着郑国剑 哪怕周围的建筑早就变成废墟 郑国剑也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龙飞城飞到严首一身边 语气颇为不屑 这郑国剑感觉也不咋地啊 没我的斩破刀好 是是是 你可是绝世神兵 郑国剑只是一国之宝 他哪能跟你比啊 严首一无奈道 龙飞城成为刀魂以后 自尊心倒是变强了 之前总是与祖龙剑比 现在又多了一柄郑国剑 严首一不再废话 抓着斩破刀便一刀劈向气生根 这些气生根虽然坚韧无比 但依旧扛不住斩破刀的攻击 当下便被劈断 像是断了的蚯蚓似的在地上挣扎着 郑国剑 严首一趁机握住郑国剑 一瞬间便感受到 来自郑国剑内部的恐怖力量 痛苦 绝望 愤怒 怨恨 哀嚎声 哭泣声 惨叫声 各种负面能量朝严首一涌来 几乎要将它吞噬 严首一心里吓了一跳 如此恐怖的负面能量 足以将一个活佛变成修罗 这么多年来郑国剑没有被人取走 除了郑国剑不服管教以外 更大的原因便是这些负面能量吧 恐怕没有人能在保持理智的前提之下 取走郑国剑 但严首一不同 他本来就已经将自己的恶念 封印在摩河塔 心中一片清明 再加上有黑射力假眼能够吸收负面能量 郑国剑里的负面能量刚刚钻进严首一体内 便被黑射力全部吞噬一空 他感觉假眼位置有点肿胀 控制他人的力量似乎更强了一点 但并没有其他的负面感觉 多亏了黑射力 黑射力吸收的负面能量 我可以慢慢消化 但刚才要是毫无防备 被郑国剑趁虚而入 我还是有可能被迷失心智的 严首一心里一阵后怕 郑国剑是沁江将军的武器 沁江将军所杀的那些人 都是死在郑国剑下的 可以说郑国剑内的煞气 比斩破刀还要重 再加上郑国剑被江无牙的妻女所诅咒 威力更上一层楼 严首一得到郑国剑 可谓是如虎添翼 实力飙升 二位 我会替你们杀了江无牙 报仇雪恨 让你们明目的 严首一轻声说完 手上微微用力 直接将郑国剑拔起 这一瞬间 郑国剑内喷涌而出的煞气 几乎形成一道龙卷风 席卷周围 冲天的怨气 化作震天动地的惨叫声 足足维持了半分钟才结束 半分钟后 那席卷天地的煞气缓缓消散 惨叫声也渐渐消失 严首一将郑国剑 捧在手中 细细地感受着 来自郑国剑的力量 却忍不住发出一声感慨 这不是真正的郑国剑 龙飞城大惊失色 什么意思 我们被江无牙给晃点 这是郑国剑 严首一紧跟着解释了一句 颜哥 我是不是刚才战斗太激烈 现在出现幻听了 龙飞城绕着严首一飞了几圈 说道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了 严首一咧了咧嘴 叹气道 我想象中的郑国剑 是震慑朝野 震慑沙场 震慑天下的君王之剑 可这柄郑国剑 却是邪恶 痛苦与杀戮的化身 他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龙飞城这才明白 严首一的意思 他想起了一些 前世谢秦苍的记忆 便安慰严首一 剑在你的手里 最终他是善士恶 全凭你做主 有何 严首一一愣 有生之年能听到你说出这种话 我也算死而无憾了 龙飞城老脸一红 当年谢秦苍 好像就是这么安慰庆江将军的 严首一点点头 沁江将军用郑国剑杀了很多人 但他内心最渴望的是和平 纵使最后 他成为了颇有凶名的杀神 郑国剑只认沁江将军 但严首一是沁江将军的转世 因此才能轻松将之驾驭 他将郑国剑收入胯包当中 回头看向神术方向 黑色的煞气遮天蔽日 正快速朝他们的方向蔓延 严首一赶紧说道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出了大庆山再说 三元降落在地上 宽厚的翅膀能让严首一轻松成奇 严首一回头望向严绸和江庆雪 爸妈 你们也一起上来吧 二人对视一眼 笑道 不用 我们有自己的坐骑 嗯 只见二人吹了声口哨 山林里便钻出了两只木质仙鹤 体型虽然比三元要小上一圈 但却灵巧许多 两只仙鹤落在严绸与江庆雪的身边 忠诚地低下头 方便二人成奇 严首一差点忘了自己的父母 也是鲁般传人 木魁法天这一招 他们用得也烂数于心 拥有自己的坐骑 也不奇怪 严绸烧上昏迷的铜金城 众人直接飞出大庆山 往营地的方向飞去 从高空往回看 严首一看到神树 像是一座火山似的 不停地往外喷涂死亡之气 死亡之气所到之处 都成为了生命的禁区 死亡之气在吸收生命力 又反不给神树 严首一皱眉说道 江庆雪叹了一口气 江乌牙准备千年 神树便是他最大的底牌 如果我们不解决掉神树 即便将江乌牙再封印一千年 也无济于事 严首一微微汗手 他发现自己封印了江乌牙之后 麻烦并没有减少 反而变得更多了 首先 最大的隐患便是神树 如果放任不管 神树很快会吞噬整个西川 到时候 西川的百姓全都会死 但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神树还是一无所知 既不知道神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也不知道这东西 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严首一决定回去以后 立即派人调查神树 就算是把所有的古籍翻个遍 也要搞清楚他的来历 而当务之急的是 必须赶紧转移西川的百姓 这是最让严首一头疼的事 悬门发展至今 中途遭受了几次历史带来的重创 已经不复当年 而现在的百姓 大多是无神论者 只相信科学 好在悬门中人也十分有默契 轻易不会在普通人的面前展示能力 只是躲在暗处悄悄地保护着百姓们 神树的出现 将会迫使隐藏多年的悬门世界 展露在普通人的视野中 这会给当今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说会改变当今的世界格局也不为过 于露铭生死未捕 领导悬门的重任 就交到严首一的肩膀上 他必须认真思考 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洪水巨浪 大庆山外 营地内 从大庆山里逃出来的人们 一个个脸色苍白 死里逃生的感觉 让他们难以平复情绪 王吉网正带人清点人数 得到的结果让他脸色阴沉 虽然他们第二次进山 就回了大部分悬门前辈强者 还将于露铭给回来了 但同时 他们也折损了许多年轻的力量 最让王吉网心痛的是 昆仑山燕家 为了保护大家撤离 全员留下殿后 以至于一个都没能活着回来 曾经能够躋身二流门派的燕家 如今只剩下一些老人小孩和妇女 甚至连一个能站出来扛事的男人都没有了 可以说燕家的传承恐怕要断在这一带了 听着大家的汇报 王吉网长叹一口气 也不知老颜情况如何了 如果他也没能回来 这天下就完蛋了 正在王吉网担心不已之时 天空上突然传来一阵鸟鸣 紧接着 严首一带着严绸和江庆雪 突然降落在营地 众人先是吓一跳 随即看到来者是严首一 便全部露出惊喜之色 严会长 是严会长回来了 谢天谢地 严会长活着回来 一切都还有希望 不知道计划成功了没有 那江无牙有没有被封印 众人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询问严首一战况 严首一心里没有过多的喜悦 因为对他而言 如今并不算胜利 而且悬门折损了那么多人 他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但他为了鼓舞士气 还是挤出笑容 高声喊道 江无牙已经被我封印 太好了 众人瞬间爆发出喝彩声 有的人甚至喜激而泣 他们当然知道 这还不是最终的胜利 只是之前一次次的失败 让他们对江无牙的强大感到绝望 而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占据上风 也就相当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怎么能不开心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凝成一股声 大家前所未有的团结 严首一趁机说道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神术喷涌出大量的死亡之气 很快就会吞噬整个西川 我们必须赶紧商量出对策 否则西川必将生灵涂炭 老颜 转移整个西川的百姓 你知道这事有多天方夜谭吗 王吉网逐渐从封印江无牙的喜悦中冷静下来 他开始认真思考 接下来行动的可行性 西川足足有八千三百多万人口 其中很大一部分 还都住在深山老林 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消息别提 有多么闭塞了 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大山 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过更好的生活 而是因为他们离不开祖辈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而现在 严守一要让整个西川的百姓离开故土 这谁能配合 严守一当然知道这件事的难度 不亚于愚公移山 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这些百姓就会被死亡之气吞噬 成为神术的养料 他沉生说道 老王 我知道这件事很难 可我们别无选择 明知是不可为而为之 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所坚守的信念 所以 不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要努力一把 众人沉默着注视着严守一 当严守一 决定转移西川百姓的时候 其实发出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讯号 他们这些隐藏在普通人世界里的悬门中人 要毫不掩饰地出现在普通人的认知里了 现在人听到什么牛鬼蛇神 痴魅亡俩 僵尸怨灵 只会一笑而过 认为 那不过是封建迷信 是无知的古代人 杜撰出来哄小孩的玩意 可当严守一他们在大众面前现身的时候 一切秘密就都藏不住了 这个世界上不仅有鬼 更有一群行走在黑夜 保护百姓的悬门中人 去吧 严守一大声说道 去向百姓们展示我们的本事 待他们离开这片土地 不会太久的 不会太久的 我们终究会战胜江无牙 把故乡还给他们 众人文言 大受鼓舞 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不用再隐藏自己 可以光明正大的斩妖除魔 行侠仗义 王继王很快就有了计划 严守一用尽一切关系 来得到官方的协助 迅速转移城区百姓 至于那些居住偏远 不易转移的百姓 则由他们悬门中人深入山中 亲自展现能力 然后劝他们离开 官方不可能不知道 严守一他们这些人的存在 双方也不是完全没有来往 但大家 基本都保持着一定的默契 就当生活在互不影响的平行世界 但这一次不行了 若是不联手 数千万的百姓将会痛苦死去 谁也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 初步计划制定出来以后 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严守一看了一眼身后的大庆山 估算了一下死亡之气扩散的速度 得出的结论是 不出一个月 死亡之气就会笼罩整个西川 依旧是一场恶战 唉 他叹了口气 看向不远处站着 忧心忡忡的柳一仁 便上前问道 你们就回来几位掌门 柳一仁答道 当时还活着的 已经全部带回来了 不过他们身受重伤 老金带着古医们正在施救 也不知最后能活下来的有几个 老鱼呢 他的心脏被姜无牙取走了 我们带回了他的身体 柳一仁叹气道 老金说 他可以帮天师安一个替代品心脏 能够让天师醒来 但也只是醒来而已 没有心脏的鱼露鸣 经过老金的帮助 最多可以醒来说说话 就连下地行走都做不到 他不再能参与对付姜无牙的行动了 虽然和想象中的有一定落差 但这样的结果 严守一已经很满足了 他安慰了柳一仁几句 打算等于陆鸣醒来以后 再去看望他 同时 严守一也从长山和林小小那儿得知 燕南飞 燕孤朝 所有的燕家南丁 都牺牲在大庆山里 听到这个噩耗的 严守一久久无法平静 这还是他身边第一个 真正死去的同辈人 我们会记住 燕家所做的贡献 等到一切结束 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为他们塑像立碑 严守一处理完一部分事情以后 天已经亮了 他默默地走到营地外 望着黑气冲天的大庆山 眼中满是绝绝 王吉王此时拿着手机 来到严守一身边 对他说道 老严 上头的电话 上头 严守一转过头 诧异地看了一眼王吉王 自己现在是悬门唯一的精神支柱 上头除了老爸严守以外 还有谁 王吉王解释地补充了一句 最上头的那位 严守一这才会议 默默地接过手机 开始与那位商议 转移西川百姓的事情 大庆山之战后的第三天 官方发布紧急文件 转移西川所有的百姓 此文件一出 举世哗然 人们纷纷猜测 西川是不是发生了 和泄露事故 人心惶惶 大庆山之战后的第五天 官方公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的主讲者 是一名看着十分年轻的男人 视频里 男人展示了掌心雷 分身术 隔空取物等等 惊世骇俗的招数 然后向大家说起了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 首次向大众提起悬门 二字 并且把大庆山神术的真相公布 劝说大家抓紧时间离开西川 最后 他还公布了自己的身份 鲁班传人 名叫首领 严首一 大庆山之战后的第六天 大家纷纷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玩笑 或者阴谋 无数专家现身讲解视频当中的破绽 然而当天下午 各路门派弟子 名叫传人 直接出现在普通百姓的身边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能力 亲自现身作证 使百姓们的三观 受到强烈的冲击 大庆山之战后的第八天 大庆山完全被死亡之气笼罩 已经没有人在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和严重性 西川主要城区人口 开始陆续转移 大庆山之战后的第九天 有好事者千里迢迢赶来西川的大庆山 准备一堵神术真容 却在大庆山外被驻扎封锁的军队拦下 之后贼心不死 又偷偷溜进山中 又被茅山派弟子发现 用一道掌心雷下回家去了 大庆山之战后的第十五天 戎城西湖 名叫据点 严守一一个人在书房中处理事务 大庆山之战后 各种事情如洪水般涌来 愣是把严守一这位鲁班传人 硬生生折腾成了白领社畜 甚至学会用电脑折腾表格了 现在他不仅仅是玄门的代表 更是玄门世界与普通人世界沟通的桥梁 官方为了安抚百姓 已经通过一系列操作 把严守一打造成就是主人社 让他成为真正的顶流 秒杀一切小鲜肉明星 相应的 也给严守一增加了不少负担 王吉网更是忙得头发一吊一大把 正在严守一忙碌之时 忽然听到敲门声 严守一头也不抬 已经知道门外的是桃花营 他心里疑惑 现在林子彤临盆在即 桃花营不在他身边 守着 跑我这儿来作甚 进来吧 桃花营推门而入 见严守一还在忙碌 忍不住说道 天天都忙到半夜 小姐的预产期就快到了 也不知道多陪陪他 严守一无奈道 我当然也想 但姜无牙一日不除 我心一日难安 你快说 你来干什么的吧 桃花营走到办公桌前 拿出了一封已经拆开过的书信 放在严守一面前 这是 严守一面露诧异之色 小姐让我送来的 她在一个小时之前 收到了这封信 看完以后 便让我转交给少爷宁 桃花营答道 严守一拿起信封看了一眼 便立刻精神一震 信原来是旅掌门写的 难怪先寄给臭丫头 紧接着又转交给我 信中肯定有说明 她老人家这一年 都上哪儿去了吧 严守一赶忙拆开信 认真阅读 桃花营也不着急离开 而是自顾自地 在一旁玩弄指甲 看了一盏茶的功夫 严守一长输一口气 放下信件 原来旅掌门早就算到了一切 并且她知道 一旦我用六道地藏 把自己和江无牙一起封印 江无牙便会在封印之中 将我吞噬 毕竟江无牙的魂魄 要比我的魂魄 强大太多了 所以旅掌门消失的这一年 她在四处抓捕 孤魂野鬼吞噬 以壮大自身魂魄 为的就是 这次代替我被封印 吞噬魂魄 壮大自身 因此才有与江无牙抗衡之力 如果没有她的帮助 恐怕严守一就要作茧自负了 得知真相的严守一 吓出一身冷汗 之所以 吞噬生一直玩失踪 没有将真相告诉任何人 甚至没有联系林子彤 则是因为她担心 说出来以后 事情会有变数 吞噬生坦言 她本 只是想找到同京城的下落 没想到却算到了 同京城在大庆山中 与严守一再战的画面 因此才一路延伸 得知江无牙的事情 在信的最后 吕噬生依旧表达了担忧 因为她并没有算到最后一步 还不知最后结局 是不是正义的一方胜利了 看完了信 严守一心里的疑惑 也逐一解开 桃花莹趁机说道 少爷 您把事情放一放 去陪小姐说说话吧 严守一收好信件 斜眼看了一眼桃花莹 该不会是臭丫头 派你来找我的吧 怎么会呢 桃花莹狂眨眼睛 严守一哑然失笑 傲娇的女强人 拉不下脸求抱抱 所以派桃花莹过来 死皮赖莲 喊她回家 她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再熬下去 也没意义 于是她收拾东西 跟着桃花莹回去 名叫据点 如今显得有些冷清 大部分成员 都派遣去了西川 因为最近几天开始 死亡之气不仅在蔓延 还从中钻出了 许多怪物祸害百姓 严守一不得不派人过去处理 严守一走到一半 忽然看到一伙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远处 她眼睛一亮 加快脚步 阿公 严守一惊喜万分地来到 这伙人面前 惊讶道 你们怎么这个点回来 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回来的人正是阿公 他的身后 还跟着诸葛姐弟 田娟和叶天元 一行人风尘仆仆 叶天元和诸葛吉身上 还带着伤 阿公见到严守一 也是十分开心 他解释道 我们知道 你忙 所以不想打扰你 打算悄悄地回来 明天再找你 先罗国一行辛苦了 严守一问道 小吉 天元 你们身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叶天元答道 和仙罗国的和尚斗的 伤得不轻啊 严守一眉头一皱 诸葛吉笑道 他们被我们打得更惨 那就值了 仙罗国不过是弹丸之地 就算其信徒众多 实力终究还是不如泱泱滑下 阿公他们一行人到仙罗国去 不说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至少也是顶级实力水平了 阿公拿出了一根手臂长短 外头镀金的降魔杵 交给严守一 这就是你要的降魔杵了 好家伙 严守一接过降魔杵 捧起一看 顿感其中力量强大 他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有了降魔杵 磨合塔底下的那位 就不成问题了 就在前天 寒山寺还找严守一 希望他早点 把磨合塔底下的那位解决了 自打上次磨合塔失控 直到如今 寒山寺的僧人 有的还不敢回山呢 他收了降魔杵 安排阿公他们回去休息 然后才继续和桃花莹 回去找林子彤 到家之时 林子彤正躺在柔软的沙发上 竟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桃花莹见了 不免一阵郁闷 自己好不容易把少爷请回来 小姐却自己睡着了 严守一摆了摆手 示意桃花莹 先回古炼招魂灵 因为怀了双胞胎的缘故 即将临盆的林子彤 肚子大的吓人 两个小家伙时不时调皮的剔肚皮 林子彤也容易累 经常犯困 严守一不忍打扰林子彤的睡眠 便拿来毯子 披在林子彤身上 自己坐在沙发边守着 无意之间 他瞥见茶几上的几本书 书本里夹着书签 很明显是林子彤睡着之前 还在翻看的书 他拿起一看 是十分古老的书籍 现在臭丫头不应该看母婴类的书吗 为何又研究起古籍来了 严守一心里一阵诧异 等到看到书中的内容以后 他明白了 林子彤在帮他寻找神术的来源 庆江国存在于混乱的五代诗国时期 在那个时期 人们早就已经开始用纸做记录 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印刷技术 因此 可以在后世保存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书籍 也因为如此 想要寻找神术的起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只要它曾经存在过 便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 这半个月以来 严守一领知识渊博的说书人们 努力寻找神术的资料 最好能将神术的背景 查得一清二楚 如果能阻止神术继续扩张死亡之气 大家就不用再受时间的威胁了 神术只用了短短八天 便将整个大庆山吞噬 之后 虽然扩张的速度有所减慢 但并没有停下的趋势 无数科学家也赶赴西川进行采样调查 但都一无所获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与科学完全背道而驰的玄学 以目前的科学水平完全无法做研究 专业的活儿 还得由专业的人来干 严守一等人 就成了对付神术的唯一希望 关于神术的来历 严守一审问过唯无心 但这个废物弟子对神术的底细一无所知 林子彤正在研究的这本书 是五代十国末期 生活在西川的一名秀才所写 时局混乱 好在他所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战乱平息之后 他便开始周游西川 书里写的全是秀才一路上的各种见闻 严守一认认真真的看着 虽然暂时没看到有关于神术的记载 但游记还算有趣 他也看得津津有味 看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严守一忽然坐直了身体 书中记载 秀才云游到一座名为大青山的山外附近 见大青山郁郁匆匆风景遗人 便打算在附近的村子里请一位向导进山 乃至秀才问遍了村里人 却没人敢带他进山 村民对大青山的情况十分了解 据说大青山里曾经有一座繁荣的城市 但后来这座城市被北方大国所摧毁 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 无数冤魂在山中徘徊 十分危险 村民们早已将那里当作禁地 谁也不敢进去 大青山 大青山 应该是同一个地方 秀才当时没多问 只是凭发音随意记下的 严守一精神一震 这可是他头一回找到有关沁江国的资料 连忙认真继续阅读 秀才对消失的国家十分好奇 从村民那里打听了不少消息 据村民说 大青山里经常会冒出一些吃人的怪物 这些怪物丑陋难看 长得好像巨型人参似的 虽然有四肢和脑袋 却没有五官 动作快如野狼 巨火 大青山里 还时不时冒出黑色的瘴气 任何接触到瘴气的生命 都会瞬间被夺走生命 但是大青山里的怪物 却不怕着黑色瘴气 值得一提的是 秀才在村子里的猎人家里 见到了大青山里怪物的真面目 根据秀才的描述 死掉的怪物 就像是烂掉的木头 之后 因为实在没有村民愿意带路 秀才最终也没能进入大青山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依旧没有 有关于神术的记载 想来当时大青山 已经成为生命的禁地 没人能够进入 也便无人再知道神术的事情了 不过严守一 还是从故事里 得到了一些线索 大青山里的怪物 本质上很可能是树精 而且 他们并不怕神术的死亡之气 严守一思考道 如果我用那些怪物的尸体 制作一具木魁法身 是不是就能踏入现在的大青山 直接去神术周围转一圈 寻找线索了 正当他准备进一步思考 这个想法的可能性之时 林子彤忽然皱着眉头醒来了 你怎么醒了 严守一第一时间放下书 温柔地抚摸着林子彤的脸 林子彤借力做起 郁闷地说道 你儿子又提我了 你怎么确定是哥哥干的 不是妹妹呢 严守一疑惑 严守一美好气地 拍了严守一一掌 肯定是哥哥 只有男孩才会那么淘气 你要不要看看 咱俩谁更喜欢动手 严守一心里吐槽了一句 然后故作生气地把手放在林子彤的肚子上 训斥道 不准再欺负我老婆了 否则我也欺负你妈 林子彤顿时被逗乐了 你可一边待着去吧 劲捣乱 严守一黑黑笑着 拿着手里的古籍摆了摆 说道 这本书我替你看完了 有了一些线索 你不用重新看了一遍了 发现什么线索了 还不一定有用 等我验证过了再说吧 哼 那我肯定会再看一遍的 你现在的任务是 好好休息 就剩下最后半个月 你就可以解放了 林子彤撅着嘴 我不知道一孕傻三年是不是真的 但怀孕的这段时间里 我感觉自己都没怎么帮得上你的忙 遥想林子彤怀孕头几个月 她在罗天大叫大放一踩 一路挺进四墙 成为不知道多少少男少女的偶像 可最近几次战斗 林子彤都只能在家养胎 这让她心里多少有些不开心 严守一赶紧牵起林子彤的手 好生安慰 怎么没帮忙 你可是驴山派掌门 现在的驴山派可是越发强大了 而且 当时在处理两派关系的时候 你也一直在背后处理 现在悬门上下一条心 你也不消停地帮我处理事务 要是没有你帮忙 我怕我还没等到和江乌牙决战的那一天 就被各种事情累到猝死了 我想帮的不是这种忙 你知道的 林子彤低头道 你想的是 老娘操起红神伞 在敌人身上 一戳一个血窟窿 在窑洞招魂 引来万千鬼王横扫千句 谁敢骂你我帮你打回去 谁敢打你我帮你杀回去 林子彤越说越兴奋 就差站起来捂一段花枪了 严守一一阵汗言 我算是明白了 并肩战斗也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是想把我当小白脸保护着 那可不 谁让你是我男人呢 林子彤仰起下巴 脸上有着小骄傲 行行行 我是小白脸 你是女王大人 严守一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随后手里忽然凭空多出一个小锦囊 那 这个给你 林子彤诧异地接过锦囊 这里面是什么 我给孩子们起的名字 孩子的名字 林子彤惊喜万分地望着严守一 他原以为以严守一的鱼目脑袋 是想不到要提前给孩子起名的事的 这几天 他经常苦思冥想 就是为了给孩子起好听 又有寓意的名字 还时常去找罗宁他们讨论 没想到 这个鱼目脑袋 总算细心了一回 林子彤一边打开锦囊 一边说道 虽然是你想好的名字 但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全都不作数 那是当然 严守一笑道 打开锦囊 林子彤从中找出一张纸片 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提起手要揍严守一了 狗蛋和翠花 亏你想得出这两个名字 林子彤怒道 要是我的孩子们叫这名 我就和你拼了 严守一脸色一变 赶紧拦着林子彤 大声辩解道 这两个名字是小龙起的 我俩写在同一张纸的正反面 你翻过来瞧瞧 林子彤虽然收住手 但嘴上却没消气 小龙小学都没毕业 能起出什么好名字 亏你心也够大 竟然让他来起 所以我已经替你教训过他了 完了 我现在对你起的名字 也不抱有期待感了 林子彤说着 下了巨大的决心 将纸片翻一面 眯着眼瞧上头的名字 哥哥 颜念彤 妹妹 林思一 林子彤愣了愣 这名字 虽然我也小学没毕业 但这两个名字 是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 应该比狗蛋和翠花好吧 颜首一小心翼翼地问 同时认真观察着林子彤的脸色 林子彤的脸色变得温柔起来 她露出笑容 我觉得这名字很好 真的 真的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 念彤和思一的名字 正象征着颜首一和林子彤的爱情 林子彤对这两个名字 如何能不满意呢 那咱就这么定了 哥哥叫颜念彤 妹妹叫林思一 林子彤点头以后 颜首一兴奋的丹西 跪在沙发前 双手轻轻放在林子彤的肚子上 念彤和思一 你们俩有名字了 看到颜首一这种幼稚的行为 林子彤也不由得奄然一笑 如果时间永远定得在这时该有多好 第二天一早 颜首一离开荣城 前往西川 大庆山已经完全被死亡之气吞没 军队在外围驻守 还有诸多悬门中人再次协助 随着死亡之气的扩散 悬门的营地也一次次地搬动 如今距离大庆山最近的峨眉山 已经被覆盖 就连荣城都被覆盖了一半 这次前来西川是因为颜首一 想要验证一下自己昨晚的猜想 抓捕死亡之气里的怪物 用他们的身体制作木魁法身 再进入大庆山神树旁一探究竟 如今外围的营地 主要由长陵军的统领后进城 和龙虎山代表柳一人管理 颜首一也无需隐藏身份 抵达机场之后 直接在众木魁魁之下 骑着三远 就朝着营地的方向飞来 这一幕放在半个月之前 一定会惊世骇俗 但现在目睹这一幕的人们 只是惊讶 并没有震惊 毕竟 最近这半个月 每天都有事情 在刷新着普通老百姓的世界观 不过 还是有眼尖的人 认出颜首一的身份 然后尖叫着喊着 他不就是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那位 鲁班传人颜首一吗 顶流偶像的待遇 颜首一也算是享受过了 但他并不在乎 也不贪恋 对他而言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解决掉江无牙 然后等待孩子平安出生 乘坐着三远 颜首一很快抵达营地 营地的人早早得知 颜首一要来 一些手头上没活的悬门成员 或是将士 一大早就守着营地大门 想要亲眼见一见 颜首一的风采 结果他们等到中午吃饭时 才听说 原来颜首一早就到了 人家坐着鸟 直接飞进厚敬城 和柳一仁的办公室的 那些早早堵门的人 全部扑了个空 郁闷不已 你是说 那些从死亡之气里 钻出来的怪物 厚敬城和柳一仁 听说了颜首一的想法 都觉得此事可行 至于那些怪物的尸体 他们也有所保存 死亡之气在扩张的同时 被笼罩的生命禁区内 时不时就会钻出 这样一群怪物 袭击还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 他们的实力倒是不算强 只要数量不多 随便派出一对人马就能解决 厚敬城也留了个心眼 派人将怪物的尸体 全部收集起来做研究 只可惜 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因为对其他人而言 这些怪物的尸体和木头 没什么区别 甚至无法被裂成僵尸 厚敬城亲自带颜首一 前往存放怪物尸体的地方 怪物的尸体 被统一存放在一个仓库 仓库甚至没有做低温保鲜 因为所有尸体都和木头 没什么区别 只会风干 不会腐烂 最后想要处理的话 当柴火烧也可以 最近我们给这些怪物 起了名字 叫五脸腰 厚敬城提着一颗怪物脑袋 介绍道 怪物没有五官 叫五脸腰也十分贴切 颜首一走到一具尸体面前 用手捏了捏 感受了一番 肘眉道 他们不仅仅是像木头 简直就是木头 你是鲁班传人 对木头的研究 可是真正的行家 你说是就是了 厚敬城笑道 我怀疑 他们本身就是神术的一部分 颜首一说道 不过这样更好 看来制作木魁法身 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当即挑了几具尸体带走 柳一人给他安排了一个 安静的房间 颜首一打算现场炼制木魁法身 不到半天的时间 一个粗糙版的木魁法身 就打造成功了 最后的完成品 是一个拥有着八条胳膊 背后长着三对翅膀的人形怪物 这具木魁法身的形象 要比原本无脸妖的形象更吓人 属于颜首一放飞自我的作品 反正木魁法身 本身就是为战斗而打造 既然如此 为何不多增加一些人类没有的器官 来增强战斗能力呢 死亡之气很古怪 甚至连三元都无法进入 所以颜首一也给木魁法身 制作了三对翅膀 赋予他飞行的能力 以免他去了大庆山 还要像个普通人似的 跋山涉水 不知猴年马月 才能回到神树旁 光是制作一具木魁法身还不行 颜首一还在其身体里 塞了许多道符 也请营地里的其他名教传人 各斩神通 把各自的本领 留在木魁法身体内 一切准备完毕 颜首一把真身留在营地 操控着木魁法身 直接振翅而飞 独自往大庆山的方向飞去 颜会长年纪轻轻 却已经达到了 我们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这次灾难若是能平安度过 颜会长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恐怕会无人能及吧 营地里的人们看到 木魁法身正翅飞走 心里的敬佩之情 异于言表 飞行速度有点慢 不过非要拿这具 粗制滥造的木魁法身和三元笔 确实太勉强了 颜首一分出的一道魂魄 在木魁法身体内 慢慢地适应着新的身体 他在大山大河的上空飞行 视野极佳 很快便看到远处的死亡之气 死亡之气 犹如一张大伞 遮住了连绵不绝的山脉 山脉中还有一些小城 此时已经不再有活人生存了 趁着夜色 他又飞了一段距离 总算是来到死亡之气跟前 降落在一段公路上 颜首一打量了一阵 原本笔直的公路 此时前方被死亡之气吞没 像是一条断头路 死亡之气犹如一堵墙 挡在颜首一的面前 时不时溢散出来的黑气 好像一只只探出的爪子 他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着 颜首一伸出一条胳膊 直接探入死亡之气内 他第一时间感觉到 有一股力量在撕扯着那条胳膊 但那种感觉一瞬间就消失了 似乎死亡之气 本能地想要吞噬外来者 后来又发现是 自己人尴尬地松开了嘴 五脸腰的身体 果然是神术的一部分 所以死亡之气 才不会将我的胳膊吞噬 颜首一心里一喜 看来自己的推测没错 推测成立 意味着他能直接操控着这具身体 在江无牙不在的时候 靠近神术 趁机解决掉神术的隐患 既然如此 颜首一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闷头扎进死亡之气当中 起初他还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他 但随着他的深入 那层阻止他的魔似乎破了 他得以畅通无阻的深入 穿过厚厚的一层死亡之气 颜首一猛然睁开眼 映入眼中的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 公路好似几十年没人修整过似的 变得破败不堪 两层的行道树也完全枯萎 树干上覆盖着一层黑色的碳烧式的痕迹 树下所有植物都枯萎了 其中依稀可以看到一些鸟类的骸骨 死亡之气果然吞噬了所有生命 这里说是人间地狱也不为过 颜首一叹了口气 回头看去 身后是厚厚的死亡之气 如果他愿意 随时可以操控着木魁法身回去 不过他当然不可能回头 哪怕牺牲掉这一具木魁法身 他也要去神树旁一探究竟 正当颜首一打算扇动翅膀 飞去大庆山的时候 公路两侧忽然有十几道身影 快速朝他掠来 颜首一眉头一皱 摆出战斗的姿态 却见来者是一群无脸妖 这群无脸妖在距离颜首一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下来 他们全都是弯着腰 螺圈腿 歪着脑袋 像是老奶奶似的姿势 似乎在用好奇的目光打亮颜首一 并且没有对颜首一这个外来者表达出恶意 无脸妖可是贱人就咬的怪物 但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攻击我 难不成是把我当成同类了 颜首一心想 不过所有的无脸妖都长得一样 颜首一现在虽然气味和他们相同 但长相实在是差太多了 以至于这些无脸妖有些疑惑 突然 一名无脸妖走上前来 脸上裂开了一道口子 发出类似虫子的鸣叫声 原来你们是有嘴巴的呀 颜首一愣了愣 本来担心自己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没想到他的这句目魁法身身体 却自动领会了对方的意思 你是我们的长官吗 这便是那只无脸妖表达的意思 颜首一顿时乐了 感情这些无脸妖觉得他长得更加高级 所以误以为自己是更厉害的无脸妖 既然对方都把词想好了 颜首一便顺着对方的意思 咧嘴咕咕咕咕地发出声音 是的 无脸妖交流的方式便是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颜首一只是心里想到要说的话 目魁法身便如同有肌肉记忆似的 直接把话说出去了 十几只无脸妖听了 高兴地手舞足蹈 然后琪琪在颜首一面前跪拜 颜首一询问道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无脸妖小弟回答 我们奉母神之命 寻找有可能混入死亡之气的生命 哦 你们指的是我吗 颜首一心想 神术看来的确有一定的意识 已经有死亡之气的庇护 依旧担心有外来者伤害其本体 所以派这些无脸妖在这里巡逻 母神 指的就是神术吧 他是母的 这让颜首一更想弄明白神术的来历 他吩咐道 而等就在此地巡逻 我去向母神汇报情况 无脸妖们连忙领命 满脸崇拜地看着颜首一 就在颜首一打算飞走的时候 一只无脸妖突然挡在他的面前 被发现了吗 颜首一心里一跳 如果被识破的话 他就不得不动手 杀光这些无脸妖了 只听这只无脸妖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您一样 拥有六条胳膊 还有能飞的翅膀 颜首一在心里干咳两声 回答道 好好侍奉母神 那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那 那请长官带 我们把这些献给母神 无脸妖似乎下了一个决心 然后招呼着其他的无脸妖过来 他们张口便吐出一颗颗翠绿色的珠子 颜首一接过一看 里面全都是纯净的生命力 这些都是我们离开死亡之气 出去猎杀的战利品 请您务必要送到母神手中 让母神知道 我们对他有多么的虔诚 无脸妖叮嘱道 颜首一叹了口气 难怪这群无脸妖会离开死亡之气 攻击普通老百姓 原来就是为了炼制这种珠子 我会替你们带到的 谢谢长官 母神万岁无脸妖们 开心地像一群两百斤的胖子 在原地蹦蹦跳跳 正在他们开心之际 一道惊雷忽然一闪而过 直接把他们全部劈得外交里嫩 当场隔屁 他们到死都没意识到 出手的人 竟然是他们无比仰恶的长官 颜首一冷冷地看着这群无脸妖 自言自语道 本来不想杀你们的 奈何你们杀了那么多老百姓 这口恶气 老子忍不了 将翠绿色的珠子收起来 颜首一连尸体都懒得处理 便震翅飞离 无脸妖主要分布在死亡之气的外围 深入大庆山以后 反而没遇到几只无脸妖了 依靠着记忆 颜首一很快在大庆山深处 找到沁江国遗址 也重新见到神术本身 但他惊讶地发现 神术的四周 竟然真的有一群长着翅膀的无脸妖 手持长矛飞在空中 正在警戒巡逻 上次进大庆山 江无牙还有一群木魁法身作证 现在江无牙被封印 神术反而自己制造了这么多无脸妖 出来保护自己 颜首一皱眉思考 他总觉得 神术的智慧有些超群了 如果神术本身就拥有这样的智慧 他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 当时的悬门队伍 把余露鸣等人抢回去呢 难道神术的智慧 需要一定的激发条件 例如 江无牙不在神术的感知范围内 颜首一继续靠近神术 果不其然 他很快引起了其他无脸妖的注意 离他最近的两只无脸妖朝他飞来 你 怎么和我们长得不一样 长着一对翅膀的无脸妖 上下打量着颜首一 反应和颜首一在外围遇到的小喽啰 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 这两只玩意儿 也不会更聪明多少 颜首一顾忌重施 挺直了腰板冷声说道 放肆 谁让你们这么与长官说话的 两只无脸妖顿时被吓到了 赶紧弯腰 以示谦卑 颜首一指着他们的翅膀说道 你们只有一对翅膀 而我有三对翅膀 孰高孰低 难道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是 是这样的吗 两只无脸妖心里也没底 很显然 他们的身份高低 不是靠谁的翅膀多来评判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每一个等级的无脸妖 长得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带翅膀的肯定比不带翅膀的厉害 他们也没见过颜首一这样的 不仅有三对翅膀 还有六条胳膊 反正肯定和他们这种 只有一对翅膀的无脸妖不一样 按道理来说也只会更高级 因为身体越复杂 意味着母神在制造它的时候 就花了越多的心思和时间 嗯 颜首一提高音调 两只无脸妖立刻卑躬屈膝 是我们错了 长官大人 知道错就好 颜首一呵斥道 现在给本长官让路 本长官要去见母神 无脸妖们犹豫了一下 长官找母神有什么事吗 你们在怀疑我 颜首一反问 不敢不敢 还好颜首一有准备 他随手拿出了一颗 从小喽啰们那儿得到的 生命力绿珠 展示给两只无脸妖看 我是过来给母神献宝贝的 像这种珠子 我还有很多很多 无脸妖都知道 那绿色的珠子代表着什么 当颜首一展示的时候 两只无脸妖 差点就要扑过来抢了 可见生命力 对这些无脸妖而言 诱惑有多大 颜首一适时地收了珠子 但他想了想 又把所有珠子全部拿出来 从那些小喽啰们手里 颜首一一共得到 二十几颗珠子 此时他全部拿出来 塞到了面前 两只无脸妖的手里 长官 这 两只无脸妖拿 懂得什么人情世故 只觉得长官居然 送了这么多珠子给他 他们 他们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颜首一笑道 对比我要献给母神大人的 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你们拿着 甭跟我客气 真的吗 谢谢长官 两只无脸妖捧着珠子 高兴地手舞足蹈 那开心的模样 让颜首一心里 都忍不住 生出一丝愧就感了 多么纯真无邪 又好骗得小傻逼啊 收了颜首一的礼物 两只无脸妖 不仅不再拦着颜首一 甚至亲自给颜首一带路 送他去神树身边 一路上其他无脸妖 也歪着脑袋打量着颜首一 但他们见到颜首一 是被两只带翅膀的 无脸妖领进来的 便没有多想 畅通无阻地飞了一路 颜首一终于来到神树的面前 他见到了神树面前的遍地残骸 其中甚至还有燕南飞 燕姑巢等人的尸体 这让颜首一的心情 忽然间跌落谷底 他不再对这些无脸妖 抱有细血的想法 看向神树的眼神中 也多了几分冷意 神树静静地 助力在沁江国遗址上 不停地向着天空 喷出死亡之气 树上时不时掉落一些 巨大的果子 落地后便裂开 从中爬出新的无脸妖 无脸妖果然是神树制造出来的 颜首一的猜想得到了验证 他摆了摆手 把那两只带路的无脸妖赶走 然后独自围着神树转圈 寻找蛛丝马迹 神树是个生命体 它依靠着杀戮和吞噬 来获取力量 但江无牙最早种下它的目的 却是偷走沁江国的国运 而且两者合作了上千年 要么江无牙控制了神树 要么江无牙手里 有什么是神树想要得到的东西 以江无牙的性格 应该不会留有把柄在神树的手上 所以我更偏向于江无牙控制了神树 把神树当作对付我的一张底牌 可既然神树受江无牙控制 现在江无牙被封印 神树应该陷入沉睡才是 怎么会比之前还要活跃呢 严守一心里满是不解 忽然间 他注意到神树树干上的那张大脸 大脸双目紧闭 并没有察觉到严守一的到来 严守一的目光 缓缓落在大脸的额头 天眼位置 那里有一张嵌入神树的王座 严守一听说之前江无牙的真身 就坐在那 要不要上去坐一下 试着能不能控制神树 神树周围也没有别的线索了 这个念头冒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严守一没有多纠结 直接扇动翅膀飞向王座 找准角度一屁股坐了上去 哄 在严守一坐上王座的一瞬间 他的脑海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无尽的寒冷将他包裹 似乎把他的魂魄送到了北极海底的最深处 黑暗当中时不时冒出几个小气泡 严守一感觉到自己的身边似乎有人躲在暗处 悄悄地注视着他 是谁 严守一大喝一声 转身便在黑暗当中发现了一对新红色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写满了憎恨 愤怒 怨毒 似乎严守一抢走了他的一切 江无牙 不 江无牙已经被封印了 他不可能是江无牙 严守一没来得及深究 他再次睁开眼 发现自己又回到神树的王座上 而在他的面前无数无脸妖症 火急火燎地往他的方向赶 一族入侵 一族入侵 无脸妖们愤怒地大喊 被识破了 严守一吓了一跳 但转念一想 哪个无脸妖敢坐在母神大人的怀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周围的无脸妖便一拥而上 手里的长矛毫不客气地朝严守一次来 严守一正想闪躲 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知何时被神树所牵制 一根根细弱发丝的气声跟黏着他的身体 把他死死地固定在王座上 可恶 虽然这只是一句目魁法身 但严守一也不想随意舍弃 毕竟他才刚刚发现一些神树的线索 金光照 被他放置在体内暗格里的道符 此时起了作用 金光符瞬间燃烧 覆盖在其周身的金光如同刀片 瞬间切断了所有的气声根 他刚刚挣脱束缚 迎面便飞来十几根长矛 严守一急忙闪躲 被闪过的长矛本应该直接刺在王座上 但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拦住了 几个五脸妖也松了口气 严守一见状 不由地回头多看一眼王座 神树和五脸妖都不想破坏王座 这王座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神树越不希望严守一做什么 他便越要做什么试一试 所以本来已经脱身的严守一 竟然立刻折返 又朝着王座飞去 其他的五脸妖见状都急眼了 赶紧扑上来阻止 严守一转身便释放出数十道掌心雷 劈得这些五脸妖哭爹喊娘 虽然没能直接将他们杀死 但也阻碍他们靠近的脚步 飞回王座面前 严守一看准王座的靠背 一拳轰下 碰 王座受窗 整个神树都震战了几下 所有五脸妖都捂着心脏的部位 痛苦地在半空中挣扎 神树的弱点是王座 好家伙 竟然这么明显 严守一想都没想 一拳接一拳地落在王座上 五脸妖们神色痛苦 身体都止不住的静鸾 根本无法阻止严守一 而神树则是愤怒地操控着弃生根 要赶走严守一 这只凡人的苍蝇 碰 又是一拳落下 坚固的王座总算出现一丝裂痕 严守一趁机把六只手 全部插进裂痕当中 然后用尽全身力气 想要将王座撕碎 扑刺 裂痕扩大 透露出里面的一丝心红 严守一定睛一看 忽然间脸色变得很难看 同时也停住了动作 在这王座当中 竟然藏着一颗 还在跳动的心脏 几乎是在见到这颗心脏的一瞬间 严守一便知道 这颗心脏的主人是鱼露鸣 该死的江无牙 夺走了老鱼的心脏 还把它放在王座当中 为神术提供能量 严守一无论如何 也不能破坏这颗心脏 他还打算着 带着心脏回去救鱼露鸣呢 只是 正在严守一犹豫之际 气声根已经到来 啪的一声巨响 严守一眼前一黑 已经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 大庆山外的营地里 严守一的本尊睁开眼睛 怎么会是这样 江无牙明明已经被封印了才对 他自言自语 眉头紧皱 守在一旁的柳一人疑惑道 你有什么发现 我找到老鱼的心脏了 江无牙把它藏在神术王座里 差一点就被我给毁了 严守一回答道 柳一人脸色一惊 江无牙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清楚 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神术的来历 严守一摇头说道 我操控着木魁法身坐上王座 似乎有一瞬间 与神术的意识连接 恍惚间 似乎又见到了江无牙了 这也不对 江无牙分明已经被你封印了 所以我才百思不得其解 这次进入大庆山 严守一本应该解开许多疑惑 没想到却产生了更多疑惑 正在二人眉头紧锁 沉默思考之时 严守一的手机忽然响起 喂 李前辈 严守一接起一看 是新火帮的李仲熙打来的 李仲熙说道 你还记得当初陪你一起下 秦始皇陵墓的梁英秋教授吗 严守一回忆了一下 梁英秋教授是考古界太陡 他的女学生夏棋 还是夏之警官的亲妹妹 梁英秋教授 在秦始皇陵墓当中 发现了有关神术的记载 李仲熙说道 我这就把资料全部发到你的手机上 听到这个消息 严守一眼睛一亮 神术的来历总算可以解开了 原本严守一以为神术的历史 只能追溯到唐朝 没想到 如今却在两千多年前的 秦始皇陵墓当中找到资料 又多加了一千年的历史 难怪从现在的资料当中 难寻神术资料 很快 严守一便收到李仲熙发来的邮件 里面的资料 已经经过梁英秋的一番整理 其中还配上了一些 秦始皇陵墓中出土的竹简照片 沧海之中 有杜朔之山 尚有大陶墓 其驱盘三千里 其之间东北约鬼门 万鬼所出入也 严守一首先看到的一句话 便令他醍醐灌顶 神术确实是神术 而且还是传说中的五大神术之一 神陶术 有关于神陶术的信息 其实鲁班书当中就有提起过 严守一的爷爷也曾经讲述过 如今所有有关于神陶术的信息 瞬间在严守一的脑海里变得清晰 五大神术分别是 不死术 扶桑术 大春术 建木术 神陶术 而传说中的神陶术 是由鬼王种在地狱里的神术 神陶术自地狱生根 在阳间生长 一旦神陶术成熟 便可以形成地狱通往阳间的大门 届时将会有无数地狱恶鬼出逃 阳间就会变成真正的人间炼狱 之前之所以严守一 没有往神陶术的方向想 是因为他只把神陶术 当作神话里的东西 根本没料到 它竟然真的存在 江无牙种下神陶术 是想把沁江国 变成人间地狱吗 严守一自言自语 还是说 我不在之处 皆为地狱 江无牙的性格很极端 得不到的宁愿毁掉 所以如果他启示失败 生死盗销 不排除 他会利用神陶术毁掉人间 严守一又着急地翻阅资料 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江无牙为何把鱼路鸣的心脏 留在神陶术里 神陶术是否被江无牙所掌控 如何阻止神陶术生长 神陶术乃是无意识之物 它只会无休无止地扩散 吸收一切生命 把阳间转化成地狱 可一旦神陶术有了树心 它就会变得可控 神陶术最顶端 会生出一节神陶木 掌握神陶木之人 便能掌控神陶术 想要毁掉神陶术 唯有毁掉神陶木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返回荣城的路上 严守一与严绸通电话 把他所或许到的一切信息 都告诉了严绸 父子俩终于弄明白 为何江无牙要留下于路鸣的心脏了 原来是为了控制神陶术 但严仇却也提出了几点不解 你说神陶术没有自主意识 那为何它还能生出那么多无脸妖来 阻拦你破坏树心 江无牙分明已经被我们封印了 它不可能再控制神陶术才对 这也是我的疑惑 严守一一路上苦思冥想 发现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答案 江无牙在外头一定还留有分身 被六道地藏所封印的 无疑是江无牙的力量所在 但却未必会是它的真身 否则 严守一在与神陶术意识连接之时 看到的那双眼睛又属于谁 关于这个推测 严守一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严仇 自己发现江无牙还有分身之事 要是太多人知道了 有可能打草惊蛇 如果可以的话 严守一希望自己能尽快找到江无牙的分身 直接将之解决了 同时 严守一心里也多了几分担忧 如果江无牙在外头还有分身 它或许不会善罢甘休 说不定已经埋伏在 戎城西湖的名叫据点附近 找机会对自己和家人下手 如果说严守一目前有所弱点 那必定只有怀孕的林子彤了 突然 严守一双眼圆瞪 想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可能 我与神陶术意识连接之时 对方也已经知道 我发现了它的存在 这有可能让江无牙提前行动 也就是说 臭丫头现在可能有危险 它立刻对严守说道 爸 立刻派人加强据点的守卫 江无牙在外头还有分身 它可能会对我们不利 严守的语气顿时凝重许多 你确定 确定 挂断电话后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回到戎城还需要一点时间 他只希望这段时间里 戎城不要出事 所有人加强警戒 重点保护莲花池和林掌门的住处 戎城西湖 名叫据点 名叫成员们纷纷行动起来 据点内但凡重要一点的地方 都被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着 桃花营站在窗前 撩起窗帘往外看了一眼 回头说道 小姐 少爷突然派人保护我们 恐怕又发生什么事了 林子彤披着毯子 放下手机 说道 他怀疑江无牙在外面还有分身 而且随时可能对我们不利 啊 桃花营惊讶地捂着嘴巴 这江无牙怎么阴魂不散啊 他筹备千年 肯定留有好几手准备 林子彤说着 窑洞古炼招魂灵 把黑川路 联合他们全都放出来 就算外面有那么多人手 林子彤自己也不能懈怠 无论如何 他都要保护好自己和孩子 阎筹和江庆雪 亲自在明教据点内巡逻 没有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夜色正浓 忽然有成员发现了异样 大家小心 西湖上飘着几口棺材 这个发现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大家跑到湖边一看 果然有五口棺材 朝据点飘来 阎筹立刻带着明教的强者靠了过来 远远地看到棺材以后 他脸色阴沉地说道 别让他们靠近 话音才落 五口棺材突然沉入湖底 找不到踪迹 棺材沉地了 太黑了 我看不清啊 成员们着急道 突然 就在众人的面前 五口棺材突然从湖底冲出 冲天起 不好 眼瞅脸色一沉 一个剑步冲上去 打算将五口棺材击退 可那五口棺材冲到半空中 突然奇迹打开 五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从里头飞扑出来 僵尸 眼瞅心中一灵 势头不减 朝着其中一只僵尸鞭腿 这只僵尸 浑身湿漉漉的 动作却十分灵敏 只见他双手护在胸前 硬抗岩绸一脚 身体不受控制地 像炮弹似的钻进水中 快把罗宁喊过来 岩绸回头喊道 对付僵尸 如今整个鸣教 也就只有罗宁最懂行了 罗宁正在守护莲花池 听到消息以后 立刻往湖边赶 等到他来到湖边 便看到岩绸和江沁雪 正在和五只僵尸缠斗 令人吃惊的是 这五只僵尸 实力竟然强得可怕 他们联手之时 竟然丝毫不具 岩绸和江沁雪 千年血尸 罗宁一眼就认出 这些僵尸的类别 心中大为吃惊 炼制解尸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连他都只是想想而已 现在的时代 根本不具备 炼血尸的条件 除非再次爆发战争 血尸毫无疑问 出自江无牙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不仅身体强悍 竟然还会各种法术和绝技 罗宁喃喃道 据说江无牙 一共有七名弟子 江无声一个 唯无心一个 这剩下的五人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五具 被炼制成血尸的家伙吧 现在江无牙 已经是个光感司令 如果说他 还有什么底牌的话 恐怕就只剩下 眼前这五具血尸了 罗宁 你还愣着做什么 一起上啊 赶来的阿公 着急地说道 不行 罗宁想到了什么 摇头说道 对付血尸 只能单打独斗 不能围攻 因为他们被制造 只为最后一个目的 与敌人同归于尽 话音才落 其中一只血尸 猛然爆炸 强悍的血尸 爆炸得威力大的吓人 四周的房屋 尽数倒塌 稍微靠近一点的人 都被掀翻在地 震得七孔流血 而最靠近爆炸位置的 眼筹 也是被震得忍不住吐血 还是依靠着江庆雪的搀扶 才勉强稳住身心 江无牙真是好狠毒的心 竟然把自己的弟子 炼成血尸 让他们过来送死 眼筹脸色难看无比 千年血尸的爆炸威力 根本没人能挡得住 罗宁一边指挥着其他人后退 一边对眼筹和江庆雪 发出警告 叔叔阿姨 别和他们缠斗 他们本来就是 来送死的 一方是守着据点 不能后退的鸣教成员 一方是本就做好 送死准备的血尸 鸣教成员已经落入下风 未经之际 只能让大家尽可能地 分散开来 以此来减少一些伤亡 罗宁话音才落 其中一只血尸 便毫不犹豫地 往人群冲来 快退 快退 阿公一甩手 扔出了厚厚的一打指人 那些指人飞上前 缠着血尸 稍微拖延了一点不速度 可血尸却从后背 拔出一柄秀迹斑斑的长剑 一剑便将指人斩断 而后便一头扎进人群当中 哄 又是一声巨响 地面被炸出一个大洞 十几名名教成员 当场被炸成碎片 断之残骸漫天飞舞 鲜血更是如同暴雨一般 落在其他人的身上 王吉王脸色无比难看 散开 全部散开 众人还没从爆炸中缓过神来 第三只血尸便绕过岩绸和江沁雪 再度冲向人群 见状 王吉王也不打算退了 他亮出两把杀猪刀 迎上血尸 刀法出神入化 眨眼的功夫 已经斩去血尸的手脚 把他削成人棍 可血尸也拥有断之重生的能力 并且周围名教成员血流成和 正好给血尸提供了养分 眼看血尸的四肢恢复 阿公也出手了 他召唤出一只只扎的巨蟒 自己骑在巨蟒的头上 巨蟒一口咬住血尸 将之叼到半空中 巨蟒将血尸高高抛起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血尸吞进肚子 那血尸进了巨蟒的肚子 却并不老实 疯狂地挣扎着 巨蟒的腹部 肉眼可见的不停起伏 你们都退开 让他在直蟒的肚子里爆炸 阿公喝道 这倒是个好办法 王吉网急忙带着其他人后退 阿公正要操控着巨蟒钻进水里 以此来减轻爆炸的威力 却听巨蟒突然发出一阵惨叫 紧接着 血尸手持长剑 破肚而出 阿公脸色大变 血尸眼看没办法波及到更多人了 便打算强行与阿公一换衣 只见他的皮肤之下 突然红光闪烁 肚子猛地鼓起 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在酝酿 阿公 众人脸色大变 想要出手帮忙 却根本来不及 阿公眼中也闪过一丝绝望 他没想到 自己会折在这个时候 甚至还来不及与柳家人告别 你们都别过来 阿公大喝 要死只死他一个就够了 其他人必须活下来 帮助眼手一完成大叶 血尸身体飞速隆起 眼看就要爆炸 却在千钧一发之际 众人听到了一阵铃铛声 叮铃铃 血尸的脚下 突然冒出五只体型巨大的恶鬼 五只恶鬼第一时间 用巨大的手掌抓住血尸 血尸想要逃跑 却无济于事 他被五只恶鬼牢牢抓在掌心处 然后惨叫着爆炸 哄 爆炸的冲击波 直接将阿公先飞十几米远 那五只恶鬼也瞬间灰飞烟灭 大家惊讶地回过头 只见林子彤不知何时来到现场 刚才正是他救了阿公一命 大家没事吧 林子彤关心道 罗宁赶忙来到林子彤身边 伸手搀扶着他 你怎么出来了 赶紧回去 这里危险 林子彤摇了摇头 孩子固然重要 但你们也绝对不能出事 大家为了保护他 已经付出太多了 林子彤是个要强的女人 她没办法看着同伴接连牺牲 自己却无动于衷 三只血尸接连爆炸 给明教带来不小的打击 但是到如今 众人的压力反而减轻了不少 只剩下两只血尸了 只要大家联手 肯定能毫发无伤地将之解决 岩绸嘴角带血和江庆雪一起站在湖边 远远地与一只血尸对质 忽然间 江庆雪觉察到问题 应该还剩下两只血尸才对 最初被你踢进湖里的血尸去哪了 岩绸也猛然惊觉 立刻对江庆雪说道 快去保护子彤 林子彤是岩手艺的软肋 岩绸本能地认为 这些血尸是冲着林子彤来的 情况紧急 江庆雪也没有想太多 转身便往林子彤的方向跑去 然而江庆雪刚刚与岩绸分开 那潜入水中的血尸便猛然地水中钻出 一把抓住岩绸的脚踝 将它拖入水中 另一只仅剩的血尸 也毫不犹豫地钻入水中 不好 江庆雪此时才意识到 这些血尸的目标竟然不是林子彤 而是岩绸 岩绸可是一直将随猴珠贴身带着 这些血尸实际上是冲着随猴珠来的 众人也意识到事情的真相 林子彤毫不犹豫地摇动昭魂灵 将桃花银等人全部派去营救岩绸 江庆雪更是毫不犹豫地 一头扎进西湖里 湖中水浪翻滚 岩绸在两只血尸的夹击之下 也感受到一丝压力 若是被两只血尸贴身爆炸 即便是它 不死也要残废 更重要的是 它若是残废了 可就没办法保护随猴珠了 脚鸡之精 甲乙神灵 杨伯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舞者生 逆舞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绿令 岩绸在心中默念咒语 强大的掌心雷在手中凝聚 雷电通过水的传导 顿时给血尸造成了一定的僵殖 不过岩绸自己的动作 也变得迟缓不少 他注意到江庆雪也入水了 便强行控制身体 伸手从怀里 拿出随猴珠扔向江庆雪 保护好随猴珠 江庆雪伸手握住随猴珠 在那一刹那 便看到两只解尸的身体泛红 快速膨胀 血尸要爆炸了 江庆雪咬咬牙 江随猴珠护在胸前 身体虽然在后撤 但双眼却死死地盯着岩绸的方向 岩绸也望着江庆雪 哄 两只解尸瞬间爆炸 直接在西湖中掀起数十米高的巨浪 甚至连已经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江庆雪 都被那恐怖的力道炸出水面 狼狈地落在鸣教据点的岸边 还撞断了围栏 当严守一回到戎城据点的时候 战斗已经全部结束了 鸣教成员们灰头土脸地收拾残局 大家痛失同门 心情低落 但看到严守一回来 大家的情绪又稍稍恢复一些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与严守一打招呼 只是严守一却没办法用笑容回应 她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雪尸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根本不可能防得住 那些建筑损失就不提了 这次袭击里 我们一共损失了13名成员 还不算三十几名受伤的 要不是子童出手 阿公也有可能生死 王吉网跟在严守一身边 汇报着这次的损失 子童没受伤 孩子们都很好 但是最后所有人都被雪尸误导了 以为他们的目标是 子童和孩子 没想到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 严绸疏手 严守一脚步一顿 陈生问道 我爸怎么样了 唉 王吉网叹了口气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老金在呢 二人加快脚步 前去老金的院子 一进门 便看到了不少伤员 伤员们见到严守一 都想起床打招呼 严守一赶紧把他们按在床上 受伤了就别乱动弹了 你们安心养伤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听闻严守一回来了 江沁雪和温玉仙 便着急忙慌地从屋里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狗道士 妙级武僧 魏长青等人 妈 奶奶 我爸怎么样了 严守一关切地问 还在昏迷当中 他毕竟是肉体繁胎 就算最后一刻 用尽法术保护自己 也依旧没能挡住 江沁雪红着眼圈说道 眼丑很强 但终究是肉体繁胎 他可能拥有翻山覆盖的本领 却也躲不过生老病死 谈话间 老金也走出来了 他浑身是血 看着有些疲惫 老金 我爸他 命是保住了 但下半身瘫痪 老金摇头道 瘫痪 众人愣了愣 很快都接受了这个结果 在那样恐怖的袭击当中 能保住性命 已经很不错了 对比丢掉性命 瘫痪已经是天赐的恩情了 我们能去看看他吗 还是不要了 他现在需要休息 老金拒绝 该死的江无牙 他一定还有分身在外 否则如何指使血湿袭击 名叫据点 严守一死死地咬着牙关 心里思考着 该如何反击 守一 有件事你必须知道 这时 江庆雪将严守一拉到一旁 小心翼翼地从怀里 拿出随猴珠 怎么了 雪狮们应该是冲着随猴珠来的 他们想提前释放江无牙 江庆雪说道 随猴珠在爆炸中受到损伤 出现裂痕了 严守一接过一看 原本光滑无比的随猴珠上 果然已经出现裂痕 煞气从中溢散 不断地尝试着突破封印 按照这个速度 不出半月 随猴珠就会破碎 江庆雪低声说道 这意味着 最后的决战将在半个月后打响 严守一拿着随猴珠 沉默良久 你做好准备了吗 江庆雪不安地问 不管是否做好准备 这一天早晚都要到来 严守一眼神逐渐变得坚定 我现在就去通知所有人 半个月后 决战江无牙 当随猴珠破碎的消息传出以后 悬门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民众 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的修炼 只为了在最终决战的时候 多发挥出一点作用 名门大派的接班人们 更是陆续进入门派禁地闭关修炼 接受各自掌门长老的传承 大家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自己提升到最强的水平 而严守一在走访了一些门派以后 最终来到了寒山寺 对比上一次到寒山寺 寒山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原本寒山寺郁郁葱葱 生机黯然 可这次严守一到寒山寺 只觉得这里死气沉沉 整个山头连一片绿叶都看不见 严守一听说了摩河塔失控的事情 却没想到居然如此严重 他在寒山寺见到了大病出狱的本恒方丈 如今的本恒方丈 看起来已经苍老的 像是严送方丈那种活了上百年的老头了 说话时也有气无力 没聊几句就沉沉睡去 大庆山一战 本恒方丈深受重伤 已经影响到根基 想要恢复如初已经不可能了 严守一也见到了长山 此时的长山身披金色袈裟 眉心更是有亮闪闪的佛印 整个人的气质与之前截然不同 原来他已经接受了本恒方丈的传度 现在是整个佛门的佛子 实力暴涨 距离大决战还有三天 严兄是来处理摩河塔里的恶念的吗 长山双手合时 带着严守一往摩河塔走去 严守一拿着降魔杵 回答道不确定 长山脚步一顿 差点都响了 回过头惊讶地望着严守一 不确定 严兄此话何解 恶念的厉害 长山已经领教过了 看严送方丈的下场便知 长山本以为严守一这次 就是来解决恶念隐患的 可事到临头 严守一竟然说不确定 严守一轻叹一口气 对长山说道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长山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行吗 长山双手合时 阿弥陀佛 直到如今 我都没有十足地把握对付江无牙 但如果是两个我 收拾江无牙的把握 可提升到九成 长山睁大了眼睛 你想与恶念联手 严守一微微汗手 你觉得可行吗 长山连连摇头 不可不可 绝对不可 一旦你释放出恶念 有很大可能再造一个江无牙 严守一文言 只能点头作罢 行吧 二人继续前进 来到摩河塔下 摩河塔依旧躁动不安 妙华带着十几名禅师 联手镇压 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有的禅师昏昏欲睡 妙华看到了 便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像是给对方打了鸡血似的 立刻精神不少 没想到寒山寺的禅师 还可以打辅助 严守一打去地说道 长山叹气道 寒山寺在大庆山损失惨重 现在人手不足 妙华师叔他们已经连续三周 没有合眼了 严守一顿感愧疚 好在他今日 就是来解决摩河塔的问题的 妙华等人终于可以休息了 妙华拖着疲惫的身躯 转过身望向严守一 他先是双手合十做佛礼 然后才说道 阿弥陀佛 严施主总算来了 严守一环礼 打亮着四周的枯树林 与黑土地 询问道 这些都是我的恶念干的吗 妙华点头 恶念随着你的实力而增长 但这世上没有空来的力量 所以当你实力暴涨之时 恶念便吸收了摩河塔周围的生命力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生命力可以转化成力量 严守一问 妙华再次点头 世界上任何一种能量 都可以相互转化 不仅仅是生命力 死气 煞气 阴气 鬼气 都能被转化 只是转化的方式不同罢了 严守一文言 陷入沉思 神陶树也在吸收生命力 不过他吸收生命力的最终目的 是开启地狱之门 想必开启地狱之门 需要的能量十分庞大 才会让神陶树 不停地扩展死亡之气 但开启地狱之门 并非是江无牙的目的 它更大的可能 是通过神陶树吸收的生命力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以 在灭江无牙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 不能让他接触到神陶树 严守一上一次实力暴涨 正是因为 谢勤仓帮助他掠夺了江无牙一半的煞气 恶念因此 也必须吸收生命力 我要如何进入摩河塔 严守一询问道 摩河塔并没有大门 据说是一座石心铁塔 这样才能震得住塔下制邪之物 妙华指着摩河塔正面的万字说道 你伸手触摸佛印 自然就进去了 常山插嘴道 因为摩河塔下封印的是你的恶念 因此 也只有你能进去 严守一摆摆手 我一人足够了 你们不用担心 常山自然是向陪严守一一起进摩河塔的 因为无法陪同 他心里还有些愧疚 我去了 你们在外头等我 不会太久的 说吧 严守一便走向摩河塔 越是靠近摩河塔 严守一心里的那股悸动就越是强烈 他的心情仿佛是要见到阔别已久的亲生兄弟 摩河塔也微微颤抖 似乎是感应到严守一的靠近 只见严守一来到摩河塔前 伸手触摸佛印 只是一刹那 他的身体便化作一道金光 被吸入到摩河塔中 与此同时 颤抖的摩河塔瞬间安静下来 负责镇守摩河塔的禅师们 原本还能感觉到来自摩河塔的压力 而此时压力却突然消失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有的禅师甚至直接摊坐在地上 额头上留下痘大的汗珠 终于熬到头了 禅师们兴奋到 我当初就是为了不加班才剃度出家的 没想到当了和尚还要加班 要不是我已经剃光头了 这段日子还不知道掉多少头发 所有禅师都高兴不已 总算要把摩河塔 摩河塔内 颜首一睁开眼睛 入眼之处是一座巨大的如来佛像 佛像前方有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三尊佛像 两侧则是十八罗汉 一个个神色宿目 不怒自威 而在中央位置则摆着两个蒲团 其中一个蒲团上坐着一名黑衣男子 尽管颜首一只是看到背影 却还是一眼认出 那人就是自己的恶念 整理了一番心情 颜首一干咳一声 正要说话 却听对方沉声道 你来了 颜首一一愣 点头道 我来了 你不该来的 可我还是来了 二人一阵沉默 恶念缓缓转过身 颜首一打亮着这张脸 与自己一模一样 区别只是眼神中多了一丝阴霾 看着没那么忠厚老实 像是个笑里藏刀的脚 颜首一走上前 坐在空着的蒲团上 与恶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恶念主动说道 别藏了 我知道降魔杵就在你手里 颜首一将藏在袖子里的降魔杵 直接露出来 询问恶念 你对我了解多少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所以你心里所想 我其实都知道 颜念阴侧侧地笑了笑 但你却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一丝危机感 从颜首一心底里生起 恶念既然知道自己 得到了降魔杵 他完全可以在魔河塔内埋伏 如果杀死正主的话 他甚至能够取而代之 但恶念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一瞬间 那股危机感就消失了 颜首一忽然笑了 颜念愣了愣 你笑什么 你不是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为何还要问我呢 颜首一反问 恶念沉默了一阵 魔河塔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你所想的东西 到我这儿有延迟 原来如此 颜首一笑着说道 你既然知道 我得到了降魔杵 刚才完全可以埋伏我 但你没这么做 说明你也知道 我根本没打算现在杀死你 是的 我知道 我还知道 你没有信心杀死江无牙 所以 你想与我联手 恶念坦诚相待 颜首一问 你意下如何 你最终还是会杀我 我有什么理由帮你 颜念摆出不屑的表情 吃笑着颜首一幼稚 有危险的想法 颜首一微微沉默 他早就料到 恶念会这么说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很好奇 颜首一低声说道 你是恶念 是我的一部分 尽管你饿得很纯粹 但你是否还爱着我爱的那些人 颜念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你还把小龙当兄弟吗 你还在乎我们的父母吗 如果念童和思义有危险 你会不会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们 这回沉默的人 变成恶念了 颜首一突然笑了 你是我的一部分 因此你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虽然无法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我却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恶念突然站起来 气得在蒲团上狠狠地踩了几脚 他骂的 颜首一确定了一点 不管恶念有多邪恶 就算他杀人如麻 如毛饮血 他也依旧是颜首一 如果有人胆敢伤害 颜首一所爱的人 恶念也会不顾一切地对付对方 二人虽然是善与恶的正反面 此时却拥有同样的敌人 江无牙 如今颜首一可以肯定 自己完全能够与恶念达成合作 颜首一起身 对恶念伸出手 江无牙威胁到臭丫头 威胁到念童和思义 威胁到我们所爱的所有人 所以这一次 我不杀你 我们联手合作 先杀了江无牙 恶念望着颜首一伸出来的手 想都没想就握住了 他的嘴里吐出七个字 好 一起干他妈的 嗯 干他妈的 颜兄 进入摩河塔 已经快半小时了 杀恶念应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吧 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摩河塔外 常珊担心地望着摩河塔 稍有风吹草动 他都紧张不已 话音踩落 摩河塔忽然一颤 紧接着 金光便将一袭黑衣的颜首移送了出来 颜兄 常珊走上前询问道 怎么样 你将那恶念超度了吗 颜首一眼脚抽了抽 点头道 超度了 善灾 常珊松了口气 又说道 如此一来 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嗯 江无牙的封印 将在半个月后解开 我打算把战场放在戎城西湖 再不计 还有九龙化沙大阵 做最后底牌 颜首一说道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有进步多少 常珊文言 开始脱衣服 颜首一拦着他 你干什么 我是有家事的男人 啊这 颜兄误会了 我是想展示一下修炼结果 常珊连忙解释 我已经炼成杖六精深 如今可谓是铜皮铁骨 就算拿核弹炸 也未必能把我炸死 有没有那么牛逼啊 你站好 我用祖龙剑 劈你一剑试试 颜首一说着 便要拔出祖龙剑 常珊下得赶紧躲到一旁 颜兄冷静 祖龙剑斩因果 我的杖六精深 根本防不住 杖六精深 是佛门精深中的最高境界 据说如来也就是 这个精深等级了 只不过这种精深 只能防物理攻击 祖龙剑属于魔法攻击 就算常珊的杖六精深 再厉害 都防不住祖龙剑 颜首一笑话道 还以为多牛逼呢 连我一剑都不敢接 颜兄怎么出了 魔河塔以后 变得如此浮夸 常珊有点生气了 我接受了本恒师傅的传度 短时间内 这便是我的极限 不可能再提升了 嗯 韩三 袁剑星 赵丞相他们 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颜首一挽西道 可惜老鱼没能参战 常珊略有些难过 天师醒了以后 斗志全无 不把他的心脏寻回来 他一直消沉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 放心 他会振作起来的 又与常珊和妙华 简单聊了几句 颜首一没有停留多久 便准备下山返回荣城做准备 妙华等一众禅师 已经筋疲力尽 甚至没有去送颜首一 直接就回各自的房间 倒头呼呼大睡 还是常珊亲自送颜首一下的山 众人散去后 魔河塔周围安静无比 忽然 魔河塔上的佛印 闪过一道金光 紧接着便听到一阵鸟鸣声 一道黑影从天而起 向着北方飞去 十五天后 决战之日 颜首一提前与官方知会 要将荣城西湖 当作决战场 因此 整个荣城的百姓 全都撤离了 整座城市空无一人 唯有荣城西湖 人声鼎沸 悬门当中所有力量 都集中在此 光是那位精锐弟子 便足足有上千人 而名教据典的外围 更是盘踞着上万人马 盘踞在外围的弟子们 修为略低 真要与江无牙打起来 无疑是炮灰级别 但他们也已经做好 随时牺牲的准备 那位 名教各卖传人 名门大派各派弟子 按照各自所属 穿着不同的服装 整齐列队 有操控僵尸的赶尸人 有手持斩马刀的打羹人 有浑身爬满蛊虫的羊蛊狮 有手持桃木剑的牢山派弟子 有捏着服录的龙虎山弟子 有穿着近装的武当派弟子 两派成员 史无前例的团结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一颗已经瀕临破碎的墨绿色珠子 此时此刻 随侯珠被摆在名教据典演武场的最中央 他的身旁站着的 无意不是各派领袖 一袭黑衣的严守衣 手持祖龙剑 身侧飘着斩破刀 就站在随侯珠一旁 他的身后是江庆雪 温玉仙 魏长青 后靖臣 李仲西 另一边则是毛山派韩三 劳山剑派袁建兴 武当派赵成相 韩山寺常山等人 所有人神色凝重 死死地盯着随侯珠 随侯珠即将破碎了 江无牙马上要重见天日 决定悬门生死时刻 便是今日 而今日也是林子彤的预产期 很不凑巧 但又好像是命中注定 大战之日 这世界上没有比名教据典更安全的地方 因此林子彤也没有离开名教据典 杀了江无牙 孩子顺利出生皆大欢喜 输给江无牙 即便孩子出生 也将活在江无牙所支配的黑暗时代下 生与死都没有意义 严守一守在第一线 退一步便是林子彤的产房 因此他退无可退 看着即将破碎的随侯珠 严守一握紧祖龙剑的剑柄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 父亲严仇坐在轮椅上 脸色苍白的模样 爸 这一战 我们一定会赢的 他的心里 不断浮现那些 因江无牙死的故人们的脸 这一次 定要让那江无牙 万劫不复 碰 突然间 随侯珠破碎 一股煞气瞬间冲天起 在众人的脑袋上方 形成一道旋风 旋风当中 出现了一道单薄的身影 很快就被甩了出来 魏长青飞身上前 接住那人 正是驴山派 前前掌门驴静生 此时的驴静 生受得不成人形 精神也无比违静 仿佛随时有可能断气 尽管驴静生提前做足了准备 但依旧在封印当中 饱受江无牙折磨 倘若再晚一点打开封印 他甚至可能 死在江无牙手中 二叔 带驴掌门去后方休息 严首一的目光 没有从那煞气旋风中离开 哎 孩子 驴静生虚弱地 对严首一伸出手 一定 一定要杀了他 哈哈哈哈 煞气旋风中 江无牙猖狂无比的声音传出 杀我 就凭你吗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旋风骤然收缩 凝成人形 正是被黑袍包裹着的江无牙 与被封印之前相比 他竟然又强了几分 驴静生 说起来本王还要谢谢你呢 你辛辛苦苦锤炼魂魄 本是用来在六道地藏中压制本王的 结果却成了本王恢复实力的养分 如今本王的实力 已经回归巅峰 谁还能拦得住本王 荣成西湖的天空 原本晴空万里 此时却被乌云遮蔽 江无牙现身以后 带来了巨大的压迫力 哪怕下方站着千军万马 气势也依旧被这位千年老妖吻压一头 严守医在何处 江无牙挣脱束缚以后 第一时间便要寻仇 目光像是刀子似的 在人群中寻找严守医的身影 一袭黑衣的严守医 直接动用煞气 整个人腾空而起 大声回答道 你爷爷在此 哈哈哈哈 问对了 飘在严守医身边的龙飞城 兴奋大喊 对待敌人 严守医无需太闻名 最好是把压箱底的脏话一口气全说出来 把对方气得吐血三声才划算 江无牙刚刚现身 就被严守医这般侮辱 他不由地眯起眼睛 盯着严守医道 一个月不见 你倒是尖牙利嘴了许多 难道这一个月里 你的道横半点没进步 全来修炼这张嘴了 严守医非道与江无牙平等的高度 昂首道 这个月我可没闲着 不仅调查出神陶书的背景 还顺带把你的祖宗十八代查了个遍 昨个顺带把你家祖坟给抛开 把你爹骨灰给扬了 卧槽 悬门成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在他们印象中 一直和善地严会长 没想到骂起人来 居然这么狠 饶氏江无牙活了千年 都忍受不了严守医这般侮辱 他张开双臂 身后的煞气化作巨大的翅膀 张开时甚至有二十米之宽 本王不与你做口舌之争 今日你们必死无疑 我看到未变 严守医竟然率先发动进攻 只见他摇摇一指 龙飞城瞬间操控着斩破刀 斩向江无牙 江无牙不屑一笑 区区斩破刀 也配与本王交手 无视洞中太义军 头戴七星部四灵 手执龙刀镇上力 力训寻离直至昆 对护游行至前害 遥望天门夜帝君 坎子横山顶上过 直下更攻封鬼门 敢有不顺无道者 驱来见下化卫尘 急急如律令 失咒者并非严守医 而是刀魂龙飞城 离火赤刃咒 瞬间发挥作用 斩破刀上 直接燃烧起熊熊离火 一刀斩下 离火化作一只猛虎 带着无尽的怒意 扑向江无牙 江无牙见状 稍稍露出一丝正色 他挥动左手 左边的翅膀 立刻挡在身前 把他保护得严严实实 哼 猛虎落在翅膀之上 顷刻间化作火球 将江无牙整个吞噬 倾斜而下的离火 如同岩浆 沿着翅膀冲向两旁 落入西湖之中 瞬间便将西湖水蒸发 一时间 整个西湖被蒸汽笼罩 看不清江无牙的情况 龙飞城操控着斩破刀 回到严守医身边 期待地说道 江无牙怎么样了 该不会连我一刀 都扛不住吧 你也太小看江无牙了 严守医没有丝毫放松 双眼死死地盯着江无牙的方向 突然 蒸汽被一股力量搅动 快速聚合在一起 化作一条 从西湖中钻出的水龙 水龙的龙头之上 正占着豪发无损的江无牙 黄毛小儿 妄图伤本王 江无牙无情地嘲笑着龙飞城 同时撤掉身后双翼 用煞气给伸下水龙 披上一层黑色的铠甲 水龙面目猙獰 发出一声巨大的龙鸣声 便朝着人群方向冲去 众人脸色大变 劳山派弟子听令 速速结阵 已是劳山派代理掌门的袁建兴 高声指挥着劳山派的弟子 劳山派弟子迅速相应 各自拔剑 立刻在下方结成剑阵 挡住了扑来的水龙 转手为攻 须于剑阵 袁建兴又喊 劳山派弟子齐齐舞剑 而后剑指水龙 一个个手里都捏招法印 强大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在剑阵上方 形成一柄巨大又古朴的长剑 袁建兴剑状 也拔出了陶星剑 他以自身为阵眼 以陶星剑控制巨剑 直直朝水龙刺去 吼 水龙动作笨拙 竟被巨剑直接冻穿身体 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哀鸣声 江无牙也后退了几步 险些从水龙的背上掉下来 他脸色阴沉 似乎没料到 劳山派的墨掌门死了以后 劳山派竟然还能 爆发出这样的力量 袁建兴 你找死 江无牙冷哼一声 操控着水龙 挥舞着利爪 拍向袁建兴 袁建兴是阵眼 杀了这小子 整个劳山派便不攻自破 狱青命令 截辱众神 雷霆上盛 灭魂飞魄 千千截手 万万减刑 敢不从命 焚骨碎身 哄 水龙的利爪刚刚举起 地面突然劈出一道惊雷 那惊雷几乎要与水龙一般粗细了 瞬间便毁掉水龙半个身体 江无牙低头一看 便见到一群黄袍道士 手心放电 毛山派 韩三冷笑道 江无牙 你伤我师父 今日便叫你付出代价 毛山派弟子听令 撒豆成兵 翻玄宝号 普利无边 诸神卫护 天罪削迁 金丸翻落 云配回天 各尊法旨 不得及言 上百毛山道士 扔出上万豆子 这些豆子落地之后 便变成阴兵 密密麻麻铺天盖地 义无反顾地朝水龙靠近 他们不知恐惧为何物 即便身体渺小如蝼蚁 却还是爬上水龙的身体 仿佛要将之啃是 如此连招 江无牙也无法再维持 水龙的形态 他撤掉了黑色煞气凝成的盔甲 水龙瞬间溃散 化作大雨颇向西湖 三番交手 竟然是我方占据上风 甚至连武当派 寒山寺 以及其他名教传人 都没有出手 一时间 众人士气高涨 认为击败江无牙 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 严守一并没有掉以轻心 他非常清楚江无牙的实力 先前只不过是试探 接下来才是真正厮杀的时候 果不其然 收掉水龙的江无牙 因侧侧地笑了笑 旋即用黑色煞气 在自己周身凝聚出一副 几乎要武装到牙齿的盔甲 与本王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说吧 江无牙突然生出两个分身 一共三人 禁止冲进人群当中 开始屠杀 三个江无牙 钻进人群当中 便犹如狼入羊群 开始肆意屠杀 他首先钻进的是 茅山派的队伍 茅山派弟子擅长法术 却不擅长近身战斗 江无牙正是看破了这一点 所以才选择 茅山派弟子为突破口 只见三个江无牙 被煞气铠甲所保护 可谓是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全然无视 茅山派弟子的攻击 而他赤手空拳 一拳便打爆一名弟子的脑袋 一脚便踢碎弟子的五脏六腑 宛如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韩三眼看自己的同门 被江无牙如此残杀 瞬间便红了眼 举着金钱剑便追上去 一剑劈向江无牙的后背 枪 江无牙虽遭偷袭 却是毫发无损 他转过身来 对着韩三惨然一笑 你送死来了 韩三怒吓 送死的人是你 他一手扯断捆着金钱的红绳 数百枚铜钱瞬间散开 齐齐飞向江无牙 像是一只只蜜蜂 死死地贴在江无牙的身上 紧接着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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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所有铜钱同时爆炸 这个江无牙顿时被爆炸的火光吞噬 而韩三因为距离过近 也被炸得先飞了十几米远 落地后的韩三口吐鲜血 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江无牙 你该死 你该死 硝烟散去 这个江无牙已经灰飞烟灭 这让韩三不免有些遗憾 可惜炸死的不是真圣 但即便是分身 解决掉江无牙一具分身 在韩三看来也是值得的 剩下的两个江无牙 一针一钾 丝毫没有受到爆炸的影响 依旧在茅山派弟子的人群中屠杀着 转眼的功夫 此地已经血流成河 茅山派弟子死伤过半 突然 一群身穿白色净装的武当派弟子杀入人群 前赴后继地扑向两个江无牙 他们精通太极化镜 在救下茅山派弟子的同时 联手竟然将江无牙的脚步拖住 不让他再伤人 武当派弟子听令 赵丞相高声喊道 八卦六十四 结阵 武当派弟子当即结阵 他们在人群中闪转藤挪 上百人晃的江无牙眼花缭乱 想伸手去阻止 却又被对方轻松躲开 饶视江无牙 竟然一时间也无法破阵 当江无牙回过神来之时 才发现武当派弟子 竟然在脚下站出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八卦图 两个江无牙正处在阴阳两极的位置 给我狠狠地打 赵丞相鹤道 围绕着江无牙的弟子们 齐齐出掌 每秒便有六十四个手掌 击打在江无牙身上的六十四个穴位 江无牙只觉得意识混乱模糊 身体也被打得经脉紊乱 一时间竟毫无还手之力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精 上帝赤下 火急奉行 便在此时 赶来的龙虎山弟子 已经燃烧了手里的俘虏 念完了五雷正法的咒语 天空上雷云压静 闷雷阵阵 只听一阵犹如龙银般的雷鸣声响起 雷云中瞬间落下两道五色雷光 正中太极的阴阳两极 哼 两个江无牙被恐怖的五雷正法正面击中 轰得他们甚至直不起腰 扑通 两个江无牙同时单膝下跪 额头上布满青筋 阿弥陀佛 常山突然现身在其中一个江无牙的身后 他的身上布满了金光 正是最强的杖八金身 甚至直接无视了五雷正法的影响 最高端的攻击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 只见常山手持膝杖 高高举起 然后狠狠地垂向江无牙的后脑勺 碰 巨大的力道 几乎将江无牙整个人垂进地下 我佛慈悲 常山又念到了一句 然后不停地用膝杖垂打江无牙 念最慈悲的金 下最狠毒的手 脚下的江无牙屡遭重创 最终不堪重负 身体砰的一声炸开 化作煞气消散 柳一人立刻喝道 剩下的那个才是江无牙的真身 所有人立刻转向急火 准备一鼓作气 将真正的江无牙杀死 然而 真正的江无牙 却硬扛着五雷正法 在八卦阵中直起了腰 有意思 江无牙站直了身体 仰头看向脑袋上的雷云 他伸手一握 恐怖的煞气 从他身体里奔腾而出 化作一只巨手 居然直接将雷云给捏碎了 五雷正法也瞬间溃散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倘若你们没遇到过本王 日后必定都是称霸一方的强者 江无牙冷笑道 但你们遇到了本王 注定便没法谱写未来 只听江无牙冷哼一声 便像是发出了佛门狮子吼似的 靠近他身边的武当派弟子 竟然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便全部抱头身亡 江无牙杀人 甚至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 赵丞相看到自己的同门师兄弟惨死 反应甚至比韩三还要激烈 他静止冲向江无牙 一瞬间击出64掌 每一掌都落在致命穴位上 换作是一个普通人 此时已经被赵丞相杀死64次了 可江无牙根本没有受到其影响 反而看准机会 用双手抓住赵丞相的手臂和肩膀 只听撕拉一声 江无牙竟然徒手 把赵丞相的左手 从身体躯干上撕了下来 赵丞相愣住了 甚至忘了疼痛 忘了惨叫 你很喜欢近身战斗是吗 本王便断了你双手 看你还如何打 江无牙冷笑着 正要出手 严手一已经带着祖龙剑劈来 祖龙剑 江无牙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退避 他像是丢拉机似的 将独臂的赵丞相扔进人群当中 只是简单的一番交手 原本占据上风的悬门一方 已经死伤惨重 好几名强者 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 严手一 祖龙剑是杀不死我的 江无牙冲着严手一冷冷一笑 询问道 为何不使用镇国剑呢 那才是唯一能杀死我的东西 镇国剑 严手一反而对着江无牙笑了笑 他不在我手里 不在你手里 江无牙脸色一沉 你这是何意 镇国剑可是唯一可以杀死江无牙的武器 这一点江无牙心里清楚 他更知道严手一也清楚此事 可分明到了决战之时 严手一却没有使用镇国剑 甚至还说出镇国剑不在此处这样的话 这让生性多疑的江无牙 免不了想太多 可严手一 似乎是故意引起江无牙的怀疑的 他在说出那句云里雾里的话以后 便不再回答江无牙的问题 而是使用祖龙剑 对江无牙 发起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祖龙剑虽无剑灵 但却是天下第一剑 使用的是真龙子气 即便眼下无法斩去江无牙的因果 他所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可观的 一道道剑气横扫而出 江无牙不得不用煞气来抵挡 可真龙子气对煞气有天然的克制作用 一时间江无牙竟然节节败退 不得不通过闪躲来赞避锋芒 严手一出手以后 悬门成员们得已有了喘息的机会 没有受伤的成员们 纷纷上前救助那些重伤成员 甚至是在尸体堆中寻找上传一口气的人 尽管大家早做了心理准备 但现场的惨烈状况 依旧超乎大家的想象 郑国剑不在此处 郑国剑又会在马 此时此刻 江无牙一边闪躲着严手一的攻击 一边在心中百般思考 郑国剑只有严手一能使用 换句话而言 如果郑国剑不在容成的话 其他人也不可能带着郑国剑去别的地方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拿起郑国剑 这虽是定理 可江无牙心里还是有些怀疑 她知道自己的软肋 并且生怕严手一也发现了她的软肋 与我交手时 走神可不是什么好事 正在江无牙苦思冥想之际 严手一的声音 忽然从江无牙的身后传来 江无牙吓出一身冷汗 她根本没有注意到 严手一是怎么出现在她身后的 周身煞气瞬间喷涌出 化作如同刺猬一般 包裹着全身的尖刺 瞬间洞穿了身后的严手一的身体 这本是十分有效的一次反击 可江无牙很快又发现不对劲 被刺穿身体的严手一 脸色迅速苍白 随后脸皮就像纸糊的似的 一层一层往下掉 糟了 是金蝉脱鞘 江无牙脸色大变 果不其然 那个严手一很快就变成一具指人替身 无火自然 瞬间化作肥灰 江无牙此时才注意到 站在她身后不远处的阿公 正是这家伙制造了指人替身 打了她一个出其不意 而真正的严手一 其实一直就在江无牙的正面 只是她被替身吸引了注意力 完全忽略了真正的严手一的存在 当江无牙回过神来之时 真正的严手一已经杀到江无牙的面前 她的手中多出了一根一尺二寸长的血色关钉 瞧准了以后 狠狠地刺向江无牙的丹田位置 此乃风魔钉 当初赤花卉用来镇压阿修罗 转世赤葵妖僧的法宝 江无牙似乎对此很是忌惮 第一时间便想要逃跑 然而有那么一瞬间 她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制着她 像是无数双大手死死地拉着她的身体 让她的动作变得十分迟缓 低头一看 自己的影子被无数根丝线束缚 连接的另一端 则是皮影戏传人叶天成 天成 好样的 王吉王忍不住夸奖道 然而撑不过半秒 那些束缚着江无牙影子的丝线 瞬间崩断 叶天成也吐血倒地 平叶天成的修为 能牵制住江无牙半秒钟的时间 已经足够让她吹三年的了 但只是这半秒时间 却也为严守医争取到机会 一根风魔钉 瞬间刺穿江无牙的丹田 江无牙惨叫一声 包裹着她身体的煞气 竟然减弱了几分 有效果 众人露出狂喜之色 倘若耐够用风魔钉 削弱江无牙的实力 那必定有斩杀她的机会 该死 江无牙脸色阴沉 并不想继续被风魔钉袭击 她正欲转身 却听严守一口中传出一声爆喝 阿弥陀佛 定 戒律的力量发挥作用 让江无牙的动作一致 只是这不到半秒的停顿 严守医已经再拿出两根风魔钉 钉在江无牙的两条大腿上 江无牙的煞气再次被削弱 她甚至已经无法维持煞气形成的翅膀 无法在天空中飞行 直直地坠落向地面 地面 早已经等候多时的罗宁 带着她这段日子 夹紧练成的僵尸部队 第一时间将江无牙包围 金刚狮 血狮 飞狮 水狮 罗宁手下的僵尸 宛若僵尸图鉴 历史上有所记载的僵尸种类 全都能在这里看着 只见罗宁摇动赶尸铃铛 一时间所有僵尸一拥而上 直接将落地的江无牙淹没 僵尸的种类不同 攻击手段也不同 有的掐住江无牙的脖子 有的啃着她的大腿 有的甚至要把江无牙开膛破肚 吃她的肠子和内脏 但江无牙周围被煞气包裹 普通僵尸根本无法破她的房 只是将她的衣服 扯得像是叫花子般凌乱 滚 回过神来的江无牙 周身煞气震荡 直接将周围的僵尸震退 肉身强度稍微弱一些的僵尸 当场被震得支离破碎 天雷勾地火 没等江无牙从地上爬起来 一根神仙锁便引来天火 天火顺着神仙锁从天而降 如同火雨般坠落在江无牙的脑袋上 戏法师何希平出手了 这雷天勾地火 竟然也对煞气有所克制 疯狂燃烧着江无牙的身体 江无牙被大火焚烧 终于感受到一丝疼痛 忍无可忍的她 抬手便抓住神仙锁 强行将之扯断 天雷勾地火 我叫你也尝尝 这烈火焚身的滋味 江无牙甩动神仙锁 如同长边似的打向何希平 何希平脸色大变 她只是肉体繁胎 被这一鞭子打中 必死无疑 而且死无权势 老何快闪开 危急时刻 王吉王赶到 他抄着两柄杀猪刀 瞬间便将神仙锁斩 救了何希平一命 紧接着 王吉王杀到江无牙跟前 两柄杀猪刀 几乎要砍出花来了 瞬间在江无牙的身上 落了十几刀 刀刀奔着杀人而去 不得不说 王吉王的刀法 可谓是出神入化 蛇刀人的刀 不是普通的刀 在江无牙被三根风魔钉 削弱的情况下 王吉王竟然直接攻破 江无牙的防御 刀刀入肉 对江无牙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江无牙连连后退 王吉王则是栖身上前 一点余地都不留 又在江无牙身上砍了十几刀 几乎要将他的身体剁碎 滚开 忍无可忍的江无牙 伤口中突然喷发出大量煞气 这些煞气竟也凝聚成刀形 飞向王吉王 王吉王脸色一变 两把杀猪刀在身前捂得密不透风 挡住了大部分的刀器 可依旧有一些漏网之鱼 斩在王吉王的身上 眨眼的功夫 王吉王已经浑身是血 甚至连战都站不稳了 江无牙看准机会 挥手便是一道煞气凝聚的刀器 想要抹掉王吉王的脖子 危急关头 一柄超长的斩马刀 从侧面落下 正好斩断刀器 打更人许前与赵一瑶一同现身 将王吉王护在身后 腰化 赵一瑶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与黄丝皮融为一体 身形暴涨 变得尖牙利爪 扑上前牵制江无牙 许前也没有闲着 斩马刀在他的手中 变得无比灵巧 劈 斩 跳 刺 无所不能 逼得江无牙一时间 都无法找到机会还手 老王 我来了 老金带着诸葛家的姐弟俩赶来 将重伤的王吉王往后带 王吉王对战斗恋恋不舍 但他也清楚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 留在这里 只会沦为累赘 赵一瑶与许前 联手围攻江无牙 后进尘与林小小 也及时加入战斗 四人近战能力都十分强悍 江无牙感受到自己实力下降 心里越发地着急 在闪躲的空隙 还在找机会 要拔除身上的风魔钉 但四人钉得很紧 根本不给江无牙任何机会 突然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带来了两根风魔钉 正中江无牙的双臂 正是在一旁伺机而动的掩手衣 如此一来 七根风魔钉已经打入五根 只差胸口与天灵盖的位置 啊 江无牙惨叫一声 发狂式地攻向许钱 许钱刺出斩马刀 可江无牙居然直接将之无视 放任斩马刀 刺穿她的胸口 借此机会来到许钱的面前 凡人的蝼蚁 去死吧 江无牙二指刺出 犹如利剑 直接刺入许钱的双眼 许钱脸色痛苦扭曲 鲜血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 疼痛让她不得不放弃斩马刀 为保性命往后撤退 许钱后退 战斗便被撕开了一道缺口 江无牙拔出斩马刀 伤口在愈合的同时 她已经挥动斩马刀 砍向后竞尘 后竞尘的身后便是灵小小 她迟疑了一瞬间 便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原地 扑刺 斩马刀直接斩断了后竞尘的武器 力道不减地劈碎后竞尘的铠甲护肩 刀刃直接没入其肩膀 刷啦 斩马刀只是停顿了一眨眼的功夫 便一刀到底 将后竞尘的手臂斩断 你们都要死 江无牙一个飞踢踢中后竞尘的胸口 后竞尘的肋骨劲碎 吐血倒地 下一秒 江无牙一个横扫 恐怖的刀气 从斩马刀的刀刃上发出 站在赵一瑶和林小小的身上 瞬间将二人打成重伤 眼看着自己的伙伴们接连倒下 严守医也是心急如焚 即便打入五根封魔钉 江无牙的实力依旧恐怖 奇门遁甲 一声爆喝传来 江无牙脚下的大理石地面瞬间碎裂 无数碎石冲天起 像是磁石似的 紧紧地吸附在江无牙的身上 江无牙瞬间被碎石掩埋 只剩下一个脑袋在外头 几次尝试却没能冲破束缚 他冷笑道 我的好徒儿也出手了 当年我教你的时候 的确应该留一手 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然而 出手之人并非江庆雪 魏长青从阴暗的角落杀出 手持一柄梧桐木制作成的匕首 直直刺向江无牙的天灵盖 江无牙微微一愣 随后大笑 原来是抗金龙你这个三姓家奴 你也配在本王面前 使用奇门遁甲之术 魏长青还没落地 江无牙脚下突然出现巨大的罗盘 罗盘转动的瞬间 束缚着他的碎石 立刻土崩瓦解 转而飞向半空中的魏长青 魏长青脸色大变 不好 无数碎石冲向魏长青 力道之大 甚至直接洞穿其身体 魏长青身负重伤 落地的瞬间又被无数碎石掩埋 二说 眼手一咬咬牙 他无暇顾及生死不明的魏长青 他抓住机会 使用纵地金光再次进了江无牙的身 从他的后方再将一根蜂魔钉打入其胸口 扑刺 第六根蜂魔钉入体 江无牙也忍不住一个踉枪 险些倒地 他体内澎湃的煞气飞速收拢 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收发自如 只能维持在他体表半米范围内 江无牙转过身 冷冷地望着眼手一 便是将七根蜂魔钉全部打入本王体内 你们也杀不了本王 那就是一试 眼手一大声喝道 李前辈 拜托您了 新火帮的首领 守木人李仲熙 率领着一帮名叫成员献身 众人齐齐咬破手指 凌空画出巨大的血色浮露 勾地阴索 碧落黄泉 大地颤抖 疯狂塌陷 在那无尽的深渊当中 飞出无数根粗壮无比的锁链 死死地将江无牙锁在原地 此乃脸容师的绝招 江无牙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 他不停地挣扎着 力量之大当真能将锁链扯断 然而名叫的成员 源源不断地加入李仲熙的队伍 那地狱之门内 便钻出更多的锁链 实力本就已经大打折扣的江无牙 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挣脱 最后一根风魔钉 岩手一高高跃起 手持风魔钉 狠狠地刺向江无牙的天灵盖 江无牙抬起头 看着那不断靠近的风魔钉 眼神怨毒无比 岩手一而敢 我有何不敢 岩手一没有任何迟疑 便将这最后一根风魔钉 打入江无牙的天灵盖 七根风魔钉入体 风魔一世已成 扑刺 随着最后一根风魔钉 被打入江无牙的天灵盖 在场所有浴血奋战的悬门中人 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通过之前 几根风魔钉入体以后的效果可知 风魔钉对江无牙产生的影响 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如今七根风魔钉全部入体 威力大增 江无牙的实力必然大打折扣 岩手一 啊 被锁链锁死的江无牙 无法从沟地阴锁中挣脱 只能双眼怨毒地望着岩手一 他突然抬起头 磅礴的煞气 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 化作一只只巨大的黑色蝙蝠 冲向四周的人群 江无牙想要拉几个垫背的 这是他殊死一搏了 大家快退 柳一人高声喊道 众人连忙后退 也各自拿出看家本领自卫 然而江无牙这一招 几乎是无差别攻击 黑色的蝙蝠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光是撞他的建筑倒下 都不知压死了多少人 伤门 离火 天火灭世 人群之中 江庆雪全力施展奇门遁甲 巨大的罗盘不仅分布在他的脚下 而是天上还有一层 上下两层罗盘 几乎将名叫据点囊括在内 相互呼应着 一起锁定了伤门之位 刹那间 半空中落下无数火焰 如同火雨一般降临 却是追着黑色蝙蝠烧 黑色蝙蝠由煞气聚成 天生惧怕离火焚烧 很快那些在人群中屠杀的蝙蝠 便被离火 烧得所剩无几 眼看着人群中的危机解除 严守一没有再给江无牙任何机会 他用祖龙剑划破手掌心 让真龙子气随着他的血液覆盖祖龙剑的剑刃 以血为影 以气为霉 诸天荡荡 正无剑心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一剑问天 磅礴的剑意在剑刃上凝聚 眼手一飞身上前 一剑劈向江无牙的脖梗 江无牙脸色大变 想要挣扎 可李仲熙等人已经使出全力 再加上风魔钉的效果 一时半会儿 他也无法突破 扑呲 鲜血飞剑之下 祖龙剑直接斩下江无牙的头颅 这还不算完 眼手一知道 江无牙是天煞失魁之躯 想要杀他 光是斩下脑袋 未必有用 于是他一个转身 祖龙剑刺进江无牙的胸口 然后使出全身的力量向上跳 哗啦 江无牙的身体 从小腹位置往上 直接被一分为二 内脏和鲜血流淌一地 眼手一的剑势也开始减弱 祖龙剑变得暗淡无光 真龙子气已经被消耗殆尽 即便眼手一还有力气 也无法再使用祖龙剑了 祖龙剑的使命已经完成 眼手一直接将之收入胯包当中 然后右手凌空一握 正好握住飞来的斩破刀 斩破刀轻轻颤抖着 龙飞城的声音响起 颜哥 咱们兄弟二人一起 宰了江无牙这龟孙 好 恐怖的煞气 从眼手一体内释放 斩破刀刀身 瞬间拉长了数十米 气势之强大 仿佛即便有一座山头 拦在眼手一面前 也会被他轻松削平 众人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如此力量 已经超出凡人范畴了吧 难怪 倘若这人世间 有人能杀死江无牙的话 那必定是眼前的眼手一 仙人之下我无敌 仙人之上 我一换一 眼手一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刷新了大家 对人类力量的认知 甚至连之前号称 地表最强男人的老天师张印 在此时的眼手一面前 也略显不足 江无牙 受死 眼手一嘶吼着 宛如一只发狂的狮子 全力挥下手中的斩破刀 死 斩破刀落下 想象中毁天灭地的效果 并没有出现 刀下的空间 仿佛被撕开了一道空气 黑色的裂痕 漂浮在半空中 像是一条丝巾般摆动着 而这一条裂痕 却在疯狂吞噬着江无牙的躯体 这一刀 江庆雪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自言自语道 这一刀几乎劈开了 人世间的规则限制 那裂痕的另一边 应该通往第十九层地狱吧 地狱一共十八层 而第十九层地狱 应该是虚无 被吸入那裂痕当中 变化作虚无 过去在这人世间留下的一切 都会消失得一干二净 江无牙的身体飞速瓦解 它掉落在地上的脑袋 神色惊恐 想要逃离却根本没有动弹的能力 严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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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无牙不停地念叨着 严守一的名字 仿佛在发出罪恶毒的诅咒 本王不会放过你 绝对不会 他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裂痕一点点地 吞噬江无牙的身体 看着江无牙歇斯底里地挣扎 直至他彻底消失 荣城西湖周围 忽然安静了下来 众人望着江无牙消失的位置 看到裂痕也开始恢复 一时间都有一种 不切实际的朦胧感 江无牙死了 我们获胜了 这 是真的吗 事前江无牙给大家带来了 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甚至有不少人悲观地认为 这场战斗是必输无疑的战斗 可现在看来 大家联手以后 虽然损失惨重 却还是消灭了江无牙 而且 伤亡人数远远小于大家的预期 我们 赢了 有人小声地问了一句 紧接着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 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赢了 赢了 颜会长杀了江无牙 天下太平了 众人欢呼雀跃 从未如此开心过 他们甚至丢掉了手里的武器 相互拥抱着 喜极而泣 大家经历了这么多 失去了那么多在乎的人 可最后还是团结在一起 战胜了本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我们赢了 江庆雪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兴奋地转过身 想要将这个好消息 第一时间转告给因为瘫痪 而无法参与战斗的严仇 然而 他刚刚转身 便听到严守医大喊 战斗没有结束 江无牙也没有死 大家不要掉以轻信 所有人都梦了 就连江庆雪 也茫然地转身 望着严守医 江无牙怎么会没死 我们亲眼看着他 变成虚无的 如果他没死的话 现在又会在何处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双眼死死地望着西边的天空 神色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 似乎在回应严守医的提醒 西边的天空 忽然飘来一团黑云 黑云之下 任何生命都在顷刻间枯萎 令人惊恐的是 那团黑云竟然长着一张人脸 正是江无牙的形象 江无牙 真的没死 所有人的心在这一刻 全部沉入谷底 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 我们集结了所有的力量 拼了命 却还没杀死江无牙 而眼前这团黑云 带来的压迫感 比之前那个江无牙 还要强大数倍 该死 凭人类的力量 根本无法与江无牙抗衡 能杀死江无牙的 只有神了吧 西边的天空 传来江无牙丧心病狂般的笑声 他在嘲笑着 严守医的不自量力 嘲笑悬门众人的 唐臂当车 嘲笑大家 做了那么多准备 却还是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 本王早就与神陶树融为一体 你们千辛万苦杀死的 不过是本王的一句分身罢了 江无牙放肆嘲笑 真是一群可怜又无知的蝼蚁 你们难道真的以为 本王千年准备 会被你们这群蝼蚁阻止 江无牙笑得越是猖狂 众人的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看到此时江无牙强大的模样 难免让大家怀疑自己 我们所做的那些牺牲 值得吗 死了这么多人 只是杀死一句分身 江无牙的真身 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若是要杀死江无牙的真身 还要死多少人 就算我们全死了 也未必能杀死他吧 大家害怕的不是牺牲 而是没有意义的牺牲 怎么会这样 罗宁控制不住的流泪 他已经目睹太多人 死在自己的面前了 可江无牙还活着 毫发无损地活着 我们 真的能战胜他吗 王吉王忍不住望向眼手一 一直信任着眼手一的他 也产生了一丝怀疑 众人的情绪 前所未有的低落 甚至有人已经打算放弃抵抗 这一切 严守一都看在眼里 他握着斩破刀的手 并没有松开 煞气在严守一的身后形成翅膀 带着他缓缓飞向天空 与此同时 江无牙所化身的黑云 也飘到了西湖的上空 严守一 你现在心情如何 江无牙嘲笑道 本王特别想知道 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 到头来却发现 只是徒劳无功 心里是什么滋味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我不后悔 你不后悔 可他们呢 江无牙望着下方那群绝望的人们 说道 他们若是归顺本王 也不至于落得个 身死盗消的下场 这一切都怪你 严守一 若不是你 非要反抗本王 若不是你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若不是你口口声声说 一定有希望 他们根本不用死的 江无牙擅长玩弄人心 所以在占据了上风的此时 他很想攻破严守一的心理防线 这个一直与他作对 甚至到最后变成速敌的年轻人 倘若崩溃落败 会给江无牙带来无比的畅快感 然而 江无牙的算盘落空了 严守一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地盯着江无牙 今日你必死 哼 江无牙收敛笑意 眼中也流露出不加掩饰的杀意 本王倒要看看 已经穷途末路的你 还有什么能力杀本王 你等着吧 话音才落 严守一后退半步 一瞬间 整个名叫据点 被一个巨大的阵法包裹 江无牙先是一惊 随后冷笑道 这是严筹布下的大阵吧 倒是有几分威力 但他能扛得住本王几次攻击 严筹在设计名叫据点之时 便提前布下了数个阵法 如今这防御大阵 也是严筹的杰作之一 江无牙开始疯狂攻击大阵 每一次攻击 都是一阵地动山摇 但好在大阵坚固 即便是江无牙也需要几分钟才能将之打破 严守一面无表情地回到地面 其余人纷纷围了上来 满脸关切 严会长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江无牙如此强大 如果没有战胜之法 大家是否要放弃挣扎 刘德青山再不愁眉柴烧 说不定我们可以暂时屈服 以后再找机会杀死江无牙 严守一眼扫过众人 发现大家的眼里都少了一样东西 希望 因为看不到希望 大家的斗志都已经熄灭了 正所谓一鼓作气 再而摔散而结 此时严守一再让大家举起武器奋起反抗 恐怕大部分人会直接选择放弃 正在众人七嘴八舌之时 鸣叫的后方 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 紧接着 桃花银便急匆匆地飞了出来 冲着严守一大喊 少爷 孩子出生了 莲花池的方向 天降异彩 预示着新生命的诞生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对众人说道 我去看一眼孩子 三分钟 三分钟后 我会给大家答案 此时已经是生死时刻 如果最后大家选择放弃 大部分人都有活命的可能 但江无牙必定会杀死严守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江无牙破阵的这几分钟 也许就是严守一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了 这最后几分钟 便让他看一眼自己的孩子吧 大家默默地让开道路 严守一伙急火了地跑向后方 名叫据点后方 严守坐在轮椅上 守在院子外 他的心情异常急躁 产房内是刚刚生产完的儿媳妇 前方则是正在生死之战的亲儿子 林若甫更是在外头来回踱步 若不是担心影响到刚刚生完孩子的林子彤 他恐怕会直接冲进产房内 很快 严守一回来了 他快步走进院子 来不及与严筹和林若甫打招呼 便直接来到产房外 孩子的啼哭声越发清晰 但严守一的脚步却停下来了 他站在门外 心情无比复杂 犹豫了片刻之后 他侧着身子透过门缝 看了一眼屋内的景象 屋内 林子彤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额头上满是痘大的汗珠 他的身边 温暖的墙宝当中 哥哥颜念童与妹妹林丝一躺在一起 似乎是感觉到了父亲的到来 两个孩子竟然停止了啼哭 努力侧身 望向严守一的方向 两只小手 奋力地抓在一起 我的孩子 一瞬间 严守一红了眼圈 这是他见孩子的第一眼 也是最后一眼 再见了 臭丫头 没有我的世界 会变得更美好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和孩子们 他咬咬牙 终究没有踏入产房 甚至没有和林子彤说上一句话 转过身 迎上严守的目光 严守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给严守连颗三个响头 严守似乎也知道 严守一要做什么了 他抿着嘴 对严守一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头 一切静在不言中 爸 孩儿去了 严守一起身 背影无比坚定 严守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不忍看严守一离开的背影 泪水却从两颊滑落 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便是将一切使命 丢给自己的孩子 以至于如今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 走向地狱 自己却只能像个废物似的 坐在轮椅上看着 产房中的林子彤 刚刚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如今他看到墙堡中两个可爱的孩子 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吃下了一颗老金特别炼制的丹药 林子彤的脸色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再休息几分钟 他甚至可以下地走路了 只是林子彤心里还牵挂着外头 他喊来联合 询问道 联合 外面的情况如何了 联合低头道 好像不太乐观 不太乐观 林子彤心头一惊 差点就要掀开被子起床了 却被联合按了回去 联合道 大家齐心协力 杀了江无牙一次 却发现 那只是江无牙的分身而已 如今江无牙 已经与神陶术的死亡之气融为一体 正盘踞在西湖上空 将军他激活了名叫据点的防御阵法 暂时将江无牙拦在外头了 使用防御阵法 只是一时之策 并非长久之计 很快江无牙就会攻破阵法 到时候 明教内的所有人都在劫难逃 小姐 此时 桃花银推门而入 欲言又止 林子彤低声道 有话直说吧 少爷刚才过来 只在门外看了一眼 便转身离去了 桃花银神色担忧 显然也猜到 严守一打算做什么了 他 以林子彤的聪明才智 不可能不知道 严守一想要做什么 只是他没料到 严守一竟然没打算 和他见最后一面 是担心自己无法接受吗 不 他更担心的是我生死相随吧 林子彤再也无法在产房里待着了 他起身披了一件衣服 对联合与桃花银说道 带上孩子 随我一起出去 小姐 这是我的命令 林子彤前所未有的严肃认真 二女竟然都不敢反驳 只能裹紧了孩子的强保 小心翼翼地抱着 他们跟在林子彤的身后走出产房 一推开门 林若府便着急地迎了上来 丫头 你出来做什么 外面风大 你现在体虚 很容易着凉的 林子彤摇头道 生死时刻 哪还管得了这些 紧接着 他来到严筹的面前 见严筹红着眼圈 脸上净是颓废之色 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爸 林子彤颤声问道 手艺他要做什么 严筹低下了头 笛声说道 名叫据点下 藏着一个巨大的九龙化煞大阵 如果牺牲大家的话 是足够击败姜无牙的 听到这话 林子彤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要不是林若府搀扶着 他便要晕厥过去了 爸 你也知道此事吗 林子彤问林若府 不对 您肯定知道 林若府脸色不忍 若非如此 如何救你性命 可大傻子若是死了 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林子彤一怒之下 推开林若府 朝着院外快步冲去 林若府哪能追得上林子彤 只能拜托桃花营和联合追上去 看到女儿消失的背影 林若府心如刀脚 她走到严仇的身边 神色哀伤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当真要牺牲手艺吗 手艺的牺牲 是命中注定 而我所能做的 便是先她一步离开 严仇长叹一声 默默道 二十年了 该是我还债的时候了 严会长回来了 严会长 接下来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是打是想 你给个准信啊 众人看到严首艺回来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胶着 七嘴八舌地询问着严首艺 只见严首艺缓缓穿过人群 来到西湖旁 仰头看着即将破碎的防御阵法 若是让江无牙成功 世界将会陷入一片黑暗 我们愿意苟延残喘 可忍心看到子女们 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下吗 严首艺自言自语道 我不愿意 所以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也要为后代们 创造一个完美世界 所有人都沉默了 听严首艺这意思 他还不打算放弃 还要坚持 可有人已经退缩了呀 人死鸟朝天 小爷我龙飞成一辈子没出过风头 这一次 便让我当这个出头鸟 突然 斩破刀冲天起 飘在众人的头顶 龙飞成的身影缓缓显现 他傲立空中 竟真有一丝 当年谢秦苍将军的风采 严哥 龙飞成冲着严首艺笑了笑 喊道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跟你混了 要不是你 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市井小混混 什么杀身成人这种事情 肯定是轮不到我的 紧接着 他又颤抖地吸了口气 红着眼圈说道 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 也是跟着你混 你让我再次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让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 你永远都是 我的好兄弟 眼手一望着龙飞成 眼圈也控制不住地发红 他握紧拳头 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好兄弟 龙飞成微微点头 好兄弟 好兄弟 生生世世的好兄弟 如今 好兄弟 我先走一步了 龙飞成张开双臂 与此同时 名叫据点的九龙画煞 大阵启动 随着九道龙银声响起 西湖四周钻出了九条黑龙 每一条黑龙之间有锁链相连 这些锁链便构成了大阵 身在大阵中的人们 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一阵悸动 似乎只要投入到西湖当中 便能化作九条黑龙的一部分 为大阵提供力量 对抗姜无牙的力量 碰 只听一声巨响 那笼罩着名叫据点的防御 大阵破碎 姜无牙疯狂地笑声传来 大阵一破 二等都得死 下一秒 一道碧波在西湖上泛起 其中一条黑龙猛地冲出 一口咬在姜无牙的身体上 姜无牙脸色大变 九龙画煞大阵 颜首一 你们当真要与本王拼命 他显然知道九龙画煞大阵的厉害 更知道九龙画煞大阵的力量来源 是牺牲自己的性命 一条黑龙冲出 意味着有人已经牺牲自己了 可龙飞城还飘在半空中 第一个牺牲的人并不是他 地面上 颜首一泪流满面 他知道 他的父亲已经投入西湖 爸 颜首一强忍着泪水 擦干脸上的泪痕 回头看去 母亲江庆雪和奶奶温玉仙 已经濒临崩溃 江无牙 江无牙 痛失儿子的温玉仙 心中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他没有任何犹豫 便纵身跃入西湖当中 黑龙的力量增强几分 但第二条黑龙依旧没有出手 想来是炼化的力量 还远远不够 龙飞城见状 便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钻入斩破刀当中 绕着天空飞了三圈 似乎在与严首一告别 下一秒 他便一头扎进西湖里 龙城龙飞城 所有人都记住 小爷我的名字 龙飞城的声音 在西湖上空回荡 小龙 熟悉龙飞城的名叫众人 心如刀割 在今日之前 大家完全想不到 总是没个正经的龙飞城 竟然是那种 能够为了大意牺牲自己的人 而今 他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奢刀人王极王 去也 突然 王极王从人群中冲出 一路跑向西湖 老爷 你必须走在我们后头 扑通 王极王跳入西湖 身体瞬间被大阵炼化 第二条黑龙 发出一声长长的龙吟 似乎蠢蠢欲动 他骂的 龙飞城等人的接连牺牲 似乎在众人的心中 点起了一团火 去他骂的 留得青山在 老子现在就要将无牙死 杂指人 阿公 以身殉道 敢试 罗宁 不负此声 戏法师 何西平 无愧于心 出马仙 赵义遥 老娘和你这个龟孙拼了 明教中那些熟悉的面孔 像是一支先锋部队 接二连三地跃入西湖当中 他们身死盗消 却化作一股股力量 钻入黑龙的身体里 吼 随着几人的牺牲 第二条黑龙冲破束缚 盘旋而上 一口咬在江无牙的身上 啊 江无牙疯狂地咆哮着 疯了 你们都疯了 不疯魔 不成佛 名门大派当中 第一个站出来的人 是长山 他双手合十 毅然决然地走入西湖当中 脸上看不到半点畏惧之色 古有佛祖割肉未应 竟有我长山捣锋银血 不负此生 寒山寺 长山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长山那如磐石般的身体 很快被西湖淹没 他的牺牲 也让名门大派的弟子 如同疯了似的冲向西湖 劳山派 袁建兴 此生无悔入劳山 杀身正倒是沧丧 龙虎山 柳一人 谁说女子不如男 秋景丰宫万代传 武当派 赵丞相 看破千年人一鸣 但是今生逞雄风 茅山派 韩三 老子不是田狗 吼 第三条 黑龙扶摇直上 峨眉派 林小小 韩山寺 妙计 逍遥老道 狗十三 戏法师 何西平 皮影师 叶天成 第四条 黑龙怒吼而起 守墓人 李仲熙 打耕人 许钱 常邻居 后进尘 杨古诗 田卷 第五条黑龙 视如奔雷 悬门沸腾了 一个又一个悬门中人 抱上自己的名号 毅然决然地 跳入西湖当中 名叫据点内 本来人头攒动 但很快便便地 潇洒起来 精锐弟子全牺牲了 便是负伤的 老一辈强者 老一辈强者全死了 便是守在外围的 普通弟子 他们的眼中 没有任何的畏惧 有的只是一往无前 江无牙或许能遮天蔽日 但遮不住众人心中的道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黑龙 陆续升空 咬着江无牙不松口 饶视江无牙 也被牵制得无法动弹 只能不停地咒骂着 还差最后一条黑龙 严守医默然回首 发现自己的身后 早已空无一人 大家都走了 接下来便轮到我了 严守医深吸一口气 纵身一跃 跳入西湖当中 却在他入水之前 听到了林子彤的呼喊 大傻子 严守医回头望去 看到林子彤朝自己奔来 有那么一刹那 他无比地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与林子彤长相厮守 可他不能那么做 在临死之前 能最后看他一眼 便足矣 严守医入水 最后一条黑龙腾空而起 吼 黑龙咆哮着 带着无比的煞气 扑向江无牙 九龙化煞大阵 已成 林子彤中就还是迟了一步 他亮腔地来到湖边 看着湖水中荡漾的波纹 早已经泣不成声 都死了 全都死了 为什么不等等我 林子彤泪流满面 仰头看向天空 那片遮挡了阳光的乌云 九条黑龙身上 释放出恐怖的雷电 在九龙化煞大阵的洗礼之下 江无牙痛苦地哀嚎着 死亡之气开始瓦解 江无牙的真身缓缓显现 都是你 看到江无牙的真身 林子彤眼中涌现出无尽的怒火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 照出踏雪 提着红神伞 翻身上马 踏雪发出一声嘹亮的马鸣声 而后进踏空而起 带着林子彤 飞向天空中的江无牙 江无牙 近身后的林子彤 手中的红神伞 直接刺穿江无牙的身体 然后一路将之带到地面 犹如彗星落地 在地面上炸出一个深坑 落地后的江无牙 虚弱万分 无力反抗 愤怒至极的林子彤 不停地穿刺着江无牙 发泄着心中的恨意 代替着每一个牺牲的伙伴 从江无牙身上讨债 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林子彤歇斯底里地喊道 红神伞已经把江无牙刺得千疮百孔 江无牙也承受了相应的痛苦 然而 江林子彤筋疲力尽 停下动作之时 江无牙却露出了一丝笑容 你们 嗨嗨 还是没能杀死 本王 可嗨嗨 林子彤抬起头 怨恨至极地盯着江无牙 只听江无牙道 九龙化沙大阵虽然厉害 但本王早就与神桃树合为一体 你们若是想杀本王 应该去找神桃树 如今本王不死不灭 即便身受重伤 也必定有恢复的那一天 不 不可能 愤怒让林子彤再次出手 又在江无牙的身上 戳了好几个窟窿 可江无牙还是没死 林子彤绝望了 曾经她的身后 站满了伙伴 身边更是有 严守医一路相互扶持 可如今 自己的身后空无一人 挚爱严守医 更是早已牺牲 谁能帮帮我 谁能救救我 大傻子 没有你 我做不到 我一个人做不到 林子彤的眼中蓄满泪水 她不再看江无牙 而是亮枪地拄着红神伞 转身望向自己的孩子们 这个世界 不会再好了吗 我们付出了一切 还不足够战胜黑暗吗 林子彤抬起手 本想整理一下额前的乱发 却在抬手的瞬间 一块木表 从她的手腕上滑落 巴搭 木表掉落在地 直接摔散 在那弹起的木翘的背面 林子彤瞥见了一行字 我爱你 胜于昨天 略愧明朝 那个大傻子 沉默寡言的大傻子 一直都爱着我 从未改变 一瞬间 林子彤心底里 涌出了一股莫名的力量 让原本已经打算放弃的她 转身一枪刺穿江无牙的脑袋 凡人最大的诟病 便是明知不可行 却非要尝试 被刺穿脑袋的江无牙 如同没事人似的 依旧嘲笑着林子彤的天真 你和颜首衣那小子一样 天真 且愚蠢 林子彤冷冷地看着江无牙 缓缓转动红神伞 你 不配提她 突然间 江无牙净开始疯狂惨叫 就连林子彤都吓一跳 难道江无牙的弱点是脑袋 可若是如此 大傻子早该想到才对 为何此时突然起了作用 只见江无牙疼得满地打滚 不停地挣扎 口中念叨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人在攻击我的真身 是谁 到底是谁 林子彤更加困惑了 难道眼前这个江无牙 依旧不是真身 那她的真身在何处 又是谁在攻击她的真身 长白衫 天池 身穿素色长袍 却浑身是血 手持镇国剑的颜首衣 从天池中打捞出一口破旧的棺材 她的身后 是堆积成山的星玄山派信徒的尸体 其中还有不少是木魁法身 可见刚才战斗的惨烈程度 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伤痛 颜首衣一脚踹开棺材盖 看到里头躺着的李根苗的尸体 距离长白衫一战 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可李根苗的尸体并没有腐烂 还是和生前一模一样 仿佛只是陷入沉睡 还装呢 颜首衣对着棺材里的李根苗冷笑道 之前我与神陶书意识相连的时候 便得知六道地藏封印的 并不是你的真身 我思来想去 唯一和你产生关联的 也就只有沉睡在长白衫天池里的 李根苗的尸体了 你这一招即中几 差点就瞒天过海了 突然 棺材里的李根苗猛地睁开眼睛 双眼愿毒地望着颜首衣 颜首衣却不害怕 自顾自地说道 天煞尸馈惧怕梧桐木 这是必然之事 可当初我对上你所谓的真身时 你的真身却并不怕梧桐木 现在我才想明白 原来并非是你消除了天煞尸馈的弱点 而是那句真身 根本就不是天煞尸馈 真正的你 使了一招金蝉脱鞘 带着神陶树星 躲在这长白衫天池当中 远远地掌控着一切 若非我今日过来许你真身 就算我悬门中人全部死光了 都不能斩杀你 这是千年老妖 棺材里的李根苗是真身 他已经知道了 远在荣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被识破诡计 李根苗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难看 可惜 可惜 李根苗叹气道 你在荣城的那些朋友 已经全死了 本王距离完成宏图大梦 只差最后一步 得知朋友们全部牺牲 严守医感到一阵窒息 都 死了吗 李根苗使用了金蝉脱鞘 严守医也玩了一样的招数 半个月前 他去寒山寺摩河塔的时候 与恶念达成了协议 由恶念代替他返回荣城 拖延江乌亚的脚步 给真正的严守医创造时间 决战当日 恶念率领着悬门众人奋起反抗 而与此同时 严守医之身杀上长白山 让李根苗的分身 没办法回来 阻拦严守医的脚步 严守医也想过会有伤亡 却没想到所有人都死了 若是自己能够再快一点 或许就能少死几个人了 内心的自责 让严守医 恨透了眼前的李根苗 他举起镇国剑 一剑刺穿李根苗的胸膛 扑刺 李根苗的真身脆弱无比 被刺穿的同时 他疼得表情扭曲 嘴角也止不住地开始溢出鲜血 强大的姜无牙 真身却如此脆弱 可笑 简直可笑 严守医拔出镇国剑 毫不留情地嘲笑着李根苗 李根苗毫无反抗之力 只能死死地盯着严守医 该死的家伙 只差一步 本王的宏图霸业 只差最后一步 可终究 还是败在了这小子的手上 本王不甘 本王不甘 李根苗歇斯底里的怒吼 正如在遥远的戎城 林子彤歇斯底里的尖叫一样 严守医冷漠地望着李根苗 这个家伙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伤害 如今大势已去 是该为这千年的纠葛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严守医举起镇国剑 低声念叨 一剑 问天 镇国剑落下 李根苗的人头落地 江无牙 身死 在李根苗死去的一瞬间 镇国剑便也化作飞灰烟灭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这柄罪恶之剑 便再也没有留在人间的理由了 纵横千年的江无牙 最终死在长白山这冰冷荒凉之地 陪伴他的 只有冷冰冰的池水 严守医伸手 从棺材中找到了神桃树的桃心 毫不犹豫地将之捏碎 与此同时 神桃树枯萎 乌脸腰瞬间死去 那笼罩在西川之上的死亡之气 也随之消失 一切都结束了 做完这一切 严守医如释重负 他的身体早在刚才的战斗中负了重伤 此时也摇摇欲坠 他扶着棺材坐下 颇有一种历经沧桑后 结甲归田的愉悦感 长白山很安静 正如严守医此时的内心 结束了 他缓缓掏出手机 拨打了林子彤的电话 嗯 我没死 江无牙已经死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很快就回家 你等我 别哭 挂断电话 严守医沉默良久 他赢了江无牙 却输了所有人 龙飞城 王极网 阿公 罗宁 赵一瑶 何西平 柳一仁 袁建兴 赵丞相 韩三 常山 林小小 他们全都牺牲了 还有 爸爸 奶奶 严守医忽然控制不住自己 眼面哭泣 泪水根本止不住 不停地往下落 战胜了江无牙 却失去了一切 这算是胜利吗 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几乎要将严守医淹没 七日之后 严守医和林子彤 从西川返回 来到了龙虎山天师府 他们带回了天使鱼露鸣的心脏 原本虚弱的如同一个废人的鱼露鸣 在重获自己的心脏以后 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血色 只是 对于未能参加决战 以及道友们的牺牲 鱼露鸣心里 还是过不去那道坎 严守医和鱼露鸣对坐许久 两人都没有出生 似乎是在共同缅怀那些牺牲的人们 老鱼 终于 严守医开口了 怎么了 鱼露鸣问 之前说好的 还做数吧 你会收尔为徒 那是自然 难道你想反悔吗 不 约定照旧 不过孩子还小 至少在三岁之前 让他们兄妹二人 都跟着母亲生活会好一些 等孩子三岁以后 子童会送念童上山 鱼露鸣愣了愣 发现了严守医话中的古怪之处 听你的意思 你难道不打算抚养孩子 你要去哪 我要去地狱 严守医沉声说道 什么 鱼露鸣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严守医低着头 小龙他们全都死了 我放不下 所以我打算通过神陶树 去阴曹地府走一圈 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带回来 至少 至少 和他们当面告个别 大家的死 像是严守医心里的一根刺 尽管林子彤好生安慰 严守医始终迈不过那道坎 他最终决定 以活人的身份 去阴曹地府闯一闯 只为好好告个别 鱼露鸣咬牙道 你等我几日 待我恢复以后 陪你一起 得了吧 人间需要你 严守医笑道 总不能咱们 打下了江山 就丢之不管了吧 你可是道统之手 现在玄门世界 已经不再对普通人隐瞒 意味着鱼露鸣 无法再做一个 逍遥缥缈的深山盗舍 他的身上 担负了更多的使命 于露鸣很泄气 这天师不当也罢 不当以后 就传给我儿子 原来 你打的这个算盘 我开玩笑的 严守一微笑道 孩儿自有孩儿们的命数 以后念童和司医会 走到什么地步 还得看他们自己的造化 我这个做师傅的 一定会尽全力培养念童 这点你大可放心 荣城西湖一战 整个玄门元气大伤 几乎已经没有强者幸存了 这对玄门而言 是另一场灾难 很多绝学 有可能在这一代失传 但同样的 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即将拉开序幕 这个时代 不属于严守一 也不属于于鱼露鸣 而是属于下一代 新老更迭 循环往复 正如老天师等人的死 和严守一等人的成名 最后 大家都会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一丝痕迹 这丝痕迹 叫做传说 枯萎的神桃树 树干是中空的 从上方俯瞰 但底下似乎是一个无底洞 这个洞 通往阴曹地府 严守一望着神桃树 许久 回过头 林子彤正抱着孩子们 守在她的身后 严念彤与林思一 睁大了水灵灵的眼睛 好奇地望着神桃树 严守一走上前 两个孩子认出了爸爸 便伸出手 一压压地求抱抱 她张开怀抱 连带着将林子彤 一起嚷入怀中 孩子们都很想你 不要让他们的童年 缺少了你的影子 快去快回 好吗 林子彤依偎在 严守一的怀中 柔声说道 严守一点点头 抱着林子彤的力气 加大了几分 我不会去太久的 我向你们保证 林子彤知道 严守一心里放不下 她何尝不是如此 只不过 现在孩子们 还需要她的陪伴 否则林子彤 一定会与严守一一起 去那阴曹地府闯一闯 严守一贪婪地 绣着林子彤的发香 但最后她 还是松开了手 我走了 她努力地转身 平安 她强忍着不舍 她最终纵身一跃 跳入神陶墓的 无底洞中 传说没有结束 她只是在另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 全书完